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记 领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友爱 陆九 第158集 真相历来都是狠狗写的 四人非人 四妖非妖 这是个什么鬼东西啊 下头一时间也无法对面前的身影做出定义了 这家伙整个就是变异了呀 鹤眼怪人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称之为血人了 他浑身从鳞片的缝隙之中缠缠渗出血色 殷红的血这一次没有散发出血腥之气 反而有一种清香 很是诡异 眼中闪烁着杀机 他从地底钻出来可不是那么轻松啊 要不然近两万披邻人为啥都埋地下了 还不是因为没他运气好吗 作为披邻人的祭祀 幽尊的血祭祀 他的信仰属于伟大的幽妖 也正是借出了幽尊遗留下来的妖骨 他这才能从崩塌的弟弟走出来 至于不足 哦 都埋了 鹤眼怪人抓了抓手指 双手食指上锋利的指甲长了出来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每一根都长到了数尺之长 如同铁爪一般 双手碰撞之间 有金铁焦鸣的声音响了起来 烧死吧 他眸子之中泛出了妖艳的死 杀机迸发出了血光 双手横击虚空 一人迎战上千之中 没有丝毫的胆怯 杀 得到了腰骨加持的他 体内的重伤得到了压制 浑身血气被激发到了极限 气势如虹 双手裹着血气 一时之间 那血色竟然弥漫了一部分的虚空 那血气之中流转着淡淡的灰色 如同阴霾又如复古之躯 朝着下拓的方向钻了过去 直接令足兵最前方的几个身影 感到天选地转 铺骨的地 等等 刹那间下拓大鹤 狂风卷起 血煞涌动 一时间如同倾泻的洪水一样 一下子就堵住了 那鹤眼怪人只感觉自己迸发的血气 被硬生生地止住 差点是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敢问阁下是何方高人 下拓眸光涌动 双手抱拳 我大下部落之主 双方交手 岂能不知身份呢 老子是幽尊坐下 弦言祭祀血风 血风指住了身上的血气 双手横击 刹那间 十道血色气流交织 再次迎着下拓而来 少死吧 且慢 下拓双全挥出 堂堂堂万古步曾经繁衍过的土地上 竟然只能够下来 竟然只能诞生出一些杂鱼 紫色绽紫色绽放 而眼睛其他部分则是血红色的 闪烁着两种不同的颜色 甚是诡异 他虽然不知道下拓说的是啥意思 但观察其神色变换 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 嗯 一瞬间 下拓只觉得怀中的猪妖令炙热如火 仿佛一下子化为了烧红的铁块 带给了他一种灼烧之感 怎么回事 毛子开合 下拓死死地盯着面前的血人 他有种感觉 面前这个家伙和前一刻 似乎有哪些不一样了 顽骨不得于你 下一刻 血风的嘴巴张开似乎有些不适应 嘴巴开合之间面容扭曲 发出的声音似耳不说 还给人一种浑身丧发着寒意的感觉 大哟哟哟 下拓只感觉浑身寒意站立 仿佛是被人盯上了一样 他的心中无比确定 眼前的血人已经是不一样了 一瞬间 他下意识地拔出了背后的金铁剑 身上的战器浮营 汹涌而起 伴随着下拓的动作 身后各部族兵同样是抓紧了手中的兵器 摇指血人 只听他一声令下 就要进攻 面对上千的图腾战士 其中步伐开山技 天脉技 面前的血人却犯起了冷漠和不屑 好像就是在砍石头一样 当年万古四方危阵边荒 还不是死于本作之手 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 就想挡我吗 你可真厉害啊 下拓看着血人 准确地说 应该是大幽幽幽的意志 厉害的 像是地鼠一样 躲在泥巴里 面对着下拓的嘲讽 有用意志 占据的身体并没有动怒 反而 很是郑重地说道 不错 当年万古四方 虽然死于我手 却也未将本尊邀请彻底打碎 我的血骨洒落在了万古山脉每一个角落 以至于这漫长的岁月以来 本尊一直都分散开来 万古四方是一个很强大的人 总然是本尊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厉害 他差一点就从这鸡脚嘎拉的地方 带领人族开创出无上王级文明 他太狂妄了 缺缺一个人族薄布 就胆敢骑兵伐我腰部 也要打穿腰域 在这片腰土上重建人族传承文明 万古四方是厉害 可是他的命不好 这里是大妖和人族三大王亭 定立盟约放弃的地方 你们都是一群器皿而已 万古四方他不甘 没有人来救他 所以他死了 这就是命 为了活着 躲在尼巴里又算什么 所以 本尊还活着 听着悠悠意志的话语 夏拓心中是尼玛尼玛的大妈 这一他们不对啊 自己怎么说也是个主角吧 是谁说的对手一接就会发狂发怒 然后就能找到破绽 被杀的来着 怎么样 知道自己是窃民有什么感想吗 你们是人族王亭 答应给我们腰部的血石来换取我腰部不惊弓人类 在王亭之下 这就是你们的命 无论你们怎么挣扎 这命早就已经注定了 你们的后代子子孙孙的命都已经注定了 所以我们的命 就是使劲生涯 上后好给你们吃是吗 婆娑 你说得很准确 悠悠悠一致出声 点头说道 你看得很透彻吗 我觉得 你现在最有关心的 是你自己 夏拓陈生说道 你在万古山脉前藏了这么多年 小心翼翼 恐怕也是有敌人吧 这腰看来也不是整体一块的呀 我给你一个选择怎么样 悠悠一直盯着夏拓 凉酒之后沉吟的 将你手中的万古猪妖令交给我 我让你带着步众离开 你可以选择离开万古山脉 好 告辞 妥妥的 不用送 这四句话顿时在夏拓的心中蹦了出来 他嘴巴动了动 却不知道为何最终没有说出口 如果面前的悠悠意志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么只要在冰荒雨 又能躲到哪里去呢 这里是妖玉 是妖的狩猎场 说起来 妖也是大智慧的生命啊 竟然知道固责而渝的道理 并不对变化的人族赶尽杀绝 自己忽然有一种 圈养在园子中的猪一样的感觉 悠悠没必要骗他 当初大千部落的两个老头也告诉过他 兵荒欲妖语 连通人族王庭的路早就断绝了 或许只是这两个老头并不知道更深层次的原因而已 以被妖占据的地方为条件 换取妖族不敬反其他的人族地域 人族王庭果然是好王庭啊 这他妈是哪个混蛋的主意啊 自己离开万古山脉又能去哪啊 夏拓觉得自己不可能一辈子当单身狗啊 以后自己有了后代怎么办 难道自己生了完就是为了给药备饭吗 下一刻他发出了一阵笑声 悠悠一指一愣随之问道 你为何要发笑 我笑你大言不惭 我人族在这片土地繁衍了无数岁月 区区几个妖孽就能够诋毁吗 这片土地曾是万古部落所繁衍生息镇守保护过的地方 无等身为万古移民 岂能将自己养育的土地奉献给妖呢 宋司战绝不退 话音一路 一时间不远处的红盾时拔出了手中的大刀 大声喊了起来 死战死战 紧随着 上千图腾战士纷纷大吼了起来 一些似懂非懂的人看到别人大吼 也随着喊了起来 虽然不知道为啥 反正跟着喊就对了 还别说 喊了两句之后每个人只感觉体内血气沸腾 原来自己的血也是热的 原来我们都是万古后裔 万古部 很厉害的样子 妖猴原来是这么个玩意儿 听着意思是杀了很多人 还覆灭了很强大的万古部落 哈哈哈哈哈哈 悠悠一直看着夏拓发笑 一瞬间 夏拓觉得自己的心思被看透了 妈的 这老妖精竟然敢透她 精神透也不行 这真是书可忍 神也不能忍哪 哈哈哈哈哈哈 我在想 一代人结万古四方 惩罚了一辈子 生前不知道想没想到 她用毕生心血守护的徒弟 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境地了 看来本尊不仅仅是灭了她 更是灭了她的道童啊 哈哈哈哈 一群连血脉传承印记 都遗落得可怜人 哈哈哈哈 说完了吗 等着面前的身影 难听的笑声笑完 夏拓深吸了一口气 凝视着她问她 哎 又又一直一愣 说完了 我送你上路 你 眼眸之中闪过了一丝不屑 悠悠一致看着夏拓 你拿什么杀我 夏拓拿出周妖令 在悠悠一致面前晃了晃 接着说道 我已经杀了你两个血肉分身了 接下来的日子 我会一一送你的每一寸血肉上路 告慰万古不适去的英灵 我告诉你 人足的血 不会凉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计 领险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一 一百五十九级 一直课金 一直说 一滴血 也被继承本尊这伟案吗 大妖幽幽的一只眼中 闪过了一谋不屑 当年的一战 他的腰躯被打爆 血骨洒落万古山脉 两千里的山河大地 不知道哪个机甲嘎拉里 都孕育着血泥 不得不承认 万古四方是一个厉害的家伙 何区区博步之力 月接将他这位出入辟地境的大妖给击破 可惜了 若是万古四方折服的再久一些 不足再晋升一个层次 或许冰荒域 或许冰荒域真的就会掀起战火 人族还有一丝翻盘的机会 一滴血不配 那么 一根骨头就配了 夏拓的嘴角泛起了冷意 你找死 这一下 大妖幽幽妖骨所诞生的这缕意志 彻底被激怒了 他是大妖幽幽的意志不假 然而大妖幽幽却不是他 当年大妖幽幽的血果散落山脉两千里 低落无数 那每一滴血每一块骨 在漫长的岁月孕育下来 都诞生了意志 都想聚合所有的妖邪 重新成为真正的幽幽 相比于一滴血 他所得到的幽幽传承 还是多了不少 毕竟 他是一块妖骨 不想成为幽幽大妖的妖骨 那就不是一块好妖骨了 死吧 下一刻 那血人朝着夏拓杀了过 空气之中浮现出了赤红色的血液 横跨百丈 瞬息之间就出现在了夏拓的眼前 没有丝毫的犹豫 夏拓的拳头泛起了清光 体内八道天脉中战起沟洞 化为大江般涌出 经过上一次图腾炼体拓宽天脉之后 天脉中的战起一下子翻了两三倍 原本每一条天脉可以增加万军多的力量 也一下子暴涨到了两万多 八条接近十八九万军的距离 加上战体血肉中延伸的十万军力量 这一拳接近三十万的距离 全印和血液碰撞 轰了一下 一股耀眼的光芒炸了开来 澎湃的力量以撞击处为中心 化为连衣 朝着四面八方冲击而去 夏拓只感觉一股无形的力量冲击而来 她的身子不断地朝后退去 每一步都将脚底踏出了一个深深的脚印 足足退到了百米之外 她的身子才勉强止住 体内血气轰鸣 八条天脉之中滚滚站起仙洞大浪 冲击全身各处血气翻滚 差点就让她彻底失去了战力 脖子亮丽 血人眼中闪过了一抹不屑 纵然自己是根骨头 这也不是一个天脉镜的人族战士可以匹敌的 挥手指住了 就要杀上来的夏拓 她神色凝重地 看着再次冲上来的人影 双手凝食化为拳影 在身前缓缓地滑动 却延伸出了眼花缭乱的拳影 隐约之间 那虚空的诡计浮映在拳头之间 仿佛锐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呼吸之间 凝聚出了一尊龙影 缔结成了拳翼 仿佛要撕裂整个虚空 青龙咆哮 拳头再次和血影撞到了一起 这一次夏拓身子剧烈地晃了晃 却没有再退步分毫 反观对面的血人身子亮枪 眼中死死地盯着他 法 血人眼中泛起了神意盯着夏拓猛看 你一个开辟了二十多条天埋的人族 竟然参悟了法的边缘 法 什么玩意儿 对于血人的惊讶 夏拓一脸地懵逼啊 震惊他竟然打不过一根骨头 这谁能行 自己是拼尽了力量 估摸着就算是天外境巅峰在自己面前也是讨不到好 却干不过一根骨头呀 勤勤恳恳修武术载 却干不过一根骨头 这很打击人的 你这根骨头很厉害吗 你也不错 竟然摸到了法的边缘 血人看着夏拓 长着长长支架的手掌晃动了两下 却是指骨碎裂 延伸到了肩头 在肘部还有白骨刺透了细密的鳞片 滴滴血色低落 这一具身体实在是太肥了 对于自身的伤势 血人是看都不看一眼 一具皮囊而已 接下来 我要送你上路了 夏拓神色凝重 一脸正色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还有什么秘法 那血人十分的不屑 他虽然是大妖妖妖一根骨头所化 实力比大妖妖妖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他却继承了属于大妖的高傲 我这掌叫做克金 可破万物 克金是什么法 然而下一刻 随着夏拓挥手 百味手握铁台弓的族兵走了出来 他们每个人背后除了箭篓之外 还背着十根细长的竹筒 竹筒上端 还有专门的竹节筛子 紫云剑 用最大号的 随着一声令下 百味族兵纷纷纷纷扒掉了竹节筛子 里面露出了一根根箭头凸起闪烁着紫色流光的箭矢 你以为凭人多就可以获胜吗 面对上百位手握强弓的身影 那血人眼中神色不变 这些在他看来那都是小玩意儿 放 夏拓挥手 顿时上百根紫色流光贯穿了虚空 朝着血人击射而去 那血人不屑地挥动着大手 十根血色指甲如同锋利的血刀 就要将袭来的紫色剑语给砍掉 血色指甲如闪电般划过 一下子就划开了十多根的剑矢 就在他再次挥动的刹那 那轰鸣声如惊了一本 紫电荧光如龙一样 在血人周围炸了开来 声音在群山万鹤之间回荡 一声接着一声连绵不绝 声势震天 轰鸣之声炸开 夏拓不由咽了咽唾沫 怪怪 这课经果然是破万物啊 就见那一百根紫云剑 接连爆炸 全都是半唇血净的兽盒俗成 炸开的神光之中血液泵剑 每一块都闪烁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等到一切尘埃落定 哪里还有那血人的影子 原地炸开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夏拓看着落在自己脚下的一片鳞片 扎进了泥土里 果然 还是克金厉害 真爽 一直克金 一直爽啊 那深坑的底部 一滩血泥 一块白玉般的骨头 悬浮在泥土上一尺 浮映着淡淡的神光 那光影之中一尊虚幻的影子不断地重组和崩溃 猪妖令拿了出来 朝着兽骨而去 嗡的一声 顿时阴红的血光大声 断裂的妖骨被纳入了猪妖令之中 紧接着 夏拓就从猪妖令上得到了一缕意念 悠妖 大妖悠悠肋骨所化 一滴血可以通灵 一块骨能威压千人之中 这悠悠生前可以啊 要是这块通灵的骨头想跑 他还真拿不下它 可惜了 这块骨头产生的意志残缺不全 可能没继承悠悠的脑子 或者只是继承了一部分 所以他有些脑残 难以想象 他夏拓从来到这方世界到现在为止 所遇到的最强大的对手 竟然是块骨头 拼了全力都干不过 实力这个东西还真是操蛋呢 自己拼死拼活修炼到了天脉境 一块骨头的起点 就不低于天脉境 没得比啊 组长 红看着力在深坑中发愣的夏拓 不由轻声喊道 反应过来的夏拓 转头对着红吩咐道 带着人去天坑的位置 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漏网之鱼 手中把玩着猪妖令欲绝 这个悠悠骨头所化的东西 说起来还得感谢一下 毕竟万国山脉中的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山脉中的部落 每日日出而列 日落而息 一代代都是如此 看似宁静祥和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生活的 是什么样的环境 最可怕的是 连船程的意志都忘了 腰拿着自己人当猪羊 自己却不知道 想想就是不寒而栗 这样的结果 只能是成为患养的食物 走出了土坑 他朝着天坑的方向望了过去 自己的族兵已经到达了天坑的位置 正在沿着裂开的大地裂缝群势 不知道刚才悠悠意志的话 有几个人听了进去 妈的 知道真相还真是神烦啊 快快乐乐当个小组长不好吗 是族人不听话 还是部落里的娃娃调皮啊 非得要来杀妖 现在好了吧 知道了真相的他 差点是眼泪都要掉下来 想起了那天夕阳下的奔跑 是逝去的无忧无虑啊 族长 陆来到了夏拓的身后 轻声唤道 本言夏拓收敛了心神 神色之中泛起了坚毅 按部全力收集龟背山下部落的消息 为族兵征伐 做好准备 是 陆点头应道 我亲自前往龟背山 气息顿了顿之后 夏拓接着说道 从龙雀山谷退下来的图腾战士 会加入你的暗部 若是有需要的话 你可以随时征召 挥下散步中的图腾战士 加入你暗部 如有不从者 严惩 是 接下来 暗部的眼光 要放眼整个万古山脉 文言 陆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惊讶 随之 很快也就反应了过来 我明白了 暗部定将隐藏在山间的妖宗 都给挖出来 组长 天坑在爆炸中 几乎完全塌陷 被泥土翻上来的 除了血骨之外 没有发现丝毫的生机 过了小半日 红回到了夏拓的身前 回复道 盘坐在地上 小气地吓脱 双眸开合 看着远方乱糟糟的族兵 微微叹了口气 别人是开局就无敌 自己开局 就是一把烂牌啊 传练下去 各部族兵 一天之内返回下山 不道者重罚 可以延误者 居家变为奴隶 下部延误者 取消图腾视觉资格 所有亲族修炼资源 一概不多 散步延误者 血脉后翼 不得再进入下部修炼 除除散步 此生自密 是 对了 每人途中 要带回一头力量 不低于先局 体长超过四米的凶手 岩壁 夏拓跨上了轻火 先行朝着部落的方向回去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计 领衔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一百六十集 一根骨头 引发的部落大改革 啊 青火带着夏拓远去 红看着消失在山林之中 夏拓的身影 张了张口 伸了伸手 最后 好吧 你一大 你说了算 不多时 从幽草古地 到夏部落这片苍茫的山林之间 出现了细细拉拉的身影 夏拓的命令 让族兵之中出现了嘈杂的声音 却没有人敢反抗 族长不是闹着玩的 如今每个人都已经知道了 一行上千人 在丛林间奔走 还要四下看看有没有凶兽 毕竟 族长可是说了 空手回去的不算 得抓个凶兽 在踏上回程的路途之中 悠妖的话语 在很多人的心中发酵着 夏拓刚刚进入部落 风老头就飘了过来 事情怎么样了 是什么妖啊 看着夏拓神色中的凝重 风老头也感觉到了不对 他朝着夏拓身后望去 发现族兵一个都没回来 顿时他心里咯噔一下 难道是发生了意外吗 也不对啊 就算是意外 也不可能一个人都不回来啊 发生了什么事情 跟我来慢慢说 一炷香之后 夏拓中一声 轻视大摩的石亭轰然倾倒 风老头须发狂舞 眼中蹦见着怒火 好一个王亭 好一个王亭啊 变荒人族何国 我们都是弃民 王威王亭 我呸 我呸 弃杀老妇了 那石亭被风老头一拳 砸成了粉末 他依旧是不解气 浑身战气狂舞 恨不得要跑出去 找王亭拼命 妖势可恨 这一刻他觉得 王亭比妖还要可恨 老妇 老妇 疯老头大呼 嘴中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一下子颓废地坐在了地上 他只是一个天迈镜的老头子而已 纵然愤恨呐喊 又能有什么用呢 相比之下 夏拓坐在石殿外的石阶上 一只手撑着下巴 正看着风老头发狂 此时的他 已经是从骨头的刺激之中 回神回来了 正在看着风老头受刺激 凉酒之后 他看着风老头出声说道 发泄完了 风老头一愣 他看到夏拓 竟然还笑得出来 你 发泄完了 就去办正事吧 你闯到边荒大地这么多年 总不能就是孤家寡人一个吧 有没有什么老友什么的 把他们都招来吧 夏拓落需要帮手 我也需要帮手 你不怕妖吗 怕吊死 夏拓一脸的正色 不怕是小狗 因为怕死 所以才挣扎 我可不想死 也不想以后的娃子 被咬给吃了 夏拓这个理由可谓是很强大 一时之间 老风头竟然无从反驳 老夫闯荡这么多年 自然是有几个老友 不过他们也习惯了 就怕他们不愿意来 才说了 他们和老夫一样闯荡 深夜 不知道在哪个 鸡小嘎栏里 想找到 并不容易 部长 怎么知道会在哪里 先喊来再说 夏拓笑眯眯地说着 人到了 才有机会拉路 多一个天迈镜的帮手 那总是好的 夜幕降临时分 部落外响起了喧闹的声音 各部族兵陆陆续续 从幽草荒原赶了回来 他们此时是一个个 肩脱手拽着凶兽 出现在了部落之外 等在部落外的妇人 热情麻利地接过凶兽 拖进部落里 开始剥皮抽筋 今天又能好好地 大吃一顿了 夏拓立在部落山 东方的山乱之巅 看着山下返回的 一个个的身影 原本他想要慢慢规划 属于部落的修炼体系来着 现在看来 想安静 是安静不下来了 最好的修炼 就是厮杀 还是用血腥来扬吧 传令下去 各部族兵 暂时在龙雀山谷外扎营 声音从山巅传了下来 文言 所有的族兵 抬头朝上方看去 却发现 山巅没有了身影 他们只能听到 红长老在山下领命的声音 夜幕之下 族殿中火光跳跃 诸位长老陆陆续续地到来 拜见族长 都坐吧 夏拓挥手示意 所有人都坐下 族长 各部族兵大不归来 只有二十多人 没有暗示归来 途中因为一些波折 给耽搁了 夏拓看着下方的红 眼中波澜不惊 所属本部的族兵 剥夺图腾视觉等资格 其亲族供养 也一并剥夺 发往林角矿山 挖矿三年 视情况而定 能否回部落 散步所属族兵 逐出散步 自生自命 族长 顿时 族殿之中各部长老大惊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 看到夏拓如此严厉的 惩戒族人 连图腾战士 都直接扔进矿洞之主 族长 他们都 杨 你去传令 这一刻 夏拓的眼中 没有丝毫的缓色 是 陆在外未归 杨前来族殿 代替陆 商议族事 看着夏拓的神色 他不敢多言 攻身走出了大殿 极客戏 以部落 图腾战士 为骨干 征兆 散步轻壮为族兵 足见一支 完整的战兵 夏拓的声音响了起来 看着下方各部长老的神色 当然 眼下下部落 没有这么多的图腾战士 只能用准图腾战士来凑 准图腾战士 和出入猎石镜的图腾战士 之间的差距 并不是很大 完全可以凭借凑数量 就能够取胜 当然 不仅仅是猎石镜之间 只要数量足够 掌握好了方法 完全可以堆死天外镜的战士 所以哪怕到了天迈境 也不能轻易得瑟 传令各个散步中 挑选出来实力最为出众的轻壮 卡入战兵之中 组长 这次要征兆多少散步轻壮 红不由的出声问道 按照组建战兵的规矩 五部很多组兵拿出来 足以当百夫长千夫长 要是争的人数少了 位置完全不够 按照蛮荒大地上各部的规矩 拥有四千军距离 就可以成为千夫长 三千军距离为百夫长 两千军的力量为十夫长 可以管十个比 战兵的数量定额为一万 文言 红未未送了口气 一万人就可以有十个千夫长 一百个百夫长 至于那些散步的图腾战士 他下意识地过滤掉了 他们直接听指挥就好了 要啥千夫长 其实也没啥好争的 散步的图腾战士大概只有六百人 但是其中真正超过了三千军力量的人 是寥寥无几 就算给几个百夫长的位置 也翻不起什么浪花来 权力还是掌控在下部落手中 就在这时 红眼前一亮 联盟说道 族长 安武部四百图腾战士 千夫长级的可不在少数 剩下的人怎么安置啊 武部的族兵 除了进入战兵的图腾战士之外 其余的战士加入暗部 或者是其他的部中 夏拓没有犹豫地说道 在他看来既然成军就是一个整体 多一个少一个千夫长级别的图腾战士 根本不会造成多大影响 一个完整的千人战士 轻易可以戳死好多个千夫长级别的图腾战士了 反而暗部接下来 要查探万古山脉中隐藏的腰部 单兵力量需要加强 否则他也不会受益录 可以直接征召散步中的族兵了 征召来的散步图腾战士 直接融入这支战兵之中 其中千夫长级的图腾战士 同样收入暗部 是 看到轰硬了下来 紧接着夏拓从座位上骑身 朝着下面走了过来 既然武部掌控部落麾下所有族兵 原来的春祸有些狭隘了 即日起改武部为战士殿 掌部落日后统兵之权 接下来部落的战士将会不断 立战功殿 用以查验看赫战功 颁布赏赐之责 有屋暂时兼任战功殿殿主 改暗部为暗影殿 鹿依旧为殿主 改药部为百草殿 农部为私农殿 兽部为御兽殿 兵部为筑器殿 夏拓的话语可谓是让殿中各个长老应接不暇 可以想象短短的时间里 整个部落将要翻天了 谁都不知道族长究竟是咋了 不过却也没人反驳 新绿巧宫殿以墓为殿主 还有如今部落逐渐走上正轨 有些族人依旧没有适应过来 还觉得部落是以前的小部落 即日起部落立下刑罚殿 以聚为刑罚殿长老 凡是部落和战兵中有不听令者 一律按刑罚论出 是 聚站起身来对着夏拓应等 其实他整个人还晕乎乎的 自己这就成为长老了 不过听起来 这好像是个得罪人的差事啊 还有 随着麾下散布的数量增多 新设足物店 专司管理部落麾下散布和附庸部落 吐和风为足物店的副店主 至于店主 暂时有我今日 说到了这儿 夏拓的眸光扫视了一遍 店中的众人接着问道 各位长老 可有意义吗 请尊最亮 店中众人相互看了一眼 同时起身硬道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从散布之中挑选年岁在三十以下 血气最为旺盛的轻壮组成战兵 一个月之后 我要看到结果 是 我让歇 谷 孔 规 绝五个人 协助你组建战兵事宜 是 战石殿 战功殿 刑罚殿 暗影殿 白草殿 私农殿 筑器殿 玉兽殿 白桥殿 足物殿 业务殿 加上传承殿 屋殿 人殿 一共十四座部落殿堂 夏拓下了狠心 要整改整个部落 幽幽那根骨头 是彻底把它给刺激到了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党 第161集 蛮荒大地版的流水作业 部落改革 夏拓准备通过十四部落 将各个事项全部整合到一起 方便部落的管理 当然 如此大的变动 绝对会让部落短时间里 会显得混乱一些 看起来 步子稍微大了一点 但是没事 咱是铁当啊 这次他是真的被骨头刺激到了 躲不掉也没处可躲 本来这些年就过得憋屈 自从知道了妖的存在之后 就整天的提心调导 如今知道了更加狗血的真相 不再憋屈了 摊牌了 族役后的第二天早晨 夏部落族兵驾驭着黑背青仓 朝着山野之中而去 他们的目的是各个散步 传达夏拓的命令 征召散步三十岁以下 血气旺盛的准图腾战士 下园中 族长 封和兔是部落少有的女图腾战士 而且还双双晋升到了开山境 夏拓觉得女子总比部落里的粗犷老爷们细心一点 所以才将族物店交给他们两个人 以两个人目前开山境的实力 完全是可以押服每一个散步 他说是兼任族物店主 实际上他不可能每日每刻都插手其中 所以真正处理事物 还得交给面前的两个人 散步是夏部落的根基所在 自然是要谨慎对待的 坐吧 原来的石亭被封了头砸碎了 此刻夏拓也只能露天坐着了 这蛮荒大地的女子自然是不会扭捏 封和兔坐在了夏拓的对面 两人皆是身穿皮甲 包裹着身子 身上挂满了各种的股市 散发着一丝野戏 此物店的事情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咱们麾下的附庸散步 这些散步没有图腾观想 所以是部落人口增加的来源 同样的 这些部落如今也在为部落开采资源 所以每一个部落都要记录清楚 话音一落 夏拓说着就拿出了几个兽皮卷 放在了石桌之上 以后随着散步数量增多都要记录下来 比如散步的位置 族人数量 附近地势 拥有什么资源等等 说吧 他指了指面前的兽皮卷 夏拓看着风和兔问道 这个你们谁接手 兔看了一眼 风说道 族长 我来吧 好 夏拓点头对着风说道 附庸散步 归兔来打理 那么风 就掌管山野中拥有图腾祭祀的附庸部落 眼下附庸在咱们部落麾下的部落不多 一共十几个 你们两个可以在族中招募一些帮手 如果有什么难以决断的事情 随时来找我 是 风和兔起身离开 夏拓起身离开了下园 他朝着兵部也就是现在的筑器垫山谷而去 拜见族长 筑器垫山谷之中热气流转 金铁碰撞的声音轰鸣 人来人往现在十分的繁忙 这倒不是作假 先前夏拓命令他们打造200副百炼金铁架 甲咒的甲业需要一片一片敲出来 百炼金铁的硬度要原胜普通的金铁 每一片都需要大力气去敲打 如今夏拓又招令各部准备聚合一万名的战士 可想而知 一万人的甲咒可不是个小数目 对于如今的筑器垫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打造甲咒之外 还要有刀 枪 剑 弓 加起来数量很是庞大 工长老赤着上身从地火山洞之中走出来 他见到了夏拓之后 忙的前来见礼 走 进去瞧瞧 夏拓是直接朝着山洞走去 一进山洞热浪马上袭了过来 耳边响起了叮叮当当的声音 宽广的山洞之中 地火被分别引了出来 每一个人一座小炉都在叮叮当当的敲打着 夏拓看到身旁不远处的一个工匠跟前 一幅甲咒已经敲出了大半个样子了 此刻这个工匠正在打造甲咒上的甲业 山洞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忙碌 都是从最开始的铁钉一锤一锤敲出一副完整的铁甲 所长 一个工匠原本打造出一副百炼金铁甲 需要差不多仅二十天的时间 工匠夜以即日地赶工 眼下半个月就能打造出一副来 如今已经打造出了七十副金铁甲 对于工长老的话夏拓轻轻摇了摇头 太慢了 普通四五十炼的金铁甲 需要多长时间打造一副 工长老想了想回道 组长 组中的四五年的老铁甲 完全可以在七天之内 打造出一副四五十炼的金铁甲 文言夏拓再次摇头 还是太忙了 就算是筑器店的人全都来打造铁甲 想要装备一万人 岂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去吗 组长 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 工长老绷着脸 脸庞被热滚滚的浪训得帐红 筑器店可以说是部落里最忙的地方了 不仅要打甲咒还要打各种兵器 你过来 夏拓朝着山洞外走去 一边走一边说着 打造一副金铁甲 共需要多少步骤 工长老想了想出声说道 从金铁成定开始算 每个工匠需要分别打造出 甲盔 脸甲 甲衫 甲裙 护胸的甲片 还需要在各个关节处 镶嵌兽皮内衬 雕饰甲文 组长先前吩咐的百炼金铁甲 还要缝制兽皮披风 还会更加的繁琐 甲盔就是头盔 脸甲就是护住面部的铁面具 一般都只会露出两个眼睛和一个鼻孔 它们完整的合在一起称之为兜傲 先前夏拓吩咐住气垫打造百炼金铁甲 特意吩咐了百炼铁甲要有气势和繁重 故此加上了瘦头兜傲 瘦皮披风 它本意是要让所有族人对于龙雀卫感到敬畏 心生向往 这样 你让所有的工匠每一个人负责一个打造步骤 有几个人直打甲身 而另外几个人直打甲裙 打甲业的直打甲业 等到甲咒所需要的各个部件都打造好了 统一组装 这行吗 对于夏拓的话语 龚长老是一脸的怀疑 还不快去 被夏拓一瞪 龚长老忙的朝着山洞中走去 接着山洞中悄悄打打的声音没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喧闹 好在喧闹之声很快落了下来 敲打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显然龚长老在筑器店的威严还是可以的 这一副铁甲最难打的是甲身 这需要用一块完整的铁铁一锤一锤的敲出来 一副甲咒打造的三分之一的时间都用在了甲身上 没过多久 安排好了的龚长老从山洞之中走了出来 组长 俺已经吩咐好了 嗯 好 夏拓微微点头接着说道 等打完最后一副甲后 拿去下园给我看一下 是 夏拓返回了部落山上的池圆之中 此时还没有等到金屋飞到天穷正上方 龚长老就已经扛着两副甲咒来到了下园 组长 这打完了 看着两副金铁甲 虽然是肘部 关节 瘦纹还没有打磨 内衬还没有塞进去 但是甲咒的整体已经完工 工长老一脸不知所以的看着夏拓 他有些不敢想象 这究竟是为啥 最难打的甲身 平日中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 断打三到五日才能成行 在夏拓的吩咐之下 他专门调集了十多位工匠 一起锻造甲身 要不是甲身和甲片打造的数量不够 他们还能打造出更多的铁甲 夏拓将金铁甲拿在手中 还能看到表面 因为铁锤敲击的凹凸不平的小印子 每一个差不多有支架大小 整个甲咒表面呈现出了一种起伏的纹路 在手中观想了许久 他才将通体泛着赤光的甲咒放下 这种百列金铁对他来说有些脆了 但是对于足中猎尸镜和开山镜的战士来说 却是上乘的铁甲 甚至刻印上乌文之后 对于一些刚刚晋升天脉镜的战士来说 这都是难得的好甲 接着他又拿起兽链兜傲 整个用金铁铸造 正面是一个猙獰的兽链 面上露出上下三个黑漆漆的窟窿 头上有两个尖锐的铁甲 起伏的纹路泛起赤红色的铁芒 打造完这批百列铁甲之后 就开始打造四五十列的金链铁甲 像是其他兵器弓弩 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分开打造 打造后的甲咒可以让族中的富人老人来镶嵌内侍 兽皮披风也可以让族中富人缝制 你也知道 一个月之后 部落里将汇聚一万战士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打造一万副金铁甲咒 人手不够就招人 是 属下告退 工长老匆匆离去 不过他还是沉浸在先前的疑惑中 无法自拔 明明是同样的人 为啥打造甲咒的速度就加快了呢 真是让人头大呀 接下来的几天里 夏拓又将这种流水作业法交由了注油店的乌图 反正配置的修炼乌药配方都是现成的 让乌图们直接按照方子抓药就好了 随着部落的赵令传达到麾下各个散步 一时间方圆百里的山巒热闹了起来 一个个壮汉行走在山野之间 他们背着古兵 腰间挂着箭楼 带着成为图腾战士的期待 朝着夏部落而去 这上部的赵令说了 如果能够立下功了 还能让自己的亲人进入夏部落 成为中等部落的族人 想想就让人激动啊 各个散步年轻人的激动 却没有影响到夏托 此刻的他正一脸便秘的表情 图腾殿三楼之上 下部落附近山野的地势沙盘之前 路立在他的身后 向他说着龟背山的情况 从幽谷草地回来之后 部落改革 所以他并没有立刻去征伐 龟背山下的人族腰部 而是准备等待战士会聚之后 再做决断 这地势沙盘之上 将夏部落往北东方向 三百里的地势都给塑造了出来 至于西南方向 不足百里 再往外就是徒泽荒原了 夏部落的位置放延整个万古山脉 就是在偏西一点的南部 数百里的山野 对于如今的夏部落来说 有点大了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小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演播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62集 十楼 组长 等战士聚合之后 不如让各个统领 各自率领一支战兵 在安部的配合下 分别清造一方山林 夏拓看着面前的地势沙盘 没有出声 他心中所考虑的和陆所言差不多 暗影殿的暗卫虽然不少 但是相比于广袤的山野 却是如同洒进大海中的鱼 根本就翻不起多大的浪花 地方大 密地多 山轮起伏 暗卫就是拼了命 也不可能查探周全 所以 让战兵分别从一个方向出发 沿途所过 有腰部覆灭腰部 有散部聚合散部 一举两得 龟背山下都洞察清楚了吗 啊 路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这个部落建造的很奇怪 所有的石设房窝 都是环绕龟背山下的一处石殿外 而石殿在外看 就像是半镶嵌在山中的一样 部落中的族人往日里和往常没有什么异样 但每当说起图腾的时候 都会产生狂热的眼神 甚至啊 以身似图腾 我亲自进去这个部落中看了一下 不过很快就被发现了 只能退出来 文言下拓点了点头 话音一转 上次族印你没在 结果你已经知道了 伤在我回来已经和我说了 我已经和红长老商议了 战士殿的一些百夫掌千夫掌旗的图腾战士 将纳入我暗影殿中 我准备以这些人为骨干 打造出暗影小队 嗯 下拓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两千里万古山脉地狱广袤 暗影殿的任务很重啊 属下知道 到时候龙雀山谷淘汰下来的人也可以给你 那红长老又该来组长这里抱怨吧 文言下拓倾笑 不过他接着说道 战兵是一个整体 相比于一个整体的协调和统一 些许天赋的战士 对于完整的战士来说 或许并不是最好的 说到了这里 他突然想起了 这一个近两米的汉子 在自己的跟前 和一个富人一般似的 撒破大魂的样子 他想了想顿了顿 接着说道 也罢 你挑完给红长老留几个 是 陆离开之后 夏拓依旧是站在沙盘前查看着 眼下暂时畏惧 一些考虑还处于思索之中 真正适不适合 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之中检验一下 他在沙盘上壁画着 万古山脉之中不仅仅只有山 还有充沛的水系 大江小河密布 还存在着不少的湖泊 资源丰富 看着山脉中交错纵横的水系 将山野分割成一块一块 天然的划分出了不同的地域 他早就已经将万古山脉 视为自己的后花园 既然是后花园 那就需要打理打理 不然老是长野草 这就很不好了 部落之中阳光洒落 整个夏部落笼罩在一片光芒之中 昨日大雨倾盆 显得此刻阳光分外的妖艳 部落之中人声鼎沸 族人来来往往 忙碌的部落之中 又吹烟生了起来 一座座防舍之间 飘起了肉香 哪怕是对于普通的族人来说 肉食都是不能短缺的 血气的大量消耗 需要凶兽肉来补充 北方的山谷之中 传来至难的贺声 部落里正在练体的娃子 正在图腾战士的带领之下 打熬着自己的力量 正在此时 远方山谷之外 一声轰鸣响了起来 万古号顺着鬼水河 进入了部落东南外的人工湖中 方圆二三十里的平缓地段 已经开枣出了一半 足以让万古号破开风浪前行 胖张老回来了 万古号缓缓地驶入部落之中 引得部落中很多族人为官 一个个小娃子大着胆子 即在人群中 在万古号刚刚靠岸的时候 就朝着船上跑了去 没多时 一个个巨大的箱子 就从船上搬了下来 胖腐走在最后 李跟在他的身后 他的怀里还抱着一个通体烙印了密密麻麻乌稳的铜箱 朝着部落山走去 听到了万古号归来 夏拓老早就从图腾殿走了出来 在足殿之中等着胖腐 如今部落汇聚战师 胖哥对外义务所得的资源 是部落发展的保证之一 回来了 这次还顺利吗 胖腐是毫无形象的 探坐在石椅上 喘了口气说道 唉 你急匆匆的招路回来 这部落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唉 这个一会再说 这个铜箱子里放的是什么呀 夏拓看着面前表面有无闻的箱子 顿时来了兴趣 这是一个残破的石楼 很之诡异 胖哥也看不准呢 听闻夏拓说起箱子中的东西 胖哥促起了眉头 说起来 这还是胖哥少有的看不透的东西 咔的一声 箱子打了开来 夏拓看到箱子底下 出现了一座石头打磨的小楼 一共有六层 呈现八角形 底座崩立 表面也是缺边少角 风化的不成样子 隐约的可以看到表面有纹路 却因为风化 早就已经看不清楚 他将十楼拖起 一共不过三尺之高 仔细打量了片刻也就放下了 没错 他也看不出来 这是个啥玩意儿 你都看不准 胖哥促眉接着说道 这是我在图泽大湖北边 下等风水部落得到的 风水部落的人说 是在部落外的大河中捡到的 对了 这个石头说是 顺流而下飘到风水部落的 胖哥说完 就看到夏拓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这石头真的不沉入水中 不信你试试 果然没错 夏拓让人端来了一大罐子水 这石楼果然是立在水中不沉 明明是石头打造的 而且重量不轻 还真是不蒙水下沉 这胖哥都看不懂的东西 他是更加完犊子了 反正是个宝贝 说起来吧 说不定以后可以知道 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 不会吧 此时电中就只剩下了两个人 胖哥一脸的怀疑 夏拓将幽草荒云 遇到妖谷的事情说了一遍 特别是有关人族王婷的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扔出来了 对于王婷也只是指纹其名 并没有真正去过 胖哥无奈的贪了贪手 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收敛了心神的夏拓接着说道 我聚合了一万组兵 需要大量的资源 接下来你要辛苦了 部落里那两艘普通的大船 已经改装好了 铜钉也已经装满 这一次也随你外出 好 兽盒和药草 这都是眼下部落无法自己撕足的东西 而且部落中的缺口很大呀 放心好了 徒则荒原很大 大小部落不下数千 需要的精炼铜钉的数量很庞大 短短时间内足以供应部落 等到以后部落拿下了整个万古山脉 还怕没有资源吗 胖哥打着哈欠朝着祖殿外走去 这次外出一跃有余 可得好好歇歇啊 接着 夏拓让人将铜箱子送去传承殿 说不定以后可以知道这个石头的真面目 第二日 夏圆 晨曦之中 园子上空弥漫着浓郁的蓝色神光 隐约有紫电滑破 浓郁的生机滚滚洒落 一株粗大的子鸡羊雷目的枝干 伸到了夏圆上空轻轻摇曳 洒落了满天的灵光 一道黑袍身影从园外进来 来到了夏拓山前立住 伤好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 夏拓看着面前的身影答非所问道 我要知道你原来部落中所有的情况 摩蟹咬了摇头 一个足以吞噬族人性命为实的图腾 你觉得这是图腾吗 摩蟹的眼中出现了一抹迷茫 他也不知道 这几天来 他在夏部落之中转了转 发现自己原来的部落和夏部落比起来 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山谷 每一个人族都很压抑 都在遵循着图腾的命令 就好像 对 没错 就好像是被圈养起来的凶兽一样 部落所有的人都在为图腾猎取血食 甚至包括自己 都是图腾口中的食物 你知道腰吗 摩蟹咬了摇头依旧是没说话 他从小就在部落长大 一切的眼界和见识 都是部落里的族人交给他的 你们部落有多少族人 还有六千吧 青壮只有不足两千 想了想摩蟹还是回答了夏拓的问题 文言夏拓促眉 他可是远远观望过龟尾山下的部落 规模不下万人 这些年 自从附近的散布中人 都被抓起来献祭给图腾之后 族中再也抓不到足够的数量 族长就下令将族中之人献给图腾 说到了这 摩蟹抬起了眼睛 看向了夏拓 你是想要覆灭我的部落吗 我要覆灭的是要 不然还会有更多的部落遭影 部落里的孩子和女人都是无辜的 夏拓摇了摇头 他可不敢保证 这龟尾山的部落究竟被妖侵蚀了多少 出现一个摩蟹已经是例外重的例外 女人和孩子是不假 但是如果被妖侵蚀了心智 却是不能留下 你们抓捕其他散布族人的时候 可放过其中的妇孺老幼了吗 一句话 顿时让摩蟹的话语噎住 我保证孩子都没有被侵蚀 真的真的 不如你的孩子在十岁的时候 才会第一次的祭拜图堂 我 好 若是孩子真的没有侵蚀心智 会将他们带回来 不过你要引路 熟悉后 摩蟹终究是点了点头 满荒山野之间 三百多道身影汇聚成一股朝着山脉深处而去 图腾战士汇聚血迹 直接将附近的山林中的凶兽吓跑 两天之后 龟背山外 夏拓坐在青火壁上 眯着眼睛眺望着光秃秃的山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耳挡 第163集 雪迹部落 密林之中 夏拓身后是来自龙雀山谷的图腾战士 至于其他图腾战士并没有带 根据摩西所言 龟背山下的人族部落 最强者也不过是天脉镜而已 而且只有组长一人 所以他忍不住来了 顺便带着龙雀骨的图腾战士 此刻每一位图腾战士都隐匿在山林之中 朝着龟背山的方向望去 不对 夏拓身请一宁 太安静了 此时正值正午时分 部落里的妇人已经到了生火做饭的时候了 龟背山下的部落 不但没有一丝吹烟声起不说 还无比的安静 龟背山下 十屋十楼之间 除了山风呼呼作响之外 没有丝毫的声音响动 就连部落里的人都不见了 部落中央半相见在龟背山的石殿门前 一道黑影长生而立 他身形勾搂形容枯狗 黑袍下露出的手臂干瘪 皮肤紧贴着骨头 清晶和血管骨障 这尊身影此时正在朝着部落外远望 毛子之中 深邃如幽坛 透发着妖艳的紫 一阵嘶的声音从喉咙中发出来 不似人声 泛着紫光的毛子之中 泛起了血腥和残忍 果然来了 血结了你们 伟大图腾的力量会暴涨 嘿嘿嘿嘿嘿 就要实力将木崖山下 那尊幽灵吞并 嘿嘿 到时候山脉中央未必不可去的 夜绝技成大妖的船长 都来吧 伴随着嘶哑的声音响起来 鸡爪斑的双手接出手艺 一枚枚黑色的符纹衍生 朝着部落四面八方落下 每一个黑色的符纹没入地下的刹那 大地之上都会裂出一道阴红的血花 地面上血水如涌泉一般 其中有血色虚幻人影挣扎 想要挣脱血色的禁锢 却是怎么都挣脱不开 只能禁锢在血水之中 一声轻微的轰鸣 整个部落轻轻移震 一朵朵延伸的血花相互缔结交织 在部落地面上化为了一道道粗大的血纹 如同血蟒一般在地表游走着 慢慢的 血雾开始生腾起来 短短几个呼吸就弥漫了整个部落 一座座房舍和食屋在血雾之中朦朦朦朦朦 都来吧 都来吧 周身外弥漫起了血雾 那黑衣人深深吸了一口 神色之中鲜化出一抹陶醉的感觉 啊 摩险 你以为你真的可以逃出我的手心吗 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带来了如此多的图腾战士 好在老夫早有准备 嘿嘿嘿嘿嘿嘿 伟大的图腾噤声就在今日 黑衣人的身影摊开了双手 火蟹的血气缓缓地消失在石垫深处 一下子整个部落再次陷入了寂静之中 被发现了 摩险的眼中闪烁着惊骇 看着龟背山下弥漫而起的血雾 他有了一种不好的猜测 夏托的眼中同样是泛起了凝重 两里之外的龟背山下泛起了一股寒意 血雾在短短几个呼吸就弥漫了天雄 这种场景之下没有变故才怪呢 是血腥味 嗅了嗅弥漫在虚空中的气息 他眼中蹦践出了杀鸡 轻火在他的示意之下朝着龟背山前行 三百五十位图腾战士进行随其后 两里的距离对于图腾战士来说很快就能跨过 浓郁的血腥气息从部落中传了出来 愿是朝着部落深处这种血腥气息就愈发的浓郁 给人一种不安的感觉 夏拓看着部落外血腥气息浸透的野草 一个个搭了着如同遭受了摧残一般 整个部落都陷入了血污之中 眼前的一切都是朦朦胧胧 他自然不会让族人陷进去了 准备紫云剑 我们的夏组长一向是信奉可今才是王道 随着夏拓一挥手背后上百位的战士 纷纷拔下了背上竹筒上的塞子 将通体泛着死光箭头突起的箭羽拿了出来 这种箭矢在幽草谷地大风一彩 如今就在部落传遍了 被族人称之为胖头箭 祖殿在什么位置 摩蟹指了指前方部落的方向 哪怕是被血污弥漫 但是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十年的他 闭着眼睛都很熟悉 放 一声令下 上百只泛着紫光的箭羽四川的血污 一下子就扎进了血污之中 下一刻 血污中如同泛起了滔天巨浪一般 紫云剑炸开的光芒崩裂了血污 乱石飞溅 部落的景象从撕裂的血污中露了出来 林立的防舍石屋 还能看见防舍之间悬挂的瘦肉 不过整个部落中显得无比的凌乱 骨枪弓剑刀剑 落得甚满地 还有凌乱的兽皮散落得到处都是 在血污的深处 一座半箱剑在龟背山下的石垫 显露了出来 放 上百只剑羽再次横穿虚弓 迎着石垫射去 顿时剑是叮叮当当的扎在了石垫之上 紧随着就有光芒 耀眼的光芒迸发而出 短短几个呼吸之间 这石垫就受到了两三百只紫银剑的光固 直接是将整个石垫炸成了一片废墟 露出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昏章 山洞深处一道嘶哑的怒吼传了出来 那道黑色身影眼中迸发着杀机 他没想到自己苦心布置的乌阵 这外面的人竟然不进来 反而隔空将部落给毁了个大半 此刻夏拓已经看出了面前血雾弥漫的地方是阵法 遍布方圆离许的这种乌阵 夏部落都没有 看来和自己对视的那个老东西 是正等着自己到来的 那老头刚要说话 就看到紫光再次朝自己鸡舍而来 顿时暗道不好 那钩鲁的身子却是异常的灵活 他踏着乱石朝着远方而去 背后传来移 夏拓看着那道黑色身影 灵活的躲开了紫银剑 看似狼狈 却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毕竟不是幽草山谷 那个脑残的骨头幽灵 那黑夜老头落在了一座石屋上盯着 看着背后被炸塌了大便的防舍石屋 眼中闪过一抹灵力 自己是差点就着了道啊 他的眸光落在了魔邪的身上 伟大的图腾给了你一切 你竟然敢背叛图腾 魔邪神色一变随之出声说道 其他族人哪 老者嘴角泛起了一抹争议 他阴森地说道 很快你就会和他们见面了 尤丹就进来 这句话是对着夏拓说的 对于此夏拓连搭理他都没搭理 眼前明显是阵法 自己又不是个傻子 明知道是阵法还往里撞啊 哪怕只是毁坏了其中一部分 但是整个部落大片地方 还是笼罩在血雾之中 看不清楚虚实 一旦进去那可是危机重重 怎么不敢进来吗 对准血雾深处 随着夏拓一声令下 手握铁塔弓的战士 直接将剑指向了血雾翻滚 最为浓郁的地方 放 伴随着轰鸣 乌阵中阵眼被炸裂 一头虚幻的血莽冲销而起 直达数百丈高空 最后无力地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还长 你竟然破了我的阵法 放 不理会 因为那个老头的嘶吼 随着一声声的令下 每一次见识横贯血雾 都会有一头血蒙横贯天穹 而后消失在天地之间 那黑衣老头面色猙獰 虚发狂舞 他准备了好多天的必杀阵法 竟然被人在弹指之间就给破了 再这样下去 整个大战将功亏一篑 血奴 出来吧 嘶哑刺耳的声音响起 整个部落之中响起了呜呜呜的怪风 那怪风呜咽的声音好像是有人在哭泣 让每一位图腾战士都感到毛骨悚然 一股寒意便在心中泛起 这一刻 龟贝山下的部落好像是化为了一座冤魂之夜 防舍石屋之间的地上 雪花绽放 每一朵雪花翻开之后 都有一道身影缓缓地从泥土之中爬出来 这些身影浑身染血体表发黑 动作如同僵尸 有老人有孩子有妇人 老弱妇孺都有 乌夜的风在哭泣 这一刻看到从地下爬出来的身影 每一位图腾战士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壮 他们心惊胆战 似乎所有人都有些明白了 哈叔 穆王 桑乙 摩邪的身影聚缠 眼睛瞪着大大的 咳咳咳咳 雪永翻滚 逆邪徒弟 他身子亮强 差点蹲在地上 这一刻所有的图腾战士眼中都露出了惊骇 一个完整的部落在他们眼前就这样消失了 成了过眼云烟 夏拓拔出了背后的惊铁剑 他咬指前方已经破败的不成样子的部落 而摩邪一下子就冲进了部落 他撞开了一道道浑身漆黑的身影 朝着黑衣老头而去 一个不过几岁的娃子趴在了他的肩头 张开了大嘴一口就咬了下去 这个面色发黑的娃娃明显是早就已经失去了生机 为什么 摩邪冲到了黑衣老头不远处大声喊着 黑衣老头眼中看不到丝毫的情绪波动 在他的眼中 人和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 哎 不对 是比石头要强 因为 能为妖尊提供血能啊 面对着摩邪私信裂废的大喊 他淡淡的说道 吃的东西还需要理由吗 食物而已 摩邪的眼中闪过了一抹癫狂 他浑身泛起了黑色的气流 将周围弥漫的血气硬生生的震散 朝着老者扑了过去 该死的东西 我送您上路 那老者大手一挥 顿时漫天血气在他手中化为了一道血气大僵 击在了摩邪的胸膛处 将其击飞出去 撞进防舍石屋之间 生死不知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64集 幺的算计 去 去为伟大的图腾带回凤美的血石 黑衣老者嘶哑音森的话在部落之中响了起来 从血色泥土中钻出来的身影一个个朝着部落外而去 来吧 伟大的图腾已经等不及了 下托手中金铁剑横批而下 一道青色的剑芒撕裂了虚空石头杖 将面前一拥而上的数十道身影直接劈成了血沐 所有人听力 主要 杀 这是他第四次看到被妖侵蚀的部落 每一次妖的出现就代表着一个人族部落消亡 代表着人族的凋零 妖欺人太深 在她的眼前那是密密麻麻的身影 有老有少 还有在墙堡中的娃娃 她们的生命刚刚开始却再也看不到重力的山河 这种场景 不管是在这片古老的蛮荒大地 还是在她前世 那都是禁忌 有 真的该死 啊 杀 这一刻 她身上绽放出了制胜的清光 体内传出了轰鸣之声 滚滚战气在天脉之中流淌 好像是长江大河奔流不息 身上的气势在刹那之间攀升到了极致 而在夏拓的背后 是三百多位图腾战士 从出入图腾战士到巅峰烈石竟都有 也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 族长带着他们看到了从来都没见过的场景 原来他们生活的大地之上还有这么恐怖的事情 主要 眼前的场景让他们感觉浑身血气都在站立 胸膛之中有压抑散蔓延着 唯有用手中的刀枪才能发泄出来 青火一声嘶鸣 庞大的身躯上也泛起了清光 那眉心处的图腾神闻如同今日璀璨 带着夏拓撞开了面前的身影 冲入了部落之中 青火咆哮一声 背上的夏拓手中的金铁剑被他挥动 如同铁棍一般砸落 那漫天的血雾如同猎脖一般被撕裏 战气滚滚充斥周身 他每一击都带走数十上百道神影 这些身影早就没了意识 成了只会杀戮的傀儡 傻 金髓在夏拓的身后 三百多位图腾战士也杀进了部落 组成了一只黑色的利剑 刺入了一片黑色的洪流之中 来吧 来吧 部落深处 黑衣老者眼中闪烁着血色 看着杀进来的图腾战士 他特别的高兴 部落中的老幼在这些年来 潜力差不多早就被炸干了 他本来就想着带着图腾重新选一座部落 进行寄生 眼下这些剑名不过是废物在利用而已 为伟大的图腾现身是他们的荣幸 击破面前的人 然后带着图腾前往这群人的部落 又能让图腾得到数年的供养 砍杀之声不绝于耳 三百多位图腾战士杀进部落之后 直接被数不清的干尸傀儡包围 在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 众人也反应了过来 面前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是同族 他们已经被腰侵蚀了一切成为了傀儡 刀劈之下 断臂残肢之中没有异地闲流出 他们只是傀儡 只会不顾一切的向前冲 然后用嘴巴咬 或是用双手刺扯血肉 至于生死 早就没了 夏拓驾驭着轻火 直接在密密麻麻的人形傀儡之中 撞开了一条通道 来到了黑衣老者不远处 你身上的血肉生机很浓郁 图腾很喜欢 老者立在一座石屋之上 他盯着夏拓说道 然而夏拓根本不跟他多说一句 手中的金铁剑横批而下 剑芒横击将石屋切开 这老东西麻利地跳到了旁边 紧接着 头双手摊开张开了大嘴 将虚空中还弥漫的血气吸入嘴中 呼吸之间 只见他瘦袍下方 干扁的机体开始变得饱满圆润了起来 恢复了光泽 老佛签字来拿 夏拓一下子就从轻火身上起身 手中的金铁剑横击而出 铁剑划为一道流光朝着黑衣老者坠落 咔的一下 那老者探出了大手直接将坠落的铁剑抓住 顿时剑身之上迸裂出了一道道的裂纹 这只是百炼金铁剑 并没有烙银无闻 所以被捏碎 夏拓并不意外 嘿嘿嘿 受死吧 下一刻 老者双手摊开 如同老鹰俯冲一样朝着夏拓扑了火 面对迎来的杀鸡 夏拓双手捏着拳衣 清光弥漫 有龙银之声 由虚无之中延伸 伴随着拳印出现 眼前飘着的如同破布般撕裂的血雾 直接被席卷一空 龙银一出 夏拓拳印直接凌空而起 和老者撞在了一起 刹那间 那老者身躯一正 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胸膛前炸开的血雾 身子重重的砸进了远处的乱石堆之中 这是什么卷法 老者的眼中有着惊骇 他看着胸膛处的伤痕 神色之中出现了一丝慌乱 夏拓的强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一个才打通了八条天脉的家伙 怎么可能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甚至这一拳之下 给了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 夏拓看到从其裂开的兽袍之中 掉落了几颗英红的血珠子 每一颗血珠都散发着惊人的血气 竟然不下于一位开山镜战士的波动 那血珠滚在了地上 和虚空接触之后 表面攒起了一层淡淡的血色荧光 浮影出了一些虚幻的身影 发出了乌叶之声 一瞬间 夏拓就明白这是什么了 炼化了人族血骨熔炼的血丹 你该死 这一刻 夏拓眼神中杀机愈发的凝视 从他来到这座部落 每一个场景都在刺激他的心神 看到血丹滚落在地上 黑衣老者顿时就要扑过去 眼下他身受重伤 血丹刚好可以疗伤 龙吟再次想了起来 夏拓没有给他机会 拳出乳笼捏出附着青龙影的权益 横空就印在了那个老者的身上 一击之下 那黑衣老者直接给鸡飞了出去 血色纷飞 你到底是哪里来的 被其血脉 该是 夏拓的眼中产生了一抹厌恶 要以人族为食 只怪人族自己实力不行 如同人族猎杀凶兽补充血神一样 有时候实力不济 同样被凶兽给吃了 然而助遥为虐 甚至甘愿放弃自己的血脉 帮助妖来屠戮人族 这才是罪不容赦的罪过 错乎杨辉也不能抹灭这种罪孽 夏拓大手按在其头颅之上 顿时白色和血色蹦见了周围 这个家伙比那根骨头差多了 而就在这时 倒在地上的无头身躯之上 一股血色冒出 化为了一栋虚幻的身影 正是那个老头 他神色猙獰的盯着下桌 这里是万古山脉 你逃不出去的 金随着耀眼的血光大声 那虚幽扑的一下 彻底消散在了虚空之中 黑夜老者死了 部落中弥漫的血物 也被撕裂的不成样子 那些一个个疯狂朝着图腾战士 扑去的傀儡 一下子倒定 再无声息 整个部落残留下来的根基 彻底的崩碎 350位图腾战士 在诸多傀儡围攻之下 有了一丝折损 夏拓朝着山洞中走去 朱妖令在手中闪烁着妖艳的血光 越是山洞深处 血腥气息就愈发的浓郁 血水漫过了地面 有白骨被血水冲了出来 跟着夏拓走进山洞的一些族饼 直接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 那血水之中漂浮着的白骨 密密麻麻一层几一层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 等到夏拓从山洞深处走出来 诸多图腾战士都围了上来 他们一个个都看着夏拓 其中一个图腾战士声音颤抖地问道 组长 这 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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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一个部罗就这样消失了 数千上万的生命就这样凋零了 甚至这座山洞之中堆积的尸骨不下数万之举 这刺鼻的血腥气味让人头晕目血 这究竟是为什么 夏拓轻轻摇头叹息朝着山洞外走去 这数万人的白骨只是因为一块腰骨 灰背山一战 二十三位图腾战士死在了围攻之下 纵然是被黑衣老者掌控的傀儡 大都是妇孺老幼 但是其中也不乏烈尸境甚至开山境的存在 或许死了变成了傀儡 身体僵直少了灵动 但是力量还在 除此之外 夏部落还有数十人身受重创 剩下的多多少少都带着一些伤势 足有六千之众的傀儡 旱不畏死的直接将人围在其中撕咬 一旦是陷进去很难自拔 这算是夏部落图腾战士的第一次真正的血战 收敛了部落中的尸骨都葬在了山洞之中 从此 这座龟背山真正的成为了一座巨大的坟墓 夏拓带着族兵朝着部落而归 意外的是 被那黑老头重创的魔邪并没有死 还有一口气被救了回来 眼下一下子折损了二十多位图腾战士 让夏拓也感到有些心痛 这还是第一次损失这么多的图腾战士 只要还在这片山野之中生存 终究是要面对腰的 就算他不出手 腰也会来找他 来找夏部落 相比于腰的危急 他更加担心的是族人 万古山脉纵横两千里 山脉中存在的部落不少 却都不知道腰 更加不知道腰所带来的腥风血 没有丝毫的防备 不仅如此 关于曾经的万古博步 还有和幽幽大腰之间的大战 遍及山野都没有多少记载 哪怕是徒泽荒原内外 都没有多少流传下来 不知道什么是腰 这才是最可怕的 腰是在磨灭人族的传承 磨灭一切与自己有关的痕迹 最终磨灭人族的反抗 将人族当成牲口 幻扬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先书上架 求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耳党 第165集 震首 朝霞 洒落群山之间 天穹上 还浮影着淡淡的白烟 沉寂的下部落 逐渐从黑夜中复苏 部落山下的防舍之间 响起了娃子们的叫喊之声 一个个冲出家门 朝着湖边跑去 将母亲的叮嘱话语 跑在了脑后 车烟开始在部落中生气 不多时整个部落都弥漫起了香气 夫人开始走出家门 将跑出去的孩子给拎回来 可惜今天任凭再怎么动手 这娃娃们就是赖在湖边不走 拎耳朵已经是家常便饭 但是今天部落的战船将要再次远行 一定要好好看看 等到战船带着两艘大船驶出部落之后 一些娃娃才恋恋不舍地返回家中 对着面前的肉食狼吞虎咽了起来 部落对于每一位族人的供养食物 对于有娃娃的家主 更是每天分配一些精准的瘦肉 给小崽子们长身体 距离部落外离取之地 已经建成了一座大营 防舍连绵一山而建 紧挨着挖掘出来的人工湖 大营之中早就已经是人头涌动 来自各个散布的青壮在这里汇聚 他们一个个被分配到了一位位的百夫长 石夫长的手下 连日以来 红带着狼孔五人都在大营之中 整合着不断到来的族兵 如今这大营之中已经超过了一万多人 没办法 一天可以挣到一个好的前程 散布中的青壮纷至踏来 超过了二十岁又不满三十岁的他们 正卡在了一个尴尬的年纪上 原本的部落中没有图腾 使得他们无法成为图腾战士 本来以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却是没想到 下部落一直照令 带给了他们成为图腾战士的希望 甚至若是立下了战功 还能将亲人接近下部落 大营中央防守环绕之间又是一座石殿 此刻石殿中一座大石岸的后面 红座着正摆弄着面前石岸上的兽皮卷 在殿中还有十五道身影 除了狼爵等五位开山镜战士之外 剩下的十人都是烈石镜巅峰的千夫长 拥有四千军力量的烈石镜 在战士之中就可以获得千夫长之位 红自然是选择了最强大的烈石镜 来作为千夫长 如今战士整合一共是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人 狼 你们每一人统领两个千夫长 各带两千战兵 红的声音在石殿之中响起 面前的石岸上铺着厚厚的兽皮 上面写满了字符 这都是夏拓特意吩咐的 每一位族兵的身份来历 亲族几口都要记清楚 上交部落收起来 以备以后之用 一个完整的千人战士 有十个百夫长 一百个石夫长 加上其他出入烈石镜的图腾战士 一共差不多有两百位的图腾战士 打乱分散在每一位石夫长的麾下 剩下的一千多人 才是由我亲自统领 红看着面前的每一个人 语气有些凌厉了起来 将族兵交给你们 万不可懈怠 不然族中法令可不饶人 族长说过 一支战兵就是一个整体 令刑禁止 整齐划一 这才是兵 我知道 刚刚从各个散步征召的族兵有些乱 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好好训练 如果还有乱的 我亲自来 也免得闹到族长那里去 给我战士殿丢人献严 是 这时 歇起身说道 大统领啊 征召来的各族步兵 一个个手里拿着股兵 甚至连兽袍都是破的 不知道族中的假臭什么时候打造完毕啊 歇的话得到了殿中其他人的负荷 纷纷朝着红看了过来 自己挥下的兵 手中拿着的兵器实在是不堪入目 这些年来随着下部落的发展 他们早就看不上那些古兵使兵了 没有兵器就不能外出猎杀凶兽了 当初咱们不都是用古兵用士兵的 没有兵器就用石头 没兵器咱们还啥都不能干了吗 说吧 红朝着石殿外走去 顿时留下了十几个人身面面相觑 红走出了大营朝着部落而去 很快的就来到了下园外面 组长 看着红在门外捏手捏脚 不过那庞大的身躯却是低矮的石墙怎么都遮不住的 进来说 嘿嘿嘿嘿 红没了在大营中的气势 他来到了夏拓的跟前说道 组长 你看族兵已经汇聚完成 甲州兵器什么时候打造好啊 总能这么多人都拿着烧火棍吧 俺可是听说 你让兵部打造了200副的百炼金铁甲 你可不能厚此薄别 怎么着也得给俺们战施一些吧 还有啊 陆那家户也不地道 占了俺们战施店这么大便宜 好多好汉子俺老红都看着倍儿棒 最后你一声令下 俺只能将他们送去暗影店了 响 这么大个人被这说啥呢 陆笑意盈盈的从夏园外走了进来 听到声音 红顿时收敛了一脸的笑意 神色也开始凝重了起来 怎么只需你来就不需俺来啊 唉 行了行了 都坐好啊 多年的老兄弟了 还这么闹 不怕族人在外面听到笑话吗 夏拓事宜两人都坐下 距离覆灭龟背山下的人族腰部 已经过去了近二十天了 部落也逐渐平静了下来 胖夫更是回过部落一次了 今天再次宰满满满的同地 驶向了徒则荒原 族长 我已经将暗影店的战士整合完了 嗯 好 正好 红长老也在 说吧 夏拓看着路说道 你说说吧 族长 我将暗影店所有的图腾战士整合成了二十个暗影队伍 当然也多亏了 红长老让出来的部分烈石镜图腾战士 才能达到如此规模 嗯 说说看 每一个暗影小队 十到二十人部等 领头的都是千夫掌级别的图腾战士 其中每一个队伍中的图腾战士数量不低于五人 剩下的也都是从本部和附庸部落中挑选出来的狩猎好手 或许力量不是最强的 但却是经验很丰富之人 听完夏拓拿出了一副兽皮卷 放在石桌之上摊开 你们俩看 这是部落附近的山脉全途 以咱们下部落为中心 南道徒则荒原和山脉的交界地带 东道洪桑山里 西道距离大峰部落不远的七峰山 北道龟背山 面积足有数百里方圆 这么大的一块地方 其中不知道还藏着多少东西 散布 密地 遗迹 甚至还有腰部 所以接下来 战士殿和暗影殿的任务 就是彻底清理这片广袤的山林 战士殿为主 暗影殿为府 我将这片山脉 划分成了几个区域 部落以南 包括西南 东南 还有黑亚水域附近 这些地方靠近徒则荒原 外加有附庸部落存在 所以呢 暂时抛开不管 剩下的地方 一共划分成了六个区域 说着 夏拓指了指兽匹圈上 部落附近的一片山林 接着说道 部落为中心的这块地域 为夏布域 由部落亲自掌控 这块地域面积最小 大概有三十里方圆 夏布域以东 以发源于洪桑山岭的洪岩河 流淌过的建林群山脉 河谷丘陵的区域 为洪桑河域 夏布落东北 以主水流经过的黑岩山脉 浊江荒原为主浊域 以龟背山往南的群山 还有河谷为龟背域 而夏布域以西 一直到大风部落往北的齐石山脉 九山谷为石山域 最后 龟背域以南 夏布以北 石山域以东 洪桑河域 主浊域以西 包裹起来的地方 为光山域 夏拓每说完一句话 就会对着兽皮地图上指出 这些地方在兽皮地图上已经标出来了 除了夏布域以外 剩下的每一个地域 战士殿派出一支战兵 加上暗影殿负责查探山林的暗影小队配合 彻底清理出群山之中潜藏的散步腰部 族长 这么大的地方 咱们族兵人手不够啊 洪看着地图错眉说道 而且山中地势复杂 短时间内恐怕不行 如今对咱们麾下散步来说 能征兆出上万名轻壮 差不多已经抽空了各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的人 夏拓摆了摆手 事业两个人听着他接着往下说 当然咱们要是放宽限度还能招来更多人 不过超过三十岁还没有观想图腾的人 就算是观想图腾未来的成就也很有限 之所以征召这么多的年轻轻壮为组兵 要知道这些人在将来都是要纳入部落的 把他们招入战士不过是第一步而已 山野中存在的散步不少 咱们的发现远远不够 各部战兵在镇守各域的时候 如果发现了散步 除了将他们牵出来重新组建之外 还可以强行将其中的轻壮纳入战兵之处 看着红河路两个人 夏拓握紧了拳头在地图上重重的一砸 要是能够汇聚十万战士 那么到时候 咱们下部落可以扩张为数十万之重的大部组 所以清理山脉 并不要求在短时间之中清理完 慢慢来 咱们先将万古山脉南边这些地狱 死死的攥在手里再说 夏拓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回荡 一个个眼中迸发出了神光 露出了一抹向往 看着两人离去 夏拓起身进入了石殿之中 他跟陆和红两人说的计划 短时间无法实现 最起码也要数年乃至十年才行 到时候自己勾画的 从筑基到天迈境的修炼 也差不多可以成型了 这一代的族兵是享受不到了 等到都纳入部落之后 他们所诞生的下一代却是可以的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66集 五大镇首 下部落 百里群山环绕的山脉之间 霞光散落满天 部落内人声鼎沸 人影在山林之间穿梭 忙着各种事情 部落外树立之地 号角声响了起来 战事大营之中血气激荡山林 一位为族兵列阵而立 齐声大喝 可不同领 随我觐见族长 二等再次等待 是 红的声音传遍了大营 此刻大营中列阵的族兵 一个个身色素母 阳光洒落在外面的机体上 呈现出了古铜色 虽然身上的甲轴凌乱 却也有了一种整齐的卫视 没多久 从列阵的战兵中冲出了六道身影 朝着部落山而去 族殿外 战事殿殿主 统帅五大战事统领 拜见族长 进来吧 雨霸 红带着狼等人 朝着族殿中而去 拜见族长 各位入座 夏拓看着近来的六道身影 每一个自然是熟悉无比 这些可都是跟着自己起家的老兄弟了 如今皆是位列开山计 外放出去 也抵得上一个下等部落的族长 像这样的战事 部落中有好几十个 可见部落等阶之间的差距 是何等之大 空 部落即日起 以你为红桑河玉镇首 统领两千人战施 进驻红桑河玉群山 倾扫腰部 收拢散步 孔领庙 故 部落即日起 以你为主酌玉镇首 统领两千战兵 谢 部落即日起 以你为石山玉镇首 统领两千战兵 遥 部落即日起 以你为光山玉镇首 统领两千战兵 学 部落即日起 以你为龟背玉镇首 一日统领两千战兵 至于暗影殿 全力配合各山野镇首 巡兽山林 清剿山野中不安稳的因素 我等灵命 下一刻 足殿之中 响起了奇声爆喝 助气殿 甲州兵器可打造完毕了吗 工长老起身说道 秉族长 战师所需要的精铁甲 刀枪工奴 已经打造完毕 嗯 好 夏拓点了点头 一只千人战师 需要千副精铁甲 而千副长级别的战士 更是百炼精铁甲 还会烙印上乌文 至于普通的足兵倒是不需要 他们的实力 就算是刻画上了乌文 也即发不出来 只需要兼顾精良的兵甲即可 除此之外 还需要上千剑刀枪 一柄铁台弓 各种兵器辅件更多 给你们三天时间 三天后奔赴各自地狱 挥手让诸位长老各自退去 是义红和五大统领跟着他 他们走出了足殿 来到了下园之中 你们每个人手底下 只有两千战兵 面对广袤的山野 确实显得捉尽见肘 不过 部落眼下 确实没有太多的足兵给你们 所以 你们各自进入山林深处之后 不要着急散开 选一处地方铸城 死死的钉在那里 然后以城池为根基 一边收拢足迷 一边扩充战兵 朝着四方慢慢蚕食 懂了吗 属下明白了 作为两千族兵的统领 两千人的性命 都在尔等手中掌握 万不可大意 记住 你们是一个整体 只有拳头握在一起 才能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 还有 万古以来 妖族磨灭人族传承 甚至连人族口口相传的记忆 都给谋灭 使得山野群部不知有妖 不知妖枝残忍和残暴 你们要将沉寂的人族战血 给唤醒 如果遇到拿不定的危机 可传讯不落 我会让龙雀卫先往助你们 是 挥了挥手 让几人退了下去 夏拓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这些族兵全部放出去 就看他们能折腾成什么样子了 万古部落自万古伯部以来 大多不知道有妖 想要重新唤醒这一切 唯有用戏 不知道到了最后 这最初的一批人 能有多少人活下来 只要能够唤醒人族失去的血脉印记 那么 这一切都值得 一滴妖蟹一尊妖陵 掌控一个部落 两千里万古山脉有多少妖蟹 又有多少妖骨 如今妖陵已经出现 逐渐的露散了眼前 到了不得不战的时候了 三天之后 战师大营 朝阳之下号角声如雷 穿金烈士 激荡山野 红身穿青色铁甲 手中抓着一个瘦脚做成号角 山野大帝在轻微颤动 很快 一个个身影从房屋使舍之中钻出来 在大营中空地上集聚 半炷香之后 上万族兵昂然肃立 手持战毛 肩上或是背着铁刀 或是背着铁台弓 箭露一脸的肃木 这万人身穿赤红色甲皱 汇聚起来如同燃烧的火焰 红吹动了号角 看到高台之上站着夏拓 张口大喊道 战师殿战兵奔赴山野 组长下令 去吧 是 万人战兵高呼气冠山林 其中还有些凌乱 却也散发出了一种凛冽的威势 在五位统领的带领之下 上万战师化为五道洪流 分别朝着五个方向而去 而在此之前 暗影殿的暗影小队 早就已经奔赴武域 为五只战师打前战 只为寻找 适合建成驻扎的地方 下园 族长 有事找我 陆来到了下园之中 出声问道 前些日子 在覆灭龟尾山下的妖部的时候 妖祭祀说过一句话 说妖领吞并了足够的血时 可以朝着山脉深处进发 继承悠悠大妖的衣钵 夏拓先是一路坐下 接着又出声说道 再加上这些年来 咱们覆灭的人族妖部 大都是悠悠大妖的血和骨 蜕变的小妖领 我推测 或许悠悠大妖 崩裂的血骨产生的妖领之间 也有等级地域的划分 越是靠近山脉深处 妖骨妖血所化的妖领 也就越强大 甚至在山脉深处 还存在着更加强大的妖领 而每一个妖领相互之间 都在争夺大妖悠悠的一波 族长是想让我前往山脉深处探查 夏拓点了点头 接着说道 如今咱们部落实力也就这么点 更何况 部落五道体系还没有完全打造成 也就是说 族里无以为继 掌控附近六域 已经显得有些捉紧近周 所以等到咱们实力聚合起来之后 再朝着山脉深处而去 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生活在山脉深处的妖领四女 就算是从山脉深处没出来 却也不得不放 所以提前洞察是必然的 而我需要你做的 是亲自去查探山脉的深处 是 巧儿 组长阿树 图腾殿中 巧儿正在一脸不高兴的趴在石台上面 看到夏拓进来可怜巴巴的喊了一声 哟 这是谁惹咱们大妻子生气了 阿树 巧儿好笨呢 明明图腾都给了巧儿传承 巧儿还是配置不出来 开山尽所用的乌妖 夏拓敲了敲巧儿的脑袋 故作严厉的说道 唉 这路啊要一步一步的走 饭呢要一口一口的吃 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步骤 拉着巧儿靠在石台坐在地上 他接着说道 你看啊 咱们下部落 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一个山洞 就能住下所有人的小部落了 也不必每日朝不保夕 生死饥饿的危机制下 兵行险招 只为求果 咱们啊 已经不需要投机取巧了 只需要光明正大 按部就班的发展 就能逐渐的强大起来 啊 那咱们以后 是不是就不需要阴谋诡了 嗯 那可不行 该阴的时候还得阴 该骗的时候也得骗 该怂的时候还得怂 在心里转了转 思考了一会儿 夏拓这才开口说道 唉 阿叔说的是 依靠投机取巧 是无法维持成就的 堂堂正正为主 一些暗中小手段为佛 说着 他对着巧儿 长了眨眼睛 顿时巧儿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巧儿就知道 阿叔是最坏的 嗯 夏拓一下子就笑不出来了 阿叔 你来找巧儿 是有什么事情吗 啊 对了 蛛油店的乌市乌土 在人店和龙雀谷这么多天了 收集到了多人的修炼情况 药方改完了吗 嗯 巧儿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早就改完了 柱油店已经将新配置的乌药 给龙雀谷的图腾战士使用了 说到了这里 巧儿一根洁白的手指抵在嘴唇上 歪了歪脑袋说道 嗯 一份乌药足够三四天修炼所用 而且 这次添加了砸血受罪 量虽然不大 不过长此以往 却可以增强骨骼强度 看着巧儿夏拓想了想说道 眼下部落中图腾战士 还是以烈石镜为主 所以开山镜的乌药并不太着急 明天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真的 顿时巧儿的一双眼睛忽闪忽闪 如同小猩猩一样 不许骗巧儿 然而巧儿憋了憋嘴 满脸的委屈 嗯 不行的 阿树 罗碧关继承组传承去了 一旦出关 说不定就能和巧儿一样成为巫师了 巧儿也要修炼 巧儿不去 巧儿要修炼 第二天 徒则荒原 哇 哈哈 还是外边好玩 巧儿坐在轻火的背上 看着一望无际的荒原 大声呼喊了起来 而在巧儿的身后 夏拓带着三百多位准龙鹊卫战士 乘起在清风马上 远远的坠在后面 没错 夏拓 夏拓又准备给龙鹊卫们 找点事情做了 杀鹿道 广袤的徒则荒原不下千里方圆 部落众多 野兽成群 鹿道也多 杀鹿道既能磨练生死 还能为部落增加收入 这都是粉赚不赔的买卖啊 当然夏拓不会亲自动手 他和巧儿只是看客 动手的是准龙鹊卫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带您 职丑荒谷 第167集 以战带列 临近傍晚 鹿角山 鹿角山是万古山脉东南的 一座单独的小山脉 之所以说是单独的山脉 是因为这座小山脉 远离万古山脉树里之远 远远看过去 形似一个巨大的鹿角 占地足有十多里方圆 帝氏险峻一手难攻 山下一群上百头刨鹿 从荒原之中跑了出来 进入鹿角山脉之中 愉快地啃食着青青野草 时不时地打一个响鼻 此时的仓服 头顶上顶着一个草帽 身上穿着薅草编织的草皮裙 嘴里还钓了一根青草 靠在一块石头上 翘着腿呢 去 随之 他嘴中发出了一声响动 顿时 袍鹿群中十几个小家伙 蹦蹦跳跳的 就朝着他跑了过来 一个个是瞪着大眼睛看着他 他伸出手摸了摸这些小家伙的脑袋 小家伙反而微闭着眼睛 显得很是舒服 对于他的举动 远方的成年袍鹿看了一眼 就没在搭理 而是继续啃食地上的青草 就在这时 远方忽然想起了凌乱的轰鸣声 杂乱的踏地声音 顿时引得袍鹿群惊吓四散 仓服也是转身 钻进了乱石堆之中 还耗了一大把的野草盖在自己身上 这些日子他在荒原上闯荡 可是见识了不少 大多人干的都是无本的买卖 有两次要不是他跑得快 估计坟头草都得涨了好几茬了 这里有兽群 伴随着嗖嗖的见光 四散奔跑的袍鹿被射中了二十多头 一个个倒地不起 就在这时 让所有人诧异的场景出现了 本来被吓跑的袍鹿 有些都已经跑进了山林深处 一个个又掉头跑了回来 看着数百位骑着轻风马的人 大眼睛之中闪烁得好奇 阿叔快看 这些野兽好傻 又回来了 巧儿看着跑回来的袍鹿又笑了起来 傻袍子 看着像是傻袍子 却浑身布满了斑点 头上长着如同树叉一样脚的家伙 这吓托不由想起了一个凭借自己好奇成为兵威动物的主 在这里安营 吃完就去鹿角山上 将鹿道老巢给我打下来 诶 族长 就在这时 趴在草堆中的仓服 眼中露出了惊讶 什么人 一堆会冻的草 转眼之间就被图腾战士发现了 剑拔弩张 仓服就看到了至少上百把大弓瞄准了自己 自己啊 自己啊 谁个你是自己人 仓服一听 连忙朝着夏拓的方向喊了过去 诶 族 族 族长 我 我 我仓服啊 愣了好久 夏拓怎么也不敢想 这个浑身穿着草皮裙的家伙 是自己的长老啊 浑身都是泥巴 一脸爆皮的仓服对着夏拓笑道 诶 族长 你怎么知道俺在这儿呢 诶 仓服哥哥 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 仓服刚要开口 就看到其他族兵正在收拾袍 石柴的石柴 收拾袍的收拾袍 准备生火烤肉 诶 住手 他忙的跑了过去 制止了动手的族兵 诶 让我来 篝火披拉作响 上面的袍路肉散发着肉香 滴滴金黄色的油纸落到篝火之中 见起了火花爆裂了开来 诶 族长啊 就是这样 这个袍路的就是我给部族寻到的 适合圈养的凶兽 这种凶兽啊 性格温和 长得很快 如果部落里用药草将其培养啊 完全可以培养为药兽 也无需纠结是不是成为杂血凶兽 供部落族人食用啊 这时间一长啊 足以改变族人的体质 仓服大口啃着袍路肉吃得满嘴流油 这些天来他早就啃够的土鼠了 袍路肉啊 真香 还有咱们完全可以 在部落外的山林里画出一块地方 将袍路散养 在林子中撒上各种药草种子 让袍路自己生活 夏拓看着仓服不得不说 自己的部落还是有人才的 竟然懂得放养 好 回到部落 我会在部落外画出十里山林 在林间撒上药草种子 将其他凶兽全部清除 专门用来奉养袍路 为部落供养血食 如今对于夏部落来说 兽皮等一些物资 十分容易就能从外部获得 部落除了必要的肉食获取之外 已经不需要专门为了兽皮而兽敛 以药草培养袍路 最后取袍路肉供养族人 逐步改善族人的体质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不过却也十分合他的心思 培养袍路的药草 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珍贵的药草 那些容易生长 又普遍的就可以 谢谢总长 啃着袍路肉 仓服含糊不清地说道 嗯 族长 你这个 看着周围盘坐在篝火前的图腾战士 不下三四百人 而且个个都是图腾战士 族长带着他们来干啥呀 哦 夏拓不在意地说道 哼 这不是部落在鹿角山的族库 装满了吗 我带着族兵过来取一下 鹿角山族库 仓服一愣 鹿角山哪有族库啊 鹿道倒是有一群呢 嗯 族长就是族长 这境界就是不一样啊 夜幕下山林深处钻出来树道身影 朝着夏拓而来 而夏拓摆了摆手 对着来到深浅的身影说道 你们自己商业 我一概不管 干好了没少 干坏了受罚 对于部落里的准龙雀位 他换了一个训练方法 就是不断的参加厮杀 白战余生哪一个不是精锐老兵呢 就算是偷懒耍滑的家伙 能够经历一百场战斗活下来 也说明其逃命本事一流不是吗 鹿角山巅是一片略为起伏不平的地方 山顶石屋石洞连绵 住着不少的人 寨子的边上 有身穿皮甲的战士守着 眼神不断的朝着身后的山洞和防舍中飘去 在这里站着哪比在山洞中快活呀 大口吃肉安稳睡觉 在大寨的中央有座石殿 石殿中坐着武道身影 五根人面前的篝火跳跃 一头凶手架在了考架之上 这正是鹿角山的鹿道头领 麾下有不下千人之众 大多是精壮的汉子 石殿之中领头的是一个光头大汉 身上布满了疤痕 头发上挂满了骨石 他也是众人之中实力最高的 卫裂开山境 这足以巨龙散民 开辟出一座下等部落了 光头大汉的下手左侧第一个人 就是一个黑袍女子 这女人脸上蒙着一颗青纱 机体散发着银板 背上背着一柄泛着青光的铜键 在他面前则是一个青年 这青年眯着眼睛看着对面女子之时 却没有露出丝毫的淫欲之色 反而有着一抹惬意 最后的两人是两个老人 模样普通 一人尖头背着剑囊 有数十只散发着黑光的铁剑 另外一人则是背着一柄刀刃 散发着暗红色的血刀 那血刀老人撕下了一条瘦腿 也朝着嘴中塞去大口的嚼着 狼吞虎咽丝毫不顾及自己的模样 山下来了一群人暗营渣战 似乎又在这里过夜 那个青年男子突然出声说道 派下去查看的兄弟都没有回来 恐怕被他们给杀了 那血刀老人吞下了瘦腿 眼中闪过了一抹不屑 不会又是那个部落的闲得蛋疼 前来围剿咱们吧 卑贱的老人眼中同样有着不屑 他们是在刀口上舔生活的 无牵无挂 生死搏杀不过是常有的事情 部落里走出来的图腾战是吗 哼 样子乎而已 光头大汉眼中闪过了一抹灵力问道 最近这些天都抢过哪个部落的东西啊 都是小部落 中等部落的东西咱们可不强 再说了 荒原中上等部落就这么几座 咱们怎么可能弄错了 剑梁 你去 文言黑袍女子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厌恶 他冷声说道 这是最后一件事情 事成之后放了我的家人 好说 光头大汉哈哈大笑着说道 只要你出手 我自然会传讯部落将你家人放了的 希望你说话算数 否则你应该明白 鱼丝网破 大不了同归于尽 一时之间 黑袍女子身上泛起了痕霜 哪怕是石垫之中依然燃着火焰 依旧是让另外四个人感到了一阵阵的寒意 那女子不再犹豫 起身朝着石垫外走去 看着女子已经离开 左下手的青年战士 眼中闪过了一抹寒意和阴死 统领啊 真的要放了他的家人 那样咱们可就制不住他了 那光头大汉眼中泛起了冷意低吟这说道 放不放是部落长老的事情 你我谁能做得了主 记住 这件事情咱们管不了也管不得 他的一切 自有族中长老决断 鹿角山下 所有的图腾战士看似都在大吃大喝 实际上却是外送内紧 这鹿角山一手难攻 四下都没有上山的路 上上下下都是用藤蔓攀爬 所以强攻根本就不行 只有是将人吸引下来了 夜幕之下山林寂静 天风呼啸 乔儿靠在夏拓身上 瞇着眼睛昏昏欲睡 就在这时一阵风啸之声 夏拓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朝着不远处的树影重重的地方 抗了过去 下一刻一道寒光穿过了虚空 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刹那间 朝着乔儿而来 嗯 夏拓刚要出手 随之却是放下了动作 他感觉身上猛的一凉 乔儿就被一道黑影带走 他看了看肩头凝结的冰霜 散发着透骨的寒意 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如此的手段 竟然可以凝聚成冰霜 姐姐 你要带巧儿去哪里呀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求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映西楼带您职丑荒谷 第168集 沧水摇山步 乔儿被一个女子抱在怀中 快速地朝着远方的山野而去 她瞪大了眼睛 抬起头一眨一眨的 看着抱着她的女子 一脸的好奇和呆猛 噓 黑袍女子青纱浮灭 头也不低 惊声说道 姐姐带着你去前边的群山中 一会儿等你身边的那个人来 然后让她带着你和山下的图腾战士 离开这儿 建林的脚步很快 她的毛子在周围昏远之中四处看着 她相信山上那群家伙 绝对会在暗中观察她 为什么要让阿叔带着巧儿离开啊 山上有一群恶人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就算是你们将这些恶人都杀了 也还会得罪他们背后的遥山部落 而且这些都是亡命之徒 动起手来都恨不为死的 姐姐 你为啥要将这些告诉我呀 因为 因为 建林一下子说不上来 她并不喜欢杀戮 可是身不由己 所以她选择用这种方法来抗折 那个死光头不是让她下来杀人吗 她就不杀 人都走了 难不成光头还敢去追吗 这样自己既完成了吩咐 又可以救出家人来 铺鸡声 一个在草丛中还没反应过来的图腾战士 脑袋就被打爆了 下托在夜幕下追着黑衣人的身影而去 沿途在荒草之中 顺道杀了几个趴着的家伙 等到离开了鹿角山脉 进入万古山脉之后 在一座小山丘下的石头上 下托看到了正在盘坐在石头上晃动着两只小脚的巧儿 而在巧儿的旁边 一个黑衣女子脸上的青纱从一旁的耳朵上掉落 露出了一副眉宇间透发着一抹鹰气的美丽面容 当然 此刻这个女子全身除了眼珠子能动 剩下的全都动不了 看到夏拓追了过来 巧儿忙的摆了摆手说道 阿树快来 巧儿给你找了一个压斩夫人 这个姐姐长得好看 踏步走来的夏拓 差点没被巧儿的话勒死 剑林看着走过来的夏拓 眼中的惊骇还没有下去 她不知道怎么的自己就不能动了 这个小姑娘竟然是个巫师 阿树你看看这个姐姐 真的很好看 巧儿喜欢 而且 而且 部落里的阿婆说 姐姐这样的 好生养 巧儿站起身站在石头上 背着小手 对着剑林指指鼎鼎 这一刻 剑林的眼中不仅仅有惊骇 还有一种羞脑 莹白的脸颊都羞红了 这是哪来的妖妞丫头啊 咦 姐姐脸怎么红了 夏拓走上来直接给了巧儿一个脑瓜崩 这小丫头都学的啥呀 嗯 好痛 顿时巧儿小手捂住了自己脑袋 直呼痛 她怎么了 能不能说话 说起来对于眼前这个黑衣女子 夏拓第一感觉还是不错的 她没有从这个女子身上感到杀气 所以才让巧儿跟着她走 没事 这个姐姐被巧儿的巫术给封住了 阿树 我跟你说 这个姐姐刚才说 要让咱们离开陆角山 接着 巧儿就唧唧喳喳的 将女子对她说的话 对着夏拓又说了一遍 闻言 夏拓不由多看了她两眼 沧水摇山步 夏拓轻吟着说道 这沧水是徒泽荒原东方 另一片广袤大地上的大河 如徒泽荒原一般 徒泽大湖占据了荒原中央 而沧水在东边广袤的大地 更是分之千万 流域广袤是一片不下于徒泽荒原的大地 啊 摇山步是顶尖的中等部落 该座的族长更是位列天迈境巅峰 已经闭关五载了 一旦出关晋升到了神藏境 那么摇山就将晋升为上等部落 你不是摇山步的人 夏拓看着面前急切的女子出声问道 嗯 剑林的眼中露出了一抹伤痛 轻轻硬道 你有什么把柄落在了摇山步手里吗 没想到一眼就被夏拓看了出来 剑林眼神之中闪烁着不甘 沉思了片刻说道 我的家人被关押在了摇山步 他们以我的家人为要挟 叫我服从摇山步 成为摇山的爪牙 成为爪牙不简单嘛 直接印上奴隶土腾就好了 何需要拿你家人要挟 夏拓盯着面前的女子问道 你觉得我比这小丫头好骗是吗 顿时抢而嘴角哼了一声 阿叔说他傻 我没有骗你 眼神之中闪烁着怒意 如果不是眼下身体不能动弹 他一定要用背上的剑 在面前这个男人身上划上数不清的口子 我的祖上出现过一名神通境的强者 开辟了寒冰神通 而我侥幸觉醒了祖上传承下来的寒冰血脉 以摇山部落的实力想要烙印部落图腾 用很大几率引动我体内的血脉反噬 中等部落的图腾 还没有实力抗衡一尊神通境强者遗留下来的血脉 虽然这种反噬的几率很小 然而摇山部落正处于部落晋升的关键时期 不想功亏一篑 所以才控制了我的家人 说到这里 剑林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恨意 所以他们让我来到图泽荒原 加入这群陆道中 准备让我跟着陆道抢劫杀戮 沾染我的心灵 好屈服在摇山部落的危言之下 这时剑林忽然发现 夏拓正在直勾勾的看着他 不由的被这种灼热的眸光 看得泛起了一抹羞意 啊 原来神通境这么牛逼啊 你 刹那间 剑林的羞意也没了 脸颊被气得胀红 夏拓慌了慌脑袋心中有了个想法 等这次回去 就让陆前往青湖部落求亲 不行也得行 哎呦 走神啊 回过神来的夏拓看着面前的女子 摸着银牙咯咯作响 她不由的摆手说道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说完了 阿叔 你气到姐姐了 巧儿凑上来 眨着大眼睛接着说道 咱们舅舅姐姐的家人好不好啊 反正姐姐也无处可去 就来咱们夏部落吧 嗯 巧儿这个主意好 夏拓是身以为然 神通境的后裔啊 回到了陆角山下 夏拓看着山爹朦胧的影子 也不由感慨 不单单是土色荒原的部落会做买卖 沧水流域的部落也会做啊 不但会做 而且很会 沧水流域的部落还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 翻山越岭来徒泽荒原做无本的买卖 这一个个的都是千年老狐狸 谈什么聊斋啊 族长 看着夏拓归来 围惧在陆角山下的图腾站时 纷纷起身 看到那个位置了吗 那里就是陆道的老巢 说完 夏拓没有再过多的言语 他带着仓服远远的退到了一边 不远的一座山丘之上 陆道巢穴是从剑林口中得知的 既然知道了具体位置 就有办法让他们下来 小山丘上 乔儿和剑林站着朝着陆角山爹望去 紫云剑 下一刻 三百多位图腾战士列阵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 其中一百人纷纷从尖头 将铁太公给摘了下来 从背上的竹筒之中抓出了紫云剑 相比于战士殿的足兵 准龙雀尾的装备自然是最好的 除了还没有装备百炼金铁甲之外 刀枪弓弩一概不差 每人三十支金铁剑十支紫云剑 这是标配 放 紧随着图腾战士中的一个青年出生喊道 划分两头山顶大寨 他娘的臭婊子 光头大汉正在大骂 出去监视的人是一个都没回来 显然都被干掉了 至于人死了就死了 他才不在乎呢 满黄大帝之上 想要大口吃肉放肆玩女人的大把的事 人死了再招就是了 关键是剑铃这个臭女人是部落里特意放在她这的 这里远离部落 人生地不熟更加容易掌控 想要彻底让她变成杀人不眨眼的人 可惜这一年多来 多次出手都被其躲过去了 同梁怎么办 那青年舞者眼神之中露出了一抹阴狠说道 我看这娘们就是靠不住 咱们饶山马上就要进生盛的部落了 去去传承血脉的人 以后再找就是了吗 哼 光头大汉瞪了一眼 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句话你回部落跟长老说去吧 得青年闭嘴了 回部落跟组长长老提意见 自己不是找死吗 被发配到了这里本来就够可怜了 整个鹿角山上 就她和光头大汉是真正的摇山族人 剩下的都是这些年来会去的散人 这是什么声音 就在这时 崩头大汉听到了虚空中的剑笑 顿时感到一阵的不好 而下一刻 整个山巾都响起了轰鸣 顿时是地动山摇石屋坍塌 火光冲天 乱石蹦剑之中 一道道身影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浑身都砸成了肉泥 冲出去 那光头大汉感受着脚下的颤抖 直接朝着石垫外冲了出去 救我啊 冲出足垫的两个人 刚好有一块巨石坠落 青年大汉就要去抓壮汉 壮汉砰的一下踢在了青年脚上 借势腾空而去 那背后的巨石砸落 漫天烟沉生腾 陆角山下的丘陵 夏拓看着山顶爆开的烟花 还有不断从山下 直接掉落下来的身影 眼神之中并没有什么波动 慌乱之下 大寨中的一些人 腾慢的忘记抓了 直接往下跳 啊 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69集 洗脑 这陆角山虽然不是什么骑骏险峰 但也有个三四百米高 人掉下来也就没人样了 就算是图腾战士 也能摔成肉将 实际上 实际上 上百只此云剑 只有三分之一 落到了山顶的大寨之中 其他的都射偏了 在山间炸开 不过受核爆炸所造成的影响 却是十分的大 直接是将山顶老巢中的路道给下毛了 一个个血花在山间爆开 引得小山丘上的剑铃 眼中有着惊讶 他想 这种场景之下 要是自己还在山上 那可就真是凶多吉少 自己虽然拥有 可以斩杀开山境的实力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也是无能为力 只能被动挨打 对于这些路道 他眼中没有丝毫同情 这可是一群人渣呀 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凿死走徒生 有些部落明面上 足名传地四方 暗地里却是肮脏下作 此时紫云剑 还在不断地朝着山顶 路道老巢鸡舍而去 不过 这也不是最开始的秘籍 最主要的是 将山上的人给逼迫下来 经过最开始的慌乱之后 还没死的路道 开始朝着山下而来 路脚山地势奇特 只能从一面坠着的藤蔓 下来 而看着山上抓着藤蔓 一个个垂落下来的身影 夏拓这边的图腾战士 张弓搭尽 就这样 一见一个路道很是利落 没办法呀 天时地利都占了 从山上下来的人很多 就算是有职就被射落的 依旧还有不下四五百人落到了山脚 接着他们挥舞着兵器 朝着盘山等人冲来 这些路道一个个面露猙獰 那种不要面的架势 确实让人看上去有些胆颤 这不是实力和境界的问题 而是那种拼命的架势 死都不怕 自然不惧怕前面是啥境界的强者 杀 盘山握紧了自己的晶铁大枪 指着冲来的身影大喝了一声 引得众多图腾战士回神 迎着路道杀了过去 山丘之上 看着图腾战士和路道 厮杀在了一起 夏拓没有了观看的兴趣 结果已经预料到了 这些路道之中图腾战士没多少 只有那点拼命的架势 值得看看 眼下就看自己的战士 能损失多少 拿下这些路道了 千万别丢人 姐姐 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光头吧 巧儿看到山脚下的一个光头大汉 处于所有人的最后方 看到架势不妙 正准备逃跑 接着 就见巧儿小手挥动 口中念动无咒 一道紫色的闪电 在夜空披露 直接落到了光头汉子的头顶 光头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凌空披露的紫电给披晕了过去 残留下来的路道很快被绞杀干净了 山下的草丛大地之上燃血 尸骨隐隐 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息 不得不说 这些亡命之徒的狠辣 哪怕是拼着死也要咬下对手的一块肉 在这种毫无准备之下 不少图腾战士都找了刀 不是被刀砍了一下就是被刺刀 对于这些 夏拓最开始都看在眼中 他并没有去说 这种生死搏杀还是需要战士自己去体会 要是他的龙雀胃连这点意识都没有 那干脆别玩了 他还打什么腰啊 对付这些小喽喽并没有造成折损 但是受伤却是难以避免 一个个战士直接拿出了怀中的乌药 敷在自己伤口上 然后用兽皮包住 而此时光头大汉 也被提到了夏拓几人的跟前 你快放了我 剑铃看着昏睡不醒的光头 眼中露出了一抹急切说道 你现在把他们都杀了 摇山部落知道之后 我的家人必然会遭受不测 你放我离开 我要回去救我的家人 就凭你自己啊 夏拓看着满脸焦急的剑铃不由说道 眼前这个女子是觉醒的血脉不假 但实际上也不过是烈石镜巅峰而已 靠着传承的寒冰血脉 足以打得过开山镜 但是想要去闯摇山部 那可是一个即将晋升上等部落的大部落 不要说是烈石镜 就算是天脉镜 一旦陷进去也会跌血其中 哼不用你管 剑铃冷横道 就算是死 我也要去救我的家人 巧儿看着一脸激动 晶莹的脸颊上 还有些胀红的剑铃 又看了看夏拓 小丫头自己呵呵的笑了起来 趴在地上的光头醒了过来 她看到了眼前的几人 眼中泛起了猙獰 臭婊子 救 下一刻光头还没说完 就被夏拓砰的一脚 从山丘上给踢了下来 身子在起伏不平的地上 连滚带爬 不断有筋骨断裂的声音响了起来 啊 滚落到山丘下方 光头吐出了一口溺血 再次昏了过去 丙族长 已经进入山顶路道老巢 等到所有人都收敛好 盘山朝着小山丘走了过来 对着夏拓高声喊道 看好他 别让他死了 夏拓指了指地上昏过去的光头说道 随之他朝着山丘走了下去 走 咱们上去看看 没多时 夏拓站在了鹿角山顶 准龙雀位正在清理山顶 那些还没有死干净的人 一人捕上一刀 送他们上路 他们来到了一座半坍塌的山洞之中 山洞里面很大 堆接了各种各样的资源 矿石 瘦骨瘦皮 瘦盒药草兵器 甲咒 可以说东西很多 这些东西足以抵上胖哥外出三四次义务 带回部落的资源 可见抢劫是一个多么有前途的职业 每个一年 摇山部落的义务队 都会通过仓水分支进入图泽大湖 然后那个时候 他们就会将抢来的这些东西 都送到图泽大湖上摇山大船上 尖铃看着这些东西 眼中并没有什么贪欲 夏拓走进了山洞 将所有的资源都收入了珠妖令空间之中 连一块矿石也没给剩下 巧儿 你去外面玩 哦 巧儿一愣 随即反应了过来 天天的喊道 知道啦 姐姐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放心吧 只要从了我组长阿叔 你的家人 阿叔自然会去救的 朝着青岛的石殿走去的夏拓 听到身后巧儿的话语 身子不由的一个亮枪 这小丫头都是跟谁学的 人小鬼的 组长 盘石和另外三个身影匆匆匆走了进来 立在了夏拓身前 他们正是准龙雀位中的四个烈士镜巅峰的图腾战士 战士们损伤即可 顶组长 一共有十三个重伤 四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最后盘石出声说道 将所有人都召集起来 我有话要说 不多是 在夏拓的面前 一个个图腾战士都站好了 眸光都朝着他看了过来 夏拓立在一块断裂的巨石之上 他看着面前的三百多道身影说道 这一次 你们一举击溃了路道 为部落争取了大量的资源 这份功劳不可磨灭 等回到部落 我会亲自向吴说 记下你们的功劳 文言所有人眼中都露出了喜色 不过 夜时间 这两个字让众人脸上的喜色 凝固散了脸上 一旦组长说这话 必然是有波折 境界不等于站立 今日一战不用我多说 区区路道其中图腾战士才几个 一群准图腾战士 在战前还受到了紫云剑的冲击 就是这样 依旧有十三位战士受伤 你们每个人身上都大大小小的带着伤 丢不丢人 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战力吗 被夏拓这么一说 顿时所有人皆是心思一成 本来自负极高的他们 经过这一次战斗 却是不大不小的打击了一下 陆道之中绝大多数是准图腾战士不佳 但是他们厮杀起来那是不要命的 还有出手十分的狠辣利落 几乎就是以命搏命的打法 这是他们从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一次出了十三个重伤的 剩下的战士大部分都有些轻伤 比如划破了胳膊手臂等 这都是路到亡命之下造成的伤势 你们都是部落中最为精锐的战士 还记得我最开始说过的话吗 我只要两百位最强大的战士 打下龙鹊尾将是部落最强大的 是部落最锋利的刀 现在的你们还差得很远 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就是在荒原之上寻找路到 魔力战法 每隔一个月 我会让族人在黑崖水域南岸 将一个月的无药分量交给你们 你们记住 你们是一个整体和敌人厮杀的时候 你们唯一可以倚靠的 就是身边并肩而战的同袍 你们的后辈也只有同袍守护 一个人凭战功晋升青甲算什么 所有人一起晋升青甲甚至黑甲 这才是你们需要刻骨铭心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 是你们全部成为部落青甲甚至黑甲 同进退共患难 一时之间 所有人因为吓唾的话语 心中都升起了一股万丈豪情 手中不由自主地握紧了兵器 血气迸发 同进退共患难 直到有一天 这片广袤的山河荒原之上 当他们听到我们大下龙却位的任何人 任何部落都是敬畏 都是敬畏 懂了吗 这一刻一群大慌的汉子被夏拓刺激得不得了 一个个胸膛起伏大声的嘶吼 哼 闯谋作药 远处的剑林看着夏拓慷慨激昂的样子 闯过头说道 姐姐 我组长阿淑可是很厉害的 你就从了吧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70集 换售厂和药厂的设想 黑雅水域之中 波光淋淋的一艘石杖船上 反驳而行 青火晃着脑袋打着鼻 四个笛子立在船上 他的身子有些站不稳 摇晃的船对他来说有些不太友好 堂堂的马王 他觉得坐船是对他的侮辱 想到了这儿 青火就不由的再次打了个响边 气死妈了 船中央的船楼之中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绝对不会跟你去下部落的 剑林瞪大了眼睛 死死的盯着盘坐在自己对面的下图 你死了这条星吧 快把我放开 我要返回潮水流域救我的家人 夏拓从修炼之中转型 手掌攥着的兽盒轻轻一碰 碎成了一堆粉末 他看向了面前的女子 悄而限制了他的行动 因为他哪怕是浑身都被束缚了 此刻正在朝着下部落而行 还是嘴硬着说不去 当然这也是他默许的 毕竟一个拥有寒冰血脉的图腾战士 对于下部落这种没有丝毫抵运的部落来说 吸引力还是蛮大的 就连神通静严神静 可传承给后代血脉 他下大组长还是刚刚才知道的 一下子遇到这么一个血脉传承人 那自然是不会放过 放心吧 这光头既然和摇山部落一年练习一次 上次是在半年之前 所以你的家人半年之内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 晶莹的脸旁泛着红韵 剑林狠狠地说道 没得办法呀 你只能信我 夏拓摊了摊手很是得意地说道 我 我 我咬死你 剑林恼羞成怒 可惜身子动弹不得 银牙背齿磨得咯咯作响 族长 咱们快进入湖水河了 才有小半天就可以回到部落了 听到外面的族兵出声 夏拓起身对着剑林温声说道 你好好休息 以你现在的实力去摇山部落也是送死 夏拓来到了船首 他看着两岸的密林 鬼水河面水流花花作响 他将准龙穴位三百多图腾战士 都扔在了土泽荒原上 让他们自行磨练 精力厮杀才能真正的走向强大 受到重创的十几个图腾战士全都在船上 带回部落治疗伤势 至于准龙穴位 短时间内是不要想着再见了 船头一旁仓幅盘坐着 怀里抱着一头跑路的幼崽 回去之后好好修炼 作为部落长老 怎么还只是劣势劲啊 那总行 是 仓服点了点头 实际上他修炼的并不慢 如今已经有了四千军的力量 奉在部落之中 也是个千夫长级别的人物了 然而部落中的千夫长级别的图腾战士实在是太多了 回了部落之后 你先不要着急忙着去圈山林放养袍路 先去巫术巨岭阵中修炼一阵子 看到仓服想要反驳 他接着说道 山林之中存在不少凶兽 对于袍路的生长繁衍会有影响 经理这些凶兽也需要时间 再一个 还需要在部落里求够药草种子 就算是普通的药草 也需要一段时间蒙放 所以一点也不需要着急 等你修炼好了 晋升到了开山季 而到那个时候 圈养袍路的林子也就准备好了 是 仓服遵命 仓服点了点头 应试道 大船沿着鬼水河速流而上 小半日之后 进入了开掘出来的人工大湖之中 碧波滔滔 水面波光淋漓 在两岸的山林之中 可以看到下部落的族人 剑林姐姐 快看 到了到了 巧儿绝对是一个小腹黑 嘴上一口一个姐姐 但是巫术符咒却是不含糊 直接进过了剑林的力量 部落山下园 部落山下园 族长 还按什么事情啊 洪从部落外而来 麾下上万战师被五大统领带去了山林深处 他这个战师殿 他这个战师殿的老大 如今只剩了两个布满边的千人战士 他正在准备继续征召一些年轻人 将两个战师扩充满了 五大统领可有什么消息传回来吗 在五大统领带着族兵进入山林深处的时候 夏拓给过他们命令 每隔三天就要传回一次消息 这几天他带着龙雀未散万 自然消息都到了红的手中 姚统领歇统领已经传回了消息 他们已经分别进入了光山域和石山域 而且在暗影殿配合之下 找到了适合立成的地方 正在准备建成 雪统领孔统领两人带着族兵 还在前往各自地域路途之中 谷统领昨天刚刚传回消息 已经进入了主卓域 正在寻找落脚之处 嗯 夏拓点了点头 五大地域有远有近 自然进度不同 战士殿剩下的人满边了没有 还差两百多人正在征兆 不过各个散步中的青壮 几乎都被抽掉的差不多了 既然如此也就不强求了 接下来你带人将部落东边山林之中 所有的凶手倾搅一遍 夏拓想了想又接着说道 不管大小 这要是吃肉的就在捕杀范围之内 我准备将这片山林作为幻养凶兽的场地 这么大的范围都是 洪先是一愣有些折舍 这范围是不是大了一点 再说这么大的范围怎么保证幻养的凶兽不跑呢 不错 部落以东 鬼水河以北 东南一直到黑压水域 北边紧挨着散步 这片范围都是 到时候我会让黑贝曾经 将巢穴挪到林子各处 用来看护边界 是 刚好圣下战师没有事情做 我这就让他们去清理林子 保证一个兽腿都不留下 回来 族长 还有什么吩咐 要是发现了一些西游药草 记得叫上百草店的族人给挖回来 晓得了 红长老离去 夏拓确实在发愣 仓服给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凶兽可以培养 那么药草是不是同样可以散养呢 在人际罕至的山林之中 那才是药草最为合适的生活环境 天下部落依靠从外部异物换来的大量药草 维持部落的需要 但是依靠别人始终都是智肘 自己手里有才能不被别人挟制 这些年来他发现了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万古山脉中的药草资源并不丰富 按照成理来说 山脉之中群山万鹤造就不同的气候 足以给不同的药草生长 带来适合的环境 但是这些年来 部落族人外出山林所采回的药草数量 甚至比不得外面徒则荒原中数量多 问题出在哪里他不知道 既然野生的没有 那么只能自己想办法培养了 他也不需要力求药草一下子就长出来 眼下靠着外界一无药草 已经差不多满足了部落的需求 加上部落以巫术林镇培养的药草 正在逐渐弥补不足 但是药草这东西谁会嫌多呢 在山林之中培养药草 顶多就是消耗一些药草种子的事情 洒落广袤的山野任其生长 能长多少就长多少 最后能够收获自然好 就算没有收获 也不过是耗费一些精力而已 此时的部落外面 在夏拓的一道命令之下 洪氏等都没等 直接带着近两千战士 直接冲进了山林中 这次的命令很简单 逮到长腿的就追 看到带毛的就抓 一个个如同野狼入境一般 阿树 这家伙带来了 夏圆外面 巧儿蹦跳着走了进来 后面跟着两位族人 拖着一个如同死狗一样的光头 有一件事情 你可能很感兴趣 嗯 什么 夏拓看着巧儿走来 不知道小丫头在说啥 阿树 你看看她的身上 顺着巧儿的小手指的地方 她在光头破碎兽袍的左侧胸膛下方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印记 顿时 夏拓双某某的印印 这个印记 她实在再熟些不过了 马行四个脚 有腰 她一下子把这个家伙给提了起来 那光头强打着精神 睁开眼睛看着夏拓 你身上这个印记 从哪来的 那个光头扑通一声 再次扑倒在地上 气喘吁吁 过了数席之后 嘶哑着声音 五年前族长下令 让族人烙印上了这个印记 五年前 夏拓文言神色印宁 你家族长是不是五年前开始闭关 是 五年前 族长外出归来 回到部落之后 就让所有族人都烙印上了这个印记 说是可以得到强大的力量 然后族长就匆匆闭关了 早就已经被乌乌烙印了奴隶印记的光头大汉 没有丝毫 没有丝毫的隐瞒 哗啦啦的将自己所有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这个印记每隔三个月 就会让人感觉到浑身的血气苦胀 灼热 就好像放进了青铜大鼎中被蒸煮一样 只有炼花外界的能量才能减轻 如果没有外界能量的摄入 自身血气就会消耗 那种滋味十分难受 一个跟我前来徒泽荒原的族人 就是活生生被这个印记吸干了浑身血气 被一股黑烟给烧成了灰烬的 说到了这儿 光头大汉的眼中闪过了一谋恐惧 接着说道 俺在五年前才是一个普通的烈石镜战士 力量才不过三千军 有了这个印记之后 才在短短五年之内就成为开山镜的 听完这个家伙的话 夏拓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这才压制住自己的小暴脾气 妈的 怎么哪哪都有腰 自己这他们是进了腰窝了吗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协演播燕西楼 微良有爱陆九 第171集 族兵们的各自禁欲 要不就跑吧 夏拓心里第一时间冒出了这个想法 唉 跑不了啊 边荒大腰窝 万古小腰窝 哪哪都是腰窝 看着光头壮汉身上的幽幽印记 他觉得幽幽也很厉害 会用各种方式来汲取力量 提升自己的实力 显然和遥山部落有关的幽幽之灵 是通过这个烙印 在每一个遥山族人身上的印记 来汲取能量的 啊 当年万古部落的族里 到底是有多强盛啊 怎么这山脉外面 也有幽幽血骨滴露呢 快说 简林姐姐的家人 关在哪里 巧儿走到了光头身前 踢了他一脚 脚在部落里 因为部落长老想要收服他为己用 所以并没有对他家人进行加害 准备用来要挟他 光头大汉老是回答道 不过部落有传闻 有位长老真正想要的是他的寒冰血脉 一直在想办法要将他的寒冰血脉剥离 至于为何将其放逐到屠泽荒原 俺实在是不知道了 你能不能将简林姐姐家人救出来 说着 巧儿再次踢了光头一脚 看着这光头不吱声 巧儿上去又是一脚 来 好了巧儿 看着气鼓鼓的巧儿 夏拓摆了摆手 费了一个奴隶 气坏了部落里的小天才可就不好了 说着 夏拓对着立在不远处的族兵挥了挥手说道 将他带下去 给他治伤 阿叔 这个家伙这么坏 烧杀抢掠 你怎么还救他 巧儿掘着嘴很是不满的哼哼的 哼 本以为他们就会见林姐姐的家人 没想到这点都做不到 还让他活着干嘛 好了 这件事情我自有谋划 看着巧儿离开 夏拓起身 朝着足殿中而去 夜幕之下他盘坐在石床上 眼中神色灼灼 没有一丝困益 眼下部落的短板差不多已经规划好了 只需要安部就班的发展就好了 缺少资源 这一年 义务殿的战船 已经开始在屠泽大湖四方来往 部落中有大量的铜钉 可以换回数不清的资源 为了扩大规模 部落中的工匠 夜以继日地打造着战船 准备将义务做到屠泽荒原周围的地域去 玉兽殿 幻养凶兽 供给部落血食的计划 如今也正式着手准备 一旦成功培养出来了药兽 会满足部落所需 至于掌控山林 扩充人口 五只战师奔赴山中五大地域 摊子也即将破坎 族中武道修炼体系 正在打造的过程中 这一切的一切 都需要时间来沉淀 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的 就看妖族给不给他时间了 他只需要十年 十年升聚 十年积累 部落的实力足以数倍翻翻 到了那个时候 制约部落发展的人口问题 也能够得到解决 依靠占据的 望谷山脉南路广袤的山林 下部落依山南望 南下可以植入屠泽荒原 北境山林同样有力量 去青江人族腰部 将万古山脉 牢牢地抓在手中 这么一想 夜空中玉吐蜥移 夜色愈发地深邃 夏拓收敛新神 从猪妖令的空间之中 拿出了一枚唇血收盒 握在手中 开始修炼了起来 万古山脉南路 光山玉 一座高于三千丈的山脉 下面是一片广袤的荒原 地域不下数十里方圆 草木丰盛 还有河流贯穿其中 此刻 紧挨着山下有篝火跳跃 一个个兽皮大杖 支了起来 围坐着密密麻麻的人 在最外面的 是打造出来的简易寨墙 在最中央的篝火堆前 四个身影聚散了一起 最上手的就是姚 下面是两个千夫长 还有一个暗影小队的千夫长 咱们就在这山下筑城 姚指着周围说道 背后山栏平缓 比面前的荒原高处不少 城池依山而建 可以俯瞰这片荒原 地势易守难攻 周围还有泉沿 水源充足啊 可以立下城池根脊 咱们先驻坐一座小城 保证咱们自身安全 等到以后收拢了周围的族民后 再逐渐将之扩建 牧师 明天你带着你的千人战兵 进山采石 雷光 你带着你麾下五百战兵 进山伐木 剩下的五百战兵 再次扎营 姚对着麾下的两个千夫长 吩咐道 目光随之落到了一旁的 雅明身上 雅明 周围山林查探的怎么样了 见到提及自己 雅明从怀中摸出了一张兽皮 递干了咬 姚统领啊 这是荒原周围山乱地貌 仓促之间 难免有些凌乱和不太准确 暗影十三小队还在深山里钻林子 这两天发现的散步不下十多个 姚借着火光将谋光落在了兽皮卷上 看到了上面标注的一个个小顶 不得不说 暗影小队的重要性等于战士的眼睛 三位 族长将两千战士交给咱们 可不是让咱们来这里游山玩水的 咱们是为了下族部落彻底掌控这片地狱而来 归根结底 也是为了咱们后代掌控这里而来 事情总有人去做 轮到咱们了 那就干吧 先住城 站住脚跟 咱们在一个一个部落来收拢起来 是 朱卓裕 夜幕下的山林中似乎是魅影重重 山下平缓之地 兽皮帐篷略显凌乱地扎下 环绕诸多帐篷中央的大帐之中 声音不断地响了起来 风云 已经查探清楚了吗 谷对着下方盘坐着的青年问道 回谷同领 确实已经查探清楚了 我带着三个暗影小队观察了三天 这个部落的情况和店主留在店中 兽皮卷上记载的一模一样 风云从怀中拿出了一块显得有些破旧的兽皮 是经常拿出来观看造成的磨损 上面记载着陆跟随着夏拓第一次遇到腰部时 所看到的场景 这就不得不说传承的重要性了 自从夏拓立下了记录的规矩 陆早在暗影殿还是暗部的时候 就已经将一些事情给记录了下来 而且规定每一个外出的族人 在遇到什么奇怪的事情之后 返回店中之时都要记录下来 一共后面加入暗影殿的族人参考 每一个加入暗影殿的族人 最开始的就是知晓这些事情 正是因为如此 暗影殿的族兵才能够遇到危险的时候 不过心中不慌乱 这个部落和记载中一样 所有的族人瞳孔血红 远远观望和普通部族一样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狩猎采集 但是一旦有外人出现后 就会整个一拥而上 这个部落还有多少人 风云没有犹豫地接着说道 从外面的规模来看 不过五六百人并不算大 嗯 好 心中思量的片刻 骨眼中散发着精猫 头说腰这么厉害 咱们运气真好 这一次就猪腰 传令下去 明天咱们先猪腰 再去寻找建成的地方 是 打仗之中的两位亲夫长 顿时抱拳应试 眼中闪烁着荧光 他们有两千战士 近三百位图腾战士 还有紫云剑 不过是五六百人的腰部 岂能放过 这可不是腰部啊 是赤果果的战功啊 看掉人族腰部 化为他们的功劳 此时的洪丧合遇 金屋洒落阳光 在茂密的树林子里 一条大河滚滚蜿蜒 流淌在群山之间 林水之间的一片空地上 大仗连绵 人影婆娑 不远处的林子之中 上百人肩扛手 托着凶兽而来 直接朝着水边走过去 用手中的刀剑 将裂刀的兽物 直接破开肚皮 开始清理凶兽 准备今天早上的饭时 不一会儿 凶兽的内脏和血 就染红了一片河滩 顿时水面浪花翻滚 潜伏在水下的凶兽 都冒出了头 不过 他们却不敢朝着潜水去而来 暗影浮在水面之下 瞪着大眼睛 看着岸边的人影 眼中闪烁着冷蒙 而就在这时 山林之中响起了吼叫之声 伴随着叫喊声 一根根的木质 骨质头腔 刺穿了虚空 朝着水边的鱼蜜坠 茂密的林子中 一个个身影快速地 在林子之中穿梭 如同猴子一般灵活 手中的头枪不断地投掷而出 此时正值岸边大营 开始做早饭的时候 这突如其来的木枪骨枪四川虚空 扎在不少人的身上 不过大多数都被崩飞了出去 只有少数人被木枪骨枪 扎破了漏在甲州外的机体 突如其来的冲击 让整个营中一下子慌乱了起来 混账 慌什么 刹那间 大营之中一声爆喝响起 空手中一杆大枪横击虚空 将刚刚几个冲出林子 穿着草衣的人给扎了个通头 给我杀 杀 数息之后 大营中战兵拿起兵器 朝着秘林方向杀去 面对着身穿金铁甲 手拿精炼刀枪的组兵 从林子里钻出来的野人 一下子如同撞到了铁墙上一样 他们捡漏的武器 根本拿铁铁甲没有丝毫办法 挥舞着骨刀石刀砍下 难以寸击 接着就被赤甲足兵给斩了脑袋 在兵器装备不对等的情况之下 林子中的野人在短时间内被斩杀了七八百 还有一百多躺在地上哀哄 剩下的都炮灰了林子深处 突然想起了一声嘶吼 刚刚因为骨枪木枪刺破了手臂脸颊的足兵 一个个开始倒地 嘴角吐沫浑身抽搐了起来 不好 有毒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协演播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2章 部落发展之野人兵 河滩之上 不下百多位族兵抽搐在地 口吐白目 发出难受的嘶吼 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 这让孔的脸色难看至极 刚出部落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实在是心情不怎么好 反应过来的族兵慌忙从怀中掏出了乌药 却发现自己带的乌药 大都是疗伤药 哪里有什么解毒药呢 说 解药在哪里 看着被俘获的野人 孔的眼神之中闪烁着危险的气息 被俘获的野人呲牙咧嘴 发出似售吼一样的声音 接着孔的眼中闪出了一抹灵力 他用手中的大枪一马就把面前的一个家伙给挑了起来 朝着不远处的河水之中扔了出去 瞬间 潜伏在水中的水兽猛的扑了上来 掉进水中的野人连一片浪花都没翻起 就消失不见 看到自己一个同伴为了水兽 剩下的野人一个个眼中都露出了惊恐 慌乱的叫了起来 说 无解 无解 解药 传令陈山千副长在此看护大营 守护中毒的族兵 万岭千副长同领其他族兵 随我清脚野人夺回解药 是 说吧 孔统领对着不远处的穆说道 穆千副长与我同行如何 是 穆点头应试 他是派入洪桑河域的暗影卫掌士人 除了自己带着一个小队之外 麾下还有另外两个小队 很快 赤甲洪流就在山林之中冲了出来 在被俘获的野人指引之下 穿越山林 来到了一片通红的桑叶岭 这片桑树岭地势起伏不大 一眼望去不下十里方圆 桑木并不高 盛空弥漫着一重淡淡的雾气 孔微微地眯起了眼睛 看着面前的桑木林 这群野人大概就生活在这片桑树林之中 在桑树林外就可以听到深处 传来野人的吼叫之声 还能看到林子中不断有如同野猴一样的身影 跳来跳去 身子灵活 翻山越岭如履平地一般 几个受伤的野人被提了上来 在死亡的恐吓之下 他们指着桑木林身处的一座高地 是以那里就是他们的足地 这时一声嘹亮的丝鸣在林中传了出来 被俩的野人一个个顿时瞪大了眼睛露出了惊恐 身子不住的颤抖 然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蹊跷流血而亡 紧接着桑木林中就有了响动 桑木乱缠 一道道身影出现在桑木之上 密密麻麻不下数千 手中握着木弓 木枪盯着孔所带的赤甲足兵 眼中泛起了贪婪 在桑木林的身处 一个浑身披着黑袍看不清楚面目 黑袍之上画满了诡异血纹的勾搂身影 躲在很多野人的后面 那就是他们的乌鸡了吧 孔指着桑木林中躲躲闪闪的身影 眼中闪烁着一抹灵力 显然这群野人的行动都在这个家伙的控制之下 紫云剑准备 随之他挥了挥手 背后一百位族兵从背上的竹筒之中 抓出了泛着紫光的箭矢 有下大族长这么个领导 他们一个个的也就都学会了火力覆盖 对 没错 就是火力覆盖 反正族长就是这么说的 其余族兵 剑尸覆盖那道身影周围 上千族兵拉弓 黑色的箭矢闪烁着寒光 摇指着桑木林 放 孔根本就没搭理林子中的野人 直接将所有的力量倾斜到那个乌鸡身上 顿时见势如雨 桑木林中是地动山游 紫云剑炸开的轰鸣 将野人乌鸡周围方圆百米的范围都给笼罩了起来 一瞬间 刚刚还虎视眈眈的野人一个个先是一愣 随之疯了一样就朝着桑木林散去 尘埃落定之后 桑木林中间大片的泥土翻了个个 上百只紫云剑炸开 直接将野人乌迹给炸蒙了 没死 那勾搂的身影之上闪烁着血光化为一重保护光照 在爆炸之中活了下来 不过血色光照是摇摇欲坠很快就破碎了开来 那野人乌鸡嘴中发出了嘶吼 想要族人前来救他 驱赶野人 一声令下 上千族兵冲入了桑木林 将野人乌迹包围在了中间 这一次所有的族兵都有了准备 兜傲覆灭 林子中击射而来的木剑木枪 一个个扎在赤甲之上叮叮作响 小心 这个乌迹是一个浑身血气干瘪的老狱 脸上的皱纹早就已经重重跌跌 一双眼睛早就已经凹陷了下去 看着孔走了过来 他颤颤巍巍的匍匐在地 双手捧着一个血色的金石缝上 这代表着臣服 在他看来 爆炸的紫云剑就像是天神在发怒一样 那是无比恐怖的存在 看到乌迹匍匐 一时间桑林周围的野人 也都放下了手中的兵器匍匐在地 孔统领啊 这些野人可是山林中的好手 穆看着贵府在地的野人 眼中起了兴趣 对于暗影殿来说 钻深山老林可是常有的事情 野人乌迹臣服献上了不足血精 那么接下来一切就都好办了 中毒的族兵救了回来 再无生命之忧 整个族兵大营也迁徙到了桑木林之外的地方 暂时驻扎 那些抹在箭头上的毒 就是这个东西 大仗之中 穆在孔的下手处 面前是一张石案 铺着兽皮绝 大仗之中也让乌迹匍匐着 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 在他面前是两株泛着血色油光的毒草 这种毒草还真是厉害 短时间之内直接让烈石净战士失去战力 而且还有性命之忧 穆仔细地将这些都系散了兽皮之上 不仅如此 还将桑木林中的野人表现也都系散了下来 穆将写好的两卷兽皮卷了起来 又将野人乌迹带来的两株毒草 收散了简衣的墓盒之中 朝着孔蒂了过去 统领看看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孔接过了木盒 将自己写好的兽皮卷给放在了一起 用兽皮包好 送回部落吧 穆点了点头随之朝外大声喊道 江小鱼 听到呼喊 一个年轻的图腾战士走进大帐 对着上手的孔弓声说道 见过统领 见过三位亲夫长 穆将兽皮包袱递开了江小鱼 吩咐他将这个东西送回部落 一份交给红长老 而另一份交给陆长老 帅 江小鱼领命抓着包袱走出了上外 吹了声口哨 顿时不远处的一株大树之上 一头三米大小的黑背曾经凌空而来 他一把抓住了黑色的淋雨 翻身落到了背上 走喽 下部落 子屋店 店中只有三个人 红河路在夏拓下方两侧坐着 族长 我准备亲自前往红丧河医院 看看这群野人 真的如目所言这般 若是真的 完全可以收入暗影店中 扩充暗影校队 族长 俺觉得这些野人调教好了 也一定是不错的战士 红不甘落后 紧随着路之后说道 坐在上手的夏拓 手中把玩着血色晶石 不知是何物 通体晶莹如同水晶一样 却闪烁着妖艳的英红 等会准备交给巧儿看一下 路 你亲自去看看这个野人乌鸡 至于这群野人 说到了这儿 夏拓顿了顿 我记得 跟随孔去红丧河医的暗影千夫长 是穆吧 若是这群野人可以 暂时让穆和孔都招担 尝试一下 培养成暗影卫和战兵 是 两月之后 祖无垫 你们一个个都反了天了是吧 夏拓的声音在祖电之中回荡 在他下面还是陆和红两个人 此刻两个人眼皮搭了着 眼观鼻静静的听着夏拓的咆哮 他们听得出来 夏拓并不是真的生气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呀 两个月 这才两个月 就消耗了三千只紫云剑 你们一个个统领 都传讯部落 要供应紫云剑 是不是出了部落 都散开花了 啥都使劲造啊 族长 这不是你说叫什么来着 对 叫火力覆盖 红抬头瞄了一眼夏拓 嘟囔囔 俺们这都是在学你呢 学我 夏拓冷哼一声说道 本组长这么优秀 怎么不学点别的优点 别的没看出来 你说什么 红缩了缩头 两米高的大个子缩在了一起 组长尾啊 俺们学不来 能学万一就已经很满足了 行了行了行了啊 夏拓翻了翻白眼 气息平和的接着说道 传令助务店 给五位统领各自押送千只紫云剑 告诉他们 这是一年的量 部落需要收盒的地方太多了 不能用来都打造紫云剑 是 五位镇首还有什么消息回报 古统领回报 主卓鱼再次发现一座人足腰部 庸重两千 他未敢进去妄动 红长老出声接着说道 组长 要不派俺去吧 温言吓脱眼中露出了一谋惊讶 古还是运气好呀 外出三个月找到两个腰部 而其他四位统领都没有发现腰部的踪迹 你好好的在部落呆着 温言 红长老像是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影 用哀怨的眼神看着夏拓 传令 在徒泽荒原的准龙雀尾 北上主卓玉 协助古统领覆灭腰部 将腰血腰盒腰骨给我带回来 组长 红丧和玉安影卫传续 发现了野人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亲自前往将野人带了回来 什么有趣的事情 加入暗影卫的野人战兵 有几个人竟然可以在夜幕下隐匿身形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记 李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3集 鬼为君 隐身 足殿之中夏拓眼中露出了一抹惊讶 这手一毫 走去看看 说着他朝着足殿外走去 对着足殿外立着的其中一个足兵吩咐道 去传承殿将大祭祀喊过来 带着那枚雪晶 是 足兵得到命令朝着足殿后方传承殿跑了过去 夏园 三道身影立在夏拓的面前 身上穿着瘦皮袍已经不再是桑木林中赤着身的样子了 三个人看到夏拓之后扑通一声都跪了下来 头也不敢抬 起来吧 对于人才 夏组长可是很尊重的 见面就行死大礼 三个人挺有觉悟的嘛 嗯 知道培养 你们会隐身术 接着他对着三个人出声问道 三个人抬起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一时间夏拓就看到趴在自己身前的三个身影逐渐开始虚幻了起来 就像是平静的水面一下子荡漾起涟漪一般 眨眼之间面前三个人的身影逐渐的消失了 不 不应该说是消失 夏拓感觉原本三个人跪伏在地的地方化为了一片蒙龙 看上去就好像消失了一样 怪灾啊 阿叔 我知道他们为啥会以你身形 巧儿抓着血精从原子里走了出来 手中的血精闪烁着柔和的血光 一枚枚虚幻的古朴符纹在血精之中留意 是这些符纹 巧儿来到了夏拓跟前指着血精中留意的符纹说道 阿叔 这些符纹就像是静灵姐姐传承的血脉一样 也在他们的体内血脉中传承着 不过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觉醒这种血脉 故此 他们才会有些人拥有这种能力 隐身血脉 此刻三个人重新恢复了身影 这种血脉并不是让人完全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是在体内的符纹血脉将他们身体虚化 融合在周围的环境之中 这不就是变色龙吗 阿叔 什么是变色龙 夏拓一时雨智 不过他转而说道 唉 就是一种凶手 可以根据身处的环境 变换身上的色彩 从而迷惑敌人 哪怕是如此 夏拓也觉得这些人的血脉很牛杀呀 要知道这可是在白天 要是在晚上 绝对是暗夜杀手啊 巧儿 这枚血精有用吗 当然有用啊 这是血影人的圣物 桑木林中这些野人便自称血影人 他们以血精为圣物 这一刻三个人看到血精之后更是匍匐在地 眼中闪烁着崇敬 阿叔 这个东西可以认主 巧儿指着地给夏拓的血精 他钻研了近两个月 这才弄清楚了这个血精的作用 你看懂这些符文了吗 那是当然 巧儿最厉害了 被夏拓这么一说 巧儿是一脸的神器 血精上的符文记载 血影人的血脉就是来自于他 他创造了血影人 夏拓滴出一滴血落在血精之上 顿时血色符文大射 一眉眉悬浮在他的眼前 足足过去了十多夕的时间 才重归于尽 我亲自去一趟红桑河域 收敛了精神的夏拓 对着园中几人说道 红桑河域 桑木林东三十里 一座占地离许的石城拔地而起 墨黑色的石头砌起来的城墙 足有十多丈高 二十丈厚 整个城池是一个正方形 城中除了中央的石垫之外 四角见有高达百丈的石塔 上面有图腾战士守着 观察四方的动静 城池之中剩下的地方 全都是一排排的石屋 这是一座冰城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孔带着两千人战士 外加数千野人铸造了这座石城 终于是在这片山野之中扎住了脚 眼下麾下两大战士轮流外出山野 将附近山林中的散布 迁到了石城之外的荒原 如今城外汇聚的散布流民 已经有差不多五千之重 城中石垫 拜见族长 孔看到夏拓突然来到了洪丧河域 也不由得吓了一跳 寻思着刺激也没犯啥错误呀 我看城墙外已经有散布 开始修筑防射了 怎么样 聚合散布还算顺利吗 禀族长 暂时还算顺利 属下每收拢一个散布 就会将其中的青壮抽离出来 组建成足兵 再从两个千人战士中 抽调出徒通战士 统领他们 进入山林狩猎 维持日常消耗 夏拓看着孔 看来不是人不行 有些人就是缺少一个展示平台而已 孔这个家伙在这里干的不错呀 嗯 好了 各阵手之内的事情 我不会过分插手去掌控 你按照自己规划的做就好 只需要记住 只有足够的人口才能掌控这片地方 咱们需要更多的人 汇聚到咱们下部落麾下 属下明白了 没有在城中多呆 夏拓进入了桑木林中 等到第二天离开的时候 带走了15个身影 血影族并不是所有的族人 都觉醒了血脉 在血精的指引之下 他只发现了这么多 下园之中 十八道身影立着 夏拓把玩着手中的血精 血影人和普通人在修炼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 然而他们却没有图腾可以观想 根据血影人的老无忌说道 普通的图腾根本无法让他们观想 族上记载 曾经有部落想要收服他们 却因此图腾凋零 部落溃败 这十八个人虽说有隐身之能 但实力不过和普通的准图腾战士差不多 最多也就是刺杀个开山精 了不得配合毒药 刺杀个普通天脉精而已 如果不妨修炼 那这就是他们的极限了 就是不知道 乌乌这个野生图腾主行不行 扛不扛得住血影人 最近这几个月乌乌很少外出图腾店 大家都趴在图腾神柱上呼呼大睡 似乎是到了蜕变的时候 也不知道需要多久时间才能蜕变完成 乌乌啊 小兔你干嘛 图腾店中乌乌抬头看了一眼夏拓 精神萎靡地说道 你可好久没来看乌乌了 是不是来还寿盒了 哼 你现在欠乌乌 一万九千三百个寿盒 抹去个零头 算两万吧 有这么抹零头的吗 夏拓不由的被这小东西给气乐了 乌乌啊 给你看个东西 你能享福得了吗 夏拓拿出了血精放在了乌乌身前 乌乌眯着一对小眼睛看着血精 眼神之中闪烁着一抹荧光 说不是隐身符纹吗 说着 乌乌又摇了摇头说道 嗯 不完全是隐身符纹 没有虚空之力 只能算是隐秘符纹 你在哪里找到的 说了几个拥有这种血脉的人 他们无法观想图腾 是观想哪尊图腾 哪尊图腾就完蛋了 乌乌是图腾主 天生的 对于夏拓不相信自己 乌乌很是不满意 你这个狗夏拓老说自己是野生图腾主 没有经过王庭赤锋 是野路子 是不合法的 呸 本图腾是天生 不需要谁的赤锋 也不需要谁的承认 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了 18个血影人进入了图腾殿中 观想了图腾 全部都晋升到了烈石镜的图腾战士 点钟 夏拓看着盘坐在眼前的18位身影 身上笼罩在淡淡的血光之中 他手中的血精更是腾空而起 一枚枚血色符纹流液而出 从18个人的头顶没入体内 他们在接受传承 乌乌看了一眼淡淡的说道 夏拓 你欠我两万三千首盒了 等我伸个急 我就要吃 现在 现在你那儿存着 等存够十万枚 我差不多 就能够衍生出赤纹来了 血精坠落浮纹 持续了一夜的时间 等到第二天的早上 18个人没心处 各自凝聚出了一枚 泛着淡淡荧光的印记 在血肉之间一闪而逝 隐匿在了体表之下 此刻他们立在跟前 夏拓都感觉他们周围 泛起了淡淡的涟漪一样 就好像要立刻消失一般 拜见主上 18个人急急拜扶 起来吧 随着夏拓一挥手 18个人走出了图腾殿的刹那 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鬼影匆匆 出身山野 鬼违 这一刻 夏拓嘴角呢喃 接着大声说道 以后 你们就是夏不落的鬼违军 谢主上司明 紧接着 四下角落里响起了声音 刚离开图腾殿的夏拓走到夏园之外 就看到一道白衣身影 翘生生的立在门前 正在等着他 巧儿说你有办法救助我的家人 那 剑灵看到夏拓到来 咬着嘴唇说道 巧儿这个鬼精灵 夏拓倾向没有遮掩 嗯不错 我可以将你的家人救出来 不如日后就加入我夏部落吧 你看到了我夏部落都是散步汇卷来包容四方 好 嗯 嗯 夏拓一愣 自己还没说完 本来以为还要费翻口舌来着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两天之后 徒泽黄园的东方 四道身影跨过了一片起伏的山丘 出现在了一片广袤的平原之上 夏拓在前 剑灵和巧儿在后 最后面的是出身摇山部落的光头大汉 如今已经是夏部落的奴隶了 沧水流域没有大湖 水系却是十分的发达 沧水分支万千 大大小小从四面八方汇入藏河 摇山部落就在沧摇山下 整个沧水流域北方只有这么一座山脉 夏拓愿意救他的家人 让剑灵的心情也好了许多 他觉得就算是加入夏部落 那也不算什么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小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记 李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4集 故技重施 再埋钉子 摇山部很大 有族人接二十万 在沧水流域也是有数的几大部落之一 就算是有内应 就凭咱们几个人 恐怕也很难闯进去吧 一时之间 剑灵有些担忧了起来 救不出家人 连他们几个人都陷在摇山部落怎么办 和剑灵一同成奇的巧儿 笑嘻嘻地说道 姐姐 你怎么就断定就咱们几个人呢 难道还有其他人 剑灵的眼中露出了疑惑 朝着四周看了看 这广袤的荒原看得很清楚 就他们四个人没错呀 巧儿笑了笑不再说话 走吧 夏拓是笑而不答 坐下轻火迈开大步子 朝着远方而去 两天之后 一行人来到了苍瑶山外 苍瑶山脉很小 方圆不过五公里 一条沧水分支河流 从山中发源而出 在苍瑶山南部 一座大部靠山脉而立 一山为一半的城墙 建造了一座十分庞大的防御城市 将部落守护在其中 遥山部落外很是热闹 一艘艘船只往来 作为沧水流域北方最大的部落 自然就形成了一座虚势 周围的部落都会前来异物 故此在遥山城外聚集成了一大片聚集地 夏拓几人乔装打扮 很容易就混进了虚势之中 找到了一座石方柱下 十屋之中 他拿出了猪妖令 感受着猪妖令上传来的温热 不由得有一种想要冲进遥山部落的冲动 就是不知道遥山部落被妖掌控到了何种程度了 主上 光头大汉走进了石屋 对着他跪了下来 我跟你说的你都记住了吗 金朵出声说道 都记住了 徒子荒原的巢穴被人毁了 东西收拾好了 摸了摸鼓掌的怀中金朵点了点头 车里面是他活命的东西 不然巢穴被毁 擅自返回部落必然会受到重罚 去吧 金朵起身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朝着摇山部落的城门走去 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摇山部 自然是有些抵运的 城墙之上布满了斑驳的痕迹 彰显出了一种古意 城门之前一队族兵立着 眼中露出了凶悍 金朵你怎么回来了 一个开山镜的战士刚刚走出来 迎面就看到了光头大汗 你不是 金朵大步走向前 直接来到这位开山镜战士的跟前 小声点 我要去拜见长老 你还没有招令就回 同族开山镜战士不以为意 满脸的冷笑 不过 看到了金朵的神色 不由的指出了话语 让开 金朵是直接撞开了他的身子 踏入了部落之中 在防舍林立的部落中看了看 朝着一座小山的方向快速而去 金朵拜见四长老 由钥匙禀告 白米高的小山之下 一对族兵守着 他不敢硬闯 见到族兵不以为意的神色 顿时大声喊道 出了大事 要是耽误了 你担待得行吗 文言 守在山下的族兵 一个个脸色都变了 不敢再加阻拦 山顶石殿之外 金朵抱拳喊道 金朵求见长老 金朵 你不是在徒泽荒原 为部落收集私园吗 怎么回来了 石殿里响起了声音 截止又落下 过了数席 才有声音再次传出 带着一抹疲倦之意 领长老 属下有重要事情要说 必须面见长老亲自说 进来吧 文言 金朵忙的走进石殿之中 看着上方盘坐着四长老姚玲 不带其出声说话 他就已经将怀中的东西套出来陷了上去 这是什么 看着金朵手中捧着的兽盒 姚玲眼中露出了好奇 他自然是不怕金朵有什么鬼动作 他可是天脉惊战事 不得不说摇山部落的强大 虽然是中等部落不假 实际上除了顶尖强者之外 足利已经不逊于普通的上等部落 眼下所有人都在等待摇山族长晋升神葬景 而后摇山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成为上等部落 这是一株灵药 摇陵打开了墓盒 看到了一株普通碧脆的竹节一般的灵药 躺在盒子之中 浓郁的灵力环绕着 你有心了 还请长老救我 说着金朵贵福在地 你有何罪 被部落每年带回来这么多资源 有功才是 兵长老 属下在屠泽荒原的老巢被人给端了 除了属下之外 所居隆部中都给打散了 最重要的是 三长老留在属下那里那个人被杀了 这三长老一定不会放管的 还请长老救我 摇陵没说话 他静静的看着下面贵福在地的进度 这株灵药不下三百年 就算是他也有很多年没见过了 至于享用是更没有资格了 这等灵药只有族长才有资格练花 除此之外 部落一旦寻到灵药 都会作为底蕴存留下来 以备不时之需 前些年 族长为了晋升神藏境 早就将族中多年来储存的灵药消耗一空 再后来得到的灵药都被大长老和二长老收走了 这样的一株灵药一旦完全联化 所拥有的药力必然可以让他打通六七条天脉 当然其中也会有大部分药力浪费掉 但是这也比较给部落自己什么也得不到抢的太多了 还有谁知道这株灵药的事情啊 没了 金夺的头压的更低了 连忙说道 这株灵药是从一个义务队里抢到的 没几天 这巢穴就受到了强大战士攻击 属下没管其他 直接带着灵药就来拜见四长老了 嗯 一时间整个石殿陷入了沉寂之中 金夺不由的冷汗之流 就怕这个四长老突然出手将他干掉 三长老留在屠泽荒原的人死了 本长老也很无奈啊 你说我怎么救你啊 文言金夺顿时愣了 这他妈也太不要脸了 灵药在眼前还没吃呢 就准备抹干净不认人了 自己这些年在屠泽荒原装路道 为部落夺取了多少资源呢 看着底下趴着的金夺 姚灵眼中露着思索 为了一个开山径战士 去得罪三位长老值不值得 族长闭关五年 族中四大长老掌控不足 相互之间分成了两大排别 摇山部落发展到了如今 每一个长老身边都追随了很多的族人 有了这些人自己才是长老 当然族人也需要资源来修炼 要是无法保证麾下的人修炼所需 谁还会追随啊 他和大长老为一戏 为了部落弹惊截律 三长老和二长老狼狈为奸 挥霍族中的资源咄咄逼人 那个拥有寒冰血脉的人 他是听说过的 没了更好 等于彻底是没了将来可能有的威胁 四长老 您要秉公公正啊 不然族人会寒心的 金夺一声悲弃大声喊道 还在兔泽荒原待了五六年 不惜化身禄道 每一年为部落抢回多少资源 如今一位抢夺之士被人追杀 难道说这是金夺的罪吗 满黄大帝哪有这样的道理啊 为部落立功的时候不少 再说了 不就是被人报复了 这种事情谁能保证 俺再去给部落抢就是了 俺为部落流过血 俺为部落卖过命 俺有什么罪啊 俺不服 俺不惜身被恶名 就是为了部落 何罪之遥 长老 你救俺呢 被金夺这么一说 姚灵眼前一亮 觉得这件事情有搞头啊 兵长老 三长老会下的姚风前来 说是金夺无令返回部落 要将他得到三长老面前问话 十殿之外 有足兵突然走了过来 出声说道 长老 今晚呢 文言金夺大喊了起来 还有什么罪啊 金夺 在 你且跟姚风去 记住 不该说的不能说 不然本长老也救不了你 是 金夺失魂落魄的起身 朝着殿外走去 看着金夺离开 四长老姚灵 对着下方立着的足兵挥了挥手 说道 你去部落里传个消息 就说这些年来 金夺为了部落不惜字无名声 在屠泽荒原 为部落带回大量资源 如今更是为了部落被人追杀 三长老 是 记得 做得隐秘一些 说吧 姚灵将木盒收了起来 这才走出了足典 朝着大长老的拾殿而去 大长老 这可是一个收买族人人心的好机会啊 说起来金夺是有功了的 毕竟干的是无本的买卖 藏在河边站哪有不失血 这一次被人追杀上门 能够逃得性命已经是晚兴了 一座石殿之中 姚山大长老 一个虚发皆白的老头 盘坐在石台之上 浑身气息沉寂 给人一种如临幽坛的感觉 去吧 姚山大长老 双眸开合之间 眼中泛着精猛 去足兵中说说 嘿 晓得了 我亲自去办 四长老转身离去 得到了大长老的首肯 他自然是不再有所顾忌 而四长老没看到的是 但是 当他离开之后 大长老的瞳孔之中 泛起了一抹妖艳的紫光 姚山不深处一座幽谷之中 姚山二长老盘坐其中 殿中没有一盏寿灯 显得十分的灰暗 祖中传言 二长老不喜光 一道身影匆匆而来 进入石殿之中 启禀长老 祖中派出去金夺统领回来了 先是拜见了四长老 接着就被三长老抓去了 祖人很快就流出传闻 说金夺统领为部落立下功劳 三长老凭借一己私欲 就随意的欺压祖人 蠢货 嘶哑的声音在石殿之中响了起来 泛起了一抹冷意 去告诉三长老 金夺为部落夺取资源有功 当赏 是 等到族人退去 二长老的眼中也泛起了紫光 面色一下子变得猙獰了起来 大长老 组长的位置是我的 本集播讲完毕 先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5集 老子的坟头草都长了五茬了 第二日 摇山部落外的虚实之中 夏拓独自走在人群之中 不断看着旁边的摊位上的东西 想要捡个漏 可惜啊 他没有胖哥的眼神 看啥都像是宝贝 看啥又不像是宝贝 这就尴尬了 听说了没 摇山部落的几位大长老又闹起来了 摇山部落的一个开山景统领啊 在部落外立下了大功 因为一些事情得罪了三长老 就被三长老给抓了起来 什么呀 我怎么听说 这个统领在外面干的是五本的买卖 但是这种舔刀口的日子 哪能这么好干呢 估计是被人追上来了 丢了资源 这才被治罪呢 可不敢这么说啊 摇山乃是即将进生上等部落的存在 等到摇山组长了 进生为神葬井 周围各部都要臣服在摇山部落之下 摇山怎么能干五本买卖啊 可不能这样说 你在这这么甜 摇山部落知道吗 去甜狗 周围往来的人群之中 这声音传到了夏拓耳朵里 让他不由露出了一抹诧异 不对啊 谁抢了他的台词啊 为了让金朵重新进入摇山 他可是准备了两手 这第一手是不惜拿出一株灵药 这第二手就是舆论了 没想到他还没动就有人出手了 望着气势灵灵的摇山山城 他不由得泛起了一抹冷笑 看来这大部落也不安静呢 随之他也没了兴趣再去逛虚市了 而是返回到了十方之中休息 却是迎来了剑灵和巧儿 夏拓我听虚市中的人都在传摇山部落的事情 是不是你 剑灵进到了屋里 就对着夏拓急忙说道 咱们要不趁机动手 行入摇山部落 再等等金朵还没有消息 眼下还不确定你的家人关在何处 三天之后 摇山城内外都陷入了一片寂静之中 盘坐在食堂上的夏拓双眼开合 在他面前的昏暗之中 一道身影缓缓地出现 戴着这个 夏拓从怀中拿出了一块青纱 正是剑灵脸上遮面容的那一副 就在摇山城中西南方向的食院里 到了那里将这个拿出来 这是禁物 是 眨眼间 事物中的人影消失 夏拓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这是鬼违军第一次真正的出手 就看能力怎么样了 入夜 摇山城内十分的寂静 部落里的族兵巡视内外 一处处受火跳跃 一阵清风吹过 在城墙上巡视的族兵眼睛微眯 等到重新睁开的时候 朝着远方走去 而夜幕之下 十八道虚影如鬼魅飘倒 哪怕是在火光中照出来的 都是一片虚影 在夜风之中随风而行 悄无声息 穿过了一座座的食物房舌 来到了一座小石院外 顿时翻墙入院 立在院外守着的两位图腾战士 没有丝毫的差距 只听院中嘎哒一声 实院外面 两个守着的摇山足兵 转头看去 他看到实院里的门缓缓地打开 不由露出了诧异 实院之中住着的这三个人 半夜不睡觉是想做什么 随着两个人推开了石门 顿时感觉面前一凉 接着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从暗夜之中出现的身影 将两个人拖进了院子 重新关上了石门 外面的动静 让食屋中沉睡的身影 惊醒过来 叫大喊 却借着昏暗的月华 看到一块青纱落了下来 灵儿 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 顿时眼中露出了惊讶 轻声呼道 是你吗 灵儿 随着就看到 灰暗之中 两道身影缓缓地显出了身形 全身笼罩在黑袍之中 看不到面目 只有两只眼就露了出来 女人用手捂住了嘴 眼中咬着一抹惊恐 依旧是强忍着问道 你们是谁 下部落鬼为君 奉命接三位离开尤山部落 尤建林的青纱座信物 女人很快就唤醒了在身旁睡着的两个孩子 简一 简儿 快醒醒啊 将两个六七岁的王二唤醒 女人面对面前的身影说道 你将他们两个带走吧 我的力量尽失 跟着你们 会受拖累的 族长有命 都要救走 随之 灰暗中再次有身影出现 得罪了 随之三道身影 将两个小孩和女人分别背了起来 被其他人护在中间 朝着尤山部落南部的城墙而去 好在这里 距离城墙并不远 有着前后预警 很快就翻出了尤山部落 消失在了夜空之中 此刻 尤山部落四长老十殿下不远处的石屋中 金朵正在闭眼调戏 他的气息显得十分紊乱 被三招老抓走 可是受到了不小的折磨 单的一声轻响 随着一个小石头落地 将金朵惊醒 他立刻打开石门朝外望去 却什么都没看到 他却明白 有人在暗中看着他 前夜就是这个人进入部落 找他确定了剑林家人积压的位置 片刻之后 他手中抓出了一柄铜剑 朝着自己胳膊划去 煞时间鲜血流淌 接着他就冲出了山谷 朝着四长老身上跑去 边跑边喊 长老你救我呀 长老救我 守在四长老身下的足兵 全都看到金朵 亮呛着身子跑了过来 等到了近处 这才看到金朵浑身燃血 还带着伤势 这是怎么回事呢 救我呀 有人刺杀我 没多久 四长老就被惊动了 这几日他心情不错 借助着灵药已经打通了两条天脉 更是让部落里不少族人厌恶了三长老 这就是大势所去 和该部落人心所想 怎么回事 四长老救我呢 金朵直接扑了在地 不顾身上的伤势说道 长老我愿离开部落 永远不再回来 这一刻周围巡视的足兵全都围了上来 看着倒地痛苦还流血不止的金朵 一个个眼中露出了惊骇 柄长老 没有发现此刻 长老 还愿意离开部落 放我离开吧 那金朵有没有罪呢 数年来 为了部落夺取了数不清的资源 就是因为得罪了三长老 就落得如此下场 望着金朵痛哭流体 周围的足兵一个个心中泛起了一股冷意 突然有了一种吐死湖碑的感觉 四长老故作大怒地说道 再去找 此刻潜入部落四沙 怎么可能没留下一点踪迹啊 他上前扶起了金朵 宽圣安慰道 放心吧 本长老不会放任此刻如此成绝 连我摇山部落都敢闯啊 他不可能逃得出去 长老 长老 部族西南有两位战士被杀了 什么 文言四长老露出了惊讶 在哪儿 就是三长老囚禁母子三人的地方 四长老朝着西边望去 轻盈说道 好狠啊 围在这里的族兵不下百人 文言其中不少人神色变换 心中不免有了猜测 都散了吧 此刻已经跑了 随之四长老露出了一抹叹息 眸光落在了金朵身上 你就在我十殿外住下吧 部落里的安宁本长老管不了 但是这山的安静 本长老还是能做到 无会让某些人得逞的 摇山部落西方三长老殿 混账 三长老暴跳如雷 下面三道身影跪幅在地 孽孽发抖 好好好 好得很 姚灵我跟你没完 都滚蛋 下方的三道身影如临大射 慌忙退出了石殿 此时摇山深处的山谷之中 黑暗的石殿里 一下子泛起了两道妖艳的紫 听着祖殿外人的回报 姚山二长老面露猙獰 老三这个废物 熟悉之后 石殿中再次沉寂了下来 姚洛谷算你狠 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压过老夫 祖长的位置老夫势在必得 姚山深处乱石之间荒草茂密 夜幕下三尺高的茅草随风摇曳 乱石中隐约露出了几道白骨 上面覆盖着一茬又一茬的荒草根 一二三四五 五茬 诶 听说了吗 昨夜姚山城中啊 可是动作不断 足兵来来回回 听说是尽了刺客了 谁正大胆子 干夜闯姚山墓 是活腻歪了吧 不说姚山大长老姚洛谷 早就是天脉镜巅峰的强者 这剩下的几位长老 也是个个位列天脉啊 谁知道呢 反正怪事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金屋都出来了 唉 还是摆摊吧 连修炼的资源都快挣不到了 还有心情关心即将晋升上等部落的姚山 咱们去哪儿 剑林看着夏拓朝着摇山西侧走去 露出了一抹不解 走啊 去看看你的家人 我的家人 嘴里念叨了一句 剑林的眼前一亮 露出了一抹不可置信的身材 你 三十里外 一条沧水支流旁边 两个八岁左右的娃子正在水边嬉戏 她们正不断捧起水花洒落 阿娘 快来快来 身穿青色皮袍的女子 看着两个孩子在水边嬉戏 眼中不由露出了一抹腥味 难以置信 她们一家三口真的从摇山部落出来了 两个孩子跟她一起被困在小院子里快两年了 她们连食院的门都走不出去 都是体内的血脉害了她们娘几个 阿娘快看 那些人怎么消失不见了 闻言女子朝着周围草地上看去 发现本来守护着她们娘三个的黑袍身影 一个个扭曲化为了一片晦暗 随之消失不见 阿娘 远方伴随着一声呼唤 一匹青蜂马狂奔而来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记 领协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6集 瞎说大实话 下部落 霞光洒落遍布山野 万里山河大地还弥漫着淡淡的白雾 显得无比的雄混壮丽 山脉之中 沉寂的部落即将苏醒 有声声喧闹声响了起来 部落里已经有孩子的身影了 相互之间嘻嘻打闹 撒着花狂奔 紧接着 部落中生起了鸟鸟的炊烟 相比于一年前 部落山下周围的防守又多了许多 陆陆续续有散布族人被纳入部落之中 这些大都是在外散布族兵的亲族家人 将这些人纳入部落 安乐山野深处各域为下部落镇守族兵的心 不必再为家人的生活担心 这一年来的时间看似不长 但是部落里却有了很大的变化 几乎每一天下部落都会有变化 族力在逐渐的强盛 族殿之中 建国村长 十字布店长老提起出现 这在部落中是很少见的 特别是这一年来还是头一次 各位都坐下吧 从族殿外走来的下托 挥了挥手是以诸多长老坐下 屋店入收一门与近生屋时 既然入收店主对部落来说是一件大喜事 坐到上手主位上的下托 出声说道 这真是十分的不容易啊 无店咒无一脉终于摆脱了尴尬的境地 有了挑大梁的人了 谢组长 于忙得起身对着下托适应 各店各卖屋是和部落长老有同等的地位 所以也有踏入族殿的资格 好了 我闭关近一年的时间 部落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说吧 自从从沧水流域 摇山部落归来之后 下托就选择了闭关 充足的兽和供应之下 他的修炼速度很快 如今已经贯通了17条天脉 所拥有的力量已经快接近了50万局 这已经超过了普通天脉巅峰镜战士的力量 当然妖孽不算 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这么的与众不同 反正自己是个天才就是了 天脉镜贯穿天脉 只要自身肉体足够强 资源充足 两者倍儿棒的话 理论上可以一举贯通全部的36条天脉 当然这只是理论 对于很多天脉镜战士来说 每一次贯通天脉 都是一次淬炼肉身的机会 而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淬炼 才能保证自己每一次贯通天脉 而不暴体而亡 眼下下大组成出关了 也不是什么狗屁平静到了 而是没资源了 没错 他修炼几乎将下部落高阶资源给消耗干净了 要不是砸血半唇血的兽盒没啥大作用 恐怕也早就吞噬干净了 此刻坐在下面的胖长老 正在一脸幽怨的看着他 胖哥辛辛苦苦风里来雨里去 为部落义乌南北 竟然让大魏王给吃干净了 呸吃货 战师殿你先说 鸿起身嗡声嗡气地说道 主卓玉发现妖部一座 准龙雀卫协助下已经平定 妖谷妖河送去图腾殿了 石山玉同样发现小妖部一座 被歇统领带足兵给剿灭了 这妖谷送回部落了 另外五大统领麾驾战师都已经扩充到五千人 五位统领的传训希望部落里派出部分石夫长百夫长 帮助他们统领新组建的战兵整合力量 还有五座地域星巨龙的族民 这加起来已经超过二十万 五位统领请示是否召本部迁席 传令五大统领即日起为各自地域镇守 负责静平山野镇守安稳 从部落之中暂时抽掉两百位图腾战士 吩咐武裕 协助五位镇守掌控族兵 各镇守原地扩建城池 吸纳散布族民 稳固了一切之后再说千亿族民的事情 另外 巫殿派出高级巫土 吩咐各城协助 选拔拥有修巫天赋的人 纳入部落 还有遇到极有天赋的娃娃 也一并带回部落里来 是 五大地狱单单是凭借手中的几千族兵 可能无法真正的立得住脚 需要有人共影才行 如今收拢的这些人 完全可以用来狩猎采集 打造一些简单的兵器 这样麾下的战兵才能不为后勤所担忧 能更好的修炼 净平山林 在夏拓的构思中 五大统领下的族兵 除了必要的甲咒和兵器之外 剩余的其他需求都直接在原地过去 否则随着族兵增多 下部落将会被拖垮 说起来 他现在用的法子也和山外的部落差不多 大家都能干 他将山里的小部落都找了出来 让这些小部落聚在一起 供养整个夏部落 反正都是趴在底层人族身上 极限养分 当然他比山脉外的部落多了一些不同 也怀柔了很多 那就是他还需要从小部落中 收拢天赋不错的人 来扩充部落 在汲取压榨底层人族的时候 又给了他们一个希望 可以加入夏部落 和夏部落一样成为人上人 从被压榨者成为压榨者的希望 他也想一下子扩充人口 关键是条件不允许啊 让夏部落一下子成为 拥有二三十万人口的大部 但到那个时候 二十万部中里 十万老又谁来养呢 部落都去养老算了 谁来发展部落呀 放缓步伐 逐渐收拢年轻人 等到部落人口达到了 那么山野中的老一辈 估计也埋入黄土了 到那个时候 整个山野也完成了整合 夏部落完成了新陈代谢 不对 是新老更替 部落族人结构更加稳固 归根结底一句话 他养不起那么多人 这种大实话 我们夏大组长是不会瞎说的 仓服长老 部落荒阳场准备的怎么样了 随后 夏拓的眸光落到了仓服身上 一年的时间 在他的死命令之下 仓服终于晋升到了开山境 他在耳朵上坠着一条黑色的小蛇 只有小拇指大小 在耳朵上面摇摇欲坠 作长 属下前几天还去眷收山林中看了一下 洒落的药草种子已经落地生芽 还有一些已经成苗了 三百多头袍路已经放入林州 想要扩大规模圈养啊 至少还需要数年的时间 部落的换养林占地二十多里 几乎每一次胖哥从外义务回来 都会带回不少的药草种子 撒进去 如今部落里的马群 也纷纷朝着林子中钻 那一个个儿是咧着大嘴畅快地 啃着地上长出来的药草 族殿内夏拓不断询问各殿的情况 这一年来 除了几个腰部之外 部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 整体处于按部就班的发展之中 等到各部长老散去 老风头流了下来 我找来了两个老友 你一直在闭关 所以暂时将他们安置在部落里住下了 吼 夏拓的眼前一亮 对于能够增强部落实力的人 他自然是欢迎的 走咱们看看去 出了部落山朝着北方而去 跨过了山巒进入一座 山谷之中 随着部落人口逐渐逼近了两万人 还有各部殿的扩大 夏部落的足地也在扩大着 反正这里是万古山脉 没有其他强大的部落 族人看住哪里 就选择在哪里建造实殿实屋 进入山谷中之后 夏拓明显感受到了两道浓郁的血气 就在前面了 封老头在前引路 山谷中一座巨大的山洞 凉意飘飘 给人一种十分舒畅的感觉 老封头 今儿个是吃鸡啊还是打凶兽啊 山洞之中想起了一道声音 让封老头是嘴角一抽 顿时大骂道 就知道吃吃吃 从万吃死你 不吃可就死了 接着夏拓就看到一位身穿白袍 曲发揭白面容红润的老头 从山洞之中走了出来 白血老头看到夏拓一愣 下一刻浑身血气激荡大喝道 嘿 吃啊一拳 轰了一下 谁也没想到这老头会突然出手 白老王你干什么 封老头大惊 这个老友的实力他是知道的 当年可是有机会一溃神脏境的存在 就是因为被人暗中下手 体内留下了暗戟 故此才止步于天脉巅峰 比他还要厉害很多 夏拓的实力他是知道的 就算这次闭关之后满打满算 也就贯通十几条天脉吧 就在他要出手的上了 封老头感觉肩头一股俱力压了下来 轻飘飘的就将他给推到了一旁 这 这一刻封老头一副见了鬼的表情 看着夏拓 这怎么可能呢 两个拳头撞在了一起 引起了山中风声呼吓 泵剑的力量使得乱石穿空 夏拓纹身不动 对面的白雪老头却是倒退了三步 哈哈哈哈 好 重新站定身子后的白老翁 眼神之中神光迸发 大笑一声 哈哈哈哈 疯老头你眼光可以啊 难怪窝在这山林里 老头子服了 这个时候山洞之中另外一道身影也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面容中年模样的舞者 看似憨厚 眼角闪烁的荧光却显得很是精灵 在下冤熙英见过组长 这中年模样的舞者姿态放得很低 就连白老翁都是略胜一筹的人 至少也是天脉巅峰的强者 他才打通了32条天脉 实力和疯老头差不多 来到下部落并不是说他完全成福 双方不过是各取所需 他和白老翁不一样 白老翁卡在平静处 这辈子都没有机缘 只能随遇而安 而他却还有晋升的空间 暂时加入部落之中 可以为自己换取修炼资源 夏拓打量了面前两个人 这白雪老头给人一种超然物外 随遇而安的感觉 这中年战士却是一种煞气很重的样子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友爱 陆九 第177集 万古遗迹之城 两位能远赴山野 来我下部落 是我下部落的荣幸 很快收敛了神色的夏拓 对着面前两人抱拳说道 若是两位有需要 直接跟风前辈提及即可 我下部落一定满足两位修炼所需 无论面前两人是什么心思 夏拓都没有在意 眼下双方只不过是各取所需 他们拿了下部落的修炼资源 又怎么能不为下部落干活呢 当然要是觉得下部落的资源好拿 他也没办法 到时候那只能是不好意思了 那老夫就确实不公了 白虚老头笑呵呵的说道 一点都不客气 我看到部落里有一株灵木 可以引动雷电之力 老夫当年受了别人暗算 学校神葬碧盒 一直在寻找灵药 可惜都不得知 不知可否取几片沾染雷电雷霆的灵液 让老夫尝试一下 自然是可以 夏拓没有任何犹豫地说道 此极阳雷木如今有了百丈高 那茂密的枝干更是覆盖了周围百丈方圆的地方 随之他又说道 我会让族人摘下灵液给两位送来 听到夏拓的话语 袁熙鹰眼之中原本露出的羡慕消融 没想到夏拓并没有忘了他 这次接杨雷木汇聚天地雷霆 即灵液脸化入体 可以催炼身体强度 不过正是因为天地雷霆之力特别狂暴 使得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使用 如今夏部落的开山镜 和不分烈石镜的巅峰战士 身上都有一片灵液用来淬炼身体 再多了不是夏拓不给 而是族人没法用 部落之中一声鹰蹄 黑背青仓从天际而来 落到了部落山上 看来族长有事要忙了 老夫也就不多耽搁了 听着鹰蹄中的急切 白头老翁说道 好我会令族人为两位打造石殿 这些日子我才闭关 怠慢两位了 夏拓拱了拱手 看向了风老头 适应了一下朝着山谷外走去 部落山 族殿 龟背玉暗影卫落河拜前族长 夏拓来到了族殿外 就看到了落河在门前等着 眼中有着一抹急切 作为龟背玉 几只暗影卫的掌视者 一般情况之下 就算是传递消息 也都只是让麾下的站起来 于是乎他出声问道 发生什么事情了 族长 绝统领在龟背山下 发现了一座地下遗迹 地下遗迹 是 落河联盟点头说道 这座遗迹占地很大 统领已经将所有知道消息的族兵 都圈禁起来了 特吩咐我过来返回部落 禀告此事 我记得觉 将城池就建立在了龟背山下吧 是 遗迹之城就在龟背山地底身处 夏拓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思索 紧接着 他对族兵外的族兵吩咐道 去将大祭祀和洪长老陆长老请过来 其实不用他说 陆和洪也快到了族兵门口 部落外一遇之地的暗影魏统领亲自返回部落 必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族长 族长 发生了什么事情 红河路匆匆走进了族殿 他们看到了夏拓神色没有交集 不由的心思落了下来 万古山脉的遗迹 会不会是曾经的万古部落的 龟背山距离南部的徒泽荒原不下四五百里 算起来已经算是山脉深处了 夏拓也是这般想法 说实在的 万古山脉因为万古部而得名 但是这些年来 有关万古部的传闻 他们知道的少之甚少 甚至连证明万古部落曾经存在的东西都没发现 燕过流明人过流生 一个部落是否真的存在过 哪怕是覆灭了 总得有点坦坦坦坦 或者是灰烬存在吧 没有 这些年来一直都没发现过 族长阿叔 你很巧儿做什么 看到巧儿到来 夏拓起身吩咐道 咱们即刻赶往龟背山 龟背山 在曾经覆灭的人族腰部的山下 一座石城建了起来 城中时无防舍一礼 人声鼎沸 这门口处人流往来 朝着山野深处而去 在城池的东边 一座占地百丈的大墓立着 一座巨碑在坟头前立着 有黑衣人在打磨着石碑 对于此城中的族人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从他们被强行迁徙到这座城池的时候 黑衣人就在这里打磨石碑了 没有人知道这座大墓中埋的是谁 不过倒是有传言 是黑衣人的亲族 整个部落都埋葬在了这里 还有传闻说 黑衣人的部族是被邪恶的存在给屠戮了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鹰蹄声划破了城空 几道身影朝着石城中央而去 引起了不少舞者的瞩目 如今城中所有人都已经知道 这座城是属于大厦部落的 只有有天赋有功劳 就可以加入大厦部落 没有功劳只能每天这般日出而烈 日落而歇 日复一日地过着 摸血还在抹着石碑吗 驾驭着青仓划破空中的时候 夏拓看到了东边大幕下的黑衣身影 自从上市好了之后 这个家伙就回到了龟北山下 他也懒得管 反正下部落如今也不怕多养一个人 拜见组长 见过两位长老 听到了鹰体之声 使殿外绝早就等着夏拓落下来 跟在他身后的两个身影 分别是两个肩夫长 雅琳和穆小 都起来吧 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 夏拓挥手让前面三位起身 带着他们走进了祖殿 祖长 我已经将遗迹口守好了 这块石碑就是从遗迹中找到的残片 夏拓早早的就看到了石碑中 放着一块石碑 上面依稀还能看清楚一枚枚古朴的字符 巧儿 巧儿应声走上前来 趴在石碑残片上看着 夏拓则是带着绝落座到了石碑之中 这一年来你们干的非常不错 雅琳和穆小两位亲副长功不可没 雅琳和穆小相互对视了一眼 接着齐声说道 谢组长发散 我俩不敢当 有功就是有功 夏拓是以两人起身接着说道 你们两个可是绝统领的左膀右臂 加上还有先进征召的三千战兵 你们两个人一下子全都离开 族兵就没人统领了 这样 你们其中一个先回部落 巫术驱灵阵中修炼半年 争取早日晋升开山径 等半年后再回来替换对方 夏拓看着两个人接着说道 雅琳 你身上的血气质胜一些 你先返回部落修炼 半年之后再来替换穆小 我现在给你们做好安排 穆小你不要觉得我偏心啊 不敢 这一片羊类叶给你 说着夏拓拿出了一枚灵叶 递给了穆小 这一来规备成战兵 确实需要你们统领 都走了你们绝统领就要跟我闹了 都是夏部落的族人 我是组长可不会厚此薄彼 你身上的血气有些发虚 趁着半年用灵液中蕴含的雷霆之力 淬炼血肉 然后再去灵点修炼 看看能不能一举晋升开山径 穆小不敢 夏拓想了想对着一旁的路吩咐道 你传令各遇 集大统领会下千夫长 可以轮流前往部落灵殿修炼 作为一年为部落在外征战的赏赐 是 至于谁先舍后 让他们用拳头说话 是 阿叔 巧儿知道这块石碑上刻的啥了 这时 巧儿来到了夏拓的跟前 翘生生的立着说道 万古伯步 富妖铁骑 第二代山药城城主 万天行 与山外斩杀领主大兄 七彩富山莽 后人立慈悲为绩 富妖铁骑 黑幼山城城主 领主大兄 七彩富山莽 这是堪比上等部落之主 一头就足以覆灭一座上等部落 更是能和人族上部一样聚合众兽 发起兽朝的强大凶兽 真是万古伯步啊 这一刻 夏拓起身来到了残破的石碑面前 这些年来他多么想要知道 曾经的万古伯步的过往 眼下终于是找到了这么一座遗迹 一记在哪儿 说吧 他就朝着绝统领问道 组长跟我来 绝带着夏拓等人朝着龟背山下而去 龟背上形似龟背 等走近了看更香 突起的表面山体上 有一道道纵横交错的石纹 像是一块块的龟甲 走出石垫之后 穿过城中防蛇 一直走到了龟背山下 绕过了大半个龟身子 朝着一片山洞走去 族长 这些山洞啊 本来就有 尤其是日子以来 不断地收拢散布族鸣 城中防蛇一时无法建造好 加上前夕日子应与连绵 姑所命人将散民都暂时安置到这些山洞之中 众人边走绝一边出声说道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散民触动了什么 山洞深处地面塌陷露出一个大窟窿来 随之看守的族兵向我禀报 我亲自下去一趟之后 扛出族殿中的那块石碑 接着 将所有知道此时的散民都关进旁边山洞之中 身在族兵们也都下了禁令 没有传到外面的城池之中 嗯 好 对于绝的处理手段 夏拓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星几人进入了山洞之中 此时山洞中已经架起了寿火 将山洞里照得通亮 绝已经提前做好了准备 火把什么的一应俱全 山洞深处 夏拓看到了地面上黑漆漆的大窟窿 足有石杖大小 边缘裂口处尘牙交错 乱石镶嵌在泥土之中 呼呼的寒风从地洞之中冲了出来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叫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78集 地下城池 阴寒的风气从地面上黑漆漆的窟窿涌出 吹在人身上令人机体发寒 寒毛站立 立在洞口朝下望去 下方晦暗看不到头 就像是一个吞噬一气的黑洞一般 组长 地下城就在下方摆帐处 是一片很大的空间 若不是亲眼所见 属下也是难以置信啊 绝看着黑漆漆的窟窿 眼中闪烁着震撼 哪怕是他已经下去过一次 但回想起来 依旧是震撼不已 简直就是鬼斧神工 是谁在地下修筑了这样的一座城池呢 他没有敢深入 仅仅是落下去 扛了脚下的石碑就上来了 未知是很可怕的 准备火把 随我下去 接着夏拓吩咐道 在窟窿口处 早就已经有垂落下去的藤蔓 随着夏拓一声令下 十多卫图藤战士朝着洞口走来 每个人身上 背着十只狼皮树火把 顺着藤蔓朝下而去 走 看着足兵下去 夏拓抓住了藤蔓 也朝着窟窿下方而去 听着耳边传来的风吓之声 他很快落到了地下 肉眼的周围是一片的晦暗 远方是朦朦胧胧的起伏楼台 而近处依旗可以看到残破的石墙 先前下来的十位族兵 早就已经点燃了火把 在四周立着 火把照亮了小范围的地方 让随后下来的人看清楚了地上 凌乱的碎石石碑踏片 还有残破的兵器 甲咒白骨 反正只要火把的光亮所照到的地方 入眼所及的都是这些 阿叔 这些碎裂石碑都不要弄坏了 巧儿从藤蔓跳下 看着地面上一些还能看清楚的石碑 顿时出声喊道 好大呀 不用巧儿去说 夏拓已经再朝着四周看去 昏暗的地下世界弥漫着一股腐朽 沉寂的气息 每隔时步放一只火把 随着夏拓对足兵吩咐 他朝着前方走去 他们落下来的地方 属于这座地下城的一个角落 而此时四周的石屋石垫 已经倾倒了大半 夏拓踩着碎石看到一座倾倒的石屋 树枝火把照耀之下 将这座大概有十米大小的石屋照亮 透过坍塌的防舌朝着石屋中看去 可以看到被碎石覆盖的树袍 袍子已经腐朽 里面露出了白骨 在这防舌之中 还有各种青铜器 铜斧 铜绝等等 再看一下 接连走过了数座石屋 里面的场景都差不多 一个个白骨骷髅空洞洞的 看上去十分的瘆人 踏入城中的街道 可以看出来 这座城池修得无比的庞大 单单是这样的城中辅道 都有五十步之宽 石道的两旁是一座座的石屋石坊 一声金铁浇鸣 夏拓从地上捡起了一柄铁刀 刀背之上刻画着古老的乌纹 可惜已经是暗淡无光 失去了乌力 地上散落的兵器中 凡是有乌纹刻鲁的 都要收好 到时候交给入手店与长老 让周五一脉好好仓物 说不定可以提高 咱们下部落 刻鲁兵器符咒的水平 是 众人从府道拐到城中正道 入眼的是一条 足有百步宽的石道 地面上每一块石头 都足有两米建方 大小制式都是一样 阿叔快看 林宝阁 巧儿看到了刚刚拐角处 一座五层的石楼 在楼顶上挂着一块石饼 这座石楼是城中诸多建筑中 少有的没有青岛的存在 踏着白骨兵器朝着林宝阁走去 这宽大的石楼镜身足有三十丈 没有出乎预料 石屋之中同样是一片的白骨 正对着石台之后 一个端确的身影坐着 骷髅上的孔洞的眼神 黑漆漆地盯着前方 看来城池师在所有人 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已经覆灭了 鹿眼睛瞄着四周 此刻不由出声说道 不用夏拓出声吩咐 两位族兵上前 在石台之后的石驾 石下之中寻找了起来 两个木盒被从石下中拿了出来 其他的东西早都已经腐朽 一碰就化为了灰烬 只有这两个木盒子没有损坏 咔咔两声打开两只木盒 一个里面放着一枚石壁 一个里面放着一株已经干枯了的血身 早就已经要力流失殆尽 打量了几下石壁 夏拓没有看出丝毫的不同之处 这就像是蛮荒大地上的石头 随意打磨了几下而已 这石壁之上有几枚符纹 巧儿受到了吸引 微微促起了眉头 露出了一抹思索 嗯 奇怪 这石壁上的符纹好熟悉 巧儿轻言着说道 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你就将石壁收起来 回去好好看 很快这座五层石楼就被足兵查探了一遍 发现了三箱子灵精 每一箱子两百克 而剩下的如灵药 克鲁乌斧的兵器什么的 早就已经腐朽化为了灰烬 收起灵石离开了灵宝阁 继续沿着宽阔的石道前行 沿途没有再停留 直奔城池中央的城主府而去 没过多久 一座宽阔的广场 出现在了夏拓等人的面前 广场之上一座巨大的石雕毅历 石雕是一尊骑在通体漆黑 赴满黑林的荒马上的中年战士 手中握着一柄杖矛怒刺虚空 在这石像的背后 是一座庞大无比的石垫建筑群 石垫淋漓起伏 大小环绕着中央庞大的石垫 府外百丈宽的大门两侧 一共立着九根巨大无比的百丈高石柱 每一根石柱上都雕刻着一头怪异的身影 九根石柱左侧立着五根 右侧立着四根 石柱表面雕刻着云纹 在最左侧外面的石柱顶端 雕刻的是一尊长着三根尾巴的狐狸 哪怕是经历了岁月 狐狸石雕依旧是栩栩如生 一双眸子闪烁着清光 大妖三围闭眼青狐 闭眼玄奇魅惑众生 以轻壮人心为实 接着 右侧最外的石柱顶端 是一头浑身覆满了铃甲 六足四夷的怪物 飞夷现世 赤地万里生机济湿 夏拓立在石柱之下 看着上面的云纹还有烙印的乌纹 记载着石柱顶端雕刻的妖像 苍蓝河畔 斩大妖俗雅 立着其中一根石柱下面 他默念着上面刻鲁的乌纹 在这根石柱顶端 一头形如诗 却长有四根獠雅的身影 毫无疑问 九根石柱上面的每一道身影 都是一尊大妖 每一尊都代表着斩杀过的一尊大妖 立在府外的石柱代表着荣耀所在 这一刻夏拓感觉自己手中的珠妖令散发出了灼热 他朝着城主府望去 这晦暗的城中 城主府起伏的楼台之内 仿佛潜藏着魅影一般 无端升起的风啸更是如鬼哭狼嚎 让人倍声寒意 红长老 陆长老 随之 夏拓定了定神 接着说道 你们两人返回部落 红长老 暂时坐镇部落 陆长老 吊准朱雀尾前来 赤炼屋店店主 带着屋店各脉长老 还有屋土一并前来 学统领 除掉你挥下一千人战师 心里地下城池 那些陨落的崴骨收敛好 等到最后安葬 剩下的兵甲器具 还有没有完全腐朽的灵物 都收拢起来 是 夏拓转身 眸光看着几位 告诉族人 清理完成职 族中自有赏赐 若是谁敢乱身手 祖归伺候 让巨带着星发垫起来 凡是有身手的图腾战士 废去修为 巨家逐出部落 是 他说 我呢 我呢 巧儿所看看又瞧瞧 发现夏拓的命令 唯独是把他给落下了 不由得有些不满 巧儿 最重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好 等到屋店屋土前来 你带着他们 将城中凡是带有屋符 屋文 反正只要是有文字记载的东西 统统收好 好 巧儿乖巧的点了点头 记住 有些兽匹卷恐怕早就已经腐朽 一定要重新腾路下来 不要直接用蛮力 知道了 看着众人离开 夏拓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他朝着城主府的大门走去 将一扇石门轰隆推开 尘土飞扬 看着面前一片广袤的广场 厅台楼阁早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绚丽 只剩下了一地的斑驳 他朝着石门之中踏去 伴随着轰隆声 背后打开的石门重新关上了 显然这一路是有进无退 广场的前方是庞大的石垫 也是夏拓迄今为止所见过最大的石垫 如同一座小山一般 匍匐在一座白玉石台之上 迈着台阶十极而上 白玉石台一共三重 大殿在最上方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这白玉石早就已经不再白皙 地面之上布满了一块块漆黑的痕迹 三重百街 他终于来到了石垫之外 这庞大的石垫竟然有百丈高 他需要仰头去看 面对这座大殿 一时间下拓有种自己很是渺小的感觉 他将双手按在了石垫大门之上 一扇石门百丈高 庞大无比 他身上青光浮影 十七条天脉虚影浮现 滚滚战气灌注双手 四十多万军的距离 一下子迸发开来 石门缓缓地被推开 一股腐朽的气息 顺着被推开的石门流淌了出来 石垫之中漆黑一片 然而就在这时 一盏盏烛火亮了起来 从殿门一直亮到了大殿的深处 突然之间的明亮 让夏托还有些不适应 他眯起了眼睛 朝着石垫深处看去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李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79集 乌乃万古薄布 富妖铁骑万天行 数十盏烛火跳跃 一瞬间照亮了整个大殿 一根根大柱子雕刻着古朴的寿文 屹立在寿殿之中 大殿的正上方 一座白玉石床立在一座高高的石台上 这白玉石床雕龙刻缝 浮屠纹路散发着威严 一副漆黑的甲肘 就这样坐在石床上 在左侧是一副兽形甲 同样是漆黑如墨 左侧是一杆石矛 一丈余高 矛头之上还有着斑驳的血迹 夏拓走到了石地 来到了石台附近 他仔细打量着这副甲肘 脸甲被推到了头顶 依稀可以看出来 这是一副猙獰的兽脸模样 这副甲肘还有身旁的兽形甲 包括石矛和府外的那尊石像之上 中年战士所穿的一模一样 紧接着 夏拓就看到空洞洞的黑甲兜熬之中 有乌光泛起 一座虚幻的身影 从虚空之中出现 伴随着强烈的紫盲 隐约之间 他还能听到耳边 响起了轰隆隆 障鼓的声响 巍蛾的气息 让他有一种 受到威灵的感觉 这是一种远超天脉境的力量 就这样 盘坐在石床上的石甲 活了起来 虚幻的影子在甲咒中逐渐凝实 露在外面的机体泛起了古铜色 将整副黑甲给撑了起来 这道身影的模样 和他在府外看到的石像一模一样 那身影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这一刹那 两道璀璨的紫光迸发 在虚空之中激出了两道光束 六千年了 中年男子的声音在大殿之中回荡 毛子中的紫光流液散发着沧桑的气息 尽管中年男子收敛了气息 夏拓依旧感到一股浩瀚澎湃的伟力 压在了自己身上 这实在是太强大了 这伟岸的压力无处不在 从四面八方拥挤而来 压得他都快喘不上气了 你来自哪里 紫色的光束落到了夏拓身上 四周挤压的伟力一下子消失殆尽 让夏拓不由松了口气 人族的强者终于感慨完了 注意到他了 接下来就是按步骤来了吧 这一场景他熟悉啊 前辈 晚辈是万古山脉土生土长之人 万古山脉往上推六百年前 最强大的部落是大千部落 是一个中等部落 晚辈算是继承了大千部落的一些传承 如今部落也算是位列中等部落 晚辈偶然间得到猪妖令认主 这些年来也在山野深处斩上了一些小妖 都是幽幽大妖血骨所化 这幽幽血骨化身万千 潜藏在山野深处 以人族部落作为寄居 如今万古山脉乃至山外的徒泽荒原 大部分部落都不知道妖的传闻 而万古部落的足迹更是早就已经失传 少有人知道万古伯部 为了免得前辈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还没发问 夏拓就已经巴拉巴拉的 如竹筒倒豆子一样 把自己知道的一狗脑说了出来 这毕竟让前辈问 不是麻烦吗 大妖幽幽 一刹那她感到耳边响起了中年男子的声音 下一刻 消失的伪力再次降临 悠悠 你好狠 一时之间 夏拓感觉自己的双耳已经失聪了 眼前被铺天盖地的紫光所充盈 她隐约间看到床上坐着的食影 背后出现了一道紫气狼烟化为了一杆绽毛 欲要刺破天穷 就这样 夏拓缩着身子等待着狂风暴雨过去 按照常理 等到前辈怒完 接下来自己就应该接受传承了 两久之后 大殿终于平静了下来 你不怕妖吗 一个机灵夏拓反应了过来 连忙说道 前辈 晚辈不怕 中年男子看着夏拓的模样 泛起了冷意 咽了口唾沫 夏拓心中一喊 这怎么回事 流程都对啊 接下来不就是自己接过传承 前辈感慨后继友人 自己需要增强实力 前辈需要找到传承人 一拍即合 两者满意 皆大欢喜嘛 嗯 那个 晚辈怕得要死 感到自己全身寒忙站立 好吧 下组长怂了 哼 我也怕 石床上盘坐的身影 话语想了起来 但死在我抚妖铁骑手中的大妖九尊 其中神葬巅峰六尊 神通井三尊 小妖无数 这妖想要晚辈死 晚辈不想死 所以晚辈选择让妖死 夏拓老老实实的回答 一副我很乖的样子 可惜边黄沉沦 隔断王庭 主妖令已成为一块空牌子 顽谷不在了 大妖还在 这副价给你了 希望你可以多活些日子 夏拓看了看自己 就这么不被看好吗 慷慨激昂的话不说也就罢了 好歹鼓励鼓励啊 这也算啥呀 算了算了 自己鼓励自己两句吧 也算是在前辈面前表表决心 那 那个晚辈尽力不负 富妖铁骑的威名 让富妖铁骑之名 再度传遍变荒 富妖之名已出 你会死得更坏 死得更惨 呃 深吸了一口气 夏拓想了想说道 前辈 城中的东西足够晚辈发展部落了 这副甲 反被自己留着吧 不然连点陪葬品都没有 多吊身价 哈哈哈哈哈哈 文言中年男子大笑了起来 整个大殿之中都响起了笑声 浩瀚的紫光如云翻滚 直接遮掩了整个大殿 有趣 这副甲给你了 万古富妖铁骑总横八荒 八十一位弟兄 一战富大妖画蛇 存五十七骑 二战兵荒藏身崖 战大妖崖鱼 存三十六骑 七战战大妖湯崖 存六骑 八战战大妖四亿飞夷 存两骑 九战战大妖闭眼三位青虎 接网 那 前辈 万天行事 这是 夏拓下意识地问道 这一刻 夏拓看到了瘦脸都熬中的中年男子 面容泛起了荧光 一张张脸颊不断的变换 眼睛 鼻子 嘴巴 脸颊如幻影般胶织 最后 融合了所有的幻影 化为了中年男子的模样 八十一富妖铁骑 最终成了五 中年男子眼中闪顾了一抹凄凉 神情变幻之间难以言表 助万古之族逆天而行之 万天行 这是万古伯部末代祖主赐下的名字 五 万古伯部 富妖铁骑 万天行 这一刻 中年男人起身 黑色的甲皱之下 透出了耀眼的紫光 沧桑古老的气息充斥虚无 鲜化出了一缕缕的金灰 黑色的甲皱之上浮映出一枚枚虚幻的符纹 每一枚都如同紫色的游笼奔腾 穿梭于云雾之间 这架留给你 腰血染身 赤死方休 我还是想要你记住 活着才有可能 若将来有可能 斩大妖幽幽 寄我万古两百族血 族长 若有来世 五万古绝 灵氏 风啸 万古灵 东长风 古浩月 圣玉 随你再斩大妖 杀个痛快 在夏拖的眸光之下 黑甲之下的虚影如泡沫般崩碎 化为点点光雨 每一地光雨之中 都浮映出一孙黑甲战士 其在同样复着黑甲战士的战旗之上 手中战矛 摇指虚空 都熬之上黑洞洞的眼孔之中 迸发出了浩瀚的战役 主要 主要 恍惚之间 咆哮声如天雷乍响 震得夏拖耳中轰鸣作响 久久不绝 没有了战魂之称的黑色甲咒 此刻一片片落了下来 堆积散了一起 一股悲凉之感 在大殿之中弥漫 夏拖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上前抓起了黑色的甲咒 一股冰凉传递到了身上 顿时一枚枚乌虎显化而出 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是富妖铁器修炼之法 不灭战魂 良久 夏拖的眼中泛起了荧光 战魂逝逝 却留给了他传承 一时间 他的心中又沉重了许多 他不是一个人 挥身后 他退后了几步 朝着石床上的黑甲 扎毛弓身一理 方才将其收了起来 转身朝着大殿外走去 等到他走下了白玉台阶 背后轰鸣如雷 漫天尘土飞扬乱石飞溅 大殿塌了 踩着背后滚滚而来的烟尘 夏拖走出了城主府 他看着立在两旁的石柱 上面十颗妖影 一个个都在对他呲哑 族长 城主府的动静 引动了城中下部落族人的注意 乔儿和绝慌忙跑了过来 看着夏拖安然无恙地走出来 不由地放下了心 阿叔 你怎么了 乔儿歪着脑袋看着夏拖 他感觉族长阿叔的心情很不好 轻轻拍了拍乔儿的脑袋 夏拖朝着前方走去 这座城早就已经没有了生机 富妖铁骑之所以一里藏魂流了下来 就是为了传承下了修炼之法 这是万古部落当年的猪妖法之一 若是失传了 对于边荒域来说将会又少了一分振心的希望 清理得如何了 转过头夏拖对着绝出声说道 我已经将千人战师掉进了城中 不过巧儿说 城中有不少遗留下来的兽疲倦和符文 怕族兵笨手笨脚的都给毁坏了 所以我让他们先清理城中街道 还有在各处点燃火把照亮城池 等待屋殿中的族人到来 记住 这座城中的东西对于咱们部落发展很重要 首要保证城中遗留下来的记载 说吧 她的眸光又落在了巧儿身上 巧儿 你负责带领巫殿 巫室巫图 整理好这些传承 知道了 巧儿乖巧的点了点头 眼中的黑眼珠一转对着夏拖说道 阿叔 我想起这块石壁上的字符和哪里一样了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李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一百八十集 一记收获 胖哥哥在外带回来的石楼 上面铭刻的乌文就和这块石壁上的符文一样 巧儿的小手之中抓着石壁对着夏拖说道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嗯 巧儿想了想回答道 阿叔 巧儿还得花一点时间才能知道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哦 夏拖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徐统领 让人尽快将城池清理出来 砍伐山中巨木制作的箱子 将东西装箱运回部落 是 没多时返回部落传令的路 带着屋殿和一众准龙雀卫到来 一年以来准龙雀卫中的数量一直处于上下波动之中 这是因为在不断的淘汰 部落中依旧有新建的图腾战士加入进来 当然新建的图腾战士在准龙雀卫中一般都待不到三个月 就会被人挑战顶替出去 他之所以让刚晋升的图腾战士的族人加入准龙雀卫之中 主要是想让这些小家伙提前体验一下厮杀 也给他们一个修炼的方向 如今看来效果还是不错的 刚晋升的图腾战士在龙雀山谷混了三个月 就被其他族人挑战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踢了出去 然后大家都咬牙切齿的修炼想要找回场子 准龙雀卫中的近三百图腾战士 可以说是下部落图腾战士的精锐所在 相比于部落五位统领手下的族兵 他们对于部落更加的忠心 对于下托的命令也更加的遵从 乌殿上百位的乌图在族兵的协助之下 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才将整个地下城池中 所有带着文字刻画的东西全都塌印了出来 单单是兽皮卷就用了9300多张 可以说是耗干了部落里这些年来储存的兽皮卷 作为纸张记录的兽皮卷 需要经过去毛 板形 销制 阴干等多道步骤 遮延引起了白桥殿主墓 亲自找到了下托 问乌殿是不是拿着兽皮卷当柴火烧了 这些记载可以说是让下托如获至宝 这其中包含了山川大地 修炼典籍 草木重鱼 巫术咒语 兵器甲咒 铸造冶炼 剑宝风雨 水域图露 妖文意识 天地异象等上百个主类 接着 足兵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才将城池中残留下来的兵器 铜器 笔器 玉石等 整整装了2000个大箱子 除了这些东西 还有灵精22箱 每一箱300克 残破的灵精碎片不下万片 残破兽核30箱 至于灵药 则大都已经药力流失殆尽 只留下了一些种子 不知道还能不能培育出灵药来 最后收敛起来的尸骨全都丧在了一起 归备城中 骄傲 私藏灵精两颗 废去图腾战士修为 居家 逐出部落 鸾 私藏灵精碎片 废去图腾战士修为 妻子 逐出人殿 居家逐出部落 自生自灭 山鹰 私藏灵重 巨带着刑罚殿的战士 将一道道的身影 从猎阵的足兵中抓了出来 凡是试图反抗的 直接拉下 这一刻 所有人都盯着他手中的受疲倦 心中泛起了寒意 通灵 千副长 救俺呢 俺知道错了 看着足兵被一个个的拖出来 立在一旁的爵 神色平静 看似看不出来什么 嘴角却在抽抽 开始之前 足长不止一次下令 凡是私藏者皆逐出部落 依旧是有不怕死的 还敢伸爪子 刺激找死 那有什么办法 这些人中有的来自散步 有的来自下部落本部 让他记得是本部中的战士 本来部落里每个月都会下发修炼资源 还会供养亲族 如今虽说他们远离部落在山野之中 但修炼所需并没有短缺 家里的娃娃在人殿之中接受培养 以后成为烈石镜 甚至更强大的图腾战士都有希望 还他妈不知好歹 明 四藏兽和 逐出部落 其子一并逐出人殿 修念完兽皮卷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 一共是五十六人 其中图腾战士二十一人 他挥了挥手说道 都带下去 哦 绝统领 阿恩告辞了 修对着绝拱了拱手 他也知道此刻决心中必然是很不待见他 也不留在这里招人讨厌了 不送 绝冷着脸看着修离开 转身朝着面前立着的足兵看去 随之挥了挥手 自己则是朝着石垫之中走去 自己手下的兵手脚不干净 在五大镇手中可算是丢了人了 听说绝没有管好自己的兵 一个个爪子伸的老长 城中石垫摇对着下面的牧师前夫长 和另外三位代前夫长说道 传令下去 告诉所有族兵 谁敢违背族中诏令 不用族中刑罚殿前来 老子先剁了他 免得自己犯错 还连累自己的亲人 是 等年纪的时候回不落 一定要好好说道说道 真期待看绝那场 气得通红的脸啊 石山称 绝统领大义 不惜用自己做反面来警示众人 真是让人佩服 蝎点着头 随着眼中变得凌厉了起来 传令下去 让每个人都给老子管好狗爪子 还有谁不遵循族规 老子直接将其干掉 免得给俺丢人 下部落 乌殿几大分脉十殿之中 近两百位乌徒忙里忙外 一只只兽皮卷子从乡中拿出来 重新腾写分类 这些从地下城中踏下来的记载 按规矩都要传送进传承殿中一份 剩下的按照分类分别交给族中各部殿 死屋殿之内 红长老传令下去 绝通令发现一记城池有功 刺开山径 生息乌丹三枚 其余从仙副长以下 刺一个月修炼资源 是 夏拓挥手让红长老退下 他起身朝着下园而去 这发掘出了万古部落一座地下城池 整个部落都忙了起来 也就是剩下他最清闲了 各部殿需要将得到的传承给整理出来 然后好好消化掉 这一次可以说是意外之喜了 比当初从大千部落得到的传承 不知多了多少倍 这还是当年万古部落治下的一座山城 难以想象当年万古部落是有多么强盛 夏云中 陆长老悄然进来 随着打开的天脉越来越多 他身上的阴寒之气也越来越重 如同一团阴云飘进了云中 组长 贵备山下的遗迹入口已经封住 我派出了一对暗影卫守着 想了一想 夏拓挥手说道 让你的暗影卫退回来吧 我另有安排 我让你查的腰部可查清楚了 已经查清楚了 位于竹卓域和红桑河域交界的群山中 有不中三浅 所化妖灵实力恐怕不下于天脉境 要不要我亲自前往 文言夏拓摇了摇头 这处腰部他大有作用 接着说道 这座腰部我另有计划 羽霸 夏拓从猪妖令的储物空间之中 拿出了一只墓盒将其递给了陆 族长 这 陆打开了墓盒 荧光照亮了双眼 是灵精 这是二十枚灵精 你拿过去好好修炼 族长 属下用灵精修炼有些浪费了 陆眼中还是有些痴疑 他也是在图圆荒原外行走的 自然知道灵精的宝贝 这笔唇血兽盒都要珍贵啊 资源就是用来修炼的 不然灵精再好 又有什么用呢 夏拓摆了摆手 示意陆将灵精收起来 好好提升实力 才是硬道理 等到陆走出了十元 夏拓轻轻拍了拍手 在他面前的虚空扭曲 如同水面泛起了涟漪 一道道身影 跪浮在地 鬼围军 一年未有出手的鬼围军 气息更加的飘渺 旭轨被扇的一记城入口 凡是想要闯进去的 是啊 是 虽知跪倒在地上的身影 一个个消失不见 用足兵守着地下城入口 根本就不现实 反而会引起很多人的好奇 还是弄成一处凶境才好 也免得有人再去了 不多时 云自外传来了脚步声 三道身影走了进来 三道身影身上流转着淡淡的清光 这是开山镜才有的内息流液 属下见过组长 三个身影来到了夏拓面前 纷纷攻身说道 这是准龙雀位中三位开山镜的统领 在充足的资源供养之下 准龙雀位中近三百位图腾战士 八成以上都拥有了四千军以上的力量 烈士镜巅峰的比比皆是 这从侧面也印证了 固定所配置出来的血气散和凝气散的重要性 理论上 只要资源供应不限量 加上可以完全淬炼要力 力量提升是很容易的 这一年来准龙雀位可以说跑遍了不少地方 和陆道 人足 腰部等等交手 也算是见过些了 虽然距离他的期望还差了一点 不过却也称得上是下部落最强的战兵了 即日起龙雀位一分为二 一为龙雀位 二为龙雀位替补 是龙雀位战兵的补充 凡龙雀位战士陨落 从替补中挑选足兵补充 组长 兄弟们都厮杀一年了 都渴望成为真正的龙雀位 谁上谁下不好决断啊 温言下托的声音在下云之中响起 在鸿丧河域和主卓河域交界之地有一座腰部 你们即刻出发 将这座腰部中的腰盒带回来 到时候谁上谁下即见分晓 本集播讲完毕 先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贤演播燕西楼 微良有爱陆九 第181集 龙雀位 寒山腰部 群山之间一座部落立于两座山之间的峡谷之中 那高大的石墙上避着穿着甲州的族兵 看向远方的毛子之中泛着阴红 这座部落就是暗影卫所发现的人族腰部 这个部落不重 看似不比当初龟背山下的部落族人数量更多 但是从部落建制和防守严密程度之上 比之龟背山下的腰部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十里之外 近三百位图腾战士 已经隔着茂密的林子 朝着这座部落的方向望了过来 盘山和另外两位开山径的统领立在所有人的最前方 族长有令 这是咱们第一次单独覆灭腰部 更是咱们真正成为龙雀位的一战 部落不会具予咱们其他的帮助 生死有命 若想退出 现在说出来还来得及 盘山低沉的声音在林子之中响了起来 传进每一位图腾战士的耳朵之中 熟悉之后 整个林子之中只有浓浓的喘息声 却无人出声说要退出 既然没有人退出 一旦杀进腰部 那么胆敢不战而退者 杀 不战而逃者 杀 领头的三位头领握紧了手中的兵器 凌裂的杀机泛起 勾动了手中兵器的嗡名 出发 出腰 一瞬间 近三百位图腾战士 换为一道煞气洪流 朝着十里外的腰部而去 没有丝毫的遮掩 沙鸡盈盈 气势如虹 相聚一里 雀起轰鸣 腰部察觉到了来自山林深处的沙鸡 然而 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 山林深处一道道紫色流光刺破了虚空 朝着腰部之中坠落下来 轰鸣之声炸起 数百只紫云剑奇射 直接落入了腰部之中 化为了轰鸣 炸开的气浪席卷着四周的防射 泵剑的乱石穿空 一道道身影 直接被击破了身子 化为了断臂残肢 杀 猪妖 李许的距离对于图腾战士来说 根本算不上什么 短短十多西已然跨过了山林 手中的铁台弓争鸣 三轮剑鱼之后 趁着腰部之中轰鸣的功夫 已经杀到了腰部之外 三轮 近千只紫云剑遍布腰部 直接让腰部之中的防御陷入了瘫痪 数不清的身影 直接在爆炸之中粉身碎骨 短短十几西的时间 部落之中食物倾倒 数不清的身影被炸成了血雾 一句句身体四分五裂 将大地染红 宛如人间炼狱 近三百位图腾战士 沿着炸开的城墙 进入了腰部之中 浓郁的血色 开始在部落上空浮泻 腰部里 早就已经被腰迷失了心智的族人 哪怕是在爆炸的气浪之中击中 也不顾浑身的伤痕 从地上爬了起来 朝着下部落图腾战士 就扑了过来 整个腰部之中血浪冲天 浓郁的血腥气息化为一道道气浪席 迎着图腾战士而来的 是五位身穿黑袍的身影 他们浑身泛着妖艳的血色 周身隐约有着血色气流环绕 一双瞳孔闪烁着阴红 开山镜 五位开山镜直接堵住了图腾战士的攻势 哪怕是刚刚的紫云剑爆炸 将数不清的身影给炸的粉身碎骨 但是此刻从周围上来的身影 依旧看上去像是人山人海一般 挥手之间 斩掉扑上来的身影的磐石大喝一声 刹那间他从背上拔出了一柄短枪 在他身后是上百位的图腾战士 同样拿出来短枪朝着迎命而来的身影投去 他们三百人从杀进妖部的时候就没有散开 最外围的图腾战士负责挡住四下冲过来的身影 而中间的上百位图腾战士 则是负责击杀妖部中的强大战士 刹那间上百根短枪横击呼啸而出 朝着迎命而来的五道身影坠落 躲闪不及之间其中三人直接被短枪扎了个通透 那周围的妖人更是钉死在地上大片 剩下两人直接融入了人群之中 一道道剑雨不断刺穿虚空 每一根都会带走一道妖人的身影 出枪! 一位开山镜的妖人从人群之中扑下 金朗大吼了一声 紧随着在他周围二十多位图腾战士 齐齐动手朝着坠落的妖人 这是他们长久一年来所养成的默契 开山镜战士最强不过万君之灵 和二十位烈石镜足以抗赫 扑下来的开山镜妖人直接被树杆大枪刺穿了身子 然而他血色的同仁之中看不到丝毫的痛楚 反而泛起了残忍 他大手横击 金狼躲闪不及被其间撕裂了身体 这一刻不知是谁怒吼了一声 大枪再次横击 将开山镜的妖人击破而出 将其身躯彻底撕成了碎片 周围的妖人不断地扑了上来 他们没有疼痛 没有对于死亡的恐惧 那泛着血色的毛子之中只有残忍 哪怕是被长枪贯身 依旧披落手中的兵器 荆铁甲在身挡下了一次次妖人的劈砍 却挡不住一拥而上的身影 妖人实在太多了 从老人到孩子 从妇人到青壮一拥而上 在外围的身影 不断有人被拉进妖人之中 部落深处想起了嗡鸣 围在周围的妖人受到了号令 开始转换阵型 燃血的废墟大地之上 残肢断壁鲜血蹦见 血水化为一道道的血流 在乱石下面的大地之上 蜿蜒流淌 勾化着血纹 杀 杀进足地 逼出妖灵 攀山大喊 此刻腰部之中的身影不足千人 但是图腾战士却也折损了数十 一旦被妖人拉圈了妖人群中 纵然是由甲咒守护 却也无法挣脱 这一刻 四周环绕的妖人一个个发出了咆哮 他们撕扯着自己的胸膛 任凭血水流淌 一个个眼中闪烁着狂热 每一个人身上血如泉涌 融入地下 勾化着血纹 浓郁的血腥气心弥漫之间 血雾生腾 不断显化出魅影 见到了这一幕 磐石大喊了一声劣震 身后染血的图腾战士 紧紧地握住了手中的大枪 兜熬之下 黑洞洞的眼神没有惬意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面对妖 妖纵然是诡计多端 却也是有实体的 血肉之躯也会被金铁撕立 铁甲向动 最外围的图腾战士 手中大枪横空虚指 而内部的战士 铁台弓取下 紫云剑闪烁着紫盲 戒 一阵阴风席卷起了 漫天的血雾气朗而来 顿时图腾战士之中 紫云剑迎着气浪激舍而去 轰鸣声在虚空中 刺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虚雾中出现了一道黑影 吞吐着漫天的血迹 一双眸子之中泛着冷意 下一刻 黑影融入了血雾之中 演化出了一头血色的妖影袭来 蛤 磐石握着大枪迎着妖影而出 在他背后长枪如临 每一位图腾战士胸膛至上 置放着清光 仿佛将所有人 都融为了一个整体 上百杆大枪耸力 最后在磐石手中 化为了一道青色的匹链 将袭来的妖影给撕扯成了两半 然而这一刻 妖影横击 其把位图人战士 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就被妖壮撕裂了铁甲 血色飙飞 其中三道身影被扯出了阵形之外 杀 这一幕让剩下的图腾战士怒吼 大枪击举 图腾青光如焰火一般聚成了一片 在磐石的驾驭之下 直接朝着妖影而去 漫天血气被击破 妖影躲闪不及 整个身子被青色占起击中 重重地砸进了食指 吱得一声刺耳的声音响了起来 整个部落的血气 汇成了一道血色的漩涡 被妖灵掌控 紫云剑 而就在下一刻 汇聚的血色漩涡 被数十只紫云剑击破 重新化为了汹涌澎湃的血浪 在部落的上空席卷着 看到公鸡再次被击破 妖灵眼中泛起了争吟 他摊开了双手 一道道血盲作为 躲闪不及的十多位图腾战士 直接被击飞出去 血骨蹦解 刹 刹那间 从图腾战士身上泛起的青光 化为了一道枪影 横击白影 将漫天的血气给击破 最终是化为了一道流光 直接击进了妖影的体内 一瞬间 漫天的血气维之一致 仿佛停止了流动一般 妖影颤动着 身上一道血洞延伸 可以从前往后看到 后方的山林景象 妖灵一下子就坠落到了地上 鸡 头疼战士们没有犹豫 他们抓起了手中的枪 横击而出 眨眼之间 妖灵坠落的地方被扎成了马蜂窝一般 此刻毅力之外的山巅 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的立阵 夏拓立于山顶巨石之上 方圆树里山林景象尽收眼底 夜里之外的腰部之中血云翻滚 化为幽幽的虚影 而后被再次击破 他都看似眼中 盘山带着图腾战士 将这个部落之中的幽幽给击杀了 组长 毕竟咱们缺少核击的手段 以图腾神形为核击的媒介 也是刚刚才掌控 能够覆灭一座腰部和腰灵 盘山统领他们已经尽力了 陆立在遗仗之外 同样看着山谷下方腰部之中的场景 此刻看到战斗结束 不由得出声说道 他感受得到夏拓心中沉寂着压抑 显然对于这一次 作为龙雀未成军考验的战斗 并不满意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周爱 陆九 第182集 龙雀血池 山顶之顶 听风呼啸 夏拓长长的吐出了一口气 收敛了心神 或许是他期待的有些高了 夏部落才立足几年呢 说起来各种战法武技什么的都是野路子 这一次覆灭腰部 盘山带领的图腾战是折损不少 其实这种折损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龙雀未将来可是夏部落的一柄尖刀 他不能一直跟在身后 总不能日后真的遇到大妖的时候 再去磨练吧 到处叫避剑血 包括敌人的血 还有自己的血 静静地看着山下腰部之中弥漫的血气 看着盘山带着人收敛同胞的尸骨 等待一切都处理好 他才带着路朝着山下的腰部而去 族长 燃血的大地 满地的残枝断壁 还有圣人的白疆和头骨捏脸 踏着血骨 夏拓走见了腰部 看到夏拓到来 一位位图腾战士 纷纷挣扎起身 朝着他看了过来 族长 盘山和另外两位统领 绝民 苍石 迎了上来 三人都受了不轻的伤势 特别是盘山 多次汇聚全部图腾战士的力量 对于他的身体是一种消耗 战士的尸骨都收敛好了吗 族长 盘山出生 预计高亢 289位 准龙雀位 陨落63位 重伤102人 覆灭腰部一座 斩杀腰灵一尊 这是腰盒 献给族长 夏拓 从盘山手中接过了腰盒 接着出生说道 陨落的族兵 族中供养其亲族 每一位都将力背留名 他们 都是龙雀位的初代战兵 谢族长 带上族人 回家 说吧 夏拓转身走出了腰部 很快的 图腾战士相互搀扶背着走出了腰部 在后面 则是一品的火海 将腰部彻底化为了灰烬 五天后 下园 磐石绝冥仓十三人出现在了园中 族长 传练下去 三羽覆面腰部的所有战兵 皆正式地成为大下龙去尾 参严三人眼中露出了喜色 这一年多以来 族长始终没有将这个称号刺下来 所有的人都蹦着一口气 眼下终于可以放下心了 伤势都好了吗 随着夏拓发问 盘山三人的脸色变得有些沉重了起来 族长 有十三位族兵 以后无法再参加征战了 龙穴卫归队者还剩下213人 一年之前我说过 龙穴卫真正的战兵只取200人 夏拓看着面前的三位统领 接着说道 剩下的213人中 会将挑选出13人 族长 族长 你刚刚说都是龙 被夏拓看了一眼 三个人不敢说话了 挑出来的13人也是龙卫尾 是 没有遮掩 夏拓接着说道 我给你们找了一个修炼的地方 过段日子 你们将会接受更加血腥的磨炼 直到达到我的标准 才能重新的走进山川大地 族长 难道我们还要外出和陆道厮杀吗 眼下你们的任务就是杨好商 三位统领相继离开之后 夏拓对着立在院外的族兵说道 去将龙长老 罗店主 大祭祀 仓妇长老请来 没过多久 四道身影匆匆赶了过来 族长 族长说 都坐下吧 夏拓挥了挥手 眸光盯到了龙长老的身上说道 我让你重新熔炼的百炼金铁甲 和长枪弓弩怎么样了 闻言龙长老一个机灵 眼中闪过了一抹惊骇 族长 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诡异的事情 走 夏拓起身朝着筑器店而去 四个人没有犹豫地跟在他的身后 筑器店山谷最深处的一座小山洞之中 山洞外面有足兵守着 除了夏拓和龙长老外 其他人都不得而入 族长你看看吧 灰暗的山洞之中泛着一股股淡淡的血光 勾勒着一道道的身影 两百副百炼金铁甲 熔炼入族长所带回的那副黑甲之后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夏拓走进了山洞 他看着一副副甲皱没有血肉支撑 却凭空立着 淡淡地流转着血光 头盔之中黑洞洞的十分的善人 族长 这就是副妖黑甲吧 罗的眼中露着兴趣 他瞳孔之中黑光流软 看到甲皱上流溢出来的血光处有符文闪烁 仿佛是要将心神都给吸进去 是魂窝佛 顿神罗的眼中大惊失色 这是一种十分恐怖霸道的误问 可以汲取人的命魂 相比于罗的惊讶 夏拓神色平淡不惊 富有铁骑的黑甲给了他 他命筑器店给融了 融进了两百副黑甲之中 当年万古部落打造了富有铁骑 而他要亲手打造出打下龙雀位 乔儿 这些甲皱上的符文还处于半程状态 接下来就需要你来靠路了 乔儿这一次没有立刻答应 洁白的眉头肃起 富妖甲皱在从地下城池带回来后 上面的符文他就已经临摹下来了 恐怖的是 这种符文需要鲜血来酝养 没有足够的血就会汲取战士本酸的血气 而且一旦穿上黑甲 那么除了死亡 这副甲是摘不下来的 我已经传订绝统领在地下城池之中打造血池 也让他带领族兵狩猎山野之中的凶手熔炼血池所用 筑器店 污店 准备的怎么样了 罗的眼中闪烁着一抹兴趣 他没想到族长竟然有这么大的魄力 真的要打造富妖铁骑 当然 如今应该叫做大下龙却位了 我已经抽掉了一百位乌铁 其中高级乌铁五人 由筑油店灵长老带领 进驻地下城池 工长老也露出了一谋苦笑 族长之令自然是不可为的呀 族长 我也在筑器店抽掉百位工匠 进驻地下城 准备打造兽甲 族长 擎封马体内拥有稀薄的龙血脉 若是可以激发出来 完全可以成为龙却位的坐骑 随之 仓服也出声说道 眼下部罗圈养寿场 已经在步入正轨 属下愿意带领一部分御寿店族人 也前往这地下城池 尝试为龙却位培养坐骑 接下来的十天里 下部落之中不少族人陆陆续续的离开 大都是族中的亲族不在的人 在夏拓的命令之下 进入了龟背山下的地下城池 部落里的人大都不知道他们 到底去了哪里 龟背山 地下城池 城池中央原来的城主府的位置 早就已经清理了出来 在原来的府殿白玉石台的台基上 重新建立了一座庞大的石殿 殿内是一座千丈大小的白玉池子 罗立在池子中央 手中摊开了一张兽皮卷 那兽皮卷上写满了乌文 在他的周围是乌殿的乌图 正在池壁之上刻画着乌文 他接着出声说道 这里不对 勾连的符文相背 清理掉重新刻画 顿时两位乌图直接将 丈许大小的白玉石给掀了出来 很快的换上了一块新的白玉石 重新刻画乌文 石殿不远处一座石方之中 热浪冲天 炉火泛着幽兰 弓匠正在开炉城试着打造弓箭 看看以炉火是否能够达到标准 另外一座石屋之中 巧儿拖着下巴正在看着兽皮卷上的乌文 最终不时地念叨着晦涩的乌种 隐约间面前的虚空之中涟漪扭曲 符文跳动泛起了血光 一声激烈的叫声在城中的一座石屋之内响起 盘山坐在一个大大的木桶之中 面容之上泛着争鸣 木桶内外刻露的乌文如同游动的小蛇在游走 木桶之内腥红的血水潺潺 如同被煮沸了一样冒着热气 那乌文顺着血水朝他肌体上爬着 如同复古之躯 让全身血管暴起清净湛路 夏拓看着木桶中的盘山 灵站在他的身后 身旁的石岸上放着各种疗伤的乌药 还有灵精等等 随之准备救治盘山 摒弃宁神 银体内站起融入浮纹 夏拓大喊了一声 令将要陷入浑浑噩噩的盘山 身体一个机灵 顿时浑身虚浮的气息再次凝湿了起来 这一刻随着乌文的刻画机体 木桶中的血水 肉眼可见的速度消耗着 来人 石屋外两个足兵提着木桶而来 新鲜的兽血朝着盘山身上倒去 一时间身上冒起了白气 如同陷入了滚滚火焰熔江之处 半路出血水的胸腾处 图腾烙印绽放出了清光 将盘山笼罩了起来 看到气息稳定了下来 夏拓走出了石屋之外 决赛门外立着 瞪着眼睛 组长 我已经令红长老从族中抽调了一千人战师前来 到时候都归于你的回想 加上你回想的一千人战师 这两只千人战师的任务 就是猎杀山林之中的野兽 魏龙雀卫补充血气 是 接下来收龙的散步 直接拉进这座城池之中 魏龙雀卫处理各种深厚的事情 是 看着爵匆匆离开 夏拓长长的叹了口气 为了两百龙雀卫 他算是发了痕了 调集了百位乌图两千人战师 接下来还要收纳两三千人 来到地下城中 成为龙雀卫的后勤人员 给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险演播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83集 人甲合一 阿叔阿叔 巧儿已经领悟了 试血 诗魂 容魂等几种污文 巧儿从远方来到了夏拓的身边 眼中带着清分说道 如今巧儿在夏拓看来 早就已经超脱了住屋的范畴 屋的由来 最主要的是祭祀图腾 后来才逐渐演变成各种分支流派 巧儿最开始就是修行住屋术 接着开始涉猎各种各类的屋术 而且十分的得心应手 并没有出现什么不适 来到夏拓的跟前 巧儿扁了扁小嘴 有些迟疑地说道 阿叔 这几种屋服都很恐怖的 难道真的要用吗 夏拓点了点头 这些都是从万古富瑶铁骑身上学来的 这万古铁骑为何可以覆灭大瑶九孙 小瑶无数 就是因为不但对瑶狠 对自己也狠 将自己练成了沙发兵器 一支战兵想要成为一个整体并不容易 需要靠合击之法 比如如今部落依靠图腾延伸的合击之法 说起来还很粗糙 出于摸索之中 但是他从富瑶铁骑的手中 得到了完整大成的合击之法 这是经历过富瑶铁骑亲自用妖血来验证过的 一旦参悟吸收之后 对于下部落的战略将会是质的飞跃 哦 巧儿乖巧的点了点头 不再过多的言语 反正在他看来这几种无闻十分的可怕 折磨肉身也折磨灵魂 去给盘生同命看看 说吧 夏拓带着巧儿重新走进了食物之中 浓郁的血腥气气 早就已经在食物内弥漫成了血雾 两个足兵正在往木桶之中添着新鲜的兽血 唯有血液中蕴含的生命精华 才能弥补乌闻对体内生计的摧残和肆虐 此刻 盘坐在木桶中的盘山 浑身布满了血纹 一道道血纹如油龙一般游走全身 浑身显露出了一种猙獰的气息 面容之上更是被血色布满 交织勾结的血色纹路 如同鼓涨起来的血管 整个人身躯 唯有胸膛附近的图腾神形 泛着清光 将血纹阻挡在心脏之外 令其维持着神智 不陷入魂恶之中 卓角 看着盘山这个样子 瞎托眼中闪过了一抹坚定 随之 很快有族人将一副 泛着血光的黑甲抬了过来 这副黑甲是用百炼晶天 和当初他猎杀的 纯血黑豹的兽骨 重新熔炼的 黑甲落入了大木桶之中 顿时夹住之上流逸的血光 一下子绽放而出 一眉眉血色无闻显化 每一眉都如弯月横切虚空 乔儿 夏拓出声 将神色陷入沉思的乔儿唤醒 随之乔儿双手探出 面前虚空扭曲 一眉眉血色如弯月一般的符纹 开始跳动 和盘山身上的血纹相容 弯月勾脸 演化出一尊猙獰的一手虚影 凌驾于盘山头顶之上 形似乎有双翼 头伸双脚 张口之间吞吐血迹 随着巧儿嘴中念动咒语 血色污符化为烈焰一般 将黑甲给容了 铁水朝着盘山身上流去 而后一片片凝固 甲身甲壁每凝固一寸 便有血色符纹烙印其身上 最后一顶黑色瘦脸头盔 覆盖在了头颅之上 猙獰的瘦脸如虎 有獠牙张大了嘴边 只留下两个黑漆漆的窟窿眼 这时 浮影在血雾之中的弯月符纹 一下子变化了模样 化为叶眉眉虚幻的鬼影状 散发着猙獰气 蜂拥一般的开始吞噬着鲜血 巧儿双梦之中泛起了清光 浮现出了人参鸟面的神指虚影 双手画动之间 手指在虚无之中勾勒出了巫符 绽放着清光朝着盘山身上落下来 每一枚巫符落下 盘山身上的黑甲就凝实一分 其上虚幻刻画也变得更加的清晰 头发出了猙獰可怖的气息 这一刻 石屋外的族人不断的将鲜鲜血液 倾倒在大木桶之中 木桶之中血水如主妃一般 潺潺着冒着气泡被黑甲所汲取 夏拓在地下城池中等了三天 潘石终于将熔炼了的 副腰黑甲的甲皱穿上 并且刻画了数种乌纹在身上 此刻才算是真正的和甲融为一体 足够两米高的身影 全身黑甲 手握着布满了浮屠乌纹的黑腔 腰间挂着短剑 背上背着铁台弓 立散了他的面前 迎命而来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息 盘山见过族长 盘石旦夕跪下 声音之中夹杂着一种猙獰的气息 感觉怎么样 属下从未有过的强大 受脸都傲之下 黑洞洞的眼睛之中露出了一抹兴奋 他接着说道 属下觉得自己可以独自覆灭 先前那个腰部 来 找我 用出你最大的力量 盘山不敢 让你来你就来 让我看一看 大下部的刀 如今拥有多强大的力量 是 在夏拓的强令之下 盘山手中的龙雀枪上 泛起了血清色的荧光 一股子血腥气息 开始弥漫 枪出如龙 如一道血垫横空 直接下托而来 下托双眸一迷 他看到黑枪如一条黑线袭来 他大手抓出 手中五个指甲上 已经泛起了情况 刀引铿枪 规矩指刀擒住了枪头 顿时他感觉 不下两万军的力量 朝着自己身体而来 这一点力量 对于他来说 自然是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一位 开山镜战士来说 这已经和出入 天脉镜的图腾战士 差不多了 被规矩指刀 停住的枪头之上 血光绽放 枪条如龙 睁开了指刀 如油龙横扫而来 傅瑶枪法 顿时 夏拓眼前一亮 傅瑶铁骑当初最厉害的 就是全方位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 覆灭九大妖尊 显然盘山也掌控了部分的 傅瑶枪法 看似还是很粗糙 却已经威势出血 大枪之上 血光和清光交织 裹挟了风气 一时间迎着夏拓 只进不退 这一刻 夏拓也不着急 身影不断的后退 手中龟虚指刀 化为五道刀芒 在虚空之中游走 和大枪不断的碰撞在了一起 移住香之后 五道青色流光回归手指 夏拓的大手 直接抓住了 横扫而来的大枪 这一次 任凭盘山浑身战气爆裂 都无法再从手中抽出 嗯 不错 看着收枪立在眼前的盘山 夏拓点了点头 这才短短的几天时间 进步就如此的明显 不过想想 之前的消耗 他也释然了 单单为了是让 盘山和龙雀甲融合 就让一只千人战狮 在外狩猎了好几天的凶兽 这还不算 在城中处理凶兽的人 接下来 还有199位 需要融合铁甲 这仅仅只是开市 龙雀卫按照 富妖体器的修炼方法打造的 后期还需要花费大力气去维护 强大的战力不是凭空产生的 去吧 挥了挥手 夏拓朝着城池中央的血池殿走去 罗带着上百位乌徒还在蒙路着 这座血池就是将来龙雀味保养的地方 组长 四角和中心放置腰盒的乌纹已经刻画完成 其余的乌纹也完成了 剩下的就是镶嵌灵兽金河 让血池中的乌纹运转起来 整个血池表面所刻画的乌纹不下三万道 每一道的乌纹相连之间都是完美的连接在一起 哪里如果刻画的不好 整块白玉石板都会换掉 夏拓走到了血池中央 这里也用乌纹勾连刻画出了一尊四虎双翼的恶兽的侧面虚影 毛子之中空洞洞的 随之他拿出了一枚腰盒 朝着恶兽的毛子之中溅入 顿时一股紫光泛了起来 一声售吼之后 恶兽穷奇仿佛活了一本 腰盒为一眼泛起了腰益 在血池的四角同样以乌纹刻画着穷奇 他分别嵌入了一枚腰盒 好在这一次 在整理城池废墟的时候 找到了不少的灵精 否则单单是这座血池之中需要的灵精 他都凑不起 血池的表面 乌纹勾连之间 有一千零八十个乌眼 每一座乌眼都运转着乌纹的阵眼 起到贯通全局的作用 没多久 乌图将一千多枚灵精 嵌进了血池之中 整个血池之中的乌纹 如同活过了一半 一枚枚如同小舌般开始游走 最终在中央和四个角落处 浮营出了五尊穷奇的恶影 来人 两个足兵拖着一头长达五米的黑狼而来 黑狼此时还没有完全死去 就这样的被扔进了血池之中 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惨叫 整个的就化为了一团虚无 阴红的血溅在了乌纹之上 顿时让乌纹更加的阴红鲜艳了 等了一炷香的功夫 看到乌阵运转顺利 夏托方才转身离开了屋顶 朝着龟贝城而去 族长 绝匆匆从外面走了过来 为了维持地下城中的运转 他亲自带着足兵在外受力 得到夏托的召唤 匆忙赶了回来 绝统领 先前我预料有错 随着时日推迟 恐怕单单一两千普通战士 无法满足地下城中的运转 所以即日起 你归备城的主要任务 一是遮掩地下城的存在 二是满足地下城中的消耗 属下明白了 记住 关于地下城的消息 一定要保密 是 想到了万天行所言 富妖铁骑 杨明快死的也快的提醒 夏托觉得 还是闷声发大财的好 在自己没有实力之前 一定要低调 将乔儿等人留在了地下城中 夏托独自返回了部落 乔儿和乌殿的族人 会协助龙雀魏的组建 还会打造好完整的后勤体系 才会回去部落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 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先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54集 五欲任务 夏部落 足殿 从归背山地下城返回部落之后 夏托就召结了部落各部长老 族长 族中战兵防守空虚 徒通战士 几乎都被抽调到了五欲之中 红长老起身 对着夏托说道 这件事情夏托也是知道的 一时之间 部落摊子铺开的过大 使得各处都需要人手 而像部落本部族人不足两万 一时间 人手也显得酌尽见重 传例 除归背域外的其他五欲 熟龙的散民中 天赋不错的娃娃和少年 送入人殿中培养 还有 赵五欲镇守返回部落 是 本言红长老苦了脸 夏托这两个命令 还是解决不了眼下部落人手 短缺的问题 族长 朱区殿抽走部分降师之后 这人手也显得不足了 好 我知道了 族长 部落培养的素米 已经长了两茬了 这是出产的素米粒 勺将一个瘦皮小袋 递给了夏托 他撑开瘦皮口袋 抓出了一把泛着金光 粒粒饱满的素米 在这素米之中 还弥漫着若有若无的灵力 私弄店做得不错 店中的族人也有功劳 族物店赐下一月份量的乌药 作为赏赐 将得到的素米继续种下去 则优种植 族长 店中需要扩大素米的种植规模 已经选定了部落外 北方的一座地势平坦的山卵 还请族长允许 准了 族长 这需要乌店乌图 刻画距林阵 嗯 乌店店主不在 我会产令乌店 协助私弄店 族长 跟着属下的族中少女 有不少已经修炼到了准徒腾境 还在私弄店跟着属下 试弄素米的话 是不是耽误了呀 少长老眼巴巴的看着夏托 作为长老自然要给麾下之人谋取好处 不然谁还会跟着自己跑土种地呢 好 夏托点了点头吩咐道 让疯和兔去安排他们观想图腾 晋升烈时机 是 谢组长 文言少长老眼中露出了喜色 这下 那几个小妮子可就高兴了 以后自己外出寻找临职什么的 就不需要部落派出图腾战士随行保护了 他们自己就能行 组长 俺们白草店也有几个苗子不错 虽然错过了部落人店的培养 可也达到了可以观想图腾的程度 韶明眨着眼睛对着夏托笑着说道 要不一起 看着韶给店中下属出言 韶明也紧随其后 好 夏托看了两人一眼接着说道 我有一个任务交给你们两人 这一次从地下城池之中挖出来的兽皮菌粥 有一部分是关于胚之灵药的 或许和胚之灵米没有多大关联 不过同属灵职应该有共同之处 你们两部将这些记载消化之后 妙学污点培养无土体系一样 培养咱们部落自己的灵药师灵职师 眼下或许部落对于这些东西知道的也不多 不过什么事情都是从无到有 咱们一点一滴的来自己去摸索去探究 是 一个部落光是靠着图腾战士守护是不行的 想要发展还需要各种的手艺人 铁匠得要吧 培育灵药的灵药师也得要吧 眼下虽然夏部落这些手艺人 都是半路出家的二把刀 但是他作为组长可不当放弃培养啊 再烂也就这个境地了 作为组长要鼓励鼓励下属的 将部落中的族物处理了一番 夏拓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各域族兵外加龙却位 算是将这些年来部落中诞生的图腾战士给扫空了 不过这也是随了他的意 老一辈的图腾战士都打发了出去 从现在开始 人殿中走出的图腾战士都是按照最初的修炼体系来打造的 眼下部族缺人 战师缺人 筑器店缺人 屋店也缺人 一时之间 整个部落是哪哪都缺人 封老头 人殿如今有多少修炼者最到九百军力量的苗子吗 对于夏拓称呼自己为封老头 风险白了一眼 这如今不是最开始的时候了 自己也不是什么封前辈了 变成老头了 沉吟了片刻 封老头说道 人殿规模虽然在不断扩大 但是每年也顶多有一两百的图腾战士诞生 这修炼讲究循序渐进的 特别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的身体处于不断的增强的过程之中啊 文言夏拓也只能点点头 人殿培养的是部落的中流地主 他还希望这其中多多走出开山境天脉境 甚至以后走出神脏境的强大战士 再说了 娃娃们需要时间来成长 一段时间里也弥补不了部落战士短缺的境遇 回神之后夏拓轻吟着说道 我准备从各域的散步中所征召的轻壮力 取出一部分力量处于准图腾境的人 将他们纳入部落 晋升为图腾战士 族长 这的确是可以弥补部落战士不足 但这么多的图腾战士 部落恐怕是供养不起啊 风老头轻吟着说道 来到了夏部落这几年 他虽然没有进入过图腾殿 却也察觉到了夏部落的图腾的神意 和蛮荒大地之上的其他部落的图腾有着天壤之别 蛮荒大地之上的部落每一年的足迹之时 才会让族中的准图腾战士观想图腾 而夏部落的图腾却不受这种时间的限制 他远远地看到过夏拓带着不少族人观想过图腾 夏拓接着疯老头的话说道 每晋升一位图腾战士 就会将其亲族纳入部落 孩子会纳入人殿中培养 父母姐妹纳入住戏殿 私农殿等 为部落做事 这样一来 弥补部落各殿人手不足的缺口 至于他们晋升到图腾境之后 则哪来的回哪里去 返回到五欲镇守的麾下 增强五欲镇守的实力 至于供养嘛 我令五欲镇守加快收拢散民的速度 以各自城池来供养图腾战士修炼 而部落的本部就专心培养 从人殿走出的图腾战士 封老头摊了摊手 你是组长你都想好了 还问啊干啥 想到这封老头出声说道 组长我回人殿去了 看着封老头离开 夏拓突然想到 我看白头翁心中已经熄灭了闯荡的心思 有没有可能让他加入咱们部落出来 封老头停了一下笑着说道 这就要看组长你的本事了 刚好 老头子也可以找个说话的人 将白老头拉进部落 老夫求之不得 三天之后 五欲镇守各自赶回了下部落 下缘 呦 这不咱们绝统领吗 听出得了组长赏赐的圣熙丹 不错嘛 这圣熙丹不好柔知 咱们也只能一个月得到一颗用来修炼的 绝副手立着 双眼闭合 不大力旁边这死个家伙 哎呀 俺可是真的羡慕啊 你说咱就怎么没有立下功劳呢 绝统领给咱说说 孔和谷双手环抱在怀中 脸上笑意盈盈 蝎和谣一人一聚一唱一和 绝正看了眼睛伸了伸懒腰 就好像刚刚睡醒了一样 一脸诧异的看着面前四个人 你们刚才说啥呢 顿时孔和谷大笑了起来 蝎统领 没趣的转过头 不再搭理绝 大石腰伸出胳膊 勾肩搭背的揽着绝 你给哥说说 来 说说吧 都挺有兴致啊 这时石垫门打开 夏拓走了进来 看到五个身影立在园中 笑声不断 组长 拜见组长 顿时这五个人是不笑了 也不乐了 一个个的颤得直溜 行了 都坐下吧 来到石亭之下 夏拓示意五个人都坐下 俺你们回来 是给你们五个下达任务 组长吩咐 俺一定完成 要是完不成啊 你坐俺 组长说吧 夏拓看着面前五人说道 我给你们每个人三年时间 将各自城中收拢的散民数量 增加到十万 一成十万人 五座城池加起来就是五十万人 如今五成加起来的散民数量 差不多是二十万 在十万人之中取三千兵 这个比例不高不低 却差不多可以将其中的二十到三十岁的轻壮 给抽掉一空 剩下的超过三十岁以上的战士 就负责狩猎采集 在山野之中寻找资源 来供养足兵 你们回去之后 算上原有的两千战士 再招三千人 每城组建五千战士 从今年开始 则其中血气最旺盛的主批送过来部落培影 送来的足兵 每隔两个月一轮 每一批一百人 等到晋升图腾战士 或者晋升失败之后 送返各自地狱 记住 只有血气最强大的轻壮 这个你们自己挑选 回去也是增强你们各自麾下的实力 你们挑的人烂 无法晋升图腾战士的概率大 那就只能怪你们自己眼光不好 部落还会分别朝着美玉派出高级巫图 用来寻找适合修炼巫术的人 凡是选中之人 你们要即刻将其家人送入部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看着面前的五位镇守眼中闪烁着荧光 夏拓故作严厉地说道 你们有三年时间 所以不必急往 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做踏实了 先从收龙足名开始 扩充战士 也不及于一时 收龙的散民数量越多 才能选出好的战士 我看了龟贝玉另外组建的三千人战兵 其中三十岁往下的轻壮 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记住 足兵要宁缺勿滥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记 李贤演播燕西楼 为良有爱 陆九 第185集 将师顶级制度 人口是制约部落发展的重要之首 下部落 下部落立足数年 虽然实力之上 已经比得上一些百年累计的部落 但各种短板也凸显了出来 部落里还没有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制度 传承下来的数百年的部落 或许有各种纷争和制约 他们却不能否认 族中各项事物 早就已经有了定制 有了规矩 族人就有了制约 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发展 没有一足而就的部落 部落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需要的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下部落需要一边发展 一边在完善这个制度 等到五大镇首离开之后 夏拓又叫来了铸器店 白草店 丝农店 白巧店几位店主 族长 几个人来到了下园之中 不知道夏拓招呼他们所为何事 毕竟才刚刚足一晚几天 该说的事情也都说完了 看着几位长老疑惑的眼神 夏拓没有遮掩 接着说道 咱们的部落想要发展壮大 单单是靠着族中的图腾战士是不行的 战士需要甲咒兵器 也需要药草修炼 也需要吃饭 这些都需要人去做 不成为图腾战士 一样可以得到族人的尊重 一样可以拥有不亚于图腾战士的地位 打造兵器甲咒工弩的降师 培育药草的药室 培育灵米的灵直师 探寻矿脉的灵脉室 每一个咱们部落都不可或缺 没有这些人的话 族中战士只能空手去杀敌 也只能胡乱着吃些血食 他们手中的兵器 修炼的药草 都是降师在背后攻击 听着夏拓的话语 几位长老虽然有些疑惑 比如什么灵直师灵脉师的称呼 他们是从来没听说过 但却不否认族长说的在理 你图腾战士再厉害 也得需要资源修炼 资源从哪来 不都是部落族人辛苦得来的吗 咱们夏部落发展到了如今 也到了该培养的地步了 夏拓不缓不慢地说着 这些都是他这两天所想到的 一个部落各方各面需求很多 他一时间难以经过 只能在想的时候吩咐下来 我看族里有不少的族人 眼见无法成为图腾战士 就觉得自己成了一个废物 变得自暴自弃 成为图腾战士 其实并不是唯一的出路 还有诸如筑器店的铁匠 天天在灼热的火炉前 为部落打造兵器甲胄 有功 却也不得不说 他们在德国且过 觉得以后的日子也就这样了 对于族人的积极性影响很大 说到了这儿 夏拓的眼中泛起了荧光 咱们也助其店为例 将店中的铁匠和图腾战士一般 划分等级 最低级的就是铁匠学徒 在网上就是匠士匠师匠尊 分别对应图腾战士的准图腾战士镜 烈石镜 开山镜 天脉镜等 重要的是 工匠的等级不以修为来论 以打造出来的甲胄质量来论 至于如何区分匠师之间的阶位 工长老 从立足之初 你就执掌部落兵器打造 这个标准你来定吧 定好了之后 就过来告知我 是 工长老的眼中闪烁着灼灼的神光 有着激动 这夏拓的话呀 让他觉得腰板子一下子挺直了 铸器店不是一帮泥腿子呀 往日里 他想要在部落挑选一些帮手加入铸器店 这年轻人啊 都懒得睁眼看 没办法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一些年龄大一些的人 总不能去将部落里的姑娘 给纳入铸器店打铁吧 当然 这种事他也干过 铸器店也是女人铁匠的嘛 属下一定会严格制定平级标准 文言夏拓看了看面前其他长老随着出声说道 各店可效仿铸器店 也可以将各店中的匠师划翻出标准 三天之后 整给我 是 几位长老离开了下园 并没有各自返回自己的店中 公长老 少姐姐 穆姐姐 白草店最近培育出一种药草 香气宜人 特别用来做考照的时候 滋味特别好 不如去韶明那里尝尝 韶明对着身边的几人出声邀请道 哈哈 那就去尝尝韶明长老的手艺 公长老率先出声 组长吩咐下来的任务 让他们一时间也没有头绪 刚好在一起商议一下 也好 走吧 四个人一拍即合下了部落山 朝着北方的药谷而去 为了方便观察药草的生长 韶明将自己的白草店搬到了药谷之中 这药谷中药香弥漫 不断有飞虫飞蛾来回飞动 小鹿两侧 连山壁上都长满了药草 一株株正向斗眼 少明长老的药谷可真是让俺羡慕死了 公长老看了药谷又想想自己的山谷 觉得还是不要毙了 这药谷之中都是部落里水连连的小姑娘 是族兵最为向往的地方之一 而他住祭殿都是一群糙老爷们 油腻得很 这就是巧儿的那头荒原吧 少看着前方山壁上 一个圆口趴在石壁之上 正在呼呼大睡 身子挂在上面也不落下来 是大祭司的那头荒原 不过最近好像特别试睡 少明点了点头说道 这头荒原 可是他亲眼所见不断地缩小着身子 可惜虽然在药谷中呼呼大睡 却对白草店的族人不慎搭理 四个人很快进入了白草石店 少明立刻翻覆店外的一名少女 等那少女出去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后面带着一队人 每两个人抬着一座石案 案子上各有一尊铜府 府下燃烧着售火 府中缭绕着香气 三位来尝尝 每人身前都摆上了石案 顿时香气弥漫了石店之中 几个人也不客气都吃了起来 组长让给部落的匠师分级 不知姐姐有什么想法没有 牧长老边去边说道 我白草店如今就那么几个工匠 分级的话还得看筑器店啊 少长老点了点头接着说道 我觉得部落分级要简单一些才好 这样所有的族人都能明白 分级是为了调动族人的积极性 提高匠师在部落中的地位 可不是为了给部落制造麻烦的 族长让仿造筑器店的例子 我看是为了统一咱们几店的 私质划分的等级 等都统一好了 在前面再加上铁匠 灵质灵药等等来区分 我看行 牧长老点了点头 他的脸有些发苦 这白草店是什么样子 谁是长老谁知道 私农店虽然只是培养宿米 但好歹有灵米啊 他白草店眼下除了给部落 销制记录用的兽皮券之外 就是管理造船的工匠 这怎么划分级别 真是上闹劲啊 我也赞同 匠师等级统一 至于各店的竞生如何 咱们各自去拼定划分 工长老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我觉得既然都是为部落图腾战士修炼的辅助私职 都以将为号好了 最低等级学徒叫图将 网上是将士 将师 大将师 将尊 各店区分就在前面加上各自私职的名字 这样啊 一目了然 少点了点头觉得可以 这个样子一来 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划分评级标准就可以了 同意 比如白草店可以培养柔制收拾药草来拼定等级 白草将徒需要学会几种说法作为标准 一时之间 白草店中几位长老你一言我一语 尚意的不亦乐乎 夏拓自然是不知道自己的长老一边吃着药膳 一边就将自己吩咐的事给办了 仅仅两天时间 各部长老就定制好了匠师的分级标准 下拓摊开了寿皮卷 上面是几位长老划分的评级标准 比如筑器店 一位族人想要成为将徒 需要跟随真正的将士身后一年的时间磨练心性 掌握筑器店的各项规矩 一年之后 独自将一块白军的铁矿石 从最开始的一步步灼烧断打 在三天的时间里将其打造成实炼晶铁 那么就可以晋升为将徒 跟随在将士身后 开始学习打造烈石镜所用的甲咒兵器 哪怕是如今下部落有了高炉炼铁 还有简易的断打设备 完全可以将铁矿石一次断打成至少实炼的晶铁 但是对于铁匠来说 最基本的手艺却是不能废的 想要成为真正的匠师 就需要一步步的从断打铁矿石开始 这一点 夏拓的想法和工长老师不谋而合 无论做什么 根基打好才行 首辟卷上还有白草店和私农店进行的评计标准 倒是和筑器店不谋而合 每一位想要成为匠师的族人都需要经历一年的时间去磨炼 比如百草店 想要晋升百草将徒 就需要准确的辨别出50种以上的药草药性 还想要接着晋升百草将士 就必须知晓这些药草的生长习性 如何采摘放置揉制等等 相比之下 思农店和白草店的评级制度失了颜色 这也不能怪这两个布店 实在是眼下没有足够的实力来实行这个评级制度 思农店还有白草店慢慢来吧 路呢要一步一步走 现在没有不代表咱们部落以后没有 夏拓随着出声安慰了两位长老 让他们无需自责 这种情况也是部落自身造成的 巧复难为五米之吹吗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演播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86集 夏拓的突发奇想 各店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个评级制度 将各自店中的匠师划分出等阶来 告诉他们 匠师的等级和突腾战士受到的待遇一样 是 几位长老匆匆离去 不过夏拓却又是促起了眉头 几位长老乘上来的匠师评级制度 按照夏部落现有的情况来说 已经是足够了 但是夏部落不可能不发展 以后却是难以满足了 拿筑器垫来说 部落现有的匠师打造烈石镜 开山镜战士 所用的甲咒是足够了 但是天脉镜以上的图腾战士的甲咒 却远远的不够 巅峰的开山镜不过拥有万军力量而已 但是一旦冲入天脉镜 力量将会是数倍的暴涨 而且打通了天脉之后 战气离体的攻击 比开山镜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开山镜巅峰破不开的甲咒 在天脉镜眼中根本不算什么 所以 天脉镜战士所使用的甲咒兵器 和开山镜所使用的兵器甲咒之间 拥有着质的飞跃 这不仅仅单从矿石材质之上的差距 还有打造 甚至乌纹上的差距 想要打造天脉镜战士的甲咒和兵器 已经不是普通铁匠可以做得到的了 在这蛮荒大地之上 可以承载天脉镜以上的战士所使用的兵器 被称之为乌器 而打造这种兵器的人 地位可想而知 万古部落的富妖铁骑锁穿的甲咒 就是乌器 上面铭刻着乌纹 乌术才是蛮荒大地的第一生产力 眼下他突然觉得 将单独的乌垫独立出来 似乎是有些不妥 但是乌在蛮荒大地上的诸多部落之中地位很高 在普通族民眼中 乌哪里能去打铁重要呢 而他似乎也陷入了广大族民的错觉之中 将乌给供了起来 住屋和昼屋的存在 本就是为了守护族民 高高地捧起来 那传承了乌术又有什么用呢 一直以来 部落里的兵甲克鲁乌术 都是他命入收店的乌图去克鲁 一旦刻画完成 乌图就会返回乌店 还是将乌图和铁匠区分来看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乌术怎么能成为第一生产力呢 这个错误简直就是错得离谱 他一开始就陷入了乌术很高贵的误区之中 将乌术看得凌驾于图腾战士之上 学乌不是用来守护族人 那么将毫无意义 想到了这儿 夏拓起身朝着乌老头的石殿而去 石殿外 乌老头正在用着一个石旧倒药 石头的撞击声轻脆入耳 药香弥漫着 看到夏拓到来 老头子放下了手中的活迹 眼下他也算是清闲了 每天在部落里转转去战宫殿看看 剩下的就是四弄四弄自己的几株草药 其他的就是在想着自己挂了之后 部落里足迹怎么记载自己 下部落巫术开山之祖 嗯想想都美 美得他都快想去了 组长怎么有功夫来看我老头子了 乌老头起身朝着祖殿之中走去 夏拓也随之进入了祖殿 进入石殿之后 夏拓来到了篝火堆棚 朝着篝火之中添了添柴 哪怕是从山洞中搬进了石屋 又从石屋搬进了石殿 这乌老头的传统还是没丢下 石殿石板顶棚都给熏黑了 乌殿如今有乌土多少人 乌老头很诧异夏拓为何问这个问题 不过还是出声回应道 所有人架起来一共两百八十六人 说起来乌老头还是有些自傲的 他这辈子不行 但是徒子徒孙多呀 这些乌土全都是他手把手教的 你说记不记死其他的乌啊 没办法 谁让老头咱有这条件呢 乌土一大把 乌是一手数不过来 还培养出了乌师啊 这一刻他全然忘了夏拓当初 让他收乌土是何等的困难 罗现在不在 你老挑选几个高级乌土 分别前往武域 让他们挑选适合修乌的苗子 带回部落培养 接着夏拓出声说道 乌土这种东西自然是越多越好 就像是前世的大学僧 满大街都是 一块砖头砸下去拍下去十个 嘿说不定有五个还是研究僧呢 这培养过剩总比用的时候没有强吧 乌术和图腾战士本来就应该普及 不然拿什么去和大妖斗呢 他觉得各个部落将传承都藏着掖着 这所有的巫师啊 任凭乌术失传都不轻易的传承下来 也是人族斗不过大妖的原因之一 我准备将入收店和住油店中的屋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在入收店和住油店研究屋术 另外一部分纳入住气店和白草店私农店 要是没有屋的加入 部落的住气店永远只能打造普通的加州 永远打造不出来屋气 白草店也只能培养一些普通的药草 无法培植零药 眼下对于咱们没什么影响 但若是没有屋气没有灵药 咱们下部落永远也都发展不起来 成为上等部落也就到顶了 夏拓对于屋老头淡淡的说道 也看到了屋老头脸上的惊恶 将两脉中的屋图分开 就像是前世研究所和工厂之间的区别 在入收店和住油店的屋搞理论 而进入住气店和白草店私农店 就是实际运用了 不然学了屋术有什么用呢 当然研究院中的专家教授 也需要随时进入工厂之中指导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屋店就是下部落的研究院 住气店各店就是实践的工厂 将屋术彻底在整个下部落普及 推动整个部落的发展 一时间 夏拓都被自己这个想法给惊呆了 啊 屋老头喘着粗气 他觉得夏拓就是来给屋术一脉淡淡的 让屋去赤着肩膀打铁 亏他想得出来 啊 好吧 族长说的在理 在理是在理 但总觉得怎么这么别扭呢 夏拓自然是知道为啥这么别扭 这是长久以来屋的地位都被人捧的太高了 高到以至于已经形成了蛮荒大地各个部落族民的习惯 好在夏部落是一个散民汇聚的部落 眼下才立足没多久 在部落之中他的命令没有之中 若是夏部落发展了数百上千年 各方势力交错 他要是敢这么提估计整个部落都会闹翻 弄不好 组长之位都得翻 组长 这个路不好走啊 凉久之后 乌老头悠悠的烫了高气 不说蛮荒大地 就拿边荒雨来说 哪个人组部落中的屋地位不是崇高的 仅次于组长 哪怕是高阶的图腾战士都要巴结屋 毕竟想要屋气 只有屋才能打造 稍微的不恭敬 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而能够修屋 立刻就觉得高人一等 连图腾战士都不行 屋老头的意思他明白 一旦外面的部落中屋知道了下部落的情况 那下部落就会受到敌视 毕竟这等于将屋高贵的身份给扯下了神坛 不过万古山脉变了下部落天然的外部环境 只要他将整个万古山脉都咽下肚子完全整合 到时候万古山脉周围的部落他还真的不拘 族长 将屋殿各脉长老 族中的屋士和在外的高阶屋徒都招回来吧 好 这一时之间 地下城中忙着为龙雀尾打造后勤的巧儿和罗 带着羽和诸多乌图连忙返回了部落 下部落如今 巫师一人 大祭祀巧儿 巅峰巫师一人 巫店店主罗 说不定他那天也就要晋升成为巫师了 其余巫师有柱油店 左右店主林 清柳 百草店主 韶明 入收店主雨 还有巫老头 至于高级巫土各卖家起来 一共五十一人 这一日 部落族店大门紧闭 族店外守卫的族兵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是知道族长召集巫店诸多巫师巫图商议 整整一天的时间 族店的门都没有打开 族店之内 夏拓坐于上手 看着部落之中高级巫图以上的族人 毫无疑问 他的召令得到了阻挠 好在最初跟随他的羽 林 雀 罗既人 并没有反对 真正的阻力 来源于下面各卖的高级巫图 不要看罗等人身为屋店店主和各卖长老 但是这些高级巫图 才是屋店的中流地柱 为部落配置屋药 整理典籍 罗等店主不会亲自动手去做这些事的 夏拓靠在石椅之上 眯着眼睛 手指头敲击在石椅扶手之上 声音传遍了整个族店 然而族店中坐着的巫图 却都是在无声地抗争着 穿刑法店店主 终于 夏拓是懒得跟他们耗下去了 妈的 一群巫图自己供给他们吃供给他们穿 巫术没学出来 架子派头倒是先学出来了 本来他想要直接出手 不过想在自己身为族长 要给部落立下个规矩 以身作则 不是自己怎么爽走来 刑法店主去 踏着步走进了族店 他看到了店中的巫图 眼皮不由的一跳 这下折子了呀 巫店主 不遵族长赵令 如何刑法 没带巨出声 夏拓的声音就已经响了起来 文言巨的背后一寒呢 夏拓的话语平静 他却听出了杀意 族长可是和他一个山洞中玩鸟长大的 虽然后来不知道怎么的性格变了 但是有些习惯 他还是知道的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87集 族长权威 回禀族长 不遵族长赵令者 根据情况 分别有逐处部落 变为奴隶 知之 击沙等刑罚 巨的话语 让店中的诸多身影一个个神色一变 相互之间对视一眼 朝着前方的乔儿 罗 乌老头看了过去 可惜的是 三个人低着头眯着眼 哪怕是乔儿都知道 族长阿淑这次很生气 他羞无有天赋 但是对于其他的事情 却有些略不清楚了 他的小脑袋里有些不明白 为何乌图都不听阿淑的命令呢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看到乌店最有地位的三个人闭口不言 乌图们相互对视 眼中荧光灼灼 其中一部分人更是心思乱跳 若是乌和其他族人没有区别 那他们还修乌做什么 不尊令者 夏拓眯起了眼睛 看着大殿之中一个个的白眼狼 叹息一声说道 即刻逐出夏部落 逐出不落 只是逐出不落 不用死 一瞬间 听到夏拓话语的诸多身影 一个个眼中泛起了荧光 咚的一声 很快大殿之中 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高级乌图起身 他朝着夏拓攻身 又朝着乌老头攻身 随后朝着祖殿外走去 要知道身为高级乌图 离开夏部落 到哪个部落 都是坐上之兵 何必在夏部落当大杂的 放着爷不坐 做什么下人呢 乌老头眯起了眼睛 轻轻叹了口气 眼中露出了一抹失望 这个人完了 一人起身 祖殿之中呼呼啦啦的 起了十多道身影 还有几个眼中有着浮沉 不知道该如何决断 欲走还休的样子 妈的 自己养出了一群白眼狼 人心果然是善变的 哪怕是有图腾 作为部落的凝聚之灵 依旧难以掌控人心 一时间夏拓心中的杀迹更胜 看着其他乌徒 安稳地走出足殿 剩下的几个摇摆的身影 终于下定了决心 朝着足殿外走去 五十一位高阶乌徒 一下子走了二十二个 没多久 夏部落之中喧闹了起来 二十二个高阶乌徒 斜加带口地 朝着部落外走去 引得族人瞩目 至于应有 也在部落之中传了起来 呸 白眼狼 忘恩负义的东西 是部落将你们从小部落中接出来 给你们吃给你们穿 让你们拜入屋殿修行巫术 还要你们家人不必再过朝不保夕的日子 一群白眼大尾巴狼 族长二叔 不 部落山上 看着离开远去托加带口的身影 乔儿看了一眼夏拓轻声说道 夏拓俯了俯乔儿的小脑袋 转头对着身后的一群乌徒问道 你们还有要离开的吗 众人无声 此刻乌店在所有部落的所有乌徒都来了 人都有各自的想法 好歹是童俗异常 作为组长 我不拦你们去追求更高的地位 不过 带着我下部落的东西 去其他部落换取更高的地位 这就不好了 既然是离开 去哪里我不管 部落里的东西就留下吧 部落里的东西 对于乌徒来说 拿了部落什么东西了 很快所有乌徒都反映了过来 毫无疑问 就是修行了部落中的巫术 但是这巫术是明可于记忆之中的 应该怎么留下呢 一时之间 众人心中反弃了寒意 不过自从山下的乌徒选择离开部落 不过 那么就和他们算是彻底的决裂了 快走 灵木带着自己的妻儿走在众人的最前方 他的娃儿还没有进入人殿修行 不过凭借他高级乌徒的身份 自然是少不了一些资源 所以小家伙的筑基打得不错 阿木 怎么为什么离开呀 灵木的妻子有些疑惑 他们在部落里生活得好好的 所有人都可以召见以后会更加的好 娃儿将会进入人殿修行 修行数年之后 有很大几率可以成为图腾战士 对呀 阿爹 咱们为什么要离开部落 灵木眼中有着一抹焦急 他不由的语气严厉了起来 你们懂什么呀 看到抱着娃子被自己的语气吓到了 他缓和了缓和说道 挺起我高级乌徒 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巫师 到哪个部落不都是做上兵呢 让小灵得到更好的培养 在下部落就算成为巫师 又能怎么样呢 这部落又不缺我一个人 小灵也只能敏于众人了 阿木哥 咱们快走吧 走出万古山脉去屠泽荒原 山外部落多 可不用再山里当野人了 这终于不用没日没夜的疼 灵木旁边这位高级乌土话语还没说完 整个人顿时定住了 脖颈之处一抹烟红绽放 全山 快跑 反映过来的灵木顿时大惊失色 慌忙地抱着娃儿朝着山林之中跑去 至于身后的妻子都顾不得了 族长有令 尔等离开可以 将部落的东西留下 一声轰鸣在两百多人之间响起 这些都是乌土的家人 此刻一个个眼中露出了惊恐 不吃一声 跑出去没多久的灵木 整个人身色一致 如同撞到了无形的臂杖之上一样 横飞了出去 眉心之处一点英雄绽放 小灵 灵木的妻子跑了上来 她抱起了娃子 看着地上眼睛瞪得大大 却没有丝毫生机的灵木 大哭了起来 这一幕发生在部落外不远处 让部落中很多族人都看到了 往日他们眼中高贵的乌土 一个一个就这样被击杀了 甚至他们都没看到出手的身影 好像是山风袭来 人就已经倒下了 夏拓立在身上 远远地看着这一幕 族长 既然想要动手 何必如此 乌老头眉头促起 脸上的皱纹更加是如同山鹤 他有些不忍地看到这一幕 既然没想让他们活 何必多此一举 直接在足殿之中动手就好了 夏拓冷着脸 没有看乌老头的脸色 这群离开的乌土 大都是屋顶中 年纪比较大的 而身后留下来的乌土 年最普遍在十几二十几岁 果然这巫术的修行 还是要从娃娃开始培养 培养对部落的认同感 足殿之中动手 族人哪里看得清楚啊 欲罢 夏拓不再看部落外的沙发 鬼威君出手 若鬼魅无踪无忌 杀几个连巫士都不适的巫徒 轻而易举 走可以 拿的东西给留下来 我手里的刀 从没说过不傻自己人 唉 乌老头看着夏拓离开的背影 不由一惊 族长 这是杀迹给猴看 今日的这一幕场景 乌不是在告诉部落所有的人 下部落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族长的照例 哪怕是乌都不行 违背者 二十多位乌徒不眨眼的就给杀了 乌老头咬了咬头 看来是自己真的老了 部落山口之外 刚刚还兴奋要出山当大爷的高级乌徒们 一个一个躺在了冰冷的地上 死不瞑目 还牵连了自己的家人 而看到这一幕的族人则是择舍不已 这可是乌啊 就这么说杀就杀了 乌都能杀 部落里还有谁不能杀 都回去吧 罗的眼中弥漫着黑气 他眯着眼睛看着身后的乌徒 语气阴气气地说道 再有下次 无需组长 我亲自清理门户 是 一时之间 一众乌徒一个个忙的顶头 乌爷爷 我扶你回去吧 罗转身搀扶着乌老头 朝着石殿走去 巧儿并没有跟着众人离开 眼眸一转 朝着山下的一个小石院跑去 姐姐姐 石殿 石殿之外 剑林刚刚从山外收回了目光 她来到下部落已经一年了 夏拓并没有亏待她 如今她已经晋升到了开山境 巧儿来了 你可是很久没来了 巧儿进入石园的凉亭坐下 大眼睛朝着园中的石屋瞄着 不由的出声说道 姐姐 苗爷和仙儿他们呢 阿娘跟着四农店去西山开垦苏米田去了 见一和仙儿去了人店修行 啊 我忘了 姐姐 你去看看阿叔吧 今天阿叔很生气 说完 巧儿觉得自己说的还不够 又加了一句 非常生气 哎 最摸不透的 就是人心呢 剑林轻盈道 这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就该杀 姐姐 你也觉得那些人该死吗 部落供给了一件 却背弃部落 这不该杀吗 剑林的神色平淡对着巧儿说道 夏组长的族人还是太仁慈了 不然这些人怎么敢这么做 所以这一次杀得对 不然以后所有人都不将他的赵令当回事 部落还怎么带 巧儿歪着小脑袋有些似懂非懂的样子 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太难了 还是巫术简单 走吧 我去看看你阿叔 说起来也快两个月没见了 剑林回到室屋之中 用兽皮包好了几枚山果 朝着部落山而去 下园 石殿 殿中夏拓盘坐于石床之上 正在闭目养神 耳边依旧传来部落的喧闹声 很显然 部落外的那一幕沙发 让整个部落都震动了 22位高级巫徒都被入于部落之外 这血淋淋的一幕 让族人是心惊胆战 说起来自从夏部落立足以来 他所做过最严厉的惩戒 不过是逐出部落而已 以至于族人们都习惯了 他在族殿之中强忍着杀意 就是想要将心智不定的也筛选出来 以此杀个干净 果然这些巫徒也很给他面子 乌拉一下子 拉帮结伙走了22个 这等于这些年来 夏部落乌店的心血 塌了一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演播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88集 部落集权制 部落外面发生的这一幕 它就是要告诉所有的族人 一个部落只能有一个权威 那就是族主 乌再怎么受到族人的尊重 也是辅佐族长 发展部落的 从今日这场杀伐之后 下部落的乌将会融进部落的每一个角落 我 乌不再是高高在上 而是真正脚踏实地的推动部落的发展 人该杀的时候 还是得杀呀 眯着眼尖的吓托 盘坐在石床之上 心中做着思量 掌控一个部落需要恩威并用才行 它没有管部落外的喧闹 这件事情就是要给族人提个醒的 而此时 石殿外传来了脚步声 听说夏族长在生气 我来看看气坏了没有 剑林的声音很快从石殿外传了进来 说起来 自从他将剑林母子几人接回部落之后 也没有过多的优待 直接在部落山下 选了块地方修筑了一座小院 剑一和剑仙儿 也是和部落其他娃娃一样 进入人殿修行 倒是两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聊聊 这个女子脾性很合她的口味 在很多想法上 剑林和自己都一样 这种默契很是难得 夏拓从石床之上起身 朝着石殿外走去 剑林翘生生的立在园子之中 她看着一脸阴沉的 从石殿中走出来的夏拓 不要的笑了出来 这还是她第一次看到夏拓生如此大的气 这是我和仙儿去山林中采的山果 很甜的 你尝尝 来到石庭中坐下 剑林将兽皮包裹的果子拿了出来 推到了夏拓的面前 说起来作为部落组长 夏拓就算吃灵果也能吃到 山果早就很少吃了 不过看到撬生生的坐在自己对面的剑林 他伸手朝着剑林手中的山果抓去 然后放进了自己嘴中啃了起来 啊 一时间剑林轻喊了一声 脸颊一下子飘起了红蕴 这个家伙自己明明是让她拿屎桌上的 手中的这一颗自己刚刚咬了一口 这会儿夏拓也反应了过来 不过对于此她还是很坦然受之的 故作一脸享受的样子笑着说道 蛮甜的嘛 然而下一刻 剑林背上的铜剑拔了出来 决斗吧 看着夏拓的笑 剑林不知道怎么的气不打一出来 说话什么的太尴尬了 能动手就别吵吵 呃 看着落在自己鼻尖上方的剑尖 夏拓直接被吃进口中的山果掖住了 你还是部落里第一个敢这么拿剑指着我的人啊 剑林横了一声收起了铜剑 重新坐在了十一上 她没好气的说道 我看你也没生气啊 害得巧儿还让我来看看你 就是嘛 为了一群吃力趴外的东西 不值得生气 再说了 这些人早干掉早省心 一群身在夏部落 却有一心的潜伏的人 对于部落的发展没什么好处 现在刚刚处于萌芽之中 早杀比晚杀好 不然他们在部落中勾连的势力越大 你越是不好动手 剑林的话语淡淡的 眼中泛着荧光 他觉得夏拓这次动手很正确 在夏部落待了一年有余 他每日里除了修炼 就是在部落之中转转 看得过很多族人的样子 所以有些地方他比夏拓看得清楚 夏部落是一个有散民汇聚 才发展了不到十年的部落 部落结构还没有成型 各种短板和隐忧从现 同样的这也有好处 就是没有发展了数百上千年的大部落那样 族中会有诸多智仇 在夏部落夏拓就是权威 夏部落才创建不满十年 想要发展部落就必须集中权力 要是各部都有自己的想法 力量舍不到一处 那么部落就只有外表 实则是一个空架子 所以组长权威必须要牢牢的确立 部落不需要有太多的话语声 剑林的话让夏拓眼前越来越亮 这个女子的想法真的是和自己不谋而合 这些话他从来没有对第二个人说过 部落集群制 当剑林说完这五个字之后 夏拓自己从事意上站出来 盯着剑林嘴中是念念有词 我秦始皇大前 我高祖刘邦长白蛇 夏商与西州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南北朝并立 你怎么了 剑林是一脸不明所以的看着夏拓 什么秦始皇 秦始皇是谁 当是谁 什么夏商 人名吗 夏拓 你怎么了 剑林一头雾水的看着夏拓 不知道自己怎么说着说着 夏拓就发了意证 这嘴里竟是念到一些他听不懂的东西 夏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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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林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 他怀疑是夏拓在逗他 夏拓 看着剑林又要将青铜剑拔出来 夏拓联盟说道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 收起来收起来 我刚刚我只是在想些事情 没别的意思 江青铜剑收起来 剑林重新做回了十一伤 捏着山果吃了起来 一边胡乱着说道 我觉得啊你要是现在有什么照例 趁热打铁 扎紧吩咐下去 布罗外那一滩滩血 最让人老老实实的遵从命令 没错 这一刻夏拓也是这样想的 被剑林想到了 哎 我记得你很讨厌杀鹿啊 夏拓不由的盯着剑林问道 当初你在鹿道潮穴 不是说狠手动手吗 白了夏拓一眼 剑林哼哼着说道 哼 我讨厌血腥 可不代表我不明是非 有时候杀戮血腥不就是最理所的方法吗 再说了 这片土地上厮杀还少吗 得嘞 夏拓直接不说了 抓起山果就啃了起来 吃完之后 起身就朝着下园外走去 剑林说的没错 趁热打铁 马上召集各部长老族役 将规矩定下来 哎 对了 夏拓突然转身说道 呃 对了 我去召集长老族役 你自己玩吧 说完就屁颠屁颠的走了 看着夏拓如此潇洒的走了 剑林背后的青铜剑再次出现在手中 对着虚空狠狠狠的披了两下 他发现 刺激每一次见到夏拓 这拔剑的次数就会增多 足殿之中 这一次 各部长老一个个赶来 部落外的血迹还没干 刺激着众人 刑罚殿长老聚 庞大的身子记在十亿之上 抠着自己的手指头 战事殿红长老瞪着两个大眼睛 东瞅瞅西瞧瞧 反正他觉得族长做的对 屋殿的乌徒都快鼻子朝天了 如此待遇下 竟然连族长的命令都敢不遵从 甚至还要判处部落 这样的人就应该处于重罚 还要亲族世代为奴 要不然的话 人人都去效仿 族不将族啊 夏拓坐在主位上 居高临下的看着各位长老 接着他出声说道 截日起 屋殿之中培养的乌徒 都要进入白草殿 私农殿 学习药草庄稼的培植 两殿中 现有的族人也进入屋殿中 简单的了解一下巫术的玄妙 免得在培植药草的时候 不懂得怎么做 入收殿咒屋同样如此 一旦修行到一定禁地 进入筑器殿 参与打造兵器甲咒 武殿中的匠师也需要进入入收殿中 了解一下巫术的玄妙 你们需要知道的是 修行巫术 只是让人掌控巫术 进入筑器殿百草殿 才是真正的将所学的巫术进行运用 如果修巫不用 部落还培养巫师有什么用 就像人殿之中走出来的准图腾战士 观想成为图腾战士之后 或是加入了龙却位 或是加入了五部镇守麾下 或是在部落本部战士殿 这叫学有所成为部落发展做事情 巫殿也是如此 从巫殿中修行好了 进入各殿堂 学有所用 是 经遵族长令 这一次召集各部族裔很快 各部长老领命 紧随着部落里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巫殿殿主罗下令巫殿各脉修行巫徒 天赋好的继续修行 天赋不好的直接转职 进入族中各个殿堂 一时间再也没有什么不尊令的事情发生 同时巫殿派出了五支队伍 由高级巫殿带队朝着山中五玉而去 寻找适合修巫的孩子 补充巫殿的巫殿数量 柱旗殿 公长老窝在石殿之中 他面前有几卷散落的兽皮卷 其中一张摊开的兽皮卷上 刻画着弯弯曲曲的巫纹 在他的眼中 这些巫纹和天书没啥区别 但是族长下令巫殿进入柱旗殿 来抢匠尸的饭了 他这个疑殿之主就算是不能修屋 也得了解不是 知晓各种巫纹才行啊 总不能到时候 殿中匠尸打造出来一副假咒 上面的巫纹他不认识 更不知道何种作用 那怎么行啊 堂堂筑器殿的殿主啊 丢不起那人呢 再说了 要是自己啥都不懂 筑器殿主的位置还能坐长了吗 眼下是没事啊 等过去个十几几十年后 筑器殿出现了牛逼的存在 能够打造出屋器 那自己还不得退位让贤吗 扛着大锤去跟红长老 那个野蛮人抢饭吃吗 想想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咬着牙瞪着眼 他又将巫术兽皮卷拿了起来 自己不能修屋没事 但绝对不能不知道什么是符文 作用是什么呀 唉 刚刚拿起来还没半炷香的时间 公长老手中的兽皮卷就打到了脸上 好他娘的难哪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措折 山人自有妙计 演播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189集 大家一起来学巫术 写满巫术符文的兽皮卷上 一枚枚符文弯曲如月 起伏如山 似乎蕴藏着天地之间的道理 但是公长老却觉得 这巫符认识他 而他却不认识巫符 陡大的巫符不认识一箩筐啊 不行不行 堂堂入气店店主 单单自己受虐算是怎么回事 一时间公长老心中不平衡 觉得受虐哪能单独虐自己啊 独虐虐不如重虐虐 住气店的匠师也得学 不学怎么办 难道给自己后面 撵着屁股追上来的小子们让位吗 绝对不行 而此时的下园之中 阿叔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富翁巫兽 巧儿将几张兽皮券递给了夏拓 夏拓接过来放在了桌子上 组长 我和巧儿立刻前往地下城中 协助龙圈尾 屋店的事情 已经命几位屋店长老暂时共同商议 夏拓看着罗和巧儿点了点头说道 嗯 早去早回 看着两人走出下园 夏拓伸手拿起了桌上的兽皮券 唉 好吧 哪怕是最简单的屋周符纹 在他的眼中也跟天数差不多呀 他只能隐约觉得这些符纹之中蕴藏的异景 和他所演化的权益有着异曲同工之名 或许这其中的异景不同 却暗合着天地治理 至于为何让屋店整理这些最基本的符纹 他是准备在部落之中推广开来 对于族人来说 不能修行没事 但是不能不知道呀 就像后世的大学僧一样 等到一抓一大把的时候 地位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等到夏部落中的娃娃 都指着符文说是巫符的时候 那么到那个时候 屋的地位自然也就降了下来 现在夏部落里 唯有为部落立下功劳的人 才能获得崇高的敬意 这一举措算是和蛮荒大地上的屋 彻底对立了 至于结果如何 需要时间来验证 万古部落 洪桑合玉 一座石城依山而建 高高的城墙足有十数丈高 这座城池从山上望去 可以发现是城中有城 在这城池的中央 还有一座小城 这小城的四角有高大的石塔 城中防舍建立得十分的拥挤 而且造型古板 而外城中街道纵横 十楼十无林立 人流往来 城池大门之前 有一壮汉喝着耗子 手中拖着一头燃血的凶兽 进入城中 城中此时炊烟升起 往来的身影 开始逐渐朝着石院中归去 小木 你们将凶兽送去内城 然后来家中找我 那壮汉随意地将手中的兽血 在兽皮裙上擦了擦 对着身后跟着的几个年轻人喊道 知道了 山大哥 身后几个同样拖着凶兽的年轻人说着 将凶兽重新拖进来朝着内城走去 内城是足兵的营地 铸扎着五千战兵 每一个都是洪丧城中最为强大的战士 是几个年轻人做梦都想进去的地方 如今城中谁不知道 进入内城成为洪丧城战兵 就有机会前往上部大下部落 成为一名真正的图顿战士 而至此之后 可以无需去山野之中狩猎 修炼资源自有大下部落调配 更是可以带着家人加入大下部落 成为中等部落的族人 可惜的是 战兵不是那么容易进的 年纪三十以下 力量至少要超过九百军 才有资格进去 然而这只是标准而已 想要加入其中的人太多了 拥有九百军的力量 实际上已经不足以撑得过悬疤 一些准图腾战士 在这一境界沉淀了十多年 力量早就已经达到了准图腾战士的极限 那些家伙甚至敢和出入烈士镜的图腾战士 摆一摆万子 这山大哥就曾经进入过族兵 可惜在前往大下部落晋升图腾战士的时候失败了 没有成为真正的图腾战士 以至于从族兵之中退了下来 和城中的普通族人一样 每天日出而列日落而归 除了获取自己的知识 还要完成供养族中战兵的任务 城中西南角一座占地不大的小石院 山大哥 山中大哥 我们来了 将凶兽送回内城后的几个年轻人 在门外喊着 山中此刻正在石院之中立着 双眸闭合 眼中泛着淡淡的清光 在其胸膛处更是浮营出了一缕图腾神光 听到呼喊之声 山中收敛了气息 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他起身朝着门外喊道 都进来吧 师门打开 几个年轻人一下子涌了进来 山中大哥 五天后就是战兵比武了 小木哥想去试试 若是能打得过一名老兵 就可以加入战兵之中 山大哥跟我们讲讲呗 都需要注意什么呀 对啊 山大哥 你去过上部大厦 给我们讲讲 大厦部落是什么样子呗 几个人涌到了山中面前 叽叽喳喳的说着 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 他们所处的年纪 过去了下部落招收娃娃的年纪 而比三十岁的人 又少了一些沉淀 上部啊 很强大 像陈山万陵两大统领一样的 开山镜战士有好多好多 还能看到很多巫在部落中 培植药草 还有堪比天曼镜战士的巫师 春血镜的凶兽 山中看着面前的年轻人 脸上泛起了笑意 这些事情他给这些年轻人说过不止一次了 对于进入大厦部落的渴望 却是怎么都挡不住 那是一个可以成为图腾战士 甚至是屋的地方 好了 你们好好修炼 只要进入战兵中 就有机会前往大厦部落 去驳一个好出身 在大厦部落才能知道外面有多大 说着 山众将面前石桌上的一个兽皮包裹 朝着小木推了过去 小木 如今你的力量也到了临界点了 再跟着队伍狩猎就耽误你了 成为图腾战士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这是 小木打开了兽皮包 里面是一份乌药 这是一份血气散 是图腾战士修炼用的 趁这几天呢 你取一半的分量修炼 剩下的给你们几个呀 都分了修炼吧 血气散 文言几个年轻人眼前一亮 这个东西他们早就文明 但却从来没见过 只有成为图腾战士 才有资格想用血气散来修炼 还有啊 小木 你们都要记住 只有先成为族兵 你们才有机会前往大厦部落 得到更好的培养 以后才有机会成为开山精 甚至是天迈境的战士 一时之间 几个年轻人都忘了问山众 哪来的血气散 看着几个人匆忙的离开 想要练花无药的样子 山众倾笑 这像结了当初的自己啊 等到人都走远 他从怀中摸出了一枚青铜令牌 上面布满了纹路 其上有凸起的屋子 正面大下部暗影卫几个字 背面就是他的名字了 五年之前从下部落归来之后 他就被暗影殿相助 成为了部落的一名暗影卫 对外宣称没有成功晋升图腾战士 离开了城中战兵 敏于众人 自然 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 就这样离开战兵 而是有任务的 洪丧城五年的时间 从无到有汇掘了二十万的部中 如滚雪丘一般开始暴涨 泯灭的散步之后 不下上千 各式各样的人汇聚在了一起 鱼龙混杂 很多乱子也就出来了 而他身为暗影卫 负责扎根在城中观察祖民的动静 他隶属于洪丧河暗影堂 直接听力于堂主江小鱼 至于整个洪丧河中有多少暗卫 他却不知道 除了监听城中的动静之外 还负责寻找一些天赋不错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错过了最开始的筑基 然而天赋不错靠着自身修炼 到了准图腾巅峰境 未来说不定也会有一定造化 入夜之后 盘坐在石床上修炼的山众 猛的睁开了眼睛 就看到了自己石屋中 站着一个身影 猛的起身 暗影暗卫 山虫 拜见堂主 江小鱼看着半跪鱼身前的身影 眼中神色未变 多年的历练 他早就已经不是跟在夏拓身边 那个小根屁虫了 在上任堂主木调离之后 他接任了洪桑河暗影堂主之位 起来吧 是 山众小心地站了起来 看着面前比他还年轻的身影 却不敢有丝毫的轻视 店主传讯哥哥分店 抽掉一批精锐暗卫 洪桑河分堂 你是其中之一 山众没有问原因 也没有问什么事情 只是老实地说道 手下遵命 这个拿着 你修炼到了烈石镜天峰了吧 避雪散对于晋升开山镜有助力 看着手中多了一份乌药 山众眼前一袭 他之所以能够短短数年之内 修炼到烈石镜巅峰 就是靠着部落里不断设下来的资源 三天内 赶到暗影殿听命 是 江教鱼夺步离开了十月 朝着城中其他地方而去 这一次主殿传来的赵令 征兆的人不少 单单是他的麾下 就不下三十人 暗影殿主的这份赵令 同样在大厦部落 其余几大山城之中落下 主着月暗影分店店主风云 光山月暗影分店店主雅明 石山月暗影分店店主福威 这几年 不单单是各城之中收拢的散民数量暴涨 暗影殿也处在了飞速发展的境地之中 当初每一块地域的三个暗影小队 如今都已经成了暗影殿分堂 堂主皆是位列开山季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一百九十几 人多了也愁啊 下部落 此机杨雷木扎根部落山 如今他的主干粗打百丈 之夜更是繁盛到了遮蔽了整个部落山 朝着山下蔓延 雷木摇曳上空不断有雷音乍响 紫电荧光奔腾如龙 紫色晶莹的树叶悬挂其上 还有点点晶莹光芒闪烁不断坠落下来 树下下园石垫 石垫上门窗上结了一层珠网 显然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打开了 而就在此时 一阵轻微的嗡鸣之声从石垫深处响起 仿佛是有风吹进了垫内 石垫中盘坐在石床上的下托 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个漩涡一般 牵扯着周围的虚空返起了扭曲 化为一种泥潭一般的劲敌 他的拳头捏出了拳影 拳印间有青龙现化于拳印之上 那晶莹宛如实质化的青龙轻盈 向彻石垫 龙形现身引动面前的虚空扭曲 积出一点涟漪朝着四面八方扩散 舒尔夏拓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他双眸之中泛下了清光 隐约间有图腾神影现化 身体由内而外地站起轰鸣 整个体内如同天鼓雷动 生生如雷 他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数年的修炼 他终于一窥当初图腾神形 传给他的那一套拳印 这是脱胎于招式的道 天地玄妙道法无形 天脉镜晋升神葬镜之后 图腾战士就开始接触道了 只有参悟了道才能晋升神通镜 否则一辈子也只能卡在神葬镜 这青龙拳印就是道的体现 他现在无法将更深层次所蕴含的道运参悟出来 眼下只是在摸索着前进 相比于天脉贯通力量的提升 道运的残悟却是难了不知道多少倍 眼中泛着思索 夏拓伸了伸懒腰 闭关了那么久 也不知道部落里现在怎么样 当然 这几年他可不是全都处于闭关之中 而是每一个一段时间就会出关一次 了解部落的情况 只不过是 这一次闭关时间久了一些 当然 这一次闭关收获也是最大的 窥到了道的门径 卫一 主上 部落里面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眼前仿佛出现了一阵风掠过 在他面前 一道身穿半黄色兽袍的身影 贵妇而出 斯雅的声音在部落之中响起 屏主上 部落一切安稳 部落一切安稳 卫军身上这件半黄色的瘦袍来说 就是花了极大的代价 先是去自洪桑和玉 红桑岭中的桑树苗 一入下部落聚灵镇之中 经过百草殿乌土降师培养了数年 以灵液喂养的灵残吐出来的丝之城 然后 屋殿又在丝袍之上刻画了隐匿符文 这些符文是从眩影人寿物之上刻露下来的 经历了一次次的失败 不下百次之后方才成功 单单是鬼维军十八人所穿的丝袍 从种树开始到成衣 所花费的代价就不好估量 也只有部落才能有这样的实力 去为区区十八人制作衣服 不仅如此 筑器店也正在为鬼维军打造血影刃 只不过这两年来 数次的实验都失败了 耗费了大量的矿材和精力 可以说没有一个部落支撑 这些事情根本无法去完成 要知道一件小小的私袍 他这个部落组长都没有 这是专门为鬼维军特制的 可以更好地配合他们的隐匿能力 下去吧 话音一落 贵符在他面前的身影悄然消失 起身朝着祖殿外走去 园子中看着久腻的阳光 夏拓不用眯起了眼睛 这让助手在园子门口的族兵看愣了 族长出关了 不多时 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部落 下部落 足殿之中 这一次各部殿长老齐聚 皆是正经危坐 朝着上手的夏拓看去 拜见组长 夏拓看着殿中的众人 一个个在时间的冲刷之下 有了沉淀 相比于五年之前 殿中的身影一个个气息更加的浑厚 坐在上手的小儿变化最大 已经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一袭泛着七彩的兽袍穿在身上 手中抓着一根放大版的白骨钗 部落大祭祀的名声也愈发的响亮了起来 我闭关的这些时日 族中多亏了各位长老操劳 双眸如炬 从大殿之中每一道身影上扫过 曾几何时 下部落不过是百十人口 十几条石枪而已 而此刻 大殿中巫师两位 屋殿殿主罗在将得到的祖乌穿成七首贯通之后 终于晋升到了巫师镜 整个人变得更加的阴暗阴逸起来 能够和其相比的 只有暗影殿主的陆了 这两个人凑在一起 让人都不有的发寒 除了陆之外 战士殿殿主红长老 也已经晋升到了天脉镜 贯通了两道天脉 身上的气息散发着灼热 和陆比起来 是另外的极端 巫店麾下 祖乌一脉 晋升了巫师一名 名为羽游 驻游店一脉 则晋升了两名巫师 林山和杨丁 入手店同样晋升了两名巫师 其中一人便是卡在巫土境很久的去 另一位名为石火 大家坐吧 算起来 咱们下部落立足于万古山脉 超过十载了 这一路的风雨 从当初的小部落到如今 十年生距 这个时间也不算短了 趁着这个机会 大家都说说 咱们攒了多少家底了 夏拓的眸光 从殿中所有人身上扫过 出声说道 究竟积累几何 洪长老 你先说吧 你战师殿 护卫部落安危 自当不让 是 洪从十一之上起来 浑身散发着粗犷的气息 声音在大殿之中响了起来 秉族长 战师殿统帅本部和武裕战师 如今本部族兵一千 全部都是图腾战士 武裕镇守麾下战师 各五千 经过五年来的轮番培养 其中超过近四成 都已经是图腾战士 武裕麾下战兵 加起来共两万五千人 四成数量就是一万余人 一万烈士镜图腾战士 这奉在以前是一个不敢想象的数字 当然了 这一万数量的图腾战士分散在五成 而且其中不仅仅是这些年轮流收进部落的轻壮晋升等 还有收拢散步的过程之中 征召的散步中的图腾战士 嗯 夏拓点了点头 武裕镇守显然对他的命令执行得很好 他的眸光紧接着落在了风和兔身上 组误点 组长 这些年咱们部落附庸的图腾散步并没有增加 还是兔来说吧 风畜生说道 随着一旁的兔起身 组长 兔拿出了一圈兽皮圈摊开 接着说道 截至上个月 武裕镇守送过来的人级统计 洪丧河城三民数量 已达到十九万六千四百人 楚卓城 散民十七万九千六百人 光山城 收拢散民十六万三千三百人 石山城 收拢散民二十万零一千六百人 龟贝城 汇聚散民十万零七百人 怎么会有这么多 随着兔将麾下各域收拢的山中散民爆出来 夏拓直接是吓了一跳 这哪来的这么多人呢 当初他给五个镇守下了命令 三年内将族民扩充到十万人 养五千兵 本就觉得这可以将各域的散民给收拢的差不多了 然而眼下各域收拢的散民数量远远的超乎了他的余量 甚至已经是翻倍了 这茫茫的山野到底生活着多少散步啊 吐玉合计收拢族民八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人 兔的话语没有停接着说道 部落本部雨收拢散步族民加起来四十三万两千三百人 近一百三十万三名 这哪来这么多人呢 夏拓是久久的吐玉 难以置信呢 一个个小小的散步几百上千人 万古山脉南域四百多方圆的山野之中 竟然潜藏着这么多的散步 族长 对于族中收拢散民的赵令 各域镇守一直都在竭力之行 如今五域山野大大小小的山野峡谷都给翻遍了 遗留下的散民部落不多了 看着夏拓惊恶的眼神 红不由的出声说道 这些散民可都是他麾下的族兵 翻山越岭拔山涉水 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给找出来的 这五年来是一点都没停下 就差开山掘土挖坟凑数了 咱们部落有多少人了 这一刻夏拓出声问道 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兔看了夏拓一夜接着说道 由于族长闭关前有令 五域之中 凡有修无天赋的人 清族纳入部落 五域中 凡是观想图腾 晋升图同战士 清族纳入部落 所以 如今部落族人是 七万三千余人 还好还好 夏拓点了点头 本来以为会超过十万人来着 看来本部收拢族民还是很节制的 眼下看来 自己手下的兵很能干 估计万古山脉南路这片山林中的散步 几乎快要收拾干净了 当年万古博步本部部中就两百万 夏拓安慰自己 自己这点族人不算多 可是万古是博步 它顶多是个中等部落 看来实力比不上博步 可以从人口数量上去超越 葛玉镇守的动作出乎了他的预料 既然已经收拢完了 自然不可能放回去 有百万部中供养夏部落 想不发展都难呢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带您耻丑荒谷 第一百九十一集 夏部落很困难 一百三十万洒民部中 本部七万族民 这两个数字让夏拓着实下了一条啊 自己闭关了这些年 手下是很能干的 若是能够将这些人口全部整合 如必指使 那么夏部落纵横万古屠泽 将不会再有敌手 想一想心中还有些小激动 这边夏拓心中想着美好的未来 那边暗影店长老陆就已经起身了 禀组长 五狱之内由于各阵收拢散民数量过多 乱象分生 五年来各个城中发生的动乱 是三百五十一次 其中超过万人的动乱三次 五千人的动乱九次 三千人的动乱二十三次 剩下的都是千人次的动乱 至于百人次的更是不计其数 没有统计 好在各阵守提前发现 强行镇压了下去 好吧 夏拓刚才还沉浸在麾下各部中 暴涨的惊喜之中 这惊吓就来了 各个散步从山林中迁途而来 互相之间捏合不起来 因为一点小摩擦就大打出手 以至于引动成千上万人影从 波及成池死伤惨重 影响很是恶劣 陆长老的声音不断 诉说着各域之中的发展 这些年来 暗影殿也在扩展之中 然而五狱中的人口实在是扩充的太快了 他们就算是有心作为部落的眼睛洞察一切 依旧是有些捉襟见肘 难以兼顾周全 人口数量雪球一般的长大 负面影响几乎是一下子就爆出来 十分的严重 屡屡镇压不值 夏拓眯起了眼睛 陆的话语明明白白的告诉他 他想要挥兵进万古山脉是不可能了 让外必先安内 内部不稳 夏部落就等于是坐在一座火山上 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 这可是百万不种 而不是百时人口啊 传令五狱镇首 各域各成烦闹事者 主从犯击伤 妇如贬为奴隶 久待为奴 刑罚店派出刑罚战士巡视各成 凡有异动者无论对错可当成割杀 乱事用重点 这一点夏拓还是懂的 人口融合是需要时间来谋合 当然必要的威严还是要有的 各自族民明知道暴乱会被镇压 依旧还敢搞小动作 就是没将夏部落放在眼里 陆长老 各域中的腰部倾脚的怎么样了 夏拓出声对着陆说道 丙族长 各域所发现的腰部都已经清脚完毕 万古南路山脉四百里几乎净 沉言了片刻 夏拓还是有些不死心的 对着红长老问道 若是部落发兵 前往万古山脉深处净整个万古呢 各镇守麾下的族兵可否能够抽调出战兵呢 文言红长老苦了脸说道 族长 各域收容的宰明太多了 各镇守麾下的族兵轻易间不可离开驻地 否则宰明暴动难以镇压 说着 他朝着风眨了眨眼睛 风反应了过来 出声说道 族长 族中眼下确实是无力征伐大规模的族兵 清脚山脉深处 夏拓看着店中的场景 发现皆是朝自己摇头 这些年他都在闭关 族中都是长老操持 自然比他更清楚这族中的情况 族长 咱们部落眼下看似族人很多 但实际上 这五年来都是在不断地收拢族民 并没有哪一天真正的安心下来发展 各种资源都在不断消耗 族物店另外的长老兔出声说道 他的手中摊开了一张瘦皮剧 他扫了几眼出声说道 族长 五年来 为了组建五城镇守战师 筑器店每年朝着各镇守抚挥下 合集压械一万套假咒兵器 弥补各镇守足兵的消耗和装备 怎么会有这么多 夏拓一愣不由出声问道 各域镇守青角山林覆灭腰部的战斗 对于假咒损耗很厉害 还有一些族兵离开战师后 假咒兵器都不会收回 直到如今 屋店列出的一百一十九位基础药草 还有三十三种短缺 筑器店需要四十八种矿石 三十一种短缺 单单是本部族人所消耗的资源 每一天都是一个海量数字 麾下各域和各附庸部落 还没有完全整合到位 各种资源无法攻入部落中来 远看好雄伟的部落 近看都快吃不上饭了 这是何等的卧槽 此刻夏拓真的想要说上这么一句 一座部落的发展还真不是闹着玩的 需要细分到每一个人 眼下这部落的架子是搭建起来了 但是还需要强壮筋骨 才能不至于倾倒 而且它有一种陷入泥沼中的感觉 部落大了人也多了 冗陈也出现了 已经不再像是当初那个小部落那样比较好管辖了 陆长老 即日起 征调暗影殿的暗卫 开始进入山脉深处查探其中场景 通华山脉深处的山市地图 确定腰部位置 为我们以后进军山脉深处做准备 陆长老点了点头说道 组长就算不吩咐 我最近也在召回各个分店中的暗影位 准备逐渐由精锐图腾战士和血引人组成的暗影小队 开始摸查山脉深处 为部落彻底荡平万古山脉做准备 嗯 好 夏拓不由地回答 如今咱们虽然清理了南部四百里山脉 但实际上整个万古纵横两千里 咱们距离山脉深处还是有些距离 我推测在山脉深处才是幽妖的老巢 这幽妖算是我们的老对手了 这些年部落击杀了其血骨所化的灵妖也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它真正的血骨却没有见到 很大可能就在山脉深处潜藏 与其每天提心吊胆 唯恐哪天幽妖降临 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 咱们彻底净平山林 到那个时候 万古山脉是我大下部落的万古山脉 手握百万之众 夏拓不由的话语也变得硬气起来 虽然这百万之众有点发虚 但是你要是论人头点也是黑压压的一片 气势如虹呢 一时之间 整个组点之中 各部长老也被夏拓这句话 给弄得热血沸腾起来 外敌要除 内政也要增强 说到这儿 夏拓朝着胖哥看了过去 注气垫和污垫需要的矿材 药草 外部异物不能满足吗 胖哥摇了摇脑袋接着回应道 注气垫所需的矿材 都是打造污器所需 而打造污器的矿材 虽说用量不大 但各部都少有 想换也换不来 至于药草嘛 本来就是蛮荒大地图腾战士 修炼所用的药草 咱们下部落扩张太快 方才显得供应不足 对了 吴殿江归备山地下遗迹中 遗留下来的顶级 在整理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 关于山脉中矿杖的记载 乔儿眨着大眼睛说道 阿叔 有是有 但是 矿脉都在山脉深处 加上年岁久远 说不定地势早就变化了 这样 义务殿尽量换取部落所需要的矿材 船令麾下各个散步 还有五欲镇首 凡是发现矿脉的人或者散步 可破例享受 像部落昨日同等的待遇 发现珍贵矿脏的人和散步 直接纳入部落 是 既然外敌眼下不能动的话 那咱们的内政就可以动动了 文言 店中长老一个个不明所以地看向了夏拓 各位 咱们下部落如今 人口数量没得说了 就算是放在外界 也可以和中等部落中的强部 摆摆万字 不过 人口是有了 但是在巅峰战力方面 却很是不足 夏拓没有遮掩 接着说道 作为中等部落 天麦境是部落强者 开山境是部落的中流地处 如今部落之中开山境战士增多 但是天麦境战士却没有增加 作为各部长老 你们的实力也该抓紧了 不然要是被后面的小崽子们追上来 那可就丢人了 话音一落 助气垫公长老等几位 还处在开山境的长老 一个个都低下了头 没得办法呀 摸不到晋升天麦境的机缘 炼化再多的资源 也是浪费了 公长老 木长老 巨长老 暂时将手中的足物放下 多花一点时间 多去修炼 是 对于夏拓的话 几位长老皆是应试 实际上 作为疑店长老 早就已经无需亲自动手做什么 只需要做出决断就可以了 而且在各自店中 都有着副手忙着 直到金屋熄落 足以方才结束 各部长老 纷纷从足店走了出来 夏拓并没有离开 而是在足店中 眼中露着思索 他也没想到自己闭关五年 足人就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惊喜 原本他想着这次出关之后 夏部落经过发展至少有了一些实力 可以挥兵北进 山脉深处 刺激荡平山野 眼下摊子值得那么大 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 夏部落如今有十四个布点 每一个布点都分管相应的职责 现在看来有的布点重要 有的布点冷清 却不能说冷清的布点 那就是没用的 十四个布点 每天不需要都有事情 哪怕是只有几个布点有事情 他都分山乏树 部落摊子一下子这么大 他真有种掌控不住的趋势 无忌部落 最终呢喃着 这是他数年前图腾链体的时候 图腾意念和他理解出来的一句话 这种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反正他觉得 部落有脱离掌控的趋势 这绝对是和物极部落越来越远 夏部落就是他 而他掌控夏部落 也应该如必指使一般灵活才对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步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带您 职丑荒谷 第192集 物极部落真正的含义 图腾殿 夏拓看着长出了一对小翅膀的乌乌 眼中露出了兴趣 这才是多久不见呢 乌乌都有翅膀了 下次会不会长出爪子来呢 看什么看 再看 把你眼珠子挖下来 乌乌很是生气 他觉得夏拓的眼中带着对他浓浓的嘲讽 图腾可杀不可辱 自己长翅膀走了 以后自己还会再长呢 夏拓朝着图腾神柱看去 十多年来图腾神柱还是老样子 表面布满了细密的裂纹 粗糙风化 好像大手使劲一搓 就可以掉下来好多碎石屑一般 布满了坑坑洼洼 夏拓的大手按在图腾神柱之上 久违的血肉相容的感觉再次出现 图腾柱深处的光团没了 只剩下来一道属于图腾神型印记的虚影 而这道虚影也出于将要完全消融的境地 前代图腾遗留下来的精髓 你都积取干净了 随之夏拓朝着呜呜问道 嗯 呜呜点了点头 忙的又摇了摇头 哎 什么前代图腾 什么遗留精髓 我就是我 哪有什么前代图腾 是吗 夏拓盯着呜呜看着 一直以来他都无法真正弄明白 自己和图腾神柱之间的关系 要是说和图腾有了契约 图腾中孕育出了呜呜之外 为何在深处还有一尊伟岸的图腾神指的神影呢 一个图腾柱拥有两道图腾神指 这很奇怪啊 嗯 乌乌先是点了点头 又突然猛的摇了摇头 哎 不是不是 是是是 夏拓 你说什么啊 乌乌听不懂 听不懂 乌乌瞪着小眼睛看着夏拓 一副你怀疑我的可怜巴巴的表情 我 我只是已经受伤了 才不得不陷入沉睡中重生 接着编 接着编 好 下子缩在了一起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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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没骗你啊 就是重生 就是重生 这上一代巨盲 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 被人自有自闭了 连神都能给做崩溃了 中创之下 只能重生 乌乌乌 乌乌瞪着眼睛气呼呼的对着夏拓说道 图腾重生 这很正常 茫荒大地漫长岁月以来 不知道有多少图腾凋零或者一火重生 没啥好奇怪的 乌乌就是从上代巨盲残留下来的图腾神能终育出来的 不知道为啥 这上代巨盲好像出了点什么问题 乌乌重生之后却发现 没有得到完整的巨盲传承 说到了这儿 乌乌小心地瞧着夏拓 委屈巴巴地说道 乌乌没有完整的上代巨盲的传承 阿拓 你不会不要乌乌了吧 乌乌此刻那是一个可怜呢 作为图腾之灵 他没有得到上一代完整的传承 就像是人族娃娃生下来就先天残疾一样 这在图腾界那是很丢图腾的 要是被人族部落直接举足不供奉了 那么也就只能流落山野 最后泯灭在天地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阿拓 其实乌乌能力还是有的 虽然遗世了好多传承 但乌乌还是图腾主呀 这可是天生的 我可以帮你的 大不了乌乌 我以后少吃一点收盒 原来你是这样的乌乌啊 看着乌乌小可怜的模样 夏拓不由得倾笑了起来 这有什么好隐瞒的 乌乌 阿拓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啥没有得到完整的巨蟒传承 上一代巨蟒好像收到天前 被雷劈了 所以乌乌才先天无法得到完整的图腾传承 我 我真的努力再做一个好图腾 我 那 乌乌小眼睛中一亮 看到面前出现了两块零精 不由得怯怯的看向了夏拓 阿拓 这不会是三会儿饭吧 点了一下这个小家伙 夏拓没好气的说道 哎呀 你就不能长长脑子 咱们之间可是有契约的 对呀 乌乌眼前一亮 连忙喊道 阿拓 你可是甩不掉我的 我未来可是伟大的巨蟒 天地间有数的图腾神 哎 当然了 现在我还小 还 还忘了点东西 哎 不过这都不重要 对不对 小祖宗啊 就你戏多 嗯 嗯 说说吧 上代图腾神孕育出了你 我在观想图腾的时候 为何还能看到本尊的神星啊 那是上代巨蟒残留下来的印记 还没有完全消亡 乌乌趴在一块零精上啃着 他现在突然明白了过来 夏拓是扔不掉他的 这也就放鲜了 图腾林在凋零的时候 要么彻底的消失在天地间 要么就会重生 获得新的一生 其实乌乌和上代图腾之间 就已经没有了过多牵扯 那你知不知道 物极部落是什么意思 乌乌啃着零精一边胡论着一边说道 那不准啊 整个部落都是你的 你好好说 嗯 图腾凝聚您心 族主掌控图腾 乌乌也不吃了 小身子飞到了夏拓的面前 图腾是将部落族民捏在一起的媒介 在仁族王庭中 仁王的地位至高无上 统一万步 镇压四方 靠的就是图腾将亿万里山河牵连在一起 仁王通过王庭图腾神射封大大小小的部落图腾 各个被射封者带着图腾前往所分封地方 开足立江 被王庭图腾神所射封的图腾部落 在哪里繁衍 哪里就将是王庭的麾下 王庭中 仁王可以契合图腾神 瞬间一万里之遥 出现在任何一个麾下部落的江土之中 巡视万步传递赵令 当然啦 乌乌作为图腾主也是可以的 不行的是你夏拓 可不能怪乌乌 乌乌不嫌不淡地说了夏拓一句 过了过嘴瘾 对于仁王来说 五级王庭 人族共主 阿拓 你也别灰心 你是夏部落共主 乌乌的话语让夏拓露出了沉思 许久之后 他朝着图腾神柱走去 此刻 乌乌整个身上绽放出了清光 朝着图腾神柱之中没入 整个图腾神柱绽放出了清光 一眉眉虚幻的符文显化 下部落 紫急阳泪目摇曳 灵夜片片随风呼响 紫电荧光不断地游走四方 在巨木如散尖的顶端上 一道石杖大响的紫雷突然炸起 荧光蹦践 引洞整株陵木之上引点炸响 一时间整个部落山上空紫光漫天 银龙狂舞引得四方族人瞩目 这时 树顶之巅 漫天的紫光银垒之中 一道清光挤开了霹雳出现 那清光由朦胧化为清晰 化为了一道虚影 立在陵墓之上 眺望部落四方 吓脱心中的震撼难以想象 物极部落 这一刻他似乎有些明白了 这是他的意念 借助图腾所画的身影 瞬息间洞察部落四方 在虚幻中 听到来自部落四方的道道意念 这些来自部落的意念实在太过于绊躁了 他根本听不清 还让心神处于一种极度刺耳之中 乱很乱 他仿佛一瞬间明白了 白日间他在足殿之中 为什么会有一种部落超脱掌控的感觉了 部落不中万千 一人一个思想 民心不惧 族民还没有真正的将下部落 铭刻在心中 不得不说 这就是散布所汇聚部落的病解了 部落短短的十年时间 仓促汇聚 表面看是部落实力增强 但是部落却更乱了 他朝着远方的山脉望去 在山野深处 他察觉到了有五道汇聚着有熟悉气息的地方 正是五玉山城 相比于人族王庭 瞬息亿万里横跨山河大地 他差的的确是有点多 只能略为感受到一些气息 意念也跨不出部落 物极部落并不是说掌控部落每一个人的思想 人心是叵测的 也是最难懂的 而是说聚合部落一切气云大事 挥手间纵横百合 统一一方 图腾殿之中 意念回归本体 夏拓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掌控一个部落还真是伤脑筋啊 一阵的清光大盛 乌乌也从图腾神柱之中显化了出来 阿拓 眼下部落草具 族中凌乱不堪 也实属正常 每一个部落都是这么过来的 日后 等到族民全部融合 一袋袋血脉融合 新生儿不断地降生成长 下部落 就会逐渐刻在每一位族人心底了 看到夏拓神情有些优色 乌乌不由地出声安慰道 他虽然是图腾灵 只能在不经意间引导所有的族人 心思归一 却不能操控每一位族人的心思 否则的话 图腾灵可以蛊惑一切的话 那还要部落做什么 茫荒大地上的人族 都是图腾的奴隶了 阿拓 想要契合图腾 你和部族的族民间的联系 也需要密切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刚刚一年显化洞察部落所产生的 超脱掌控的无力感 就是因为如今部落族民暴涨 族人心思扳杂所致 真正强大的部落 族民兴起 气势如虹 那种部落自傲 从脸上就能看出来 作为部落的图腾 就这么点能力 夏拓白了一眼乌乌 短时乌乌不干了 混蛋夏拓小瞧乌乌呀 乌乌的作用可大人呢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93集 大起图腾神器 对于夏拓的怀疑 乌乌很是生气 瞧不起乌乌 乌乌可是好乌乌啊 就是 就是没了大多数的传承而已 而已呀 重生后的乌乌和人族的娃娃一样 拥有着小孩子的脾性 多了灵动和天阵 显然 图腾重生也摆脱不了这种天性 这一刻夏拓觉得自己暗和图腾 洞彻部落 就像是前世的天网一样 洞察部落这种能力 放大到人族王庭 王庭图腾神分封四方万部 不就像是终端和分支的区别吗 图腾洞察每一个分封出去的部落 而人王借此为媒介 深河图腾巡视亿万里山河 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在这时图腾殿外响起了小布声 巧儿抱着一座外表残破的石塔走了进来 看到夏拓在族殿之中 顿时眼前一亮 连忙说道 哎 阿叔你在图腾殿呀 刚刚我还让族人去喊你呢 怎么了巧儿 夏拓看到巧儿走进了石殿 哪怕是长成了大姑娘 巧儿对她的称呼还是没改变 也就是阿叔阿叔的喊着 而且整个夏部落也只有她有这么个权利 阿叔 快看 接着 巧儿像是献宝似的将怀装的石楼朝着夏拓推了过去 我记得 这个不就是胖腐长老在外面带回来的那座石楼吗 夏拓一眼就看出了巧儿怀中的东西 这个东西遇水不沉 而且当初还在万古部落地下一迹中 发现了和其纹路相似的石壁 对呀 阿叔 这个东西可是个宝贝 巧儿已经搞清楚这上面的富翁含义了 说起来 胖哥这些年代回部落的东西还真是不少 很多像是石楼一样的东西都放在传承店之中 不知道有什么用 比如说一块石片 一个瓦罐残片 不过胖哥的眼睛是不会出错的 眼下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啥 他以后或许能知道 小巧儿 这是个啥 乌乌也凑了上来盯着残破的石楼看着 他的小眼睛之中泛着青光露出了一抹熟悉的感觉 奇怪 这东西我怎么感觉有些熟悉 一时间夏拓和乌乌都看向了巧儿 阿叔 图腾乌乌 看到这四枚福字了吗 顺着巧儿的手指 夏拓的眸光落在了这座三尺高 六层八角形的石楼最顶端 顶端上悬挂着一枚楼刻出来的匾额 只不过这刀工有些寒碳 匾额刻画的很是粗糙 匾额中的文字看上去更像是随意的线条 大起天阁 巧儿折了指石塔上的四个字符 一字一顿地说道 阿叔 这是一座覆灭了人族种王亭遗留下来的图腾神器 来自于一座叫做大起的王布 很久之前被大腰覆灭 大起王亭 图腾神器 夏拓的神情是呆滞的 有些没闯活来 这都是啥跟啥呀 王亭他知道这图腾神器是啥 就在他眼中露出疑惑的时候 乌乌却是眼前一亮大声说着 我就说嘛 这一座破石楼 怎么会给乌乌熟悉的感觉 原来是图腾神器啊 图腾神器 只有图腾主才能掌控的神器 强大的部落之中 除了历代族主和大祭祀之外 图腾神器是很难出现在普通族人眼中的 图腾灵也需要媒介来显化在普通族人眼前 而且这个东西只有图腾主才有资格掌控 普通的图腾灵就算是得到了 也不过是一块废石头 大起天阁 什么用啊 没多久下托就明白了 这是一座繁衍到了巅峰的人族王部 为了晋升王庭掌控山河大地 聚合整个部落最为巅峰的巫术大成之座 用来洞察四方辨别族民 就像是整个部落的智脑 比如说族人立下了功劳 如何验证又如何让族人心服口服 图腾神器的作用就是如此 依旧视如前世的网络一般 在王庭中图腾神器就是支撑王庭的中枢 这大起天阁 曾经转王庭大起为晋升王庭打造的图腾神器 作为支撑王庭统治四方山河的核心 集合了大起王庭传承数万年的巫术大成智慧 乌乌 你快炼化吧 大起天阁外表看似残破 但是其中核心并没有毁坏 巧儿将面前的石楼朝着乌乌的方向推了一推 接着说道 巧儿参悟了数年时间 才搞清楚了天阁外面刻鲁的乌纹 不过 天阁深处的运转乌阵 是专门为了图腾所打造 也只有图腾灵才能真正去参悟 说着 巧儿的眼中露出了一抹崇敬 大起王庭的乌 所拥有的力量将会是何等的伟案 他有些难以想象 有关石楼的来历 他耗费了六七年的时间 这才从天阁外表凌乱的符文之中解析出来 除此之外 其他有关的消息却是不知晓了 乌乌这个半吊子的巨盲图腾 对于图腾神迹还是有点传承记忆的 王庭伟案不中无数 还不算分布四方的赤锋部落 想要是掌控这么大个摊子 实时洞察四方 单单是靠人力那是不行的 人亡时刻地关注四方 难不成就不做其他事情了吗 所以就有了图腾神器的诞生 监察四方 懂得 说吧 在夏拓和巧儿的注视之下 乌乌一头就朝着残破的石楼扎去 然而下一刻一声轰鸣 撞到石楼上的乌乌翻滚着倒卷而归 引得夏拓两人不由得一惊 怎么了这是 嘿嘿嘿嘿小疏 就是看看你们的反应 接着乌乌化为流光 没入了石楼之中 留下了一点清光 如青色繁星点点在石楼外表亮起 每一点都细如沙子 布满了石楼的表面 两个人死死的盯着石楼 看着上面闪烁着的清光 而此时的天阁内部 是一座虚幻的时空 时空之中金乌横空 和玉兔同处一室 虚空是由一枚枚虚幻的符纹组成 密密麻麻的符纹 如同天上的繁星数都数不清 符纹相互递解勾连 以既定的规则流转 一排排一列列 相互之间延伸出了虚幻的力量 构建出了这方世界 金乌和玉兔处于世界的中央 化为一阴一阳的太极之状 勾连四方无数的符纹 运转着这方世界的规则 好厉害啊 乌乌出现在这方时空不由的发出了声响 这是完全由乌术符纹构筑的时空世界 也只有拥有无上伟力的王庭 才能聚合这样的乌术强者打造出来 一枚枚交织的符纹纵横穿梭 演画着和外界天地一样的画面 构成了花草树木蛇鼠虫椅的形象 对了 乌乌是来认主的 乌乌从惊讶之中回过神来 他化为流光朝着金乌和玉兔交织的太极阴阳鱼而去 世界组建不外乎阴阳相容 乌术脱胎与天地致力 修炼到了巅峰自然可以重塑天地 乌乌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嘛 这就有图腾神器咯 唉 咱虽然不知道前世怎么了 但这一世起点高呀 呼呼呼呼呼呼 金乌和玉兔交织的阴阳余下 自成独立的虚空 趴着一尊虚幻的蛟龙 约莫数丈 头掌双脚附下龙足三爪 这显然是已经要脱去娇生化龙了 虚幻的蛟龙影如同一缕青烟 乌乌的出现将其从沉寂之中惊醒 暗金色的龙眸睁开 折射出来数不尽的大道无闻 烟化着天地运转的规则 有声巨蒙 苍老的声音在这方世界响了起来 蛟龙出生紧随着神光一散 化为了一尊老者模样的身影 头顶长着两个小突起 铸着龙头拐杖 你是第几代君吗 乌乌乌 乌乌盯着面前的身影摇头 上一代把自己玩残了 自己哪里知道自己是第几代啊 我是来继承这座天阁的核心的 乌乌很诚实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去盲神住住 哈哈哈哈 本该小王在龙寒末代的图腾神现实 哈哈哈哈 蛟龙图腾神眼中泛着异样的神魔 不过他的话语 乌乌可是听不懂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眼前这尊图腾神 只是一缕残神 再无曾经的伟案 天阁的运转核心 就交给你了 收敛了异样 蛟龙图腾整个人泛起了神光 当年大起就差一步 晋升王亭 而他也是差一点画龙 成为图腾神主 赤风万步传明万物 可惜的是 一切都成了梦幻 如烟云过眼消散 而在这临近消亡的时候 他竟然看到了 来自上一个大时代的图腾神主 不重新归来 这是天意还是变故呢 蒙荒大帝经历了 颜康龙汉两个大时代 如今是第三个时代 赤鸣 赤鸣时代的图腾神 神早就已经不是颜康龙汉时代的初代图腾主 那是和人族一起从黑暗中走出来的第一代图腾 龙汉末年大节 初代图腾主早就应该覆灭了才是 而如他这一般 属于赤鸣时代的新生图腾主 颜康龙汉时代的图腾神主都是天生的 赤鸣之后图腾主皆是后天而生 借助上个时代先天图腾神主遗留下来的赤鸣赵鸣 一步步修炼到了图腾主的境地 蛟龙图腾神摇了摇头 这些已经不是他所能关注的了 他已经消亡 连灵魄重生的机会都没了 早该抿灭在龙汉节中的初代图腾 重新降临蛮荒大帝 这一切不是他所能干预的了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求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94集 内阁雏形 图腾地 乌掌控大起图腾神器花费的功夫不小 不过这也能够理解 作为曾经准王庭所打造的王庭装书神器 其中所刻画的乌阵 乌符绝对是超乎想象 一座王部多么强大 夏拓就算有心去想也想象不来 一直到了第二日金屋出生 夏拓和巧儿都还守在图腾殿之中 终于是守到了陈记的图腾神器 绽放出来青色神光 六层石楼之上 悬挂着那块模糊的石饼上 留意出了清光 如有虚幻的刻刀出现 将石饼上原本模糊的字符抹去 重新开始勾勒文字 大夏天阁 这几个屋子夏拓自然是认识的 成功了 眼前的一幕让他的眼中露出了一抹笑意 五屋已经掌控了天阁 阿叔 你说这座石楼真的那么神奇吗 巧儿的眼中有着好奇 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这座石楼砸开 看看里面的巫符是有多么的玄妙无双 乌乌 话音刚落 乌乌重新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小眼睛中闪烁着晶莹 夏拓 我已经掌控了天阁的核心 还见到了大起王部的图腾神主 乌乌如是说道 不过语气逐渐沉寂了下来 轻吟着说道 可惜啊 蛟龙图腾主凋零了 他死了 在天地间彻底消亡了 显然 乌乌对于大起王部的图腾主 感官还是很不错的 一个即将凋零的图腾主 将图腾神器安稳地交给了他 都是该死的妖族 随之乌乌恨恨地骂道 图腾乌乌 你快说 这座神器有什么神器的 乔儿忙地问道 他可好奇了 乌乌从蛟龙神主那里得到了整个天阁的掌控权 还得到了和天阁相连的乌法 乌乌没有隐瞒出声说道 这种座天阁是由一亿三千六百万枚符文刻录 几乎包含天地间所有的乌文类别 演化出了一座独立运转的虚幻世界 有着一套完整的运转规则 比如记录族人生死数量 战功 监察 武道等级等作用 反正作用很多 只不过 乌乌需要好好去接收才行 下一刻 乌乌身上泛起了一道清光 滑过了虚空 落在了乔儿的眉心处 夏拓看到这道清光之中 固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 交之地结 这是打造本命符印的巫术之法 打造出来符印之后 交给族人滴血真主 就可以和天阁沟通在一起 成为族人的身份令牌 这以后呀 就算是族人想要冒功都不行 当然啦 乌乌如今的实力 还达不到动作窥视百万千万里山河大地 旺谷沙脉附近之地还是可以的 只要族人在这个范围内 就可以感应得到 以后随着乌乌实力增强 所能笼罩的范围还会增加 夏拓觉得自己运气是不是太好了 刚打瞌睡就有人给你送枕头 自己这边刚要想着怎么加强对部落的掌控 这大起 不对 现在是大夏天阁 他就出现了 梁九 眯着眼睛 铁乌乌乌传给自己乌法的巧儿转醒过来 对着他说道 阿叔 身份令牌完全可以打造 以百炼金铁为主 添加乌兰晶 墨玉石 刻画符文之后 达到可以滴血扔主的程度 算是一种雾气 只能用在咱们下部落 本言 夏拓点头想了想 随着厨生说道 乔儿 你负责前往朱西殿 让族中的匠师打造身份令牌 记得 要区分好令牌的款式和级别 样式可以统一 但最好可以从上面显示出区别 比如长老是什么样子 普通族民是什么样子 阿叔 咱们部落眼下 可是有七万多族民呢 乌兰晶和墨玉石 可能不够完全打造 那就先打造 各部长老 镇守 统领 执事 还有图腾战似的 嗯 巧儿知道了 我亲自督促铸器店 打造身份令牌 回答过后 巧儿转身离去 他有些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仓屋乌乌 传给他的乌文 铸器店需要打造的 只是一个载体 真正需要的是克鲁乌文 乌乌也去参悟这件图腾神器了 争取早日让天阁运转起来 乌乌看了一看 随之也化为流光 没入了天阁之中 夏拓见没人搭理自己 从图腾店中走了出来 回到了下院 昨日合身图腾洞西部落 那种无力感还萦绕在心间 族人不归心 对于一个部落来说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 若是安稳发展百年 他绝对可以将整个部落 整合得服服帖帖 但是 他有百年时间吗 而关于这一点 夏拓自己也不能确定 图腾神器天阁的出现 算是意外之喜 想要整合部落 还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只有族民归附 他合到图腾的时候 才能更加的得心应手 甚至 驾驭图腾 聚合一步之际雨 横击万古山脉 族长 玉兽店主 聚恶指使来吧 院外 一个足有两米多高的壮汉 匆匆而来 族长 玉兽店在部落东边 所规划的眷寿厂 其中有一批袍鹿已经长成 不知道是否补杀 苍福呢 这件事情 找他呀 哦 夏拓开口 随着他反应了过来 此时 苍福还在归备山下的地下城中 给大夏龙却为培养坐骑呢 玉兽店的事情 只能来报给他 嗯 你带人捕杀一些 看一下咱们部落用药草 散养的袍鹿 对于弥补血迹 效果如何 是 居饿转身离去 夏拓不由得吐了口气 没有大长老还真是不方便啊 当初这些部落的琐事 何须交给他来做 随着他轻轻摇摇摇头 他想到了部落集权的问题 眼下本就是对部落掌控不顺 这些事情他还真是得亲力亲为 只不过啊 这族事那么多 哪怕是每天一个不点一件事情 他还要不要修炼了 随之 他马上起身返回了图腾殿 将小乌乌从天阁之中给摇了出来 我还要干什么干什么呀 乌乌都被你晃晕了 嗯 小乌乌出现在了面前 小鼻子一出不由得哼哼道 你在部落里给我找出几个灵力 对部落有认同感的年轻人 你找这些人做什么 乌乌嘟囊着 不过还是回身钻进了图腾神柱之中 断时图腾神柱清光大声 化为涟漪朝着部落四下散去 距离监管整个部落还差一点 但是找几个人乌乌还是可以的 石牙今年二十三岁 从你立足开始就在部落了 是烈士竞战士 风雨 古陵二十四 也是最开始立足就纳入部落的族人 清雨 古陵二十三 雪山 古陵二十七 雨生 明月 亭云 余生 田谷 古陵二十九 开山竟然是 部落最初一百八十六人之一 乌乌将一个个的名字给夏拓说着 每一个人都是从他聚合部落开始纳入部落的 其中三分之一都是最开始部落山谷一起生活的族人 阿拓 你选这些小家伙做什么 夏拓倒没隐瞒对着乌乌说道 我准备部落不设大长老 选中族中的年轻人跟在我身边协助我管理族中族物 阿 顿时 乌乌大声叫喊道 这么多位大长老 什么大长老 没有大长老了 美好气的瞪了乌乌一眼 夏拓接着说道 这些人只是帮我沟通各部 传到我的照令给各部 将每天部落中的族物整理好拿给我决断 不然我天天都忙着捋清族物 那啥也不用干了呀 不再设立大长老的职位 那么短时间内 部落不会再出现和自己有别的意见的人 自己就能将整个部落所有的权力 都牢牢的抓在手中 部落集权 挑出来的这几个人就像是秘书一样 协助他传递照令给各部 从图腾店中走出来 他又下令组物店找出这些人的人籍记载 很早一来 夏拓就定下了部落人籍制度 既然是部落 那么就该立下一些规矩 这些都是部落发展的基石 金屋西落十分 下园之中 足物店就已经将十多个人的人籍兽皮卷送了过来 夏拓就坐在石亭下翻看着记载 作为最开始跟随自己的一拨人 十多年前都是十岁多的少年娃娃 这么多年来经过部落的培养 自然对部落的认同感那是最强的 来人 将石亚 青鱼 鱼生 明月 亭云五人招来下园 没多久 他就选出了自己中意的人选 另守在外的族人将人召唤回来 作为为自己传达消息整理族物的人 实力倒是其次 最主要的就是脑袋要聪明 他给这五个人的定位就是协助自己处理族物 真正的决断在自己的手中 这五个人并不在一起 而是分散在各部之中 直到夜幕降临得很深了 这五个人方才在下园之中聚集 五人之中三女两男都不过二十多岁 有烈时镜的修为 石亚和雨生作为男儿 倒是没有部落之中男子的那种粗犷之气 而青鱼明月 听云三人也没有部落中 妇人那种腰宽体胖 他们身穿瘦皮甲 身体修长 充满了年轻的活力 族长 你叫矮门来是有什么吩咐吗 几人立在夏拓眼前 不敢直视 却是在偷偷地打量着夏拓 夏拓从五人身上点了点头 还算可以 符合自己心中所选 随之 他指了这下园正东边的侧点 从明天开始 你们原来的布店就不用去了 每天都来这座偏店 帮着我整理各店送来的宿物 分好了一边交给我处理 他并没有直接说明 而是准备慢慢的让这几个年轻人去体悟 一切悄然地融入在部落之中 这样 在族人看起来 自己不过是多找了几个跑腿的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记 李贤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195集 扩大人殿 夏园之中 五位年轻的男女 虽然对于夏拓的话语有些不明所以 却不敢有丝毫的违逆 起起应试 明日开始 他们就要来夏园侧殿当职了 夏园侧殿 夏拓已经让足兵收拾了出来 足有百米平方的石殿之内 三分之二摆满了石架子 准备用来放置瘦皮券 还有三分之一摆开了五张十案 十亿 配套的是石架 这是五个年轻人的地方 自己好歹大小也是个组长 配五个秘书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第二日 足典之中 各位长老 我准备扩大人殿的规模 足典中各位长老在侧 皆是看着上手的夏拓 这些年来 人殿中为部落各部殿 培养出了不少的图腾战士 各部殿之中不少人手 都是从人殿之中走出来的 不管是短期培养还是长期培养 可以说人殿的图腾战士 支撑起了整个部落 今日起 人殿不仅仅是在培养准图腾战士 图腾战士也在培养之列 他们将成为咱们夏部落天才的培养之地 夏拓的话语不断 部落已经不是从前的小部落了 所以准确的目标自然也在不断的变化 如今部落不仅仅是要看眼前 还要看百年之后 以前的时候 由于部落图腾战士不足 凡是人殿中走出的图腾战士 直接都被纳入了各殿堂之中 眼下 部落各部的人手已经不显得短缺了 所以可以将族中的战士 朝着更好的武道层次培养 说着夏拓的魔光 在每一位殿中长老身上寻缩 话语在祖殿之中回荡 即日起 人殿将成为咱们最高的武道修行学府 祖中每一位娃娃加入人殿之后 一直可以修行到18岁 18岁之前 如果未能晋升到图腾战士 那么离开人殿 成为部落中普通的医院 或是前往助气殿成为铁匠 或是进入私农殿 百草殿成为灵纸匠 成为部落发展的基石 当然 为了让所有族人尽可能的晋升到图腾战士之际 凡是18岁前晋升失败者 在20岁的时候 还有一次观想图腾的机会 只要可以晋升猎石镜 皆是可以加入战士殿 成为部落战士 20岁之前不能达到烈士性巅峰的力量 同样退出人殿 则进入足兵 或者是各部殿堂成为主事 执事 去散布坐镇 并且负责监督开采矿采 25岁之前 无法晋升到开山境 则离开人殿 25岁晋升到开山境者 部落会提供资源 将其培养成天脉镜战士 如外放就是一域之主 一成之镇守 同样可以自主选择修行 哪怕是有乌乌的存在 部落中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图腾战士 每一年晋升图腾战士的人数 占总晋升人数的七成作用 当然 这个晋升率要看和谁比 放眼整个边框大地 下部落这个晋升几率 都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然而 却也是仅此而已了 通过十年以来 人殿晋升的数据来看 所有晋升烈士境的战士 25岁之前晋升到开山境的 只有寥寥两人 当然 这不算夏拓通过其他方式 填鸭式的晋升开山境的族人 特指自己天赋 从人殿中一步步的修炼 在25岁之前 靠着自身天赋晋升的族人 以后还有更好的发展潜力 而这样的人自然就是夏拓 要大力培养的好苗子了 部落里其他开山境的战士 大都三四十岁 未来的天脉性几乎都要走到头了 在网上投机取巧的修炼方法 也就不管用了 而是靠自己的仓物 人殿中修行的战士 一切修行都会按部就班 根据每一位族人的情况修炼 不再强制填鸭式的堆积力量 女爸 夏拓对着族中长老问道 不知诸位长老对此有何意义吗 执掌人殿的疯老头点了点头 他很是赞同夏拓的想法 一个部落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 需要不断的补充新鲜血液 烈石镜开山镜可以用资源堆不假 但充其量也只是足兵之流 真正的枪者是需要一步一个脚印修炼出来的 这五年以来 夏部落已经初步打造出来了自己的培养体系 这几年夏拓疯狂的填鸭式修炼之法 所制造出来的图腾战士 也已经满足了目前部落所需 至于以后从人殿淘汰下来的族人 再对接也不晚 至于人殿中的战士 真正的任务都是修行更高的武道境地 对于部落里的娃娃来说 加入人殿之后就会传授辅藏精炼之法 配合乌药、培圆散、脆骨汤、辅藏汤、药玉等手段来修炼 而出入烈石镜就会被授予图腾辅藏精炼法 不到三千军力量的时候就会有血气散来修炼 三千军以上的力量时族中会有宁气散 等到了五千极限力量的时候 族中就会刺下辟邪散 而晋升到开山镜之后 修炼之法是万兽法 一套二十一个动作组成的兽形倒气之法 同时族中还会有辟邪散和升息丹刺下来 助开山镜战士蕴养内息 然而一样水遇百样人 从娃娃开始族人之间的差异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 同样的资源同样的修炼时间 好描色的效率是同倍其他人数倍乃至十倍 力量的提升也是快速的飙升 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远超同倍 如果规定十八岁观想图腾成为图腾战士 天赋高的或许十五六岁就晋升到了烈士镜 二十岁就可以晋升到了开山镜 这样的苗子不培养放任足兵中自留 甚至还用田鸭式的培养方式 几乎就是等于将一个铁定的天脉战士给毁了 当然不能说其二十岁晋升开山镜放任自留之后就无法晋升到天脉镜了 但一个二十三岁的天脉镜和一个三十岁的天脉镜之间的差距根本无需去说 再更早的年岁晋升到天脉镜 就有可能多一分机会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如今下部落的族人一共有七万三千人 天脉镜占十六人包括夏拓在内 还有风老头 胖夫 陆长老 红长老 剑灵 开山镜的战士算上各域镇守 战兵统领在内一共九十二人 有时候不得不说这天赋比努力更重要 先天比后天更重要 部落中烈士镜图腾战士比比皆是 有助于打通开山镜瓶颈的辟邪伞都当成汤河了 然而就是无法晋升到开山镜 瓶颈如天坠阻挡着晋升 夏拓可以死命的换取资源 来培养族众的战士 无要管保 然而不是族人不努力 实在是先天没这条件了 药草一箩筐一箩筐的吃 最后都当米天共还给大帝了 你说欺人不欺人 对于这些卡在瓶颈上的族人 夏拓不是没办法 但是代价太大 不值得这样去做 这样的方式 除非是各部的长老镇守 他们的实力不仅仅代表的是自己 还承载着部落的威严 所以值得他去花费大力去这么做 想到了这里 夏拓谋光不由的落在殿中 各位长老身上 各部长老的实力提升也是客不容缓 否则底下的族人也不好带啊 长老是开山镜 一些族人同样是开山镜 如何统一族人呢 十多年的积累 虽然让族中的矛盾危机多多 成果却不可谓不大 说到底 还是因为下部落 已经过了最危急不得不暴兵的时候 步入了最细火慢熬延伸底蕴的时代 族长有令人殿遵从 封老头回应着 让他接着说道 既然族长要扩大人殿的规模 如今人殿的地方显然不适合了 老头子准备将人殿 搬入下部域山处 夏拓没有反驳 只是出声说道 封长老可以在下部域方圆数十里之地 选择地域重建人殿 族中不干涉 所需人手资源到时候报给我 我下令租殿协助人殿 是 说完之后 夏拓的眸光落到了私农殿少长老身上 少长老 我看部落周围一些山上 已经开辟出了苏米田 所需要的乌阵 打造完成了吗 禀组长 如今苏米田 已经在周围六座山上开垦了 乌阵打造完毕 收获的苏米粒 已经蕴含了一丝灵力了 开始供应族民了 店中将最饱满的苏米粒挑选出来 准备继续进行种植筛选 苏米田的面积还要扩大 部落收拢了这么多的族人 我看闲着的人不少 私农店可以收入店中 简单的开垦田地处理杂草的活计 普通族人还是可以做的 是 少明白 各位长老 鉴于族中族民 新进收拢没多长时间 为了加强对部落的掌控 让族人们对部落 尽快的安定下来 增强部落的归属感 所有族人的供养资源 尽快发下去 部落的族人增多 由于部落处于山州 想要将住房使舍聚在一起 并不容易 故此 这些年来所收拢的族民 都是在部落山四周 建造时无时舍 遵令 哎 对了 各店中 如果有事情 直接传到下园中即可 我看到之后 会传令各部 是 对于族裔最后下拓的话语 各部长老并没有感到什么意思 族长除了在族店中 上一族市之外 还喜欢在下园中召集族人 这也没啥好奇怪的呀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党 第196集 踏路图腾印记 下部落部落山东方 靠近龙雀山谷南岸人公虎处 这里一山靠水 建起了一排防舍石院 夹起来有百户人家 盖起防舍的石头表面 还有着粗糙的痕迹 周围的地上还泛着心泥 显然这处居住地 建起来没有多长时间 傍晚时分 一个个石院之中 升腾起了鸟鸟的吹烟 在水边嬉嬉的十几个娃娃 被大人拎着耳朵拽进了家里 这时 一匹清风马从西面而来 马蹄声哒哒作响 相彻着尾 再看到马背之上 一个青年 身穿赤红色的甲皱 腰上挂着一柄短刃 和一个瘦皮粗细的竹筒 背上还背着一柄长达五尺的长刀 来到这片防舍之前 青年让清风马停住 从腰间抓起了竹筒 打开了竹筛 抽出了一卷兽皮卷 放在眼下打开 随之他朝着面前这片防舍 大声喊道 无视足务电视卫知识封时 雅灵一家是打一座小院啊 实际上 哒哒的马蹄声 早就已经惊醒了附近级座小师院 几个娃娃趴在门前朝外看着 没多久 不远处的一座石院外 冲出了舞蹈身影 眼中还有些胆怯 正是雅灵一家人 他们刚刚接来不过半载的时间 往日里也是随着大家 在部落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见过奉执士 一个中年人走了出来 正是雅灵 这一会儿周围防舍师院中的人 都已经走了出来 立在门前朝着这边望着 部落足务电直视 让人有些胆怯 倒是一些娃娃眼中有着好奇和兴奋 却是被自家大人给拉住了 不是大人到来 还望封大人赎罪啊 骑在马背上的封石上下打亮着雅灵 他看得出面前这个中年男子 眼中有着彷徨之意 你就是雅灵 正是在下 雅灵再次攻身行礼 心中不断的猜测官司的来意 来到部落半载 他们一家人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 起来吧 封石挥手适应雅灵起身 眸光重新落在了手中的兽皮卷上 随之他出声说道 牙灵一家五口 妻子草兰 大儿子石头 幼子虎头 包地牙树 可对 是 封石将手中的兽皮卷重新收了起来 族中每一位族民的年纪 亲族都记录在案 储存在族物店之中 这些都是族物店要做的事情 每一位族民都是下部落的基石 不必紧张 我特来通知你 你大儿石头 如今已到五道筑基的时候 三日后带着石头前往部落山北人店 接受族中培养 即日起 石头从筑基开始 修炼所需要的资源 皆由部族提供 如果能够晋升为图腾战士 日后能够加入战师和各部店 当然了 若是这小家伙的天赋好啊 未来成为一域的镇手 一不长老也是有可能的 这一刻 周围本来远远观望的身影 一个一个都围了上来 不少人看着雅琳眼中 都露出了羡慕 他们家的娃子不过是过了筑基时间 就是年龄还未到 风大人 以后我们的娃也能进入人殿吗 大人 我们家的小崽子能进入人殿修炼吗 骑在清风马上 风石居高临下的看着围着自己身前的数百道身影 自然如此 族长照令 凡族中士灵童子皆要进入人殿修行 如若天赋上成 族中会一直赐下修炼资源 未来成为天脉镜战士也是有可能的 声音传遍了周围 他的神色之中有着一抹傲然 当初啊 他也是和面前这些人一样 然而不过寥寥数载 他已经成为了图腾战士 更是在族物殿麾下成为了一名执士 只是可惜他天赋走到了尽头 修炼资源消耗了不少 依旧卡在烈石镜 已经两三年没什么动静了 如今他将自己的心思放在了自己娃娃身上 族长已经下令扩大人殿 以后人殿不再像他当初那样 一旦是晋升到图腾战士 就要进入族兵和各部之中了 大下部不会埋没任何一位有天赋的族人 风石轻轻踢了一下马腹 清风马发出了一声嘶鸣朝着远方而去 他回身对着还围在一起的族人喊道 这是我们共同的部落 大下部 风石驾驭着清风马朝着远方而去 这片地方的族民家的娃娃 是灵的只有雅琳一家 他还要去其他地方传令 周围看着风石远去的族人 皆是被他最后的话给震住了 大下部共同的部落 雅琳老弟 这回你家石头要被俺家崽子先行一步了 等过两年俺家崽子进入人殿的时候 你家石头可不能稀缓啊 石头要是敢老子打断他的腿 雅琳对着周围拱了拱手 眼中没有了先前的胆怯之意 取而代之的则是兴奋 恭喜恭喜 这可是咱们大喜事啊 我家里还有一块陆府 我去拿来给石头啊 补补身子 对了 俺家也有一块凶兽精肉 我也去拿 石头是咱们这些家第一个进入人殿的 可喜可贺呀 这一时之间山脚下这片族人聚集地 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每个人都显得很是高兴 雅琳家的石头可以进入人殿 那么他们家的小崽子过个一两年 也可以进入人殿修行了 都有希望成为图腾战士的 这种喜悦和希望将被纳入下部落以来的恐慌和无助 都给消磨了不少 原本的担心也逐渐开始淡化了起来 一时间好像自己有了根有了期盼 以前他们在各自的散步之中每天就是为吃的发愁 至于成为图腾战士的梦想早就被活下去取代了 至今危机饥饥饿不再担忧更有了希望 这日子开始有盼头了 这一天族物店的数十位管事在部落四下散开 传递着相同的照例 族中被纳入部落一直心不安稳的族人 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始逐渐安稳了下来 还有什么事情比后辈受到了部落清理培养 而让人更加满意的事情吗 他们这一辈子完了却有了新的希望 然而这一幕自然是夏拓提前安排好的 为了增强族人的归属感 他所安排的可不止是这一事 不然怎么能短时间内收录民心所用呢 当然族中族人的欢喜他是看不到了 这几天他忙得很 因为乌乌告诉他 图腾神柱中上代巨芒神指的身影要彻底消亡 上代巨芒神指的存在会影响到乌乌的成长 故此夏拓趁死机会 准备勾连最后的巨芒图腾神指 烟化图腾绽放 图腾殿中 夏拓浑身绽放着神光 体外二十五条天脉虚影悬浮在周神之外 如同二十五头虚幻的青龙游走虚空 双眸之中浮映出一尊伟岸的神指虚影 推演着自己从晋升烈士镜图腾战士以来 所从图腾神指中得到的一些战法图路 在这刹那之间 他的脑海中 伟岸的图腾神指如同活过了一般 脚踏双龙 辟邻天地四方 浑身闪烁着青色的深光 丝丝屡屡的古老沧桑弥漫开来 这一刻 他隐约看到了自己体内 血色的人体世界之中 三十六条天脉如同神柱 上帝天灵 下铃涌泉 勾连四肢 浑身战气沸腾 青色的战气如琥珀一般 纯净无瑕 贯通的天脉中 战气声音如龙银一般 在身体上轻轻一震 战气就在天脉中翻江倒海化为奔腾之势 与此同时 图腾神柱之上 上代俊芒的神形如同一缕青烟 随之可能彻底的消散 上代俊芒图腾因故陨落 经过漫长岁月孕育出了乌乌 乌乌继承了上代俊芒的恩泽 是属于新生的图腾 相互之间算是没有了命的牵连 随着乌乌的成长 上代俊芒将彻底的消亡 在此之前 他所需要做的就是为下部落 踏下一步完整的修炼典籍 传闻之中 门荒大地上的人族 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不通无道的 后来人族先被观想了山河大地上的胸盈 不知怎么的和图腾神灵勾搭上了 开创了属于人族的图腾武学和巫学 这些年来下部落零零散散用的都是从各个散部汇聚的 加上他从图腾神指出记忆下来的零散的战绩 本来他觉得部落发展以后有了强者慢慢就会有了积累 底蕴这个东西不就是部落一代一代发展积累下来的吗 无数战绩亦是如此 可惜的是这计划赶不上变化 上代巨盟即将彻底消亡 如果可以完整的踏路下一套图腾修炼之法 那么对于下部落来说 才是立足千秋万代的根基所在 在他的面前有一张宽大的兽皮 上面刻画着一尊脚下踏着双龙 屹立于天地之间的人身鸟面的身影 脚踏双龙头顶青天而吹焦芒 这是兽皮卷上所能看到的影像 并不是很清楚 神指的影像很是模糊 嗡的一声 这一刻他睁开了双眼 双眸之中金光如电 仿佛有神力环绕 果断的朝着兽皮卷上的神指虚影落下 清光如同神笔 开始在兽皮卷上勾勒图腾神指上的细节 清金色的甲昼 每一片都闪烁着神光刻画着腐尾 犹如虚幻的精灵在跳舞一般 双脚踏离青龙之上 每一片龙鳞都勾勒而出 云雾缭绕的虚空将龙身藏于云间 淡影淡现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请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第197集 山脉大妖洞 随着夏拓的勾勒 神指身影上的每一片纹路 逐渐开始清晰可见 虚虚如生 如同真正刻画的影像一般 流转着神光 蕴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神月 图腾神柱之中一缕清光如烟 打着风旋 随之如云烟一般一缕缕的消散 没多久 就彻底消失在了神柱的身处 这一刻 在他吓脱的眼中 尾暗的身影毅立天地 一双眸子仿佛是看穿了万古 朝着他看了过来 这双眸子之中沉浮着沧桑 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 神指转身朝着时空深处走去 化为一点点清光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双眸开合 夏拓瞳孔化为通体青色 暂无图腾神指的模样 他不由得扯开了自己的兽皮袍 朝着自己的胸膛看去 还是脚踏双龙人身鸟面的图腾神闻 却带给了他不同的感受 少了那种 非暗独尊天地的霸绝气势 上代巨盟终究是走了 顷刻间 图腾神柱之上清光大盛 周围数丈之内 虚空扭曲 泛起了青色的符文 在这清光之中 构筑着莫名其妙的轨迹 他看到了乌乌 进入了图腾柱的深处 随着上代图腾令的消亡 乌乌正式成为了这世间 唯一的去盲图腾 等到乌乌重新出现在面前的时候 小眼睛中满是无精打采 很是慵懒地躺在图腾神柱的顶端 阿托 刚刚他说我是九代巨盲 来自龙汉时代 乌乌可怜巴巴的哼哼着 上代图腾彻底的消亡 接下来想要重新登领图腾主的地位 可就要看他自己了 还 还要乌乌不要剁了巨盲神主的威严 嗯 费了好大的心思将乌乌鸿好 不过 这小家伙因为上代巨盲彻底消失 精神很是失落 躲进图腾神柱睡大觉去了 夏拓看着手中勾画的图腾神指兽皮卷 这便是法 人族舞蹈和图腾之间的纠缠甚深 人族的力量更是借助图腾才得以增强 接下来他命人制作了一座铜碑 搬进了传承店中 阿叔 你要这座铜牌做什么用啊 对于族人往自己店中搬了一座铜碑 巧儿很是不明所以 夏拓让族人退却去 将怀中的刻画图腾神指图路拿了出来 顿时青光大涨 手批卷上刻画的身影烙印在了铜碑之上 不仅如此 转瞬间 铜柱也变了模样 变成了不满浓浓沧桑古老气息的样子 这倒是没想到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巧儿不由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瞪大了眼睛 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这是原始图腾战绩 图腾的本源 夏拓抽身对巧儿说的 相比于其他部落的武道典籍 下部落的武道传承图路可谓是高大上 每一位族人通过观摩这尊铜碑图路进行自我推援 修行最契合自己的战绩和法诀 当然能够推演出什么样子的法那就要看自己的了 这只是最开始 以后随着族人不断推演出战绩之后 族中就可以选择其中精髓的招式 刻录下来收入传承殿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部落中点击自然会越来越多 作为下部落的族长 夏拓有着族人无与伦比的优势 同样是仓物 他和图腾之间有着契约 更能够合到图腾 所以推演出来的法诀和战绩绝对是部落中最好的 阿叔 图灯图路铜牌 不能就这样放在殿中央吧 这里放的可都是部落记载的摄皮卷 嗯 也对 说着夏拓扛起了铜碑 朝着传承殿上方而去 整座传承殿一共三层 第一层放的是各殿记载的摄皮卷 而第二层则是山脉沙盘 第三层从建成之后就一直空着 夏拓直接扛着铜碑来到了第三层 将铜碑重重地立在了三层大殿的中央 这说起来一直以来他和别人打架 也都是野把式 得到了龟须指刀之后 算是得到了一套指刀的道法 这除此之外 大都是直接抡着拳头上 背上的剑用来切肉的次数 比揍人的次数都要多 他所需要的是一套剑术 作为夏部落的族长 如今部落庸重百万 足力增强 这架子也得支冷起来 这是堂堂正正的事啊 毕竟地位不同了 打架还是肉搏的话 实在是有些掉价 盘坐在铜碑图路之前 看着上面闪烁着的青光图腾身影 半天之后 终于铭刻在图腾杯上的图腾身影 动了 青光绽放符纹衍生 缔结成了一柄虚幻的剑影 印在了他的瞳孔之中 万古山脉深处 千里山脉 巍峨齐峻的雄风比比皆是 山脉深处乃是真正的蛮荒古林 人际罕至 隐藏着不知多少的凶险 自从万古山脉灭亡之后 这片山脉深处 就彻底成了凶兽的乐园 再无比肩万古部落 甚至连上等部落 就没有诞生过 三座起伏的山巒之下 这一片地域是属于一头 黄金血纹蟒的地盘 此刻这头实力达到了 纯血镜的黄金血蟒 足有一丈大小的脑袋 其境展现 十丈大小的身体 血肉被洗干 化为了枯骨 贴在地面上的蛇皮 金黄中泛着血色 一道道交织 在阳光之下闪烁着荧光 浓郁的血腥之气弥漫开来 将周围的古林都染上了一层血色 在蛇皮的旁边 三道身影站在了树林中的阴暗处 似乎对于阳光很是不喜欢 身影都缩在了兽皮袍之中 主上有令 山满外发生了变故 或许有一个新的人族部落崛起了 沙哑的声音从一道黑袍之中传了出来 然而三个人离得实在太近了 声音无法清楚究竟是哪一个人开了口 了千年了 自从万古覆灭 这片山脉的人族就彻底没了希望 我看这不过又是一个大千部落而已 主上也太过谨慎了 主上说过 山满外的动静异常 不像是小部落所为 必须查清楚了 不要忘了 万古灾覆灭不到六千年 说不定有小部落得到机缘 死灰复燃 若是可以 倒是可以借助这个人族部落之手 将其他的妖血之灵彻底清除掉 哪里需要这么麻烦 咱们直接进入这个人族部落 咔 取而代之 然后掌控这个部落 为祖上消除异己 出口 这些妖血所化的妖灵算什么 咱们都可以随手捏死 为何还存在这么多年 也不动动脑子 这三道身影不但穿着一样 连说话的语气斯雅的特征 也都几乎一样 这一刻 先前怒斥的声音缓和了下来 咱们只是要完成主上任务就可以了 这些小妖灵不该咱们管 主上沉寂万古这么多年 有些事情不是咱们能够知晓的 下一刻 震震英风呼啸 顿时令三道黑袍身影气势待发 一时间 漫天黑气弥漫了这片林子 将上空的阳光给尽数遮掩 昏暗的老林子里泛起了两朵惨绿的鬼火 一个同样是裹着黑袍的身影走了出来 其连着皮衣的帽子之中只有两朵幽艳 令人远远望上去 只感觉灵魂也要被吸进去了 白骨窝 你还活着呢 三个黑袍身影看着走出来的身影 嘶哑的身影再次响了起来 显然是老相识了 白骨窝 明知不可为 你为何还要和黑尊大人作对呢 你怎么就不明白 掌控万古一记的是黑尊 更是继承伟大妖尊最多血骨传承的存在 将来一定会重现悠悠之威也 你所跟的不过是一颗妖心而已 黑尊归来 到时候你这就破骨头还能再折腾几天啊 就算是你主上血尊也会化为黑尊的养料 成为幽尊归来的助力 三位黑袍身影一人一聚 身上的气势落在了走出来的白骨屋身上 咔哑一下 这是立在原地的白骨屋宽大的兽炮仙器 一只人族的手臂骨烫了出来 每一个骨节都晶莹如白鱼一般闪烁着荧光 骨手摊开一枚晶莹的血猪出现 你们好像还忘了明尊了 白骨屋遮掩的瘦袍中 骷髅若隐若现 整齐的牙齿上下咬合 发出了金属碰撞般的刺耳声 明尊不死 黑尊想要继承幽尊传承 恐怕不行吧 你什么意思 三道黑袍身影中 其中一位走上前来 他死死的盯着白骨屋手中的血猪 这枚猪子中 牢印着明尊所在雪山的位置 信不信有你们 嗖的一下 血猪化为一道流光 落到了黑袍人的手中 白骨屋头也不回 朝着山林深处走去 黑狼不能相信他 这家伙传闻活了六千年 从幽幽化身万千之后 就跟在雪尊身前了 对 这是想要借咱们之手 去可明尊厮杀 然后他们趁机于翁得利 白骨屋的脚步不大 然而脚掌每迈出去一步 都有黑色的屋纹在脚底延伸 令其轻而易举的翻山越岭 朝着万古南域而去 半日之后 一座三千丈的山巅 白骨屋朝着前方的群山望去 在他的前方 群山之内 有紫色的银垫闪烁 陵墓在阳光之下闪耀夺目 环绕着紫色陵墓周围的山眼之中 事无事电灵力 风蛇俨然梯田环绕 避水滔滔 下部落 那兽袍内骷髅的眼窝中 有眼跳动 他盯着前方的部落凝视良久 一道山风呼的一下吹过来 山巅便再没有身影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措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一百九十八集 我还没使劲 你就倒下了 下部落 簫子 屠藤房 吾 吾 吾吾喊过一声之后 一下子 就从屠藤神柱之中冲了出来 两只小眼睛之中闪烁着警惕的神光 随之化为一道流光冲了出去 腰来了腰来了 小兔有腰来了 阿兔你在哪里 兔的乌乌 你怎么了 乔儿看着出现在眼前的乌乌 不有的出声闷闹 阿叔在三楼参悟战法呢 还参悟什么战法呀 有妖气在窥视部落 乔儿吃了一惊 连忙出声喊道 阿叔 夏拓被惊醒 马上赶到图腾殿主 合身图腾巡视整个部落周围 可惜四周山也一片安静 丝毫没什么动静 图腾殿中夏拓心神收回 依旧是没能安下心来 他双手拍了两下 对着一旁的虚空说道 前往贵贝山 命龙却位 回归护族 遵命 虚无之中一道声音响了起来 什么都没有发现 并不代表什么都没有 妖来无影去无踪 更是能够千变万化 防不胜防 乌乌 随时注意 布罗四周山也动向 还有 监察布罗所有的族人 好的 乌乌胖胖的小身子 点了点头 他自然不会拿这种事情 开玩笑 能够躲过窥视的腰 必然是实力不凡 夏拳之中 来人 传令红长老和陆长老 在夏云测定中 协助整理足物的 五个身影之中 亭云跑了出来 借了命令 朝着夏云外走去 组长 红长老 你挥下一千的图腾战士 全部分发此云剑 隐匿在四周山内的 暗宝中待命 陆长老 传讯武裕镇手 和在山脉深处的暗影位 看山脉深处 是否有变过 做完了这一切 夏拓还是没停下 他习惯于 做事周全才安心 夏组长 匆匆换老夫而来 有何要事吗 白老翁和风老头 从夏院外走了进来 这几年白老翁 在夏部落呆得 很是舒服 他的身边 还跟着一个小家伙 被他认作了干孙子 他的一生 并无血脉 孤苦无忆了一辈子 如今有了个后备 也很是满足 毫无疑问 这个主意是夏拓想出来的 他从部落里挑了几个 没有亲人的娃娃 特意送到了白老翁的西夏 这一效果 那是十分的强啊 直接将老头 给拴在夏部落了 作为风老头 招进部落的两个 天脉镜战士之一 另外一位 在一年前 离开了夏部落而去 而白老翁 早就已经吸了 外出闯荡的心思 更加想要 将一身所学 传承下去 我刚才看 红长老匆匆而去 难不成 是有什么事情 发生了吗 风老头的眼睛 还是厉害 他也了解夏拓 没有什么事情 一般不会喊他们来的 夏拓抬头 望了望西邪的金屋 西侠此时 已经弥满了西方天穷 夜幕即将就要来临 刚才 图腾警示 尤其环绕于部落之外 恐今晚会有大病降生 文言 风老头和白老翁 眉头皆是一簇 腰来了 其实也不怪夏拓如此紧张 当年大千部落 一夜被大腰覆灭 如今夏部落 虽然比当初的大千部落 强大了不少 但是大千部落覆灭的阴影 却遗留了下来 夜幕降临 整个夏部落 逐渐进入了静谧之中 部落中族兵巡视四周 部落山上 紫及杨雷幕摇曳 灵光散落四周 在夜幕之下的群山中 无比的耀眼夺目 紫及杨雷幕的上方 紫光银垫流转之间 一尊虚影和紫垫 仿佛融合在了一起 夏拓合身图腾 检查着整个部落四周 如今夏部落的族部 占地面积很大 方圆十里内 都有夏部落的族民 修筑的防舍 还有族中各个部地 也从朝外迁徙 所以四周山野 尽数可以看到 十殿林立 夜幕之下的山野沉寂 月花洒落映照的荒林中 魅影重重 此刻巧儿 罗连带着疯老头 白老翁几个人聚散了一起 在图腾殿外 静静地等待着 夏部落东北方向 两道黑袍身影 如魅影而行 身子仿佛 要和夜幕融在了一起 很快 他们依靠在一座山巅 朝着夏部落望去 有意思 一个刚刚立足 不过实在的小部落 竟然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肯定是得到了 山脉中的传承 不然怎么可能 发展得如此之快呀 黑尊果然伟岸 坐镇山脉深处 万古遗迹不出 就能算到山脉的异动 要是给这个部落 用几十年来发展 说不定啊 还真是件棘手的事情 黑袍身影如鬼魅一般 寻缩在四周山野 窥视着部落 走 进去看看 夜幕之下 夏拓就看到了 两道身影 大摇大摆地 从荒林深处出现 然后便朝着 他下部落而来 身上弥漫着妖气 这一幕让他 很是惊讶 没错 这两个家伙 根本就是无意隐藏身形 自己 就这么不受重视吗 他看得出来 这两个家伙 应该并不是真正的妖 而是妖的富佑 只不过比人足妖部的族人 拥有独立的思考意志 实力也更强 但 这不是最重要的 就算是你厉害夜闯下部 怎么也得遮掩一下吧 大大方方地走进来 这就很过分了 两道黑影 就这样翻山越岭 踏进了部落山下的 谷地之中 还不断朝着四周打凉着 大哥 这株林木的气息 真让人厌恶 等一会儿一定要屁了 当柴火烧了 大哥 这个部落怎么这么安静 废话 晚上不睡觉做什么 咱们直接去部落组长的地方 带到他 黑墩的吩咐 也就完成大半了 夏拓的意念 将山下的两道身影 看得清清楚楚 两个人的目标也很明确 直接就是朝着下部落而来 显然是事先已经做好了准备 阿兔 难不成 他们是来抓你的 乌乌 乌乌同样也看到了两个家伙 话语在夏拓心灵间响起 看样子 他们已经事先摸清楚了部落的场景 哼 你继续看着他们 我去给他们送一点温暖 夏拓回神 从图腾殿中 朝着自己所在的下缘而去 无论这两个家伙目标是不是自己 有备无患吗 十点之中 他从重要令储物空间中 拿出了一些收盒 堆积满了各个角落 其中有一部分是刻画了乌文的 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刻画的 做好了这一切 悄然退出了夏园 当然 他可没敢多放 这里是部落山 夏部落重要之地都在山顶 十几席之后 两个黑影轻而易举地躲过了狩猎的族兵 寻摸着就爬到了夏园之中 大哥 就在这个时间中 拿下它 咱们就可以掌控一个部落 这两道身影立在夏园之中 黑袍笼罩看不到神色 语气中却带着清明 万古山脉 还没有哪个部落可以阻挡他们 两千里万古 除了山脉深处的万古城 随意可去的 走 等二哥从山脉深处回来 咱们就已经为黑尊掌控了这个部落了 两道身影化为两道流光 一下子就摸进了夏拓居住的石殿之中 轰的一声 一时间整个万古部落 都被这声轰鸣给震向 自己杨雷木速速作响 紫电荧光 蹦践四方 他的枝叶被狂暴的力量扯断了不少 狂暴的涟漪 几乎席卷了整个部落山山地 两道黑影从爆开的轰鸣声中横飞出去 满身的硝烟 没有丝毫的质态 早就等待时机的夏拓迎着鸡飞的黑袍杀了过去 部落中响起了乌咒 一枚枚乌咒地结交织 落到了夏拓和风老头等人的身上 下一刻夏拓手中的乌剑横空 机射出了一道剑光 迎着一个黑袍身影落下 风老头和白老翁则是对上了另外一个黑袍 爆炸的石垫虽说并没有对两道黑袍身影造出兜大的打击 却也在瞬间将两个家伙给炸蒙了 他们可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夏拓身上缭绕着乌服 环绕在体外如同一副乌甲 他已经打通了25道天脉 所拥有的力量超过了60万区 此刻在巧而无数的增幅下 挥手间就爆发出了70万区的力量 手中的这柄重剑乃是武器 否则也承受不住如此的距离 轰的一声 黑袍人黑袍之下露成了一柄白骨杖 黑色的战器中浮映出了漫天头骨碎裂的虚影 被夏拓一箭荡平 见光如电横起而下 黑袍人挥动着白骨杖想要倒在身前 却被一箭劈飞 身子横飞百丈之远 他乃是天外境的巅峰 此刻却感觉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握着白骨杖的胳膊骨骼碎裂 狂暴的力量将黑袍扯了露出了一个干瘪的老头的模样 浑身散发着腐朽的气息 一双毛子分外的引人注目 竟然是紫色的 大胆 这里是黑尊领地 无奈黑尊麾下 夏拓的剑再次劈了下来 干瘪老头想要起身逃跑 随之被战骑扫重 重重地砸落在了地上 手中的重剑横指 按在了老头的脖颈处 夏拓歪了歪脑地看着他 我他妈整个部落都严真以待了 就来这样不经揍的 总感觉是有哪里不对啊 有些怪怪的 我还没使劲 你就倒下了 看着被自己两剑给打残地 缭绕着妖气的老头 夏拓不由露出很是意外的神色 妖什么时候这么弱了 看着夏拓眼中的杀鸡 逐渐汇聚到了一处 老头大惊失色 连忙大喊道 这里是妖王赤锋妖尊的领地 你敢杀我 黑尊不会放过你的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请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带您驰骋荒骨 横批坠落下来的重剑 卡在了石某的脖颈处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寒意 随之再次变得阴横了起来 他不敢杀我 石某看着夏拓 一时间心中的胆怯也被压了下来 我乃是黑尊坐下随从 存黑尊之令 前来你的部落 还不赶快跪下来 这说不定还能像老夫一样 跟在黑尊身前行走呢 黑尊是谁 夏拓出声问道 随之手中的重剑 再次举了起来 最终泛着冷意 我认识 下一刻 黑剑横空 不要 别杀我 黑尊是幽妖血骨所化的大妖 整个万古山脉 都是黑尊的领地 这是妖王的法指 在这片地狱 一切人族部落 都是黑尊圈养的血石 你杀了我 黑尊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黑尊也不会放过你的部族 你们都要死 这个师母 一口气如同竹筒稻豆子一样 大声地喊了起来 他发现面前之人不杀自己 可能是自己的错觉 真是 忽知者不去呀 嗯 对 这小小的部落 肯定是不知道黑尊的尾案 才敢如此 毫无忌惮地杀他 你你你 你不能杀我 你说的那个黑尊 在哪里 夏拓眯起了眼睛 闪烁着凌厉的杀衣 他一把就把地上干瘪的老头拽了起来 重见将其搏进出的机体滑破 血色颤颤 就在山脉深处万古城中 那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黑尊感应到这山脉外有异动 免得再次诞生强大部落 苏以命我等前来查探 师母的眼神惶惶 颤颤巍巍地说道 你快放了我 如果黑尊发怒 你们都要死 我这个人 很是怕死 夏拓将尸磨扔在了地上 冷笑着说道 不过 我更讨厌万古山脉 有比我牛逼的东西存在 下一刻 一个双眼瞪得圆圆大大的脑袋 滚落到了远处 大哥 一旁 在白人老翁和风老头 攻击下的另一个黑袍人 看到师母被剁了脑袋 顿时大声尖叫了起来 夏拓起身 看向了另一个黑袍人 他自己这会儿 也没完全挥过神来 来袭的敌人太弱了 亏得自己还费尽了心思 安排族中的武者守着 调动了整个部落的力量 就这么两个家伙 自己一个人 也是完全可以搞定 归根结底 不是来袭者太弱 而是自己变强了 夏拓落经过了十年的发展 族力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尊不会放过你们的 而就在下一刻 被封老头两人围攻下的黑袍人 浑身绽放出了血光 紧随着身体竟然如同大鹰一般 急速地朝着山野之中钻去 等我回来 你们全都死 逃跑的家伙 话语之中的怨度 传遍了山野 放 刹那间 就在他刚冲出部落山下的时候 就看到了漫天的剑雨击射而来 挥手就要将剑雨击落 却被炸开的轰鸣 咬下了眼睛 夜幕之下 部落山下的虚空中 不断爆开轰鸣 如同烟花绽放 刚刚还要发狠 要回来血洗下部落的黑袍人 此时像是死狗一样 掉落了下来 接着 他就要爬起来 朝着山外冲去 而迎接他的 则是一排排的箭矢 将其周身炸开 整个身影可谓是极为凄惨 天迈境的战士 虽然是拥有距离 可是 还没有到了参悟到的境地 更重要的是 这四周击射而来的箭矢 都是在他周围炸开 不断地受到轰击 却只能受着 没多久 疯老头和白老翁 冲下了部落山 将这个黑袍人给提了上来 上了吧 夏拓是看也没看 就朝着图腾垫而去 黑袍人没了刚才的怨毒 刚要出声 顿时是吓得浑身打颤 别别别别 我说 我有话说 你想说的 我都知道了 所以 你对我没用 夏拓虽然指出了脚步 但是他却没有回身 我知道万古山脉深处 有三尊一尊 黑尊只是其一 还有血尊和明尊 黑尊占据万古城 明尊传闻 在一座雪山下的山洞肉 血尊传闻藏在万古地脉之内 三尊都选要得到幽尊的传承 好真正继承妖王的法旨 统于万古周围的地狱 将他四肢打断 全身骨骼打断 但是 不要让他死了 随之 夏拓出声吩咐他 今夜的事情 简直就是曲折弯绕 这两个家伙 真的是大妖的手下 怂得一逼啊 简直是刷新了他的认知 真是对不起四季的准备 不要啊 石魔大声惨叫 然而疯老头动手 可是丝毫不手软 对于一个天脉镜巅峰的战士 拥有数十万军的力量 自然不可能用常用的手段去观仰 图腾殿 阿兔 妖旗又来了 果然 夏拓再次河道图腾 顺着乌乌的指引 朝着远方的山林外看去 然而那山林之中乱影重重 只能察觉到 思思缕缕的妖际 却看不到任何的妖影 刚才这两个家伙进入部落 部落外这个神秘影子 就在观望 不过 乌乌没有抓到他的踪迹 部落之外 白骨乌隐匿在一株大树树影之中 整个人一片幽黑 黑洞洞的眸子之中 幽艳也熄了 他朝着夏部落的方向望着 师摩师摩两个家伙进入了夏部落 没多久就被擒杀的场景 他看到了 很快 他的身影也消失在了山野之间 消失了 夏拓从图腾殿中走了出来 眉头青醋 隐藏在暗处的敌人 才是让人产生恐惧的 看来山脉深处的腰 是盯上夏部落了 足殿内 被打断了群身骨骼的石膜 像是一滩烂肉一样 瘫在足殿的中央 此刻眼中布满了浓浓的惊恐 这一招 他以前给别人用过 没想到自己也尝到了滋味 多少年了 他们兄弟三人在黑洞座下 不知道覆灭了多少部落 哪一个部落 不都是出入如无人之境吗 哪曾想过 这一回竟然栽了 说吧 你们还有谁 石膜的眼中露出了惊恐 二哥返回万古城了 这个人族竟然知道 白骨屋给了他们明尊的位置血珠 他们兄弟三人虽然不信 却还是让老二带着回了万古城 他们兄弟三人跟在黑洞座下好几百年了 因为沾染了妖气 个个都拥有着悠长的寿院 实力皆是位于天迈境的巅峰 在他们看来 一个小小的部落 还不是反手就可以拿下吗 这次还真的就是阴沟里放了船了 你要说的话 我给你活命的机会 夏拓从主位上走了下来 他来到了师摩的跟前 你真的肯放过我 石摩看着夏拓 眼中有着不幸的神情 他真的不相信夏拓会放了他 你 你立下图腾誓言 我说了 你就会放过我 我 夏部落之主夏拓 以图腾起誓 若是面前之人谈言 就饶起性命 夏拓随之出声说道 如有违背 阻毁人亡 这下 你可以说了吗 我二哥木摩返回万古城了 我们来的路上 遇到了血尊坐下的白骨 他给了我们明尊的位置血猪 二哥带着血猪返回万古城了 听他这么说 夏拓露出了沉思 他随之问道 你的二哥 木摩 是什么境界 天脉镜巅峰 不是 部落外窥视的身影 并不是木摩 如今他的实力 已经强于大多数天脉镜巅峰的战士了 但是窥视部落的那个人 可以瞒得住自己的眼睛 和图腾的窥视 恐怕是已经超越了天脉镜的强者 你嘴里的白骨屋是谁 他突然想起了石魔口中提到的人 不由出声问道 他是什么境界 神脏镜 提到了白骨屋 石魔眼中露出了一抹惊恐 曾经这个笼罩在黑袍中的白骨人 带给了他很深的恐惧 白骨屋很恐怖 大哥说 他活过了六千年 六千年 一时之间 这个数字 直接让大殿中的几位天脉镜战士 眼中露出了惊骇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要知道 那是六千年 而不是六千天呢 传闻白骨屋在万古伯部覆灭后 就跟在了血尊朵下 这些年血尊能够不断地恢复实力 白骨屋功不可没 就算是黑尊 也不敢轻易地对血尊出手 你的大哥 还说过什么要望法治 这里是幽尊领地 这是怎么回事 夏拓不断地发问 一直以来对于山脉 他的了解很少 眼下逮到了一个 在幽幽坐下跑腿的家伙 自然是要问清楚啊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当年幽幽大妖尊前 来覆灭万古伯部 是奉了妖王的法治 覆灭万古之后 万古所统下的地狱 射封为幽妖妖狱 传承给幽尊后代 可惜 当年万古伯伯也很强大 将幽幽大妖尊给打得四分五裂 一直以来得到幽幽大妖尊 最多血骨传承的黑尊 明尊和血尊 都想要继承幽幽大妖尊的衣钵 来承载妖王法治 那他们为何不懂 这是 封老头不由出声问道 唉 逗了 漫长岁月以来 三大妖尊厮杀了不知多少次 可都是无法将对方吞并 以至于维持了现在这种境地 而且传闻啊 附近其他妖狱的大妖 也在窥视这片地方 所以三大妖尊并不敢放手一搏 那你知道的还不少啊 夏拓看着躺在地上的家伙 这家伙看来还真是幽尊身边的人呢 只不过这气节还真是可以 被他砍掉脑袋的尸膜也同样如此 果然不愧是兄弟 阿拓 不好了 又来了 他来了 他又来了 这时 夏拓感觉眼前清光一闪 五出现在了眼前 对着他喊道 他立刻返回了图腾殿 借助图腾之力 朝着北方山野中望去 妖气再现 却依旧没有看到妖影 接下来的三天时间 几乎每隔几个时辰 部落山外中的妖气就会显化一次 只有一次 夏拓捕捉到了一道黑影 却是一伤而失 从图腾殿中走出 夏拓抬头朝着群山望去 眼中露出了一抹思索 按道理 一尊神葬镜的妖人 要是想要覆灭他的部落 很是容易 但是现在为何频频在外现身 却不杀入部落呢 是因为 他擒杀了石某两兄弟 这个人是胆怯了 随之他摇了摇头 对于神葬镜的妖人来说 他手中所拥有的实力 对付天脉镜战时还行 但是对付神葬镜 确实差远了 可这道身影却不进入部落 只是在部落外徘徊 这时何巨星呢 他在引我出去 突然 夏拓神情一宁 眼睛不由眯了起来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计 领先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二百集 白骨屋 阿拓 阿拓 又来了 刚刚踏出图腾店门 呜呜的声音就在耳边响了起来 被人每天惦记的滋味可不好啊 作为一族支掌的夏拓 本来就是脾气渐长 这还被人逼到家门口了 这还没完没了了是吗 刺激仰雷目之上 夏拓再次合身图腾 这一次 他看到了北方山野之中 一道黑影 立于山爹 这一次他没有躲 那身影一袭黑袍 迎风舞动 一立山爹 妖艳缭绕 龙去尾 主妖 一时之间 沉寂在筑气垫山谷中 两百道如同磨一般的身影 耳边响起了夏拓的声音 诺 龙穴位从地下城调回之后 一直就在山谷中隐藏着身形 作为夏部落花费了心思打造的战刀 五年来从来没有动用过一次 而为了保证两百龙穴位的战力 夏部落动用了一万人作为后勤 这还不包括外围的人手 杀 一立子及杨雷目之巅 夏拓的眼中迸发出了杀机 要说这黑袍老儿也太欺负人了 办案他 得到了命令的龙穴位 踏步从山谷而出 全身煞气 汇聚成了血气大柱 横击旭空 血气环绕 延伸传说中的恶兽奔走咆哮 两百龙穴位踏步 盖过了万人战狮的大势 黑甲黑枪血气缭绕 宛如从九幽之中走出来的恶魔一般 甲咒碰撞 脚地踏步 除了这两种声音之外 山间再无其他声效 夏部落北山巅 白骨屋看着夏部落之中 升起的浓浓血腥气息 夹杂着邪恶的气息 一道黑色的洪流朝着自己袭来 那空洞的眼窝之中 幽眼跳动 富妖铁骑 这气息他熟悉 曾经无比的熟悉 纵然是模样变了 但是根子却没变 他从山殿走下 却没有顿走 而是迎着富妖铁骑 来到了一块平坦的地方 而这回子 夏托也从部落中走了出来 随着富有体骑的侧边 胡年的心血 他要看看这大下龙鹊 到底有没有开刃 而为了这柄大下部落的刀 值不值得付出部落大量的资源和人力 在他一里之外 乔儿和罗隐匿着身形 随时保证 他们可以全身而退 而在他的身边 鬼威君则一个一个的立着 没办法 这是第一次直面面对神葬镜的战士 图腾战士第四镜的强者 心底还是有些怂的 下方平坦的荒原面积不过离去 这黑袍身影立在中间 等待着龙雀卫走到身前 风卷起了血腥气息 一闹气浪迎着黑袍人而去 化为一柄黑色的大枪 枪中一尊穷极奔涌而出 这一刻 龙却为两百道身影集体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浓郁的血雾 那血雾笼罩了这离血的荒原 血色雾矮 人影如鬼魅一般 穷极恶兽与血色之间炎化 咆哮声出泪 杀 血雾声中传了一道爆盒 刹时间血气再次化为第二重枪影 凝聚成了实质化的血色大枪 眨眼间横击百丈 落到了黑袍人的身前 这一幕让立在不远处的夏拓 看得清清楚楚 龙雀卫两百人化为了一个整体 无论是进退都是唯一 血雾弥漫之中 黑袍人白骨大手拍落 虚幻的白骨掌击穿了两重枪影 印在了血雾之内 刹时间龙雀卫仿佛撞到了无形的墙壁之上 不过正是一转 一尊穷奇与众人之间延伸 印在了白骨掌上 将白骨踏碎来到了黑袍人的身前 去 嘶哑的声音在血雾之中响起 漫天血雾在黑袍人面前化成了血色漩涡 将穷奇虚影的沙士给束缚住了 咔嚓一声 穷奇虚影撕裂化为了漫天血雨 蹦践四方 这一幕看得吓吐眼角一出 这他妈神脏镜是真的厉害 杀 顷刻间龙雀卫再度 这一次他们全部压上 身如铁墙横推荒原 周围的血气化为了一重厚厚的光照 直接是撞在了黑袍人的身上 终于 轰鸣一声黑袍人往后退了 暴退十多丈 这才重新指出了身影 双手挥动之间 虚无中演化出了一柄白骨剑 腾皮而下 杀 两百龙却为齐齐战枪横刺 将白骨剑扛在了空中 令其无法下落 静而血气蹦剑 将白骨剑碾碎 远方的山岗上 夏拓轻轻摇头 下方的荒原血气轰鸣 杀技震动 甚至裹下了山川之围 不是龙雀卫不景 而是那个黑袍实在是太厉害了 挥手偷俗之间 引动着天地之力 足以秒杀天脉精的战士 龙雀卫两百人为一整体 无论是进攻还是受到伤害 都会通过巫符 分散到每一位战士身上 不知怎么的 他有了一种错觉 好像这黑袍人并没有使出全力 无论龙雀卫攻击得如何迅猛 黑袍人都有一种游刃有余的样子 奇怪啊 这副妖枪法讲的就是有进无退 从踏入荒原开始 龙雀卫都在前进之中 此刻黑袍人都已经退到了荒原边缘之地 看似是被压着的 却没有受到沉重的伤害 就在这一刻 吓吐瞳孔猛的一缩 他的眼中浮现出了一股白骨枪 这一枪所蕴含的杀戮气息 和龙雀卫掌握的富妖铁骑枪法 如出一辙 这黑袍人会富妖枪法 而且似乎是比龙雀卫更加的娴熟 是真正杀戮过妖的枪 龙雀卫潜心打造五年 却从未进行过一次杀戮 身上未曾沾染妖血 富妖铁枪 妖心无事 而这黑袍人演化出来的枪 有事有随 骨枪之下无数的妖影 在嘶吼在怨毒地叫喊着 一枪之下 漫天血雾被撕碎 露出了裹挟其中的黑甲龙雀卫们 龙雀卫面对黑袍人衣衫碎脸 露出了其中的白骨 而这时 被击中的龙雀卫发出了咆哮 头顶之上浮现出了一杆血枪 乍一出现 周围漫天溃散的血气都被抽空 杀机瞬息间 横跨虚空锁定了黑袍人 妖机 同一时间 黑袍人眼中幽艳猛的一致 死死地盯住了这一杆血色打枪 血色染红了虚空 浩瀚的杀机穿透了虚空 几乎是眨眼的功夫 就落到了黑袍人的面前 纵然是他驾驭鼓手做出了防御 却被血枪顷刻间击碎 贯穿在其胸膛之上 巨大的轰鸣盛中 下一刻 血枪带着黑袍人朝身后飞去 足有百丈之远 重重地砸落在地上 露出了一副零散的白色骨架 血枪也随之消融 这一击是彻底击碎了黑袍人的胸骨 那副身体架子显得搭了了下来 夏拓走下了山岗 他来到了龙雀尾前 这一击之后 龙雀尾也陷入了沉寂 这一战抽空了他们太多的血气了 他们需要休整 你到底是谁 副妖枪 只有副妖铁骑才会的副妖枪 然而当初万天行可是说过 副妖八十一兄弟尽数揭秘 而且这个身影先前的举动也很是奇怪 谢尊坐下白骨 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白骨之中幽艳跳跃 顶着夏拓看着 当老夫下次到来的时候 儿等都要成为血石 下一刻 一缕幽光直接从白骨上拖出 化为流光朝着山野中击舍而去 想走 没有丝毫犹豫 夏拓紧随而去 做事自然就是要斩尽杀绝才好 不然这个家伙再跑了过来 夏部落岂不是陷入危险之中吗 所有人退回部落休息 朝着后方的龙雀尾丰富了一声 他便朝着幽光的方向追了过去 今日龙雀尾的表现让他十分满意 毕竟这是第一次出战 所对的还是一位神葬境的强者 能够得到两败俱伤的战绩 已经很是不错了 白骨屋的虚影在山野之中飞舞 没多久就进入了山剑之中 夏拓手中的屋剑展出 战绩如流光激射 可惜这一缕流光实在是滑如虫子一样 左右横飞 每一次都是差一点点就将其斩落 就这样一追一逃 在山间就过去了一天的时间 夜魔降临之下 那幽艳显得更加的璀璨 隔着夏拓十多丈 遥遥领先 追在身后的夏拓 也忽然察觉到了一丝不妥 似乎这个傻伙是有意引他过来的 这里距离部落不过数十里地 距离山脉深处更是很远 他倒是不怎么怕 而就在这时 他一脚踏了下来 脚下的石头竟然突然裂开 大地之上一个黑漆漆的窟窿 整个人直直地坠了下去 那我你妈 神脏精你还耍炸呀 夏拓大骂了一声 随之感觉自己是朝着下方 不停地坠落 幽艳来到了境前 随之影光大盛 露出了一尊虚幻中年的身影 他朝着黑漆漆的洞口望了过去 还真是怕死 老子不识点手段 还真框不出你来 随之他摇了摇头说道 怕死好 怕死好啊 怕死 活得久 挥手之间 一缕紫光绽放着 朝着黑洞洞的窟窿落了下来 这紫光之中 乌纹地界交织 化为土石 将窟窿给遮掩住 近随着 这中年人化为一缕紫光 如同一缕神殿一般 消失在了这山野之中 万古城南百里一座山傲处 黑袍身影快速地朝着南方而去 这人正是师母的二弟 木魔 他将血珠带回万古城后 准备返回去 会和师魔 石魔两个人 在不远处的山殿 虚影立于其上 他看着木魔朝着南方而去 随之化为六光 没入了木魔的体内 转身 就朝着万古城而去 彻底 万古山脉身处电闪雷鸣 一道道死电荧光 恍如是从九天之上坠落下了一般 撕扯开了黑夜 将古老的万古城废墟给撕裂开一般 混账 恐怖的雷霆降雷下了毁灭 迎着银雷 一尊形如马的妖影连机虚空 才将悬于天群巨尖的雷云击散 却也是被雷霆击中坠落成都 而此刻 万古城彻底化为了一片废墟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小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带您驰骋荒谷 第201集万古城 昏暗的地下洞窘之中 寒凤呼响 不知从何处袭来 地上和四周的墙壁上的石头 闪烁着暗淡的荧光 夏托手中无间紧握 他朝着四周看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 一位神葬镜的强者 会耍这种小把戏 这种阴招不应该是他的专属吗 强者的尊严呢 喂狗了吗 这里像是一座矿洞 似乎存在的时间很长 纵然是不知道哪里来的风气 都吹不散洞中腐朽的气息 他慢慢地朝着山洞深处走着 心中泛起了一种猜测 白骨屋是有意将他引到这儿来的 毕竟这也实在太巧了 就是不知道这白骨屋 究竟是何用意 他的身子猛地朝一旁堵去 就见一道清光符文 如剑光一般 从洞穴深处袭来 夏托挥拳 手中战机闪烁 不断和袭来的光符碰撞 足足碰撞了数十拳之后 清光符文上方 才逐渐显化出了裂痕 刹那间清光刺激 如同一枚枚火星迸发 很快清光符文就被击散 不好 瞬息之间 他感到又有杀机锁定了自己 灵力锋芒中 弥漫着古老沧桑的奇迹 这股杀机让他浑身一寒 整个人没有丝毫犹豫地 朝着后方退去 一口铁毛横迹而来 扎进他刚刚站立的地方 几根没入 不见分毫地 露在了外面 这一幕让夏托眼中 不由地闪过了一抹惊骇 这里的石壁 他刚才掉下来的时候检查过 坚硬异常 比这百炼惊铁都不慌多扰 这一刻 他听到了如人饮水的声音 好像在洞穴深处存在着生命 沉浸了片刻 夏托朝着洞穴中前行 不多时 他看到了前方立着一尊假释 青光重甲 腰部挂刀 上手搭了下来 刚才那柄铁毛 显然是出自这尊假释之手 在夏托的感知之中 这尊假释没有丝毫的升级 早就已经死透了 还没等他靠近 这假释就轰然挡下 仲甲黯然掉落成了十多件 露出了里面凌乱的白骨架子 这假释已死 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 夏托走到身前 捡起了一块巴掌大小的铜牌 布满了裂纹的铜牌之上 依稀可见一些无纹 万古铁卫 中山 在发掘出万古黑药城的兽皮卷中 有着记载 万古铁卫 万古部落精锐战兵 数目不详 他们每一位都拥有天脉镜的实力 四肢护卫万古不重 万古不复命 万古铁卫自然也凋零了 紧接着他朝着深处走去 地上布满了白骨 靠着两棚石壁上 有大人有小孩数量不下签数 足足铺满了百丈山的洞穴 这或许是一只当年从万古 博步逃出来的族人 逃到了这里 可惜却没有逃出去 都陨落在了这座石洞之中 走过了百丈远的洞穴 夏拓看到了洞穴的尽头 那是一座足有百丈大小的山洞 周围布满了刀砍腐杂的痕迹 地下堆积着一堆闪烁着乌光的矿石 五金矿 这是打造乌气的一种矿石 十分的稀有 这些都不是夏拓所注意的 他看到了洞中央 盘坐着一尊青年模样的身影 他身穿华丽 刻满了乌纹的兽袍 外面洞中的身影都已经化成了白骨 而这尊青年却依旧是栩栩如生 脸上带着一种安详的神色 青年手中捧着一块半圆形的欲绝 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双手合于腹间 神态安详 距离那个青年越近 腐朽的气息就愈发的浓郁 夏拓都感觉自己快要被腐朽的气息 腐蚀成了一具枯骨 被人引入山洞 本来就很诡异 可是眼前这名青年的模样 更加的让人感到恐惧 好像不是死了 而是睡着了一样 青年的周围环绕着腐朽的气息 却因为欲绝的原因不得寸击 他双眸紧闭 整个身躯虽说是没有一丝生命的气息 却给人一种只是沉睡的错觉 夏拓小心地来到了境前 手中的无间将欲绝给挑了出来 下一刻栩栩如生的青年 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之下 快速地腐朽 血肉尽消 化为了一堆白骨 这 这一幕实在是有些恐惧 欲绝拿在手中 散发着丝丝的凉意 上面刻画了乌纹 整个欲呈现半透明的样子 看不出有什么奇异之处 而就在这时 手中的欲绝发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动 欲绝表面的乌纹亮了起来 一眉眉跳动 地结交织 勾勒着一座虚幻的门影 虚空乌符 夏拓眼中一亮 这种乌符巧儿可是说过 说是天地间最难懂的几种乌符之一 这一刻 他身前的树杖虚空泛下了涟漪 欲绝投落的乌符影像 绽放出了璀璨的荧光 进而光芒大爆 虚空彻底扭曲 乌符构筑的门影缓缓地打开 一道虚空之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夏拓目光微凝 全身战起涌动 从他紧追白骨屋开始 事情就逐渐超出了他的预料 虽然这种感觉很不好 然而自身力量还达不到下于一切的劲底 只能按照别人的意志来闯荡 眼前究竟是何种情况 他并不知晓 不得不防 后路没有 只能前行 终于 他抓起了欲绝一步踏出 钻进了乌符构筑的隐门之中 顿时虚空如涟漪荡漾起了波澜 恍惚之间 夏拓昏身一阵 他感觉到自己踏上了一片石地 没有想象中的危险 却感觉到了无尽的沧桑气息 放眼望去 自己处于一片废墟之中 这里布满了沧桑的亭台楼阁青岛 气浮如山乱 一堆接着一堆 一片枯败的景象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空气中的浮小气息中 弥漫着浓浓爆裂的气息 暗夜中的废墟还残留着灼烧的雷火 这是哪里呢 局目四望 起伏的废墟一望无际 半青岛的石殿千丈之高 比之山岳还要微和 堆积的乱石表面刻画着乌纹 在夜幕之下闪烁着乌光 万古城 夜时间 夏拓双眸一拟 他看到旁边一块残破的石头上 一起露出了几枚乌纹 这里是万古城 这里是万古山脉深处 万古伯布 他在废墟之上 他朝着远方望去 废墟的中央紫电荧光 又咆哮声响 浓烈的雷霆所带来的毁灭气息 弥漫在虚空之中 这让夏拓明白 这里刚刚受到了雷击 废墟的中央腰影婆娑 气息让人感到恐惧 他小心地踏在废墟中 朝着城中央而去 大树青岛燃烧着烈焰 这片废墟显然很久是没了人的踪迹 草木茂盛 大树长于垫珠 不知怎么的 这万古城废墟被雷火给批中 燃烧起了熊熊烈火 漫天的山风呼啸 若鬼哭狼嚎 半个时辰之后 夏拓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朝着前方看去 伸出手朝着前方摸了摸 没错 就是空无一物 但是这很诡异啊 他明明就是在万古城的废墟之中 但为何穿腰影而过呢 他看到了古城废墟的中央 一座高大的石台 笔之周围的群山还要高大 每一块巨石都是一座小山小城 堆山如台 也只有当年的万古伯部 才有如此的伟丽 曾经的万古大殿 已为了平地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腰巢 那巢穴中 一尊腰影盘窝 披腻着曾经属于人族的山川 当然他所看到的腰影中 腰钻的状态很是不好 雷霆撕裂了腰钻的血骨 腰血如潮 每一滴滴落下来 都化为了一片血湖 不对 下意识地 他从怀中摸出了朱妖令 朱妖令冰冷 没有散发出丝毫的感应 这是幻境 他在幻境之中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既然是在幻境中 为何还能将万古城中的一切 看得清清楚楚呢 怪在 这白骨巫究竟是谁呢 下一刻 夏拓拔出了背上的巫剑 全身战气奔涌如电 朝着前方刺去 顿时乌剑刺进了虚空之中 嗡的一下 一点荧光绽放 虚空如镜面破裂 寸寸碎裂开来 化为了点点荧光 在他的周围消散 露出了一枚地结交织的乌符 这乌符如天成 蕴藏着天地运转的道运 交向荤印 显然 正是这些乌符 将万古城的一切 显化在了他的眼前 万古城废墟随着镜面破裂 消失在了夏拓眼前 他看到自己 出现在了一座连绵群山之中 只不过这片群山天地方圆 一眼就看到了边际 在远方的地方 虚空和陆地是融为一齐的 镜前是一株株 盘缓交错的古墓 枝叶繁茂 苍翠欲滴 蜜镜 一时间夏拓反应了过来 短短的时间里 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实在是玄幻无比 这座蜜镜不下百里 有神寂静 好像没有丝毫的生命迹象 他朝着前方踏步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但是除了他的脚步声之外 整个秘境之中 没有其他任何的声音 倒不是什么也没发现 在群山之间 有时电时工林立 他逐一而进 却发现电中摆设 完完整整 同学九孙 十床十椅 皆是整齐 整个秘境之中的 时工时电很多 夏拓慢慢的 也就习惯了 他的心中 在不住的思量 白骨无影 他到这里来的目的 究竟是什么 秘境的中央 一座高山之上 时工从山巅 一直蔓延到了山底 时电林立 时节如天梯一般 从山巅挂了下来 立在山脚下 夏拓看到了一座石碑 万古行宫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 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蓄大的小疯子 甘草耳挡 如天天一般的石阶 一直通向了山巅 最高大的宫殿 如同一尊巨兽 浮仇着整个秘境四方 它世界而上 踏上了布满斑驳痕迹的石阶 山高威厄 可惜却没有了生命的痕迹 山巅的大殿之外 高大的石门紧闭 石殿房檐上方 左右两侧 悬挂着两枚铜铃 每一颗直径 都有三尺大小 上面布满了乌纹 厚重的铃声响了起来 夏拓也在这时 推开了石门 一声龙吟响彻密警 他看到推开的石门缝隙之中 一道湛蓝色的蛟龙虚影 朝他扑了过来 顿时全身每一处汗毛孔 都被浓郁的灵力所冲击 灵力所化的蛟龙席群身 引动了全身二十五条天脉 奔涌咆哮 自主运转 开始汲取无所不在的灵力 灵拳 等到蛟龙灵力散开 夏拓看到石门中央 一望清泉 浓郁的灵气顺着泉水 潺潺冒出 在石门之内 都已经凝聚成了低液状 每一滴所印含的灵力浓度 足以达到灵精的十分之一 夏拓甚至在水池的一角 看到了凝聚成石质化的结晶 闪烁着幽兰的神光 和灵精无异 这简直就是一座宝地啊 他踏入殿中 只感觉全身战气奔游 没有再犹豫 他直接盘坐在灵池之外 放开心神 顿时 早就已经充斥于 大殿中虚空中的灵力 就如同找到了倾泻口一样 朝着他体内灌入 殿中灵拳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修炼 浓郁的灵力挥发而出 充斥在了殿中各处 以至于他根本无需踏入灵犬之中 就已经被浓郁的灵气所环绕包裹 弥漫在大殿中的灵力 不断化作灵气蛟龙舞动 裹挟着浩瀚的灵力 朝着他体内钻去 胸膛处的图腾神指虚影 绽放出了璀璨的清光 上代巨盲神主消散之后 他胸膛处的图腾虚影 少了一些沧桑的感觉 这一刻 勾动图腾神指 浓郁的灵力全都在胸膛处 化为了漩涡 被纳入体内 相比于兽核 灵力更加的精准和温和 浓郁的灵力被图腾神指虚影亮化 化为一滴滴精准的灵液状 继续在了体内 开始在为贯穿新的天脉 而继续力量 胸膛处的图腾神指虚影内部 烟化出了一座气海 这里成了散时积蓄力量的地方 每一位图腾战士都是如此 图腾是战力的源泉所在 这一刻下透胸膛处辟除的气海中 积蓄在大殿中的灵气 全都转化到了这里 化为低叶状 凝聚在一起 融合成了萌养 青蓝色的灵力如潮 粘稠晶莹 蕴藏着浓郁的力量 源源不断的力量 不断地注入其中 掀起了涟漪 在萌养之中 有五道璀璨的流光 在灵力气海中游走 是规须指刀的无饼指刀 作为乌器 这副指刀的品阶 比它乌剑高多了 可以炼化入体内运养 一天之后 它所开辟出来的灵气气海 被浓郁的灵气所充满 开始朝着体内 第26条天脉冲去 浩瀚的气海中 灵气化为一头青龙 张扬五爪地 就朝着天脉而去 龙爪拍落 天脉镜的瓶颈 一下子就被撕扯得七零八落 滚滚灵气灌入体内 接着融入其中的灵气 和天脉中衍生成的战气 融合一体 勾连着其他天脉化为循环 灵气青龙的威势 丝毫没有减弱 朝着下一条天脉贯穿而去 接连打通五条之后 风材化为虚影崩碎 整整三十条天脉 积蓄满的灵气气海 直接助它贯穿了五条天脉 全身贯穿的天脉达到了三十之数 双眸开合 看着电中丝毫不见减少的灵气 他的眼中闪烁着惊喜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机缘 随之 夏拓再次闭上眼睛 开始霸道地扯过周身的灵气 纳入自己体内 好不容易可以如此肆无忌惮地 炼化灵气贯通天脉 这样的好事以后难找 不抓住这个机会 那可不是他自己的性格 石垫中的灵气 在他胸腾前化为了漩涡 直接狂野地纳入体内 经过图腾神指的淬炼 化为一滴滴精纯的灵液 滴注入图腾气海之中 所谓图腾气海 实则是图腾神文 在体内所延伸的 一处储存灵力的地方 至于大小因人而异 夏拓的图腾气海 足有百丈款 如同一座小湖一般 图腾气海的大小 代表了图腾战士的天赋 气海大 储存的灵力就多 自然在修炼之中 有诸多的好处 一天之后 石垫中再次传来了轰鸣 奔腾的战气 在夏拓体内轰鸣 奔腾入龙 一举就撕扯开了三条天脉 没有丝后停止 夏拓再次 开始汲取周围的灵气 准备下一次 贯通天脉 十天后 此时石垫中 游离的灵力 变得稀薄无比 积蓄的灵力 被夏拓一下子 就给霍霍干净了 双眸开合 长长吐出了一口气 夏拓感觉 此就有点撑 这一会儿 吃得太多了 此刻他已经完全贯通了 三十六条天脉 短短十几天的功夫 比他闭关数年收获都大 不得不说 这实在是 有些难以置信 然而想想也就释然了 这座石垫中所积累的灵气 恐怕从万古 博步覆灭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来过了 这六千年积累的灵气 被他一招给吞了个干净 打通了十几条天脉 算个啥 没晋升到神脏境 这都算是遗憾的 三十六条天脉完全贯通 体内自然产生了变化 三十六条天脉 上连天灵 下连永泉 组成了战气周天循环 而中间勾连着图腾气海 天脉中游走的灵气 注入图腾气海之中 而后气海中的灵力 再次流淌入天脉之中 外界汲取的灵力经过周天循环的流淌 完全化为了自身战气 咔的一声 他想起身 却发现 这一次实在是吃得有点过了 体内三十六条天脉 如大浆一般 给全身血肉 带来一丝沉重的感觉 显然如此狂野地打通了全部天脉 肉身战体 有些吃不消了 于是乎他慢慢挪动身子 灵气都祸祸干净了 也就不在乎多祸祸一次了 十点钟弥漫的灵气 算是消耗干净了 不过灵池中 一汪碧水中的灵气还在 水边凝固的十指化灵精也还在 反正是来都来了 岂能不一次吃个饱吗 不 是修炼个痛快 一瞬间 踏入灵池中的下托 全身战起轰鸣 如天鼓雷音 平静的灵池中掀起了水浪 池中溶于水中的灵力 也被他吸纳而出 转眼间就没入了图腾气海之中 先前 上代巨盲图腾 没有完全凋零的时候 传给了他图腾炼体之法 让他肉身单独拥有了十万菌的距离 正是那一次图腾炼体 才让他这些年来 如此肆无忌惮地去贯通天脉 而不用担心身体吃不消 若不是部落中资源有限 他早就可以修炼到天脉性巅峰的境地 图腾战士的修炼本就是身体不断蜕变的过程 谁进化的程度高 谁就厉害 每一个进化的阶段 都有不同的极限所在 当初图腾炼体打造肉身 支撑不住现在的战气修为 当初图腾炼体拥有十万菌的力量 就是他那个时候的肉体极限 如今贯通了所有的天脉 他那个时候的极限被打破 肉身可以再进一步 一道道的灵力纳入图腾气海之中 气海中的灵气璀散如穷江玉露 静影提透 这一次没有朝着天脉中而去 而是开始朝着体内的血肉之中钻去 这一刻 下脱脚踏灵齿 双手捏拳 打出了一套诡异的拳法 如龙洞似虎奔 随着他的动作 融入体内的灵力被血肉吞噬 在这个被吞噬的过程中 一缕淡淡的无起 顺着气孔给挤了出来 灵拳潺潺坐下 一缕缕的灵气随着泉水涌出 重新开始扩散在石垫之中 下脱立在灵池之外 眼中露出了诧异 直到此刻 他这才有机会 好好地看这座灵犬 在山巅之上一口灵犬潺潺 不得不说 真的是齐全无比 这时 他从灵池边上 看到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 随之 他伸手拿了过来 这牌子之上刻画着乌文 一面是万古二字 一面是出字 是秘境出去的令牌 看着令牌下脱步游晃了晃头 连日来的遭遇实在是旋起 他越发觉得 这是白骨屋算计好的 只是 白骨屋为何送他机缘呢 这座灵犬大殿 积攒了六千年的灵气 足以令天迈进战士 晋升到神藏经 他给同辈丢脸了 将灵犬给榨干了 也只是修炼到了天迈境巅峰 这白骨巫师和心思 真是让人头大 一时间 他想到了万古城中的景象 妖尊寿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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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这是 机会来了 一尊神藏经的大妖 如果不受伤 他哪敢亏视呢 早就有多远滚多远了 白骨巫 秘境 大妖受伤 灵犬 提升实力 夏拓将前前后后经历的事情 捋了一遍 双眼不由地亮了起来 难道 白骨巫是友军 一时间 夏拓脑海中出现了一座 忍辱负重的形象 一身白骨 傲然一礼 英雄啊 万古城大妖受伤的场景 在他脑海中怎么都挥之不去 这是机会啊 这个时候不去干一把 以后大妖伤势恢复了 更没机会了 一时间 夏拓的小心子 蠢蠢欲动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小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报效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 带您驰骋荒谷 第203集 备战 夏部落 组长 你回来了 二叔 你回来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 消失了半个月 返回到夏部落的下托 直接被组长长老围了上来 毕竟 这一下子消失了十多天的时间 族人还是很担心的 通过那枚令牌 夏托很容易地 就从秘境之中走了出来 正是他追着白骨屋 坠落山洞的地方 族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虽知 他朝着各位长老问道 毕竟 在妖气弥漫的时候 他一下子消失了十多天 族中的事情 还真是让人担心 阿叔 半个月前 就是你追逐黑袍人 离开的那一天 沙脉深处突然天降雷霆 天雷滚滚 持续了足足一刻中的时间 族店中悄而开口说道 族长 暗影卫已经深入了 沙脉深处调查 传回来的消息所言是 一座巨大的城池废墟 受到了雷击 陆长老也很快起身说道 早在天灵降临之后 他就已经召集暗影卫 查探动向了 夏拓点了点头 随之 他朝着红长老问道 龙雀尾 恢复得怎么样了 兵长老 安调用了族中的 图腾战士和族人 连日以来猎杀凶手 并且在族中 构建了剑衣的血池 龙雀尾 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好 夏拓点了点头 龙雀尾毫无疑问 是部落中最强大的战力 更是将白骨屋给重创 哪怕是他现在怀疑 白骨屋当初被龙雀尾重创 其中有白骨屋自身作戏的成分在内 但是龙雀尾的战力 却可以肯定 陆长老 传人带着我的令牌 前往泽京城 去找鬼之事 令他带着风几人 三天之内 悄然进入万古山脉 等着我的命令 龙长老 传令物不振手 各自挑选一千 最为精锐的战兵 齐聚跪背山城待命 传信在外的胖府长老 所有的资源矿物 通通换成兽盒 带回部落 传令物店配合住气店 全力打造紫云界 乌炮 灭流乌图 刻画爆裂兽盒 吓吐想到万古城中 受伤的大妖 心中很是激荡 机会就在眼前 他真的不想错过 搏一搏 山脉也许就能换个主人了 三大妖尊 弄死一个算一个 不弄他 他心中痒痒 是 很快 族中战士 拿起他的诏令 朝着山脉各处而去 屠则大湖之上 一艘长达数十丈的战船 破浪前行 胖哥躺在一座木制的躺椅上 上面是用瘦皮缝制的帐篷 遮挡着阳光 身前是木案 摆满了果子 他正在悠哉悠哉地小气着 至于战船 自有俗中战士看护 离站在战船最上方 不断地巡视着四周的水面 防御着可能出现的危险 战船从南往北 这一次 他们将五万军的铜帝 送到了屠则大湖南岸的 中等悬山部落 得到了五万枚兽盒 和大量的药草 稀有矿石 这一年来 这个悬山部落 可以说是大厦部 最大的一个义务买家 当然 这悬山也是二道贩子 他们将大厦部落的精炼铜定 运到了屠则荒原 更南边的地方去了 对于此 大厦部落并不在意 自己吃饱 怎么也得让别人喝点汤 不是吗 在甲板上 小气的胖哥 双眸开合 他对着不远处 立着的一位组长 吩咐道 万古号 在北京渡口听一下 会和光山 石山 红桑河三艘大船 一起返回部落 这些年来 部落陆陆续续的 又打造了几艘大船 当然 论防护和攻击能力 比不上万古号 但是 比屠则大湖周边的 其他部落的大船 却是墙上了不止一筹 这一次 万古号带着光山号三艘大船 外出部落义务 在屠则大湖分成了数路 分别前往不同的部落 一换资源 一天之后 万古号回到了屠则北岸的北京渡口 这座渡口紧挨着注入屠则大湖的北洋河 北洋河发源于万古山脉黑崖水域 蜿蜒流转最终汇入屠则大湖 可以说 如今是下部落的黄金水道 故此 在这里部落建造了北京渡口 并且驻派了一名开山径的战士 带人驻守 长老 族中有赵船来 刚靠岸的万古号 胖哥还没有下船 就听到船下有族人喊着 什么事 族长有令 让长老这一次的资源 全部兑换成寿河 送回部落集用 兑换成寿河 胖芙眉头一皱 不由地露出了沉思 寿河虽然是各部之间的流通运火 但实际上 门荒大地之上 各部落义务都是通过各种资源来交换 比如悬山部落 五万军精炼铜钉 一共是十五万枚寿河 而悬山部只拿出来三分之一的寿河 剩下的都是用药草换取 这还是因为悬山部靠着下部落的铜钉 运到了图色更南方 才能一时间拿出来这么多寿河 平常的部落就算是储备数万枚寿河 也不会轻易拿出来 啊 你回去复命吧 就是我会尽力将资源兑换成寿河的 沉思了片刻 胖哥随之答应了下来 族中突然传来如此诏令 显然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随之 他转头对着船上的礼喊道 船令光山三艘大船 尽管前来北进口会合 将船上资源搬到万古号上来 咱们前往金泽等城池 泽金城 作为图泽南岸通商口岸 这里每一天都显得人流涌动 特别是数年前称霸泽金的金师五兄弟 被干掉之后 城中赏了恶霸 让往来城中的人更多了 杨顺着拥挤的人流走入泽金城中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城南的奴隶区市 他在区市外的石方中住了下来 入夜 杨盘坐在石床上修炼 师门悄然打开 而他眼中神色如常 族长有令 命你等三天内潜入万古山脉待命 好 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神门再次打开 身影消失在了夜幕之下 夏部落 夏拓来到了屋殿 如今部落新建的屋殿 已经不在部落山上 罗带着屋殿部中 在部落山南群身之间 开辟出了一片宫殿群 周殿侧殿环绕 亭台楼阁 在屋殿最后的一座宽敞的石殿中 上百位乌图坐于石岸之后 石岸上摆满了经营的兽盒 一枚兽盒从第一枚乌图开始刻画 经过石道工序 在第十位乌图手中 完全刻画好爆裂符文 刻画好无数符文的兽盒 会装到木盒之中 然后去送给巫师麒麟 这样 兽盒才能真正的爆裂 队长 眼下每天可以刻画五千枚兽盒 文言下头摇了摇头 还是不够 一枚劣势镜的兽盒爆炸所产生的能量 对于大妖来说 那是微乎其微 所以 只能靠着数量来产生质量的蜕变 假如它有十万枚的杂血兽盒一起炸开 就算是大妖也得脱去点皮 如今部落里的兽盒已经完全集中了起来 一共是三万九千枚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部落摊子大了 各处使用兽盒的地方也多了 这还是好不容易节省下来的 就看胖哥这一次 可以从外面带回来多少兽盒了 往日里 部落义务的兽盒 胖哥都会将大部分兽盒 去兑换成各种资源药草 带回部落 将所有巫图抽调过来 刻还巫服 日夜不停 吩咐完之后 夏拓离开屋垫 朝着筑气垫而去 班国称中大妖受伤 他在这里多耽搁一天 这大妖就多恢复一份 其中的变数也就多一份 所以必须讲快速度 要是能够用这些兽盒将大妖给炸死 那才好呢 族长 祖中储备的紫云剑有两万只 每天筑气垫筑剑师 可以打造三千只 不够 筑气垫所有将尸 全部开始打造紫云剑 夏拓神色素母 对着工长老吩咐道 可是 族长 祖中高炉中还有熔炼的晶铁 抽掉所有人 晶铁可就废了 工长老有些迟疑 废了就重练 夏拓转身就走 声音传到了工长老的耳中 人手不够 你就去部落征召 三天之内 十万只紫云剑 打造不好 你就将自己长老的位置 给我绕出来 闻言 工长老心中一寒 族长这是咋了 三天十万只剑 这是要疯了 来人 所有人开始打造紫云剑 长老 这炉中还有铁水 到了 工长老对着店中的工匠 大声喊道 族长踢了我 我就先踢了你们 所有人开炉 熔炼紫铜矿 一时间 整个筑气垫是鸡肺垢 高炉中的铁水清凳 开始放进紫铜矿石 而各分部 用来打造甲州兵器的 匠师学徒 通通开始打造剑士 铸器店拥有两千多号人 此刻全都投入了 打造紫云剑的工作之中 吩咐好了祖宗 夏拓悄然离开了部落 他朝着山脉深处而去 哪怕是在秘境之中 通过巫府看到了 旺谷山脉的景象 但是他不亲自看上一眼 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 出了部落一直往北 翻山越岭 万古城就在万古山脉中央的位置 六千年前万古部落隶俗 在万古山脉中央 萧山为平地 在万古的群山万鹤之间 踏平了百里山脉 修筑了万古城 所以在万古山脉的中央 实际上是一片平坦的荒原 花费了两天的时间 他来到了万古城外的荒原之地 立在山巅朝着远方眺望 万古城废墟如同一座巨兽 匍匐在群山之中 当年万古伯部立在群山万鹤之间 未必没有想过靠着山势的险峻 来阻挡外界敌人的想法 可惜的是 再雄伟的山脉 再高大的城墙 也没有挡住万古伯部 在大腰之下的覆灭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山人自有妙计 领险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二百零四集 难道是友军 立在山外 依稀可以将万古废墟之中的阁楼看清楚 城池废墟外的荒野草木丰盛 盛机盎然 若不是有大妖占据这里 必然是人族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夏拓的身影在荒林之中前行 万古山脉之中的妖影 时至今日已经算什么清楚了 还不至于让她逃命 当年 覆灭万古伯部的大妖幽幽 是辟地性的修为 虽说妖区被打得四分五裂 但却也覆灭了一座两百万部中的人族伯部 这大妖幽幽的五道境界 是图腾修炼已到的第六个大境界 以她现在天脉境巅峰的修为来说 在大妖幽幽面前 连蝼蚁都算不上 好在 妖幽血骨崩碎 留下来的血骨所延伸的妖灵 早就已经跌落了境界 恐怕连神通境都没了 如今大妖拥有的境界 不足以让她感到绝望 所以 我们西命的下大组长 才赶来万古山脉深处 想要一举解决山脉中的大妖危机 身影不断地在荒林之中小心的躲闪 万古城很大 方圆不下百里 所以 她还不怕城中大妖会察觉到她 眼下唯一担心的是 就是如何在大妖不察觉之下 走到大妖的境界 这也是爆裂兽核的弊端 需要人工投掷 或者提前掩埋 万古城的废墟中央 高抬之上妖巢之内 黑妖幽幽趴在一座宽大的紫荆大床上 浑身的气息起伏 一双紫色的眸子闪烁着妖翼 此刻 这双妖眼眯着 眸光所及 好像可以看穿一切 悠幽作为蛮荒大帝上的大妖之一 在整个蛮荒大帝都有不小的威名 只是可惜 自从龙汉时代末节之后 悠幽一族再无开天境妖王诞生 加上悠幽一族 擅长的本来就不是肉身厮杀 比这蛮荒大帝上的其他大妖 先天妖区就弱了一筹 幽族真正的神通是蛊惑人心 蛮荒大帝上的人族汪婷太过于伟岸 他原来的本尊妖侯蛊惑不了 故此 身为妖王后裔 不得不远顿蛮荒边荒之地 为求得移出地方生息 然而妖算不如天算 在边荒贫禽之地 一个区区人族薄步 不过神通剑的人族 竟然合到族运 将他的本尊给击破 纵然是幽族妖区 比其他大妖要弱 但是相对来说 被人族薄步将妖区击溃 可以说是幽族万古以来的耻辱 这一刻黑尊幽幽 顶堵着自己的伤口 紫色妖艳的毛色之中压抑着杀机 半个多月前 天降雷霆 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以至于在雷霆之下 受到了重创 来了就出来 难不成让我找你出来 尖锐的声音传遍了四周荒野 让刚刚冒进万古废墟的夏拓一愣 自己是被发现了吗 他顿时趴在了一堆废墟乱石之中 小心地朝着四周瞄去 这里离城池中央还有数十里远 但要真的这么厉害吗 紧随着 虚空之中泛起了寒风 尖笑声不绝于耳 黑尊也会受伤 难得呀 下一刻 趴在亲战高潮中的黑尊 双眸蹦践出了两道紫光 化为天刀割裂了虚空 将两里外的一座 还立着的十楼击毁 漫天烟尘之中 一道血光出现 露出了一尊形似马 头上长着四只脚的悠悠 模样和盘卧在城中 腰巢内的黑尊一模一样 只不过 黑尊通体漆黑如木 血光中的这尊通体如血 吃了你 我的伤自然就好了 黑尊一下子就从妖丑之中起身 不进出的病毛随风舞动 头顶四只脚闪烁着紫光 缭绕着一道一道虚幻的道云 勾连着天地 容了你的血绕 本尊就能够重回神通境 黑尊妖艳的眼中泛着冷意 受创之后 他早就防备着其他两尊到来 他们三尊 继承了悠悠最多的血骨 所拥有的力量也是最强 都拥有神通境的修为 至于山野间的那些小血骨 多如牛毛 他们根本都不在意 可惜的是 六千年来 他们的修为没得寸几 想要恢复实力 只能将对方吞噬 重组悠悠妖躯才可以 一时间 万古城废墟之上 两尊长像夜魔一样的身影 迸发出了杀机 虚空之中卷起了狂风 没错 神葬镜会飞 这点 夏组长很是羡慕 话说这人族武者 只要打通脚底的涌泉血 就可以延伸涌泉神葬 初步接触天地之力 开始飞天遁地 此刻 他倒是没想太多 正在期盼着两个大妖 大打一架 最好 同归于尽才好 一起玩完 最好不过 虚空之中 两道身影气势如虹 杀机蹦践 你就不怕明尊 在某个地方看着咱们 血尊悠悠一句话 本来剑把弩张的两尊悠悠 一下子写下了气 他们三尊互相争斗了六千年 却相互制咒 谁都奈何不了谁 都怕互掐之事 被另一个家伙 渔翁得利 叫出妖王领 咱们共同联化 同掌控妖狱 岂不是更好 血尊悠悠 接着出声说道 他们三尊悠悠 争斗了好多年 一是为了得逞真正的悠悠 二就是妖王法指 有了妖王法指 那么四周妖狱的大妖 就不能正大光明地 欠来侵占万古山脉周围的地狱 黑尊悠悠冷笑 他手握妖王令 才能名正言顺地 占据万古山脉中央 将血尊赶到地下 明尊赶到山嘎拉里 如果拿出妖王令 三尊共同掌握 他的先天优势 可以就没了 哼 您若是再一意孤行 到时候南方屠则 东南沧水 最后两片地狱 也要被周边大妖占据 你我只能困在 这片山脉之内 血尊的眼中 也泛起了寒意 当年妖王令下 覆灭万古伯部 人族万古伯部 治下的万古山脉周边 沧水 屠泽 寒山 西陵 东福 北丘 火域 皆成为幽之一族领地 作为幽族最后一位妖猴 他们的本尊 不得不杀入万古伯部 被幽族打下一块 繁衍生息的地狱 然而妖猴身远 他们三尊 为了争夺妖猴的一波 争斗了六千年 都分不出结果 以至于四周地狱 不断地被蚕食 如今只剩下了 沧水和土色 其余的地狱 皆被其他地狱的大妖 还有人族的强者占据 毕竟 如今的他们 可没有实力 再去进犯一座人族伯部 带本尊继承了悠悠一波 成为为夺去的地狱 本尊会一一夺回答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 他就怪我不客气了 血尊悠悠的眼中 升起了沙发 他幻化成了一尊红衣青年 手中一柄弯月血刀横击而出 顿时虚空之中 出现了一轮雪月 和天穷之上的玉兔 叫向灰影 作为神葬剑的修士 再加上有妖的先天优势 他们早就已经掌控了道运 所以举手投足之间 可以引动天地之力 那我先吞了你 话音一落 黑妖悠悠 化成了一尊黑衣中年人 一双妖夜的眸四如同紫珠 蹦见出了两道紫芒 他的手中是夜轮弯月刀 那刀形似半圆 悬浮在他的周身 顷刻之间 整个城池中央上空爆开了轰鸣 一黑一红两道身影不断地碰撞 如闪电一般击穿了虚空 而此时此刻 在放骨城外边 一堆乱世中趴着的吓托 他小心地 瞄着十里外的场景 只能看到一黑一红两道流光不断地碰撞 他准备暂时离开 不然被发现可就惨了 可随之他悄悄起身 转身 一时间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白骨屋 在他遗仗之外 一尊黑袍身影立着 那双黑漆漆的瞳孔之中 跳跃着幽影 静静地立在那 他都不知道 这是何时出现的 此刻白骨屋手中 有一枚拇指大小的骨骼 闪烁着荧光 让他眼中跳跃的幽影 愈发得急促 夏拓张了张嘴 夜时间 还没有从惊吓之中回过神来 就看到 白骨屋扑通一下子跪下了 少主 少主 瞬息间 夏拓一脸地懵逼啊 我是少主 果然 就知道自己怎么可能 是一个小瘪独子部落的 普通族民呢 这想当初 还差点被扔进河里喂鱼呢 嗯 少主 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身份啊 自己 难道是万五伯部的少主啊 不对啊 这万五伯部 都嗝屁六千年了 恭贺少主归来 就在夏拓心中疯狂 给自己加戏的时候 恢复在地上的白骨屋的声音 再次响了起来 白骨屋 压抑着心中的激荡 将手中的骨骼收了起来 少主 淡淡 实在是仓促之间 无法找到更加合适的人选 这句身躯 虽然是一个小部落族长 天赋还是可以的 等到属下诸名的大妖 重建了万古 若少主不满意 以后再寻其他身躯夺舍 这几句话 一下子把夏拓拉回了现实 他想到了在地下洞穴中 看到的那个身穿华丽 兽跑的青年 可是早就嗝屁了呀 他很确定 见到的时候 的确是一点生命气息都没了 对于夏拓的呆滞 白骨屋没感到丝毫的意外 少主刚刚夺舍 会吞噬这具身躯中的灵魂 甚至于其中一部分灵魂 还会和少主灵魂融合 这具身体 他还是比较满意的 怕死 该怂的时候怂 嗯 这个优点很好 若是少主的性格 和这个小部落族主 融合了中庸一下 那再好不过了 这当年万古部落 就是因为不怕死 所以才前赴后继的都死了 那可是两百万族邪 一朝覆灭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求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爆笑穿越多人有声小说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计 主播燕西楼 带您 驰骋荒谷 白狗窝的眼中 神色悠悠 难掩心中的激荡 等了六千年 少主终于回来了 这副身躯的身份 中等部落之主 也恰到好处 勉强配得上少主夺舍 而且这个下部落 还继承了万古博步的 富妖铁骑 或许 还有些形似神不似 但却已经有了样子 这些积累一旦操作好了 完全可以一举覆灭大妖 重现万古辉煌 少主 还请离开这里 另外一尊幽幽于你 很快就会到来 此刻的夏拓很是懵逼 他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看着地上匍匐的身影 忍辱负重六千年 如果知道自己少主 早就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蛤屁了 会不会绝望而死 哦 我暂时离开 夏拓压着自己的声音 我送少主离开 白骨屋跟在夏拓身后 低沉的声音继续传了过来 少主放心吧 属下准备了六千年 就是为了重振万古伯布 只要覆灭了大妖 少主召集万古移民 咱们就可以重现 祖主当年的伟势了 你都准备好了 夏拓的眼前一亮 随之低了低头 哪怕是明知道 白骨屋在他身后 他还是下意识地遮掩了一下 自己这个西背货 要是被发现了咋正啊 真是让人头大 自己就是一个小族长 整得这跟无间道似的 少主 当年布族覆灭 属下暗中潜伏了下来 就跟在悠悠余孽身前 一直以来 都是在为富族而奔走 只不过这些年来 咱们万古山脉之中 一直没有诞生太过强大的部落 所以一直等到现在 才将少主唤醒 少主夺赦这去身躯 掌握着一个差不多中等实力的部族 麾下汇聚了百万多散民 租世已成 而且还找到了咱们万古伯部的一些传承 这个部落获得了富妖铁骑的打造之法 打造出了龙雀卫 属下亲自跟龙雀卫交过手 完全可以匹敌神葬进战士 为此属下耍了一些小手段 将其框出了部落 那你准备用什么手段 将其框出来了 白骨屋没有遮掩 随之回答 用了一点妖术 这个部落族主性格谨慎 属下在部落巡使许久 其都未出来 无奈之下 才动用一点巫术 不经意间 影响了其心智 果然是忠诚啊 夏拓断了断 真的很想夸夸背后的白骨屋 这苦守六千年 不容易啊 可惜 却是算计了自己 好在他夏组长 洪福齐天 不然就他们给人做假仪了 或许这白骨屋 忠勇可嘉 却不是对他夏某人的忠诚啊 这是属下应该做的 这些年来 老夫无日不想着 重振万古博步 你 准备怎么做 对于夏拓的问题 白骨屋没有隐瞒 当年万古部落 覆灭的最后一刻 族中铁卫中山 将少主 混在了普通族人之中 仓皇逃难 而他 则是奉了族主之令 也随之 替护少主 离开万古 准备 隐姓埋名 活下去 而当年那一战 却根本没有预料到 周边的强大势力 也出手了 他们刮分了万古部落 积累的资源 为了防止万古部落 东山再起 也在疯狂地捕杀 万古博步 迪系的族人 没办法 他只好将少主 藏匿于矿洞之中 好在当年 也不是没有准备 少主随身带着 两件部落中的质宝 震魂灵墓 和圆月欲绝 这震魂灵墓 可保神魂不灭 圆月欲绝 是万古部落 一座随山的秘境 其中存在灵犬 可以提供修炼的灵气 少主安心恢复 实力即可 属下谋划这么多年 一定会将大妖 一网打尽 为少主重振部族 做准备 实力 不是那么容易恢复的 夏拓朝前走着 他顺着白骨窝的话语 压低了声音 回应道 我如今 当晋升到了天脉镜巅峰 想要晋升神葬景 并不容易 少主宽兴 困在天脉镜巅峰 是因为少主一来 困于原来皮囊中太久 还是 这具身躯原本的限制 为了迎接少主回归 属下早就安排好一切 一旦覆灭了大妖 属下在天庐山准备了药狱 药狱之后 少主一来 可以和这具身躯 更加的融合 二来 也能够恢复 神葬境的修为 瞧 多好的忠臣 夏拓是一边眼馋 一边恨得牙根 此刻的他痛病快乐着 虽说这白果物不是为了自己 但自己也算是得了好处 这面子里子 自己得理子就行了 对了 我夺舍之后 回了一趟那个小部落 这个时候 夏拓突兀地说了一句 他仔细地感受着白果物的神色变化 唯恐被发现 自己是个鸡背货 果然 白骨屋眼窟窿里跳跃的幽眼 一下子急促了起来 少主 没被他们发现什么问题吧 白骨屋急忙说道 毕竟那个部落里 有可以匹敌神葬境的龙雀卫 要是少主被发现 已经不是他们组长 结果难料 多好的忠仆啊 夏拓再次眼颤 再次恨得牙根痒痒 想到这白骨屋是算计自己 他就很不爽 没有 这个部落很有意思 发明了一种爆裂兽盒 可以引动兽盒暴障 了解了之后 就另去部落加快制作 准备用来将大药罩死 少主 这先属下来做就可以了 你的安危为重 这一刻 夏拓止住了脚步 他转过头来看向了白骨屋 一把抓住了白骨屋的大手 这些年 你受苦了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悲戒 大声地喊道 大药负命我不足 两百万族血殒命 这丑不共百天 作为少主 不为那些陨落的族人报仇 我还配是他们少主吗 六千年了 六千年呐 纵然再过去六千年 这丑我一定要报 夏拓声音悲怯慷慨激昂 看得面前的白骨屋 眼窟窿里的鬼咽是急速地跳动 他虽然不知道 为啥白骨屋从一开始就没怀疑他 不过 这表表决心还是要的 少主 白骨屋嘶哑的声音中带着一种激动 不出幽幽 我 我誓不为人 少主 是老父无能啊 多好的忠仆啊 一时之间 主仆相对泪眼 竟是无语宁言 既然被白骨屋认成了少主 夏拓自然不介意 借着这个身份干一把 大妖必须处 而他和白骨屋 是人族内部的事情 先把外患解决掉 再回来处理自己族中的事情 走 咱们先回小部落 再三考虑之后 夏拓引着白骨屋朝着部落而去 只要自己的身份不被拆穿 自己就是安全了 既然这白骨屋认为他是万古少主 那么他就是万古少主 这关键是万古少主叫啥名来着 一个足以危机生命的问题 真是急死夏拓了 夏部落 白骨屋跟着夏拓一路走来 看到族中族人纷纷朝着夏拓行李 不由的是暗自点头 少主不愧是少主 这么短的时间就掌控了这座部落 在他看来 这根本无需奇怪 万古薄薄的少主 曾经的神葬精战士 纵然是沉浸了六千年归来 依旧是辟泥万古山脉的人物 若是万古未曾覆灭 这山脉中的一切本该就是属于他 如今只不过是拿回来了 去屋店 举几枚刻鲁好的乌文的兽盒 下园之中 夏拓挥退了众人 将兽盒拿给了白骨屋 哦 这里是夏部落组长休息的地方 我这才捋顺捋清楚 这个夏部落组长的记忆 看向了白骨屋 他又出声解释了一下 白骨屋从周边受毁了目光 跳跃的幽艳显出了一抹喜色 接着说道 少主 这个部落根基已经打成 只要咱们驱逐了大邀 接着这个部落发展下去 那么很快就可以晋升到上等部落 等几百年后 未必不能重登 伯部之尊 夏拓坐于十椅之上 眼中泛着荧光 随之说道 是啊 这个夏部落原来的组长不简单啊 短短十年 就将一个散步带到了如此境地 我也很是敬佩 是个人才啊 少主 能够为重振万古伯部尽一份力 这个小部落之主 也算是死得其所 你他妈才死得其所 夏拓心中狂骂 脸上却是笑着回应 嗯 不错 能够为重新振兴万古伯部尽一份力 其功不可没 接下来 我将重现万古的辉煌 哎 队长 兽盒拿来了 接过了兽盒 夏拓挥手说道 你先下去吧 凡是有来下园的 谁也不见 就说我有贵客 是 随之 夏拓转手将木匣递给了白骨 嗯 就是这种兽盒 不得不说 还是有几分巧功的 白骨屋打开了木匣 看到匣子之中几枚兽盒闪烁着惊艳的污吻 随之说道 少主 这种东西我见过 二十多天前 黑尊坐下的妖奴前来闯这个部落 有一个人 就是被这个妖盒给扎得不成人形了 这个东西可有用吗 若是数量多了 可以 沉思了片刻 白骨屋出声说道 那 十万枚够不够 随之 夏拓出声说道 他一边还看向了白骨屋 他 这是准备用十万枚兽盒 去炸神脏镜的大妖吗 看着白骨屋眼中有些呆滞的忧艳 他接着说道 这关键是眼下不知道如何运进万古城啊 老夫可以运入万古城中 白骨屋看向了夏拓 有眼跳动 随之 他起身退了一丈之地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少主 这些东西都交给老夫吧 有时这些东西 对付大妖的把握更大 少主 你还是不要去万古城了 若只能够覆灭大妖 老夫就算是身死也值了 万古不需要少主你来振兴 万城之躯 不应该以身涉险 这看着夏方跪倒在地的白骨屋 夏拓眼中 眸光悠悠 感慨万千 多好的忠诚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眼波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等 第206集 埋兽河 夏组长 哦不 现在是万古伯部少主 就是不知道自己叫啥名字了 不行 一时间看着贵妇在地上的老仆 咱们的万古少主 一下子从十以上起身 慷慨静悦地嘀唬 不灭大妖 我修建族人 不灭大妖 修为万古少主 从今天开始 我改名副妖 大妖一日不灭 我就一日不得证明 少主 白骨屋再次低下了头 低声呼道 老夫定住少主 驱逐大妖 赴我万古 主仆想起了品刻 这白骨屋就悄然离开了夏部落 和夏拓约好 数日之后 前来取收盒 看着白骨屋消失在山野深处 夏拓不由地常常出了口气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旦要是贝妇发现自己是个冒牌货 那今天夏部落也就玩完了 这一回他有一种想要拜神的冲动 就是不知道临时抱佛脚拜神 有没有用 三天之后 胖腐带着万古号 从土泽荒原而来 带回了十四万枚收盒 族长 你要得急 那群家伙死活不肯加价了 胖腐来到了夏园 很是不满地说道 作为前逃猪士的后裔 他还从来没做过 如此赔本的买卖 简直就是刷新了他的下线了 要知道在他胖哥看来 不赚够五成的利润 那都算是赔本 这次可算是赔到祖爷爷家了 他带着价值近十五万枚的药草 各种稀有矿石 仅仅换来了九万枚杂泄收盒 算上从玄山部落得到的五万枚收盒 这才十四万 这一次可以说是赔大了 该死的蛮山坊 不就是背靠落水博布吗 胖哥的怨念很深 不断地嘟囔着 这已经很不错了 相比之下 夏拓看得开啊 做交易嘛 不就是低买高卖嘛 若是自己处于同样的位置 也会压低价格 受贿已经按你吩咐 都送到屋店去了 胖哥收敛了神情 不由地问道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们的机会来了 夏拓没有遮掩地说道 这胖哥是天迈镜战士 多一个人 多一份力啊 大妖 你 胖哥的眼中露出了惊骇 一脸的不可置信 随之大声地说道 带上我 夏拓没多久 就对着族店外的族人喊道 找红长老 陆长老前来 半日之后 夏部落中 一只千人的图腾战士 身穿赤红色甲皱 肩上 背着用兽皮包裹的剑侠 朝着山脉北方而去 在夏拓的强压之下 筑器店三天时间 打造出了三万只此云剑 算上部落和各镇手 手中的存货 差不多是五万只 这些箭矢都带到了归备城 五月五千精锐图腾战士 在归备城齐聚 算上本部一千图腾战士 总共是六千 分下来 每个人差不多八只剑 这是这次富妖之战的主力战士 也是目前 夏部落所能拿出来的 最精锐的兵力 与此同时 部落污垫继续在刻画着爆裂收盒 经过了五年的发展 部落的巫图数量已经超过了四百人 分散在族中各部 此刻全都召集了起来刻画巫文 所有的巫师巫师没有人陷阵 巧儿和罗都在忙碌 夏部落能否一举定乾坤 就看这一次了 夏拓虽说是不知道 这白骨巫谋划了什么 但是有他协助 他们有很大几率去解决万古妖魂 这种机会估计就这么一次 在本部修养的龙穴位 也随之回到了地下城修养 为出站做着准备 十天之后归备城 少主 还是让老夫去吧 白骨巫立在身后 看着夏拓还是出声说道 走吧 如果我不去 十万枚兽盒如何带进万古城呢 夏拓手中拿出了桌药令晃了晃 所有的兽盒和兵器 都在桌药令空间之中 闻言白骨巫沉默了 十万枚兽盒是一个很大的数量 他还真的是无法悄无声息地 带进万古城 老夫会护少主周全 就这样 两道身影朝着万古山脉深处而去 翻山越岭来到了万古城外 他入城外荒原的时候 夏拓不由地指出了脚步 朝着万古城深处看去 少主放心 黑尊悠悠如今不在城中 我已经将其引到他处去了 白骨屋身影如鬼魅一般 在夜幕之下飘着 他翻过了城中堆积入秋林小山的废墟 并没有朝着城中央的腰巢而去 而是来到了城中西南角落 他走进了一片坍塌的乱石堆之中 这片废墟乱石坍塌 大大小小的乱石相互支撑 勉强可以供人走动 夏拓跟在白骨屋的身后 朝着幽深的洞内越走越远 少主安心 老夫更在血尊悠悠身前六千年 血尊悠悠藏身地脉之中 我献祭说 可以在万古城中开凿地洞 千世黑尊悠悠 这条地洞很早之前就挖掘好了 向下倾斜的地洞 显然是朝在地下走去 夏拓全身戒备 他看到每隔一段距离 地洞就会有分支出现 幽暗的洞口 不知道是通向何处 这些年来 老夫已经将万古城的地底 给挖通了 走了大概小半日的时间 地洞终于走到了尽头 白骨屋的手中 出现了一枚骨刺 朝着前面的石壁扎去 顿时 坚硬的黑石 轻而易举地被骨刺扎透 大片的乱石落下 露出了对面的一间暗石 透过破开的一角 夏拓看到了一枚枚 地解交织的无纹 勾连一起 化为了一张虚幻的墙壁 将暗石和外面的地洞隔开 显然 这白骨无所准备的东西 远远超乎了他的想象 只见白骨屋 手中拿出了一枚白骨 朝着虚幻的符纹墙壁按下 顿时虚幻的符纹墙壁中间 露出了一个圆形的开口 这符纹不破 开口越来越大 很快就足够一个人进出 踏入暗石之中的夏拓 眼中不由地露出了一丝惊讶 这是 暗石墙壁之上 刻满了各种符纹 地解交织 如同浮屠一样闪烁着淡淡的荧光 在暗石穹壁之上 有着日月星辰 四周墙壁上演化着江河湖海 白玉神珠为星辰 流金玉碎为湖海 勾连着每一枚无纹 化为一种周天循环之景 除此之外 暗石中摆放着各种盒子 夏拓随意打开一看 里面是空的 接连打开树枝玉盒 其中都是空空如也 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也不敢问 免得自己露馅 不过对于夏组长来说 向来是咽过拔毛的主 这灵物没了 这些装灵物的玉盒玉霞 那也不错啊 看得出来 这些玉盒玉霞 出自大师之手 上面刻画了乌阵 可以保证储存在玉霞中的灵物 灵器不流失 收了 接着 夏拓开始将看到的玉霞玉盒 都收到了猪妖令空间之中 准备带回去送给巧儿 看着夏拓的动作 白骨雾没有出声 只是悠悠地说道 少主 只要覆灭了大妖 万古布一定会重现曾经的辉煌 把收盒堆在这里 再次看了看四周墙壁 夏拓眼中闪过了一抹可惜 多好的东西啊 少主 收盒只能堆在这里 这里是当年俯城的地下俯库 原本还剩下几样灵物的 也被老夫陆陆续续地拿去使用了 难为你了 长长地叹了口气 夏拓挥手 一框框的收盒就这么出现了 这些藤框都是用藤碗编织 每一个框子里放了两百三百不等的收盒 十万枚的收盒 哪怕是砸血镜一起爆炸 神葬镜也得嗝屁啊 万古不是六千年的万古 右腰也已经不是六千年的大腰 如今 他们也不过是三头丧家之群 看着眼前的收盒 夏拓生起了一抹傲然 他不来点真格的 幽妖就不知道什么是克金王者 用兽盒都能砸死你 文言白骨五点了点头 他为了准备复兴万古步 准备了六千年 如今天事地利人和 终于汇聚到了一起 三尊幽 三尊神葬镜而已 若是有一尊神通镜妖博赛 那他还真没有一点机会 实际上 对于万古山脉的大妖 夏拓也明白过来 自己是紧张过度了 或许 从一开始 大千部落那里落下的阴影 使得他心中 对大妖有了恐惧感 故此对于妖影 一直都是无比的谨慎 实际上 不说万古之外 万古山脉内 他已经拥有了抵抗 神葬镜大妖的本钱 只不过 他一直以来 没有注意而已 少主 密室距离地面宫殿废墟 不过两丈距离 只要打破了地表 自然可以引动兽核爆炸 走吧 两人小心翼翼地 退出了密室 白骨屋将打开的洞口封好 乌府闪烁着荧光 把裂缝修补得严实和缝 看不出刚才破开的样子 黑尊悠悠早就知道 地下有地洞 只是不知道暗室的存在 两个人沿着蜿蜒曲折的地洞 返回了地面 朝着城池中望了过去 此时黑尊悠悠还没有回归 少主 老夫去了 会将三尊悠悠 都引到城中的 那你如何引悠悠前来 夏拓不由发问 少主宽心 三尊悠悠不过神葬镜而已 已经不是当年的辟地妖猴 纵有神通也遭已经凋零 无法推演出很多东西 老夫为这一天准备六千年 一定会将其引来的 好 那我等着你的指引 会带着足兵前来 夏拓看着白骨屋远去 久久 方才收回了目光 一时间 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正如白骨无所言 三尊神葬镜 有妖而已 伴他们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幻大作 万古最强部落 作者 山人自有妙计 领先演播 燕西楼 微良有爱 陆九 第207集 万古妖宗 出了万古城之后 夏拓返回到了归备城 城中六千图腾战士 早已准备好 整个待胆 六千支架战兵 兼备铁台弓和紫云剑 手中握着大枪 在城外大营立阵 阳光普照之下 一股澎湃汹涌的杀气 弥漫了开来 归备城上 高耸的城墙之上 树道身影并将立阵 正是战士殿的红掌楼 五欲镇守几人 主掌 夏拓从北方而来 落到了城墙之上 他挥手是以旁边几位 不必躲离 他朝着下方的战兵 看了过去 六千战兵列阵 气势如虹 单单是看架势 就已经有了一种 凌冽的气势 他从巨河下部落之后 无时无刻 不再被大妖危机所困扰 这蛮荒大地 是一个吃人的地方 想要不成为大妖口中的口粮 就只能去打去拼 无论今日的妖患 还是来日的部落之争 想要不被别人吞下 就只能去吞并他人 所有人听令 吓拓的声音 传递到了每一位族兵的耳边 顿时城外六千族兵 齐声爆喝 这一幕落在了 十万归贝城族民的眼中 六千战兵中 有一千人来自归贝城 其中有些人的亲人 就在看着 随我前往万古山脉深处 主妖 伴随着号角之声 山夜间轰鸣声响 六千战兵化为钢铁洪流 朝着北方山野而去 夏拓立在城头 看着族兵冲进了山野 所过之处 山林颤动 煞气扑满 炙热的血气连成了一片 压得林中鸟兽不敢踢脚 随之 他踏上了轻火 站在他身后 正是族中的巧儿和罗 所带领的族中使 都为各脉巫视 在后面 是八十位高级巫徒 上百位中级巫徒 这一次为了覆灭大妖 夏部落精锐全部而出 天穷之上 一偷偷黑背苍青盘旋 往来于山野之间 鹰背上的暗影卫 双脚好像粘在了鹰背上 窥视着山林中的情况 六千战兵如洪流一般 朝着山脉中央而去 所过之处 可以说是古墓青岛 狼藉一片 在夏拓的命令之下 这一次族兵 没有目标很明确 就是万古山脉中的大妖 故此 他们没有丝毫的遮掩 静止 就朝着万古城而去 距离万古城百里之外 展示扎营 等待着白骨传回消息 万古城 夏拓离开万古城后不久 不知为何城中夭朝上空 一道灵光冲停而起 足有水桶粗细的灵光大柱 隔着数十里都可以看得清楚 灵光大柱之中 一头青色的蛟龙游走 一会儿直冲九霄之上 一会儿静一眼下 发出真正的龙吟之声 灵柱的外面 三尊一模一样的悠悠身影 分离三方 都在盯着这道灵光大柱 跨龙堂 黑尊悠悠 眼中闪烁着杀机 他在这里蹲了六千年 都没有察觉到灵药的出现 怎么这刚刚离开了一会儿 就有灵雾 从他的巢穴之中出现呢 这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在三尊悠悠下方不远处 白骨屋缩在屋袍之中 没有一丝波动散发出来 他只是静静地 看着上方三尊悠悠对峙 他低下了头颅 悠悠压抑着兴奋 为了今日之举 他谋划了六千年 他对于三尊悠悠无比地了解 这黑尊悠悠生性谨慎 绝不会允许身边 有威胁到自己的东西存在 故此 哪怕是收拢了人族奴隶 也死死地压制着 失魔三兄弟的武道境界 不让三兄弟晋升到神脏界 血尊悠悠心思狡诈 多疑 为此 他不惜献上自己的灵魂印记 可惜血尊悠悠 自以为自己掌控 却根本不知道 他生前是万古伯部 大祭祀的弟子 恰好掌控一种分魂术 自己的灵魂一分为二 血尊所看到的 是自己给血尊看到的 不让血尊悠悠看到的 血尊一点都看不到 若是当年妖猴赛 他这点小把戏 那是无法瞒过 可惜妖猴一世 剩下的 不过是三个跳梁小丑 至于名尊悠悠 这个家伙神秘得很 若不是他拿出了画龙腾 恐怕这家伙 根本不可能从雪山中出来 这是一株可以改变 三尊悠悠实力对比的灵魂 容不得三尊悠悠不小心对待 你们不觉得奇怪吗 黑尊悠悠看了看画龙腾 又看了看血尊悠悠和名尊悠悠 当年万古博族里巅峰之时 已经不若以普通猴补 拥有这等灵物有什么奇怪的 血尊看着黑尊 嘴角泛着冷意 你 被血尊这么一说 黑尊眼中泛起了灵力 你是说啊 我将这株画龙腾藏起来了 黑尊眼中灵力化为了光束 透出双眸三尺场 冷横了一声 你我先前离开万古城 前往名尊之地 难道你不奇怪 有人将咱们都引到一起 你们也不奇怪 血尊嘴角泛起了弯呼 白玉一般的手掌中 一柄弯刀流光四肩 我自然不奇怪 是你 夜市之间 黑尊和明尊的眸光 都落到了血尊身上 被两尊注视 血尊神色未变 脸上泛起了一抹傲然 不错 你想做什么 化为一尊中年灰袍男子的明尊 眼中泛着思量 瞳孔之中 紫光如珠 发出了嘶哑的声音 当年妖猴要为 游游一族 打下一片可生息的地方 妖猴虽然陨落 但地狱却打下来了 不但不继承 妖猴一波 还互相防备内斗 再斗下去 妖猴为妖族 打下来的地方 都被其他势力 给占去了 血尊眼中有着不满 还有着恨意 你们还不配得到 妖猴一波 我们的族人 还在黑影海 成熟磨难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吧 黑尊善笑了一下 眸光冷意绽放 本尊没有心 是心自解跑了 明尊悠悠神色 毫无不满 他也没有心 他是幽尊的眼睛 和部分血骨所化 心是什么东西呢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黑尊死死地盯着血尊 这么多年来 他们三尊做梦 都想将对方给吞了 就算是不能重现 妖猴之尊 至少也能得到 妖博之尊容 唉 成了六年 也该结束了 血尊挥手 他双手摊开 裹挟着天风 身上的衣袍 烈烈作响 我要保住当年 妖猴为游族 打下来的领地 一时间 黑尊和明尊 察觉到了不对 他们朝着 同一个方向靠了靠 齐齐对着血尊看去 化龙腾是我的 下一刻 血尊化为了一道血垫 朝着妖巢而去 妖巢之中 一株一尺大小的灵草 那小草通体碧碎如青玉 在轻轻地摇曳 看到血尊动作 明尊和黑尊 顿时大惊 随之 也朝着妖巢之中而去 这化龙腾 传闻是龙血通灵而生 蕴含着一龙之力 谁要是吞了化龙腾 就会得到这一龙之力 此刻已经顾不得 化龙腾如何而来 他们三孙 谁要得到化龙腾 实力必然会暴涨 压制剩下的两方 黑尊的弯跃刃 横击而出 快于闪电 明尊手中 一柄弯刀也随之击射而出 朝着血尊背后而去 血尊手中的灵刃 只挡下了一击 接着身影被击中 被迫朝着另外的方向 横飞而出 这一瞬 明尊和黑尊 落到了妖巢之中 抓住了化龙腾 刹那间一声龙吟咆哮 耀眼的清光猛然炸开 分别抓住化龙腾的黑尊和明尊 解释横飞出去 人身也被击溃 露出了本体的样子 倒在了妖巢之中 你 你耍诏 先前横飞的血尊归来 看到倒地的两个对手 严重露出了兴奋 我可没有耍诈 化龙腾应有一龙之力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谁让你们如此冒失地去抓 反被化龙腾反噬 怪谁呢 血尊那是一个得意 谋划了六千年 不知道用了多少计谋 都被对方两尊识破 没想到如此简单的一尊化龙腾 将他多年的心病 给药道病除 空袭主上 继承妖猴衣博 一同万古 血巢之下 白骨尊扑腹在地 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 白骨 这些谋划你功不可没 待本尊重振妖猴威严 答应你 让你收拢一部匪人族 组建部落 让你成为族长 受到本尊辟用 为主上驱使 是奴的荣幸 对于白骨屋的谦卑 血巢很是满意 你竟然让一个人族谋划一切 顶着血巢 黑巢和明尊 瞪大了子眼 不错 人族可比你们聪明多了 血巢盯着黑巢 嘴角露出了森人 交出主妖令 你就不怕反噬了 对于黑巢的质问 血巢嘴角泛起了傲然 他们的灵魂都在本尊手中掌握 熟可反噬啊 说吧 血巢朝着腰巢下方转头 随着出声说道 白骨你说 这片大地的主宰是谁 万古伯伯 这一刻 白骨屋却是从地上起身 声音之中再无谦卑 而是杀鸡营也 混蛋 看到跪在地上的白骨屋起身 还敢反驳他的意志 血巢大怒 下一刻 他手中一缕幽光泛气 其中浮出了一尊身影 正在承受着妖艳的灼烧 轰的一下 白骨屋身上火焰大声 兽袍白骨都被火焰烧了个干净 一缕乌光绽放出现 一尊中年男子模样的身影 和血尊手中 被燕腰焚烧的身影 一模一样 当年悠悠打腰 还算是一方豪杰 你们 三个蠢货 本集播讲完毕 先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找死 血尊怒吼了一声 自己养的狗竟然真的是足了 没有色好的犹豫 他将手中的虚影捏碎 一声刺耳的尖叫 下方的白骨屋身子晃了晃 却并没有彻底消散在虚空之中 不可能 看到白骨屋的精神虚影 还是居立在半空之中 血尊的眼中露出了不可置信 这他妈谁能告诉他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是谁 黑尊和明尊眼中同样有着惊骇 今日之时太过于匪夷所思 这种种的变故 哪怕是他们也有些难以反映过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你到底是谁 对于三个妖尊的惊讶 白骨屋的虚影飞上了虚空 眼中杀机蹦解 我给你当了六千年的奴隶 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今天就告诉你我是谁 万古伯部 武功三长老 万古乌贤 我忍辱腹中六千年 就是为了 猪妖 猪妖 什么 这一刻 三尊幽妖只感觉耳边天雷滚滚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万古余孽 被他们本尊妖猴覆灭的 万古部落余孽 跟在他们身边六千年 而他们竟然都没有察觉 还想继承幽幽衣博 就凭你们三个笨蛋 配吗 白骨屋的眼中闪烁着一抹快意 积攒了六千年的愤怒 万古两百万血骨支撑着他 走到了现在 如今终于到了复仇的机会 可惜啊 我这就杀了你 伴随着血尊幽幽的杀音 一并弯跃血染横飞 朝着白骨屋击射而去 下一刻 白骨屋虚幻的大手探了出来 一把捏住了飞来的血刃 他的身上燃起了血液 虚幻的身影 气势节节攀升 你找死 看到本就是精神叶念体的白骨屋 还燃烧自己的精神迸发的战力 血尊不由杀机营以 这贱奴竟然如此的不怕死 万古不在 死有何惧 白骨屋化作了一团虚幻的火焰 迎着血尊的方向撞去 我万古屋公 万古屋贤 上对得起祖主祭祀少主 下对得起两百万祖血 死有何惧 六千年忍辱负重 今日痛快杀敌 傻傻傻 在火焰之中虚幻的白骨屋 中年模样化为老年模样 整个人虚弱得像是一道烟尘 他的气势却是慷慨激昂 祖主 大祭司 少主 无限今日来追随你们了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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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鸣如雷的话语 相彻山野 一时之间 天风凛冽 似有无数的哽咽声响了起来 杀了他 血尊悠悠化为妖影 不尽触地并谋狂舞 紫色的毛子之中 杀技如潮 他气呀 自己竟然被骗了六千年 此刻只有将面前之人错骨杨辉 才能解他心头之恨 才能洗刷这个耻辱 这是万古的地方 是万古薄布的疆土 从来都不是妖土 迎着血尊悠悠 白骨屋没有落 颈刻间两道身影在妖巢上空 爆开了轰鸣 光芒四溅 血尊悠悠坠落 白骨屋同样坠落 整个身影更是如同青烟一般摇曳 人足够然不可信 都他们是养不熟的崽子 血尊悠悠杀鸡再现 血刃飞毁 在其周身流转了一圈 再次朝着白骨屋劈了过去 一起死吧 这一次 白骨屋朝着妖巢下方钻了过去 万古城外下部落大营处 顿时被这一声地动山摇的轰鸣给震倒 所有人的眸光都朝着万古城中央方向看去 一道冲天的火光 难以形容这样的场景 天烈了 万古城废墟上空 虚空被赤红渲染 出现了一道裂缝 幽黑如恶魔的眼睛 欲要吞噬一切 恐怖的轰鸣响彻了整个扇眼 为暗的契机冲消的火光 火光大柱击穿了天穷 横跨了虚空 让人心灵震撼 随我猪妖 反应过来的夏拓顿时大吼一声 下一刻 六千多道身影 直接冲出了大营 踏见了万古城外的荒原之中 沿途直接撞倒树木 静止朝着万古城冲了过去 夏拓并不知道 白骨屋为什么没给他传戏 他又是如何引动了埋在地下的树盒 最没想到的 是十万枚砸血 兽盒竟然如此威猛 山河色变 天穷破裂 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妖还能剩下吗 傻 轻火发出了嘶吼 脚下如风 朝着万古城狂奔 在他的身后 是龙雀卫 两百龙雀卫身穿重甲 脚步如飞 两百人如同一个整体 每一步塌下都是令大地一颤 再后面就是骑在青丰马上的乌土 最后是六千图腾战士 一个个跟在夏拓身后 朝着万古城狂奔 万古城中升起了耀眼的火团 如同一轮大日横空 照亮了方圆百里的山野 蹦践而出的火星落到数十公里之内 燃起了熊熊火焰 一路狂奔到了万古城的夏拓 看到了如同末世一般的万古废墟 本就破烂青岛的城池 这一次又被洗礼了一次 原本一座座起伏不平的废墟丘陵 被爆炸缠生的冲击波直接荡平 一眼望去 整个万古城中央数十里之地 完全成了一片平地 高达千丈的腰巢没了 只剩下了一堆碎石绞山 龙雀尾紧跟在他的身后 踏进了万古城 步伐坚定 杀鸡开始汇聚 青火打着橡笔 身去晃着 夏拓坐在旗上 却是纹丝不动 他举目朝着前方望去 全身战气激荡 随时准备出手 没多久 六千族兵 在红长老的带领之下 踏进了万古废墟 六千人很快恢复了阵型 朝着城中央踏步前行 万古城的中央 废墟之上 一滩血苦险化 恐怖的爆炸 几乎是瞬息间炸响 三尊游妖 根本都没反应过来 曾经万古博步的 部落暗示 遮藏了一切的气息 让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 就处在了将要爆发的 火山之上 加上白骨屋 以山为营 因爆了兽盒 这恐怖的力量 连天穷都给撕裂了 何况三尊 不过神葬进的妖灵呢 这滩妖血泛起了黑光 黑光中 一道一尺大小的卷轴浮现 这卷轴之中 乌浮显化 如同是暗合了天地的韵律 紫色缕缕地垂落而下 落在了血骨之上 血骨之上如同小蛇游走 不断在血骨中浮动 此只软啪啪的脚 翻眼而出 随之延伸出 一圈一圈的紫色暗纹 紧随着 血骨中延伸出了一个 四马的头颅 如羊翼般的眼睛 紫色妖翼 延伸出来的悠悠 将地上的血骨 一一吞噬 那妖翼的眼睛 朝着南方走来的人群 看着 那星红的舌头 不断敌舔着她的嘴唇 本尊有忧 就在这一瞬间 漫天的紫光朝着 她这个地方扎了下来 一例之外 六千图腾战士列阵 在身后上百位 巫师巫徒口中念着巫咒 化为战力祝福 落到了图腾战士身上 放 一时间 整个天地 再次引起了 轰鸣爆炸的声音 拉弓 放剑 拉弓 放剑 那一位图腾战士 不断将自己手中的 给太公拉满 组长有令 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 将手中的紫云剑放出去 龙雀卫 杀 两百龙雀卫 在一声令下 化为了一道黑色的洪流 踏见了漫天轰鸣之中 身后的图腾战士 也停止了射箭 漫天爆炸之中 一道黑影横空 直接影着龙雀卫撞的舞 刹那之间 龙雀卫整体朝着后方 退了数米之遥 所有人都看清楚了 黑影的模样 头顶四脚 身如马 眼如羊 尾如牛 立地两丈悬浮 眯着妖异的眼睛 他盯着龙雀卫 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 副小铁奇 难怪白骨屋那个贱奴 胆敢背叛本尊 原来是由你们在联手 是 两百龙雀卫举枪 虚空之上 凝聚出来一杆黑色大枪 缭绕着妖气 快于闪念地 直接刺中了幽幽 顿时一声骨骼刺穿的声音响了起来 幽尊的精神狂跳 不由心中一惊 他是三尊陨落后 重新诞生的幽灵 融合了三尊的骨血 却因为先前的大爆炸的原因 三尊血骨不少在爆炸之中灰飞烟灭 使得他的实力 比三尊强迫到哪儿去 就在这一刹那 一道紫光袭来 直接扎在了他的身上 瞬息间 紫箭炸开 那小小的砸血兽盒 自然是不能对他造成多大伤害 不过却也炸得皮开肉战 偷袭 没错 摆仗之外 下组长看着手中崩裂的铁台弓 很是郁闷 组中战士 用金铁百炼打造的铁台弓 他连半下都拉不满 就彻底崩碎 对他来说 这铁台弓实在太脆了 拿弓来 下一刻 他抓起了身边另一张铁台弓 手中换上了纯血镜兽盒打造的紫云剑 纯血紫云剑本来就没打造多少只 咔的一声 随着铁台弓碎裂的声音响了起来 紫云剑击射而出 对于再次袭来的紫云剑 幽射射没有在意 他的杀机落在了龙雀胃的身上 眼前所有的人能够给他危机的只有眼前的龙雀胃而已 扑的一下 紫云剑划过了一道流光扎进了尖头 顿时轰鸣炸了开来 一个拳头大小的血洞炸开 让幽尊横飞而出 不但偷袭 还耍炸 这还要脸吗 纯血尽兽盒炸开 直接让他身躯如首雷击 整个人横飞了出去 神族果然都是阴险狡诈 白骨巫是 远处的小白脸也是 心都是黑的 扑妖 一时间 龙雀尉抓住了幽妖恍惚之间 七声爆喝 一杆幽黑缭绕着巫符的长枪显化而出 穷其骨兽虚颖浮现 扑妖枪击射 穷其奔走 迎着幽妖而去 胡落平阳 竟然被解明弃辱 本尊让你们都成为血尸 一尊血色的半月 从幽尊的脑后生了起来 旋转着和扑妖枪撞到了一起 恢弘的撞击之声如雷音炸响 血月和扑妖枪撞到了一起 席绢起了漫天的涟漪 这会儿功夫 龙却为两百人踏步而上 化为黑铁红流撞开了碰撞的涟漪 迎头和幽尊撞到了一起 漫天血雾炸开 两百龙却未在所有人的眼中 竟然化为了一头黑色的骨兽穷奇 如虎双翼 胸胃赫赫 双爪直接按向了幽尊 刹那之间 有金铁胶织的声音响了起来 漫天的血雾中伴随着 战甲骨骼的破碎 血雾飞溅 如烟沉刺起 咔嚓 一道血影 从穷奇虚影中横飞出来 是龙却未 身躯早就已经不成样子 这一刻 纵然下拓手握铁台弓 也是难以相助 龙却未和幽妖已经混在了一起 凌冽的售吼咆哮 不断有血骨炸开 破碎的血骨横飞四季 哪怕是如此 穷奇依旧是张着大嘴 将按在手中的幽妖张口吞了下来 本尊犹犹 腰王血液 岂能被二等卑剑奴仆所轻容 顷刻间 被穷奇双爪捏住的幽妖 身上爆发出了紫光 闪耀了这片山野废墟 整个身躯猛的账大 红布的爆炸 将穷奇撕裂 双翼横飞 身躯倒卷 每一步 就会有黑色的身影甩出 升级拳 穷奇落地 朝后踏步 足足退出去十多丈 这才止住了脚步 穷奇影消散 露出了龙雀胃的阵容 残留下来的龙雀胃 每一尊身上 都是鲜血缠缠 英红地浸透了黑甲 一枚枚符文激化 化为一缕缕的气 每一缕气中 都有一头虚幻的穷奇咆哮 这一瞬间 又要炸开后的血果 化为雨滴溅落而下 淋在了数千战兵的身上 他们顿时如兽重创 一个个吐血倒飞而出 夏拓的大手拍落 将一滴幽妖血果给震碎 而其中显化出来的小幽妖 也被他顺手击杀 蛀腰 煞腦间他反应了过来 幽妖这是在进行金蝉脱鞘之计 随我上 幽妖血果崩碎化为数千滴 每一滴都化成了一寸小幽妖 如同海浪一般 就朝着夏部落战兵冲杀而来 夏拓拔出了手中的无界 战气迸发 将迎面扑上来的两个幽妖 劈成了两半 轻火马蹄子踏下 将一个幽妖踩成了血泥 一时间 战场场景大变 幽妖化为数千小妖 和夏部落六千战兵撞在了一起 伴随着漫天的昏迷 又杀风相继 血骨碰撞 出妖 看着幽妖朝自己扑了过来 红大吼了一声 说着手中大刀劈了出去 终于让俺老红出手了 给俺杀 出妖 胆敢后退者 杀 眨眼之间 足兵和幽妖混在了一起 整个战场 扩大到了树林范围 龙却为再次横击 所过之处 幽灵扶手 杀气冲销 杀 更远处 巧儿挥动着洁白的小手 每一点都会有雷霆披露 将冲上来的幽妖击杀 在巧儿身后是乌殿中的无土乌室 他们念动乌宙 加持在诸多祖兵身上 顿时 每一个战兵身上都泛起了轻光 每一个人都被妖气刺激到了 血气冲天 赤红色的双眼挥动着兵器和妖灵碰到了一起 这些小妖的实力皆是在烈石镜之间 少有开山镜的实力 毕竟 这幽妖再厉害 也不过是神葬镜 化身数千 每一道妖影能分到的血骨有限 夏拓骑在清火背上 眸光不断地扫射着战场 他相信 幽妖真正的血身就混在其中 想要借此顿泽 整个战场中 幽妖和战兵混在了一起 散落遍地的血骨 碎骨不断地纷飞 不时就会有战兵 被幽灵给抓破了血骨倒地 同样的 也有幽妖被族兵砍成一堆碎肉 双方陷入了血战之中 突然 夏拓手中的无剑横飞而出 裹挟着至上的清光 将百丈之外 一头出现在战场边缘的身影 炸进了泥土之中 轻火踏步 将无剑重新抓回了手中 他没有再出手 无剑咬指 所有人听令 不要放走一个妖灵 话音一落 搜的一下 一道紫光如闪电般 穿过了重重人影 朝着万古废墟外而去 夏拓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直接紧追而去 虽然不知道白骨屋去了呢 但是大妖覆灭 只剩下了这点血骨 自然是要赶尽杀绝 一追一逃 直接追出了万古废墟 朝着山林深处而去 血骨化身万千之后 有妖的实力 已经虚弱到了很低的境界 如今只能拼命逃亡 谁也不曾想到一天之内 局势居然如此的逆转 本来是万古山脉中 最强大的大妖 如今竟然成了丧家之犬 夏拓手中无间横飞 穿过了重重林木 扎在了幽妖身上 整个身影顿身猛地挺至 朝着一旁的林子中翻滚而出 下一刻 他右手探出 五道流光击穿了丛林 林子深处传来血骨碎裂的声响 幽妖大口地吐着血鞋 身子靠在了一束大拇指上 身上露出了好几个血洞 潺潺血色流淌 一双妖衣的眼中 反着怨度 这是我幽妖一族的领地 我们终将它 吐得一下 一声血骨的碎裂声音响了起来 夏拓的拳头轰出 一道拳翼 直接将幽妖给轰成了血环 紧随着 原地出现了一道虚幻的幽妖之影 十分的虚幻 淡如烟尘 本尊不甘 夏拓再次挥拳 一缕烟尘般的幻影 也随之破灭 而他的眼睛 落在了血肉之中 出现的黑色菌轴身上 上面缭绕着虚幻符纹 带给他浓浓厌恶的气息 怀中的猪妖令 更是炙热如火石一般 妖王令 这是当年妖王搬下来的法指 大妖幽幽 吃了这道法指 这才来到了万古山脉 搜的一下 这卷妖王法指 在下一刻 化为了一道闪电 击创了虚空 消失在了昏暗的洞穴之内 看着缓缓愈合的空间裂缝 夏拓愣住了 大妖就这么完了 妖王令就这么飞了 他有点懵啊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乔订阅点赞评论 最重要的是你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欢迎进入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奇幻世界 万古最强部落 挫折 山人自有妙计 演播 燕西楼 续大的小疯子 甘草儿党 望古城中战场 此刻也是落下了帷幕 数千句妖姑陨落 同样 拥有上千句的族人战兵 横式战场 红河几位镇守 正在带领着族兵 打造战场 所有的族兵都盘坐下疗伤 妖病诡异 方不胜方 巧儿带着巫师们 正在逐个检查族兵的身体 唯恐有妖灵 潜藏在族兵身上 夏拓从外面走了回来 竟只走到了城中废墟之间 大妖覆灭 但是还有一个大雷存在 白骨屋 他可是覆灭大妖的关键人物 而且还是万古伯部的老人 若是知道他不是万古少主 难免会再起波澜 然而 从族兵杀进了万古城 就没看到白骨屋 甚至出现的妖灵 也不是先前三尊幽幽中任何一个 在此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难不成 一时间 夏拓心中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让他不有的一个机灵 白骨屋和三尊大妖同归于尽了吗 废墟中忽然响起了轰轰隆隆的轰鸣 原本妖巢的位置 塌陷了下去 这里是万古伯部的密室所在 十万枚妖盒 让妖尊领教了克金之术 夏拓看着不断朝着深坑中渗入的吐石 看到了残破的暗室石壁 一点荧光绽放而出 浮现出了一尊中年男子的形象 白骨屋 这一刻 白骨屋从一枚暗室中的乌珠显化而出 虚弱如烟尘 看着夏拓 万古山脉交给你了 善待我万古移民 文言夏拓一愣 深吸了一口气愤道 你发现了 我是假的 我家少主 明慧万古富邀 这一刻 夏组长内心是崩溃的 自己卖了个桥 还卖出了破绽 果然是应了那句老话 夜路走多了 终究会遇到鬼 打脸了呀 还啪啪地想呢 天意呀 白骨屋虚幻的身影有些浮动 他看着夏拓眼眸中 有着难以捉摸的神色 悲怅大呼 老夫谋划了六千年 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万古已经绝死 天意如此 无奈何 望着有些疯癫的白骨屋 夏拓不知道是恨还是喜 眼前这道身影的举动实在是让人纠结得很 说起来 白骨屋算计了自己 却也协助自己覆灭了大妖 不然三尊神藏镜的幽幽 对于整个夏部落来说 那都是不小的威胁 事情波澜曲折 最终还算圆满 能够如此覆灭大妖 白骨屋功不可摸 只是可惜啊 这一功他是为了万古薄布 阴差阳错的 却助了夏部落一臂之力 当得知万古少主不在 六千年的谋划 少了最重要的一环 他选择了和大妖同归于尽 而不是覆灭夏部落 对于他来说 还是有恩的 是非功过如何评说 一时间夏拓不知如何开口 这个人涉害过他 却也帮助了夏部落 祖主 万古大仇无嫌报了 天意如此 无嫌没奈何 那虚幻的身影 突然燃起了幽烟 白骨屋任凭幽烟笼罩全身 在虚空中一点一点消亡 看着消亡的白骨屋 夏拓长长地输出了一口气 对其功身一礼 算是送别 是非恩怨 从此烟消云散 组长 片刻之后 红来到了夏拓的身后 功身说道 伤亡如何 夏拓没有回身 伤亡场景 在他踏过战场的时候 就看到了 眼下所要的 不过是一个确切的数字 幽妖最后化为万千血骨 却也等于给了夏部罗练兵了 留下来的族兵 皆是深染要挟 杀其惊人 经此一战 这些族兵 也算是可以脱胎换骨 六千战兵 折损一千三百六十人 重伤一千五百九十三人 余下 轻伤无数 龙却为难 战允三十八人 重伤四十五人 其余 接手创 夏拓没有说话 一战陨落一千四百位图腾战士 两百龙却尾等于塌了一半 这一战没有想象到的惨烈 但是 却也让夏部落 一下子伤进动骨 若是没有白骨屋 或许伤亡 还会更加惨烈 凡是参与此次 富耀之战的族兵 出生散步者 皆可带着家人 加入夏部 夏拓来到了战场中 眸光朝着四周望去 族长 一时间 周围盘坐调歇的族兵 一个个起身 眼中露出了向往 族长 那陨落的兄弟呢 我是说所有 夏拓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接着说道 战允的兄弟 家中若有子嗣 入人殿修行 族中供养他们成为图腾战士 直到穿上父辈们留下来的战甲 收拢一骨 咱们回部落 族长 有些族人已经 文言 红长老眼中露出了为难之色 他在眼中有着悲戏 实在是和妖灵混战之中 有些族人早就已经是尸骨不全 难以收敛 命令族人砍发心柴 获葬 将骨灰带回部落安葬 最终 夏拓出生 下达了命令 受伤不重的族兵 朝着城外树林走去 开始伐木为新 或者是打造木制骨灰侠 万古大腰的危机一出 夏拓的心里略微有些放松下来 带着战允族兵的骨灰 朝着万古部落返回 一下子云灭如此多的族兵 使得夏部落充盈着一股悲怆的气氛 回到部落的夏拓也没闲着 召集了各部长老齐聚足殿 多年大摇悠患覆灭 对于部落来说是大喜事 没有了威胁 部落才能更好的发展 夏拓的眸光中泛起了荧光 在足殿之中巡视所有 有功闭上传令参与此战斗的所有族兵 按照修为赐下三个月的修炼资源 而战死的族兵 亲族得到等价的其他资源赏赐 祖物点 找出陨落族兵的机关 是五欲镇守麾下散步派出的战士 前往府去 将陨落战兵的亲族 接入部落 战士殿 战士人选 红长老尽快安排 是 说完 夏拓眸光看向了乔尔 说起来 这混乱的战场之中 想要记录战功并不容易 一片厮杀 哪里还顾得了收集功务 那是在找死 乔尔 天阁身份领牌 要抓紧打造 如今山脉大不敬平 接下来 咱们部落的发展 可以提上来了 是 三日之后 石山城 短短的数年时间 石山城从五到有 汇聚了二十多万族民 石城的规模一再扩大 如今 占地十里方圆 城中亭台楼阁 还有一座座小山丘 包裹其中 这一天 鹰体之声从天穷响了起来 十多道身影 从苍茫的山脉中飞了过来 来到了石山城上空盘旋 引得无数人瞩目 二十万人的大城 自然是热闹非凡 人流涌动 做什么呢 是谁啊 这么大胆 敢在城市上空 驾驭大鹰 不怕被族兵打下来 你没看到 大鹰没先处的图腾吗 是大夏部落 咱们整个石山城 都是大夏部落同乡 谁敢动 不要命了 这是做什么 木华驾驭着黑背青苍 盘旋了数周之后 朝着城中西南角的 一座石园看了过去 紧随着苍青展翼 落了下去 石园内 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正在打拳 院子中 还有一些打磨粗糙的石块 是用来练力的 少年的身边 有个头发有些发白的老者 看模样不过是五六十岁 不过这蛮荒大地上的人 哪怕是不成为图腾战士 也有近百年的好活 故此 这老者并不算老 连力 要将吸收的血肉精华 融入体内 只有这样 你的气力才能提升 这位老者 正在督促少年 打磨身体 黑背青苍 霜翼闪动了一片风浪 这风浪 在小院上空徘徊 顿时引起了 四周足迷的瞩目 一个个放下了手中的东西 朝着这个方向看了过来 诶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哼 不久前 小鹰的阿爹 随着战兵 说是去了大校部 难不成 有什么照令传来吗 这一刻 小院之中 打磨气力的石鹰 和老者 借时抬头 朝着上方望去 这位大人 老者供了拱手 发问道 不知道何时 瓦他阿爹 也受到上部征召 外出了 穆华看了一眼下面的身影 眼中闪过了一抹肃穆 他从怀中 掏出了一张瘦皮剧 大厦族掌令 石众于万古山脉 朱瑶之战占羽 为足立下战功 特辞石众家人 入大厦部 左授待遇 和大厦部族民同等 石众子石鹰 入人殿修行 直至成为图腾战士 穆华的声音没有遮掩 传遍四方 战死了 石院中的老者身躯一晃 少年更是呆滞不已 一时间院内的安静 和院外的议论声 相对而起 石众死了 只有他几天就战死了 你们懂个屁啊 敢问战士上部 还招不着族兵啊 俺有把子力气 要是俺也战死了 能不能让俺家的娃子 也入人殿修行啊 战士 上部可还收战兵 穆华从黑背金藏 想落了下来 将其背上取下一个包袱 交给了老者 这里面是石众的骨灰 和穿过的甲肘 族长说了 石众有公卫族 孩子会受到 族中的亲密培养 接下来 会有人送你们 前往下部落定居 老者碰着瘦皮包裹打开 露出了一座 石制的骨灰罐 还有一副 染蟹的赤红甲肘 只不过甲肘残破大半 阿姨 石英看向了老者 老者回神 对着穆华拱了拱身子 多谢战士 这是你阿爹 用命给你换来的 老者看着少年 眼中置上下了悲怂 虎牙战死于万古战场 祝邀有公 族长赵令 虎牙之子虎利 助人殿修行 一家五口 为下部落本部族民 英石祝邀有公 将其亲族 纳入夏部 为夏部族民 这一幕幕的场景 在夏部落和武裕镇守 麾下的城池上演 通过这样的举动 要告诉麾下的族民 夏部落 有公必赏 零零散散的族物 一直忙活了半个月的时间 各部战士 这才将赵令完全送到了 每一位陨落的族兵家人手中 夏远 族长 红长老请示 吴玉镇守麾下的族兵 是否返回各城池 红长老还请示 重伤无法再回族兵序列的战士 如何安置 还有 暗影殿陆长老请示 暗影未在山中 查探到人族腰部 是否派出族兵覆灭 族物殿请命 对于允略战兵家人的抚恤 是否等 所有青族接到部落之后 再进行发放 时停之下 明月站在夏拓身前 将两天来 各部长老的请示 一一对他诉说 大战刚刚落幕 各部长老都是很忙 部落正在逐步恢复到正轨上 特别是战士殿和族物殿 忙得很 反倒是他这个族长 倾弦了许多 传令 各部长老族殿一事 想了想 夏拓出声吩咐 覆灭了大妖之后的 后续事情还没做完 比如 万古山脉 北面庞大的山野之地 其中有多少资源和散步存在 没了大妖 这一些 都是属于大孝部落的 本集播讲完毕 新书上架 求订阅 点赞 评论 最重要的是您一个大大的关注 谢谢各位了 这些人的观看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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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